大家好,欢迎来到这里 分享知识,点燃灵魂 阿法尔说伴你同行 今天我要分享的书籍是《欧洲之门》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献给 乌克兰人民 导言 关于乌克兰历史的综述 苏格兰人和其他一些民族常常夸耀哪些书籍 肯定了他们对塑造人类历史做出的贡献 乌克兰人也许同样有理由 为自己在改造世界中的作用而自豪 1991年12月 乌克兰公民纷纷涌向投票站 选择了独立 那时在乌克兰发生的事件 在世界上造成了巨大的反响 也确实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乌克兰公投之后一个星期 强大的苏联就解体了 美国总统乔治H.W.B.S.随之宣布 西方在漫长而艰难的冷战中取得了最后胜利 乌克兰下一次出现在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上是2004年 这一年 身着橙色衣衫 情绪高昂的群众 挤满了基辅的广场与街道 要求举行公平的选举 他们最终达到了目的 由于这次橙色革命 一 从塞尔维亚到黎巴嫩 从格鲁吉亚到吉尔吉斯斯坦 诸多国家发生的撼动威权统治的革命 都被称为颜色革命 颜色革命并未改变后苏联时代的世界 但他们留下了遗产 也留下了终将改变的希望 接下来 乌克兰人又在2013年的11月到12月间 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人们再次走上基辅的大街 支持国家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此时政治欧盟各成员国 对联盟的热情降至低点 乌克兰人却不顾零摄氏度以下的气温 日复一日 月复一月地在街上游行 坚守 令西欧和中欧国家的公民们感到震惊和鼓舞 2014年年初 乌克兰国内形势 出现了意外而悲剧性的转折 抗议者与政府部队之间发生了暴力对抗 将先前抗议中那种热烈的 近乎街头狂欢的气氛一扫而空 2014年2月 就在电视台摄像机镜头的全程记录下 防暴警察和当局的 狙击首相抗议者开枪 导致数十名亲欧盟抗议者死伤 这样的画面震惊了世界 同样令人目瞪口呆的 还有2014年3月 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企图 以及同年春末 莫斯科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 二地区策动的混合战 这一年7月 亲俄的分离主义者 更是将这场俄乌冲突 变成了一场真正的国际冲突 乌克兰局势的发展 对欧洲和国际事务 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以制政客们开始谈论 为欧洲的未来而战和回到冷战的话题 而在1991年 这里正是冷战宣告落幕之地 乌克兰危机的起因是什么 历史在这一系列事件中 扮演了何种角色 是什么让乌克兰人不同于俄罗斯人 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到底应该属于谁 为何乌克兰采取的行动 会造成巨大的国际震动 近年来 这些问题被一再提出 理应得到全面的解答 要理解当今乌克兰局势 及其对世界的冲击背后的各种趋势 我们需要对这些问题的根源进行考察 粗略地说 这就是这本书的主要任务 我写作这本书 正是希望历史能为我们提供对当下的洞见 进而影响未来 无论是预测当今乌克兰危机的结局 及其长远影响 还是预测作为一个国家的乌克兰的将来 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 也将是十分困难的 然而 在历史中 漫游仍有助于我们从美日新闻的密集轰炸中 找到意义所在 并能让我们在面对事件时深思熟虑 从而改变事件的后果 本书在长时段 三尺度上呈现乌克兰历史 内容起自西罗多德 四 时代 忠于苏联的解体 和当下的俄乌冲突 乌克兰和法国国土面积差不多大小 现拥有接近四六百万人口 其历史上的过客 更是数以亿计 如何才能将它超过千年的历史 浓缩到短短数百页的篇幅之内 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必须有所取舍 这也是历史学家的一贯做法 然而 历史学家们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 现代乌克兰史学的奠基者 米哈伊洛 赫鲁舍夫斯基 是本书中将会出现的一个人物 哈佛大学的乌克兰历史教习 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赫鲁舍夫斯基将他的研究主题 视为一个起字渺茫远古 并历经繁荣 衰落和复兴的民族的历史 其复兴的顶点 则是乌克兰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及之后的创生 乌克兰历史在赫鲁舍夫斯基的手中 成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 然而 他的许多批评者和继承者 对他的方法提出了疑问 赫鲁舍夫斯基的学生们 侧重乌克兰国家的历史 苏联历史学家将乌克兰历史描述为 一部阶级斗争史 一些西方作者强调 乌克兰的多族群特征 而到了今天 越来越多的学者 则转向了跨民族研究 这些后期写作潮流 对乌克兰和其他民族历史的处理方式 对我的历史叙事有所影响 晚近史学中的文化转向 以及身份认同史研究 也为我提供了养分 我所提出的问题都是当代主义的 对此 我并不避讳 但我也力争不用现代的身份认同 归属 观念 动机和情感等概念 来曲解过去的历史 本书书名中的欧洲之门 当然是一个隐喻 但这样的命名并非无关紧要 也不应被视为一种营销的手段 欧洲在乌克兰历史中 有着重要的地位 而乌克兰在欧洲历史上同样如此 乌克兰地处欧亚大草原的西原 许多个世纪以来 都是通往欧洲的门户 在某些时代 战争和冲突会导致门户的关闭 此时 乌克兰就是阻挡东来 或西来侵略者的一道屏障 而在乌克兰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 门户是开放的 此时的乌克兰就成为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桥梁 促进着民族 商品和思想的交流 在漫长的岁月中 乌克兰也充当了各大帝国 从罗马帝国到奥斯曼帝国 从哈布斯堡王朝到罗曼诺夫王朝的谈判地点 以及战场 在18世纪 乌克兰被圣彼得堡 维也纳 华沙和伊斯坦布尔轮流统治 到了19世纪 乌克兰的统治者就只剩下了前两个 20世纪上半叶 莫斯科成为大部分乌克兰土地上唯一的最高统治者 每个帝国都对乌克兰的土地和财富提出要求 在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群特征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同时也帮助塑造了乌克兰独特的边境身份和民族气质 民族概念是本书的重要分析范畴和叙事要素 却并非全部 它与变动不拘的欧洲概念一起界定了这一叙事的性质 本书讲述的乌克兰历史的地理边界 是由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民族制学者和地图绘制者 确定的 常与当今乌克兰国家的边界重合 但并非一直如此 从中世纪基辅人国家 在史学界被称为基辅罗斯 直到现代民族主义兴起 各种观念和身份概念将这些土地联系在一起 本书追随这些观念和概念的发展脉络 解释现代乌克兰国家及其政治民族的起源 在这一过程中 本书将乌克兰族视为乌克兰人口构成中最大的民族 也将之视为现代乌克兰民族和国家创生的主要驱动力 但也没有忽视乌克兰的少数族群 尤其是波兰人 犹太人和俄罗斯人 并认为多族群 多文化的现代乌克兰民族尚在形成之中 乌克兰文化向来都与其他文化共享生存空间 在其早期更是在他者的夹缝中生存 乌克兰社会拥有跨越内部及外部边界 并获取这些边界所创造的身份的能力 这种能力构成了本书所呈现的乌克兰历史的主要特征 外部和内部的政治过程 可以为历史叙述提供一个很方便的框架 然而在本书的写作中 我发现地理 生态和文化是更为持久的元素 因此就长期而言有更大的影响 从长时段文化趋势的角度来看 当代乌克兰是两条移动中的边界 相互作用的产物 一条边界由欧亚大草原和东欧西数草原的分界线确定 另一条则由东方基督教和西方基督教的分界线确定 第一条边界还是定居人口与游牧人口之间的分界线 并最终将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分隔开来 第二条则要回溯到罗马和军事坦丁堡 对罗马帝国的分裂 是存续至今的欧洲东部和西部政治文化差异的标志 许多个世纪以来 一系列独特的文化特征在这两条边界的移动中产生 并成为当代乌克兰身份的基础 不讲述乌克兰各地区的故事 就无法讲述整个乌克兰的历史 边界移动造成的文化与社会空间从来不是同质化的 作为国家与帝国的疆界在由乌克兰族群边界所确定的土地上移动 各不相同的文化空间在这样的移动中被创造出来 成为乌克兰各地区的基础 这些地区包括被匈牙利人统治过的外卡尔八千 七历史上曾属于奥地利的加利西亚 八增被波兰占领的波多里亚 九和沃里尼亚 十蒂涅伯和蒂哥萨克左岸 十一及下游斯洛伯达乌克兰 十二以及俄罗斯帝国开拓的殖民地 黑海沿岸地区和顿涅茨盆地 十三 与之前的大部分学者不同 我不会尝试将乌克兰各个地区 如曾经的俄罗斯统治区和奥地利统治区的历史 在不同的章节各自讲述 而是会将它们视为一体 为它们在特定时期的变化提供一个比较视角 最后 我要就术语地使用说上几句 现代乌克兰人的先辈 曾在数十个前现代的或现代的公国 王国和帝国治下生活 在时间的长河中 他们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名称和身份 他们用以界定自己这片土地的两个关键词是 罗斯和乌克兰 罗斯的希利尔字母拼写是 其中最后一个符号是软音符号 表示对其之前的辅音进行恶音化 在九世纪至十世纪间 基辅罗斯人将维京王公和战士们招揽来 并将他们斯拉夫化 罗斯一词即由维京人传播到这片地区 并被基辅罗斯人吸收 今天的乌克兰人 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的祖先使用的罗斯 包括斯堪的纳维亚 斯拉夫化的Ros和希腊化的Rosia等不同形式 到了18世纪 莫斯科沙皇国14采用了后者 将其作为国家和帝国的官方名称 根据他们所处的地区和时代的不同 乌克兰人有过各种不同的称呼 他们在波兰被称为卢森人 Rusins在哈布斯堡王朝被称为罗塞尼亚人 Rusinians在俄罗斯帝国则被称为小俄罗斯人 Little Russians 到了19世纪 乌克兰民族的缔造者们决定放弃 罗斯这个名字以终结这种混乱 并将他们与其他东斯拉夫世界居民 尤其是俄罗斯人区别开来 在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 他们都选择采用乌克兰和乌克兰人 这两个词来定义他们的土地和族群 乌克兰一词起源于中世纪 在近现代被用来表示 蒂涅伯乌克兰 15地区低哥萨克国 在这些19世纪社会活动家的集体心理中 大部分哥萨克人都起源于本地 是最纯粹的乌克兰人 为了将罗斯的过去与乌克兰的将来连接起来 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把自己的诗卷本 具著命名为乌克兰罗斯史 History of Ukraine Russ 事实上 今天任何讲述乌克兰历史的作者 都必须使用两个或更多的名词 来定义现代乌克兰人的祖先 在本书中 我在涉及中世纪时期时 大部分时候会使用罗斯人 一词 但并非全部如此 在涉及近现代时 我会使用罗塞尼亚人 在涉及现代时 我则会使用乌克兰人 从1991年独立乌克兰国家的建立开始 这个国家的公民 不管其族群背景 都被称为乌克兰人 这一用法反映了当下 历史学界的惯例 虽然这会造成一些麻烦 但我希望 它还不至于让人误解 来吧 你会看见 现代乌克兰史学奠基之一 罗斯史 十六 的一名作者 在其作品前沿的结尾写道 我无法想出比这句话更好的邀请 来作为本书前沿的结语 一 Orange Revolution 指2004年乌克兰总统大选 引发的一系列抗议和政治事件 橙色革命从2004年11月 持续到2005年1月 以反对派的胜利告终 本书中的角株若非特别著名 均为中议者株 二 Donbos 一座Donbass 及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盆地 包括顿涅茨克州中部 北部和卢干斯克州南部 三 Long Dury 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 布罗戴尔 Fernand Brodo 提出的历史研究层次 布罗戴尔认为对长时段历史的研究 对历史学家更为重要 四 Herodotus 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作家 著有《历史》 一书 他打破了河马史诗的传统 采用系统性和批判性的方法来搜集历史材料 并用史学叙事的方法来组织他们 被誉为历史之父 五 Mikhilo Hrachevsky 1866-1934 乌克兰政治家 历史学家 他是20世纪初乌克兰民族主义复兴中的重要人物 曾在1917年至1918年间任乌克兰革命议会中央拉达主席 六 Keyi Van Ross 由维京人奥列赫建立 以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国家 存在于882年至1240年间 以基辅为首都 正式名称为罗斯 被认为是俄罗斯 白俄罗斯和乌克兰 这三个东斯拉夫民族国家的前身 后文中有时使用基辅来代指基辅罗斯 七 Transtarpathia 乌克兰最西部的一个州 曾属奥匈帝国 1945年被纳入苏联 苏联解体后归属乌克兰 八 Galitia 历史地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属于奥匈帝国 今分属乌克兰和波兰 九 帕德拉亚 历史地名 今主要位于乌克兰中西部与西南部 还包括摩尔多瓦北部的部分地区 十 Volignia 历史地名 今分属波兰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十一 Kassak Left Bank 历史地名 位于乌克兰北部的蒂涅伯和东岸 在17世纪至18世纪间 曾为沙皇俄国境内低戈萨克国 十二 Sloboda Ukraine 历史地名 今分属俄罗斯和乌克兰 斯洛伯达 俄语阿 以词以为自治地区 十三 The Nets Basin 一座顿涅茨盆地 及顿巴斯 十四 Moscow 及The Grand Duchy of Moscow 多一座莫斯科公国 或莫斯科大公国 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 在1547年后自称沙皇 并将国号改为俄罗斯沙皇国 Sardom of Russia 意义做沙俄 莫斯科沙皇国 直至1721年 彼得伊氏改国号为俄罗斯帝国 但本书作者仍将 这段时期的俄罗斯称之为Maskavi 考虑到与原文的一致性 本书中凡出现于1547年 至1721年之间的Maskavi 一词均义做莫斯科沙皇国 15 Dnipir Ukraine 历史地名 范围包括蒂涅伯和中游地区 16 History of the Rus 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一部 由一名作者创作的历史 以俄语出版于1846年 主要讲述从古代到1769年间 罗塞尼亚人及其国家小俄罗斯的历史 第一卷 黑海边境 第一章 世界的边缘 第一位记录乌克兰的历史学家 正是历史之父 西罗多德 通常 只有地中海世界的国家和民族 才有资格得到这位历史之父的书写 乌克兰是一片有草原 山地和森林组成的地区 位于被古希腊人称为Pontos Eucainos 以为好客之海 罗马人用拉丁文写作Pontos Eucinus 的黑海之北 正是当时地中海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它的重要性又与众不同 西罗多德的世界以古希腊各城邦为中心 向南延伸到埃及 向北延伸到克里米亚和黑海大草原 一 如果说埃及是上古文化和哲学的王国 值得研究和模仿的话 那么 今日乌克兰所在的这片土地 则是典型的边境地带 是希腊文明与其野蛮对立面的碰撞之地 这里是后来被称为 西方世界的政治文化圈的第一道边界 是西方借以定义自身和他者的起始界限 西罗多德在希腊语中被称为Horodotus 他来自位于今日土耳其境内的希腊城市 哈利卡纳索斯 二 在公元前五世纪 西罗多德生活写作和朗诵他的历史的年代 他的出生地还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 他生命中很长一段时间在雅典度过 曾经在意大利南部居住 也曾在地中海世界和中东世界穿梭往来 到访过的地方包括古代埃及和巴比伦 他是希腊式民主的崇拜者 用希腊语的爱奥尼亚方言写作 然而就他身处的年代而言 他的关注已经包罗了当时已知的世界 他的历史被后人分为九卷 讨论了西波战争的起源问题 西波战争开始于公元前499年 延续到公元前五世纪中叶 希罗多德生活的年代 有很长一段与这段时期重合 战争于公元前449年结束后 他又花了30年时间对这个主题进行研究 他将这一系列冲突描述为 自由与奴役之间史诗般的斗争 希腊代表自由 而波斯代表奴役 虽然他的写作不免掺入了他自己的政治和思想立场 但他仍然希望从双方的角度来呈现这段历史 用他自己的话说 他的目的在于将希腊人和野蛮人双方的伟大成就都记录下来 以保存过去的记忆 正是由于对野蛮人一方的兴趣 希罗多德把目光投向了黑海大草原 公元前512年 吉西波战争开始前13年 波斯帝国最强大的统治者大流失大帝 3.为了报复曾经捉弄过他的斯基泰人 4.入侵了这片地区 斯基泰王统治着黑海以北的广大地区 这些游牧民族首领的军队十分激动灵活 曾经让大流士从多脑河追击到顿河 却找不到任何交战的机会 这对这位十多年后将成为希腊世界最大威胁的君主而言 无疑是可耻的失败 在《历史》中 希罗多德不遗余力讲述了他所知道和听说过的 关于斯基泰人的土地 风俗和社会等的一切 他虽然周游列国 却从未亲自踏上这片土地 因此 似乎不得不依赖别人讲述的故事 然而 他对斯基泰人统治下的土地和人民的描述被吉祥尽 让他不仅成为第一位关注乌克兰的历史学家 也成为第一位关注乌克兰的地理学家和民族制学者 公元前四万五千年左右 捕猎猛马的尼安德特人 尼安德索 成为黑海以北地区最早的人类定居者 对他们的住所遗迹进行的考古发掘 证明了这一点 更多的考古证据表明 大约3000年以后 迁入黑海大草原的人类驯化了马 在公元前五千年左右 库库特尼 特里波里文化 五 的先民们 在多脑河和地涅薄河之间的林草混胶带定居 饲养家畜 耕种农田 修建了大规模的定居点 用粘土制造塑像 并烧制彩桃 大多数希腊人 对黑海以北地区一无所知 直到希罗多德 开始在雅典的公共节日上 朗诵他的作品段落 在这之前 他们把那片土地 想象成满足的领地 和诸神的游戏场 一些人相信 特洛伊战争的英雄 河马的 伊利亚特的主角阿卡留斯 Akies就长眠在多脑河或地涅薄和河口的某个岛屿上 而亚马逊人 六 希腊神话中那些 为了让张公更稳 而切掉了诱辱的女战士 也生活在那片地区 就在顿河附近 他们还相信那里的克里米亚半岛 Primea 即希腊人称之为陶里卡 Taurica的半岛 上生活着凶残的陶里安人 Torians 如果有不幸的旅人 为躲避黑海的风浪 来到群山林立的克里米亚海岸 便会遭到陶里安女王伊菲吉涅亚 7 的毒手 被他献祭给女神阿尔推米斯 8 因为伊菲吉涅亚的父亲阿加门农 Akmanon 要将他献祭 是阿尔推米斯将他从祭台上救走的 很少有人愿意涉足 如浩克之海周边那样危险的地区 黑海虽名为浩克之海 航行起来却十分艰难 以常常毫无预兆地出现巨大的风暴而闻名 希腊人从新美里安人 Cimmerians 口中首次听说黑海以北的土地和人民 新美里安人是一个由战士组成的部族 在公元前8世纪 被斯基泰人从黑海大草原驱逐 来到安纳托利亚 9 游牧的新美里安人 首先歉移到高加索地区 随后又转移到小亚西亚 在这里遭遇了地中海珠文化 接触到他们悠久的定居生活和文化成就 新美里安人在地中海地区 被视为典型的蛮族 其声明在圣经中也有记录 先知耶利米这样描述他们 他们拿弓合枪 性情残忍 不施怜悯 他们的声音像海浪喷轰 他们骑马都摆队伍 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 10 新美里安人的野蛮战士形象 甚至进入了现代流行文化 在1982年的热门电影《野蛮人柯南》 《Conan the Barbarian》中 阿诺德·施瓦辛格就曾扮演新美里安国王柯南 这是作家罗伯特·易·霍华德·十一 于1923年虚构的一个人物 在公元前7世纪到前6世纪 新美里安人被迫离开故土之后 克里米亚和黑海北岸海滨地区 就进入了希腊人的视野 希腊殖民地开始在这一地区出现 建立这些殖民地的定居者 大部分来自米利都 十二 当时最强大的希腊城邦之一 米利都人建于黑海南岸的西诺普 Synope 以其自身的地位 成了其他一些殖民地的母体 建于黑海北岸的殖民地 则有潘提卡棚 Penticpeam 距离今天的克斥 十三 不远 有位于今天的费奥多西亚 十四 的推奥多西亚 Theodosia 还有位于现代城市 塞瓦斯托波尔 十五 附近的克森尼索斯 十六 这三个殖民地都位于克里米亚 然而最有名的米利都殖民地 莫过于位于南布赫 波赫 河 十七 河口的奥尔比亚 欧比亚 南布赫河在此地 会入比它更大的地涅泊河 Nepir 得入海口 然后共同注入黑海 奥尔比亚拥有石器的城墙 有一座卫城 还有一座德尔斐的阿波罗 十八 神庙 根据考古发现 奥尔比亚在其全盛时期 占地超过120英亩 约48.6公顷 约有一万居民 奥尔比亚人实行民主政治 并以契约方式处理与其母城 米利都之间的关系 同其他希腊城市和恩波利亚 市集 十九 的繁荣一样 奥尔比亚的繁荣 有赖于与黑海大草原 当地居民的良好关系 从这座城市出建 直到其整个鼎盛时期 即公元前五世纪到前四世纪 当地的居民 恰好都是斯基泰人 一个起源于伊朗人 二十的部落混合体 奥尔比亚的希腊人 不仅与他们的邻居一起生活 来往贸易 还相互通婚 大量拥有希腊和蛮族 双重血统的混血人口 随之出现 他们同时沿袭希腊的 和当地的风俗 奥尔比亚的商人和海员们 把古物 甘鱼和奴隶 运往米利都和其他希腊地区 并带回酒 橄榄油 和包括织物与金属制品 在内的手工制品 在当地市场出售 从对斯基泰首领墓葬的 考古发掘中 可以发现 当地也有用黄金制成的奢侈品 这些坟墓遍布乌克兰南部草原 如今大部分都风化成小丘 在乌克兰语中 被称为库尔巴尼 Kerbony 在斯基泰金器文物中 有一件三层凶石令人 尤为惊叹 这件金器于1971年 出土于乌克兰南部 如今藏于基辅乌克兰历史珍宝博物馆 这件凶石的年代 约在公元前四世纪 曾为某位斯基泰王所佩戴 向我们提供了一个 了解斯基泰人社会 和经济结构的视角 他的中央部分 刻画了两个下跪的 叙叙斯基泰男子 手中捧着一件羊皮外套 考虑到整件胸是由黄金制成 这个场景让人联想到 二哥英雄 Argonauts 21 夺取金羊毛的故事 而金羊毛乃权威 和君主身份的象征 在中央场景的右边和左边 是一些家畜的图案 有马 母牛 绵羊和山羊 金士上 还有斯基泰奴隶的形象 其中一人为一头母牛挤奶 另一人则为一头母羊挤奶 这件凶事清楚地显示 斯基泰社会的主体 由草原战士构成 男性在其中占统治地位 其经济则有赖于畜牧业 如果说这些人物和家畜的形象 让我们得以 一窥斯基泰世界的内部 凶事上的野生动物形象 则更多地表现了希腊人 对他们眼中的世界边缘的想象 而非黑海大草原上 真实情况的反应 狮子和豹子追逐野猪和鹿 长着翅膀的尸臼 希腊神话中最强大的怪兽 鹰手尸身 猎杀马匹 而后者是斯基泰人生活中 最重要的动物 这件凶事 不仅是希腊文化传播的 最好证明 也是黑海大草原上 希腊世界和斯基泰世界 相互影响的最好证明 各种文化的交织 让希罗多德得以搜集考古挖掘 无法得到的有关斯基泰人的信息 斯基泰人的起源神话 就是一例 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中写道 根据斯基泰人自己的讲述 他们是所有民族中最年轻的 据称塔尔吉陶斯 塔尔吉陶斯 有三个儿子 斯基泰人就是他的后裔 希罗多德对斯基泰人的起源神话 进行了附属 在他们 22 统治这片土地的时候 天空中落下了四样器具 一把梨 一副鳄 一把战斧 还有一支酒杯 全都是黄金制成 两个哥哥伸手去拿着天降的宝物时 宝物就开始燃烧 只有最年轻的弟弟拿到了宝物 成为他们的主人 两个哥哥立刻遵弟弟 为这片土地的最高统治者 一个斯基泰部落由此兴起 他们保有从天而降的神器 并统治着黑海大草原 被称为斯基泰王族 斯基泰人显然自视为 黑海大草原上的原生种族 否则不会声称 他们的始祖塔尔吉陶斯 是主神宙斯 和鲍律斯推涅斯和和神之女的血脉 鲍律斯推涅斯和 即今天我们所知的地涅薄河 是这片土地上的主要河流 这个神话还表明 尽管斯基泰人的统治阶层是游牧者 但他们同时也自视为农耕种族 因为天降的神器中 不仅有恶 还有梨 都是明显的农耕文化符号 事实上 在西罗多德的描述中 斯基泰人也分为牧人和农夫两个群体 在黑海北岸 这两个群体 各自从事与环境相符的产业 如果我们在地涅薄河上向南航行 我们在右岸 会看到希腊殖民地奥尔比亚 西罗多德关于这一地区的主要知识 都从奥尔比亚的公民和旅人那里得来 根据西罗多德的描述可知 奥尔比亚北面的邻居是卡里皮达伊 卡里皮地部落 他们可能是希腊人和当地斯基泰人通婚的后裔 在往北 在德涅斯特河 二十三 两岸和斯基泰王族控制的草原北面 是阿拉索尼安人 Alazonians 他们在其他事情上 与斯基泰人有相似的风俗 却播种和食用古物 洋葱 大蒜 扁豆和小米 在阿拉索尼安人以北 生活在地涅伯和右岸的人们 被西罗多德称为耕田的斯基泰人 Sithian Plowmen 他们生产古物用来出售 而居住在地涅伯和左岸的人们 则被他称为农业斯基泰人 Sithian Agriculturalists 或鲍利斯推尼人 Boris the Knights 西罗多德认为 这些部落与居住在南方黑海大草原上的斯基泰人 有很大的不同 西罗多德发现 地涅伯和两岸 是全世界最丰饶的土地之一 就我看来 作为斯基泰珠河中的第二大河 鲍利斯推尼斯河不仅在此地诸河流中 最有价值 最为妇柔 在全世界也是如此 仅次于那独一无二的尼罗河 它带来了最丰美的草地 以及无论数量和品质 都远超其他河流的渔群 还有最干美的饮水 它的河水清澈精亮 而此地其他河流的水 却甚是污浊 鲍利斯推尼斯河两岸种植的作物 别处无可比拟 而在这里 还没有开垦的地方 则生长着全世界最好的青草 这的确是恰切地描述 地涅泊和盆地的黑土 至今仍被视为全球最肥沃的土地之一 为乌克兰赢得了欧洲面包栏的称号 农耕族群定居的地涅泊和中游地区 还不是西罗多德眼中的世界尽头 此地往北仍有人类的踪迹 希腊殖民者 或各行各业的斯基泰人 即使对这些人有所了解 也所知甚少 这些人的居住地区才是最远的边境 在蒂涅伯河右岸 这些人被称为涅乌里人 劉里 在其左岸更往东和往北的地方 则被直接称为石刃族 西罗多德对这些人没有太多了解 然而 涅乌里人所居住的普里皮亚纪 24 沼泽位于今天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边境地区 恰于古斯拉夫人的一个可能起源的重合 在此地上能发现乌克兰方言中 最古老的一些变种 如果西罗多德和他的资料来源可信 那么斯基泰王国应该是一个多族群 多文化的集团 集团内部各族群在社会形态和劳动分工上的位置 由地理和生态决定 希腊人和希腊化斯基泰人 占据了海滨地区 成为地中海希腊世界与内陆地区的贸易和文化桥梁 主要的贸易商品 古物 甘鱼 还有奴隶 来自西数草原或林草混胶带 这些商品 尤其是古物和奴隶 要抵达黑海港口 必须取到斯基泰王族所在的草原地区 斯基泰王族控制着贸易 将大部分收入收归即有 并将它们的部分黄金 宝藏留在了这一地区的许多小丘里 希罗多德描述的海岸 草原和森林地带之间的区分 将是数百年 乃至上千年乌克兰历史中的主要区分方法之一 历史 所刻画的层次丰富的斯基泰世界 在公元前三世纪终结 当罗马人在公元前一世纪 夺取黑海北岸的希腊殖民地 并将之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时 他们需要面对的草原之主 已经不再是斯基泰人 新的一群游牧者 萨尔玛提亚人 二十五来自东方 他们击败了控制着农耕地区 与希腊殖民地之间 商路的斯基泰牧人 并将他们赶走 取代了其位置 新来者同斯基泰人一样 也是伊朗人 希罗多德认为 萨尔玛提亚人居住在顿河以东 并记述了一个传说 萨尔玛提亚人 是逃脱希腊囚龙的斯基泰人 和亚马逊女战士的后裔 类似斯基泰人 萨尔玛提亚人 也由不同的部落组成 并统治着许多族群 比如洛克索拉人 二十六 阿兰人 二十七 和雅几格人 二十八 萨尔玛提亚人 统治黑海大草原 长达五百年之久 直至公元四世纪 在其鼎盛时期 萨尔玛提亚人 控制着东至福尔加河 西至多脑河的全部地区 并渗入了中欧 直至为斯瓦河 二十九 较至斯基泰人 萨尔玛提亚人的强大 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我们对他们的了解 要远远少于 对斯基泰人的了解 这主要是因为 希腊殖民地 与乌克兰内陆之间的贸易 以及随之而来的信息交流 在斯基泰人统治时期 繁盛一时 在萨尔玛提亚人到来之后 却几乎完全中断 这片土地 曾经的主人斯基泰人 被萨尔玛提亚人 驱赶到克里米亚 并在那里 建立起一个新的王国 小斯基泰 Cithia Minor 控制着克里米亚半岛 半岛以北景陵的草原 以及各希腊殖民地 萨尔玛提亚人 拥有黑海大草原 剩下的全部土地 却与希腊殖民地隔绝开来 斯基泰人 则失去了 对整个草原 和内陆地区的掌握 大草原新旧统治者之间的冲突 损害了当地的贸易 并逐渐威胁到 各希腊殖民地的安全 斯基泰人 和其他游牧者一样 无论贸易状况好坏 都会向殖民者索取金钱或财物 此外 另一个因素 同样有利地削弱了当地贸易 地中海市场 有了新的农产品供应者 随着亚历山大大地的征服 和罗马帝国的兴起 从埃及和中东 通往爱琴海 和爱奥尼亚海岸的商路 得到了保护 谷物随之源源而来 公元前一世纪 罗马人的势力 延伸到了黑海北岸 为此时处于罗马监护下的 希腊殖民地 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 让从前的贸易得以复活 然而 这次复兴在最乐观者的眼中 也是一场苦战 奥维德 普布利乌斯 奥维修斯 纳索 三十 在公元八年 被奥古斯都大地 放逐到黑海岸边的托米斯 金属罗马尼亚 三十一 十年后在那里去世 他为我们留下一份记录 形象地描述了 公元初年左右 一个希腊沿海殖民地 日常面临的重重危险 数不清的部落 环布四周 以残酷的战争相威胁 认为不靠掠夺的生存 是一种耻辱 城外没有一寸地方安全 山丘的防护全靠 薄弱的围墙 以及巧妙的悬址 要塞给我们提供的保护 极为有限 甚至连 城内与希腊人混处的野蛮人 也令人心生恐惧 因为这些野蛮人 就生活在我们中间 毫无分隔 还占据了超过一半的防射 这种与野蛮 邻居之间的敌意 和安全感的缺失所造成的状态 让本地一度繁荣的殖民地的情况 变得越发糟糕 希腊演说家和哲学家迪奥 赫里索斯托姆 32 自称曾在公元一世纪末期 拜访过奥尔比亚 在他的年代 这座城市被外人称作包律斯推涅斯 并留下了一份关于这个衰落中的殖民地的生动记录 包律斯推涅斯城的规模 与其古代的声明并不相称 这是因为他曾多次遭遇战争 并多次陷落 长久以来 这座城市都身处蛮族的围困之中 而且这些蛮族 差不多还是最爱打仗的族群 因此一直处于战争状态 正其如此 此地希腊人的财富事实上已经萎缩到极低的水平 以致他们中的一部分不再结合成城市 而其他人也仅仅能勉强结成群落生存 加入他们群落中的大多数也都是蛮族 以上就是罗马人来到这里一百多年之后 这些希腊殖民地的状况 这片地区再也没能恢复其在希罗多德时代的繁荣 贸易以及与内陆地区的联系 殖民者要么与当地部族处于战争状态 要么就是处于对战争的担忧之中 因此对他们的邻居也支支甚首 远方是博斯普鲁斯33 顿河 还有斯基泰泽地 从流放地托米斯向东方和北方远望的奥维德写道 只是几乎无人踏足的土地上的几个名字 比那里更远的 只有人类无法居住的严寒 啊 我与世界尽头已近在咫尺 与奥维德同时代的斯特拉波34 著有受人称道的地理智 比那位鼎鼎大名的罗马流放者 对黑海大草原有更多的了解 让我们得以知道 萨尔玛提亚人各部落 以及他们所控制的各地区的名称 根据斯特拉波的说法 雅几个人和洛克索拉人 是住在大车上的人 也就是游牧部落 不过 关于蒂涅伯河地区 林草混交代的定居民族的状况 这位文明的地理学家没有提供一点信息 更不用说更北方森林地带的情况 然而 与奥维德不同 斯特拉波并没有在这里的居民中生活 他的信息提供者也不如西罗多德的 他们对北方人的情况一无所知 对这种关于接下来更北方一些的居民的状况的普遍无知 斯特拉波表达了不满 我既不了解巴斯塔尔人 35 也不了解萨乌洛马特人 36 简而言之 对居住在本都 37 以北的所有居民都毫无认识 我既不知道他们到大西洋的距离 也不知道他们的国土是否濒临着他 斯特拉波的信息提供者 来自这片地区的一个殖民地 如果说西罗多德曾多次提到蒂涅伯河的话 斯特拉波却似乎对顿和更加熟悉 它的信息源更可能来自位于顿和河口 属于博斯普鲁斯王国38 的希腊殖民地塔纳伊斯39 博斯普鲁斯王国是随着罗马人到来 而复兴的希腊殖民地联盟中的最强大者 对斯特拉波而言 顿和有着特别的意义 它是欧罗巴最东部的边界 欧罗巴这个词被爱清海本土的希腊人 用以描述希腊在外部世界的整个存在范围 顿和以西是欧罗巴 从顿和以东开始则是亚西亚 因此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开端 当罗马人来到黑海沿岸殖民地时 乌克兰大地再次变成那个 将被称为西方文明的世界的边缘 希腊化世界的北部边界 如今成为欧洲的东部界限 乌克兰在接下来近2000年的时间里 都处于这个边缘地位 直到18世纪俄罗斯帝国兴起 俄国将重新绘制欧洲地图 把它的东部边界一直推进到乌拉尔山 在罗马人统治的年代 黑海大草原被分成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 这件事并没有太多意义 斯特拉波曾提到 散布在顿和左岸和右岸的萨尔玛提亚人 而他的后继者之一托勒密 在公元两世纪更提到过两个萨尔玛提亚 一个位于欧洲 另一个位于亚洲 在接下来的15个世纪里 这种划分将在欧洲地理学家的著作中 频繁出现 比这种想象性的欧洲东部边界更重要的 是黑海北岸地中海殖民地 与黑海大草原游牧部落之间 那个真正文明化的边界 与那些用高墙尖垒包围起来的希腊殖民地不同 这个边界从来不用石块将自己限定于一地 而是为殖民者和当地居民 创造了一片宽广的交流地带 语言 宗教和文化在这里得以交融 产生新的文化和社会现实 那条位于草原游牧部落与林草混交代定居者之间的边界至关重要 希罗多德对之有所了解 斯特拉波却不曾留意 我们很难断言 怕是完全消失了 还是仅仅不为地中海的作者们所知 地理和生态环境没有发生变化 然而人口构成很可能已与从前不同 我们将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中期希腊学者的作品中 再次见到关于这一边界地带的描述 可以确定的是 在这段时间里 它并非一成不变 一 Pontic Stabs 位于黑海与离海之间的干草原 属于欧亚大草原的西部 也称青茶草原 Pontic一词来自希腊语派 拉丁字母转写为Pontos 一围海 二 Helicarnassus 古希腊城市 位于京土耳其西南部的伯德鲁姆 三 Darius the Great 波斯第一帝国 阿契美尼德王朝 君主大流氏一世 前485 四 Cithians 希腊古典时期活动于欧洲东北部至中亚一带的游牧民族 古波斯人称之为塞克人 五 Tucutini Trippian Culture 公元前6000至前3500年左右活动在东欧地区的新石器同时是七股文化 六 Amazons 意义做阿玛宗人 意为侮辱 古希腊神话中一个全部由上午善战的女战士构成的民族 七 Ephigenia 希腊神话人物 阿加门农和克里泰涅斯特拉之女 在神话中 他在被阿加门农献祭时 被女神阿尔推弥斯转送到陶里斯 成为当地的神庙祭司 8 Artemis 希腊神话中的月神与狩猎女神 9 Anatolia 吉小亚西亚半岛 10 耶利米书 6点23分 译文句和和本 11 Robert Irving Howard 1906-1936 美国恐怖小说 冒险小说和奇幻小说作家 12 Mailitas 位于阿纳托利亚西海岸的古希腊城邦 在公元前6世纪建立起强大的海上力量 并建立了许多殖民地 米利都拥有一批著名的思想家 如泰勒斯 阿纳克西曼德 阿纳克西美尼等 是称米利都学派 13 Kirch 克里米亚城市 位于克里米亚半岛东侧 是克赤海峡中最重要的港口 14 Philodosia 克里米亚东部城市 就称卡法 Kefa 15 Sivestipol 克里米亚半岛西南部的海港 16 Tersonses 位于克里米亚西南部 最早是希腊殖民地 公元前两世纪晚期属于希腊殖民地联盟 博斯普鲁斯王国 从中世纪早期开始属于拜占庭帝国 17 Southern Bot 或Bow 乌克兰河流 一般按俄语发音 一座南部隔阂 发源于乌克兰西部坡多里亚高地 注入黑海 全长806千米 18 Apple Delphinius 在希腊神话中 阿波罗既是太阳神 也是德尔斐 Delphi 的守护神 故被称为德尔斐的阿波罗 19 Emporia 希腊语Emporium和拉丁语Emporium的附属形式 以为世纪 20 Iranians 指引欧语系中说 伊朗语之语言的种族 他们曾遍布亚欧大陆各地 非指今天的伊朗人 后同 21 阿尔戈英雄 指希腊神话中追随伊亚宋 乘坐快船阿尔戈号前往科尔喀斯 经格鲁吉亚境内 寻找金羊毛的英雄们 22 这里的他们指塔尔吉陶斯的儿子们 吉里波克赛斯 Lipoxias 阿尔波克赛斯 阿尔波克赛斯 和克拉克赛斯 Kulaxias 23 Neaster 欧洲东部的一条河流 起源于卡尔巴千山脉 驻入黑海 全长1362千米 24 Prippiet 经乌克兰基辅州城市 位于乌克兰北部近白俄罗斯边界 因处于1986年切尔诺贝利 和事故疏散区而被废弃 25 Sarmatians 起源于中亚的一个伊朗人部落联盟 在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四世纪间达到顶盛 26 Roxalani 萨尔玛提亚人的一只 公元前两世纪左右 居住在黑海东岸草原地区 27 Alani 及Allens 伊朗人游牧部族之一 Allen为亚利安的一种伊朗方言发音 公元一世纪波斯和罗马的资料 记载了阿兰人在黑海大草原上的活动 28 Iaziges 萨尔玛提亚人的一只 公元前200年左右 从中亚地区迁入黑海大草原 29 Vistula 欧洲中部河流 位于金波兰境内 在格旦斯克湾注入波罗的海 全长1047千米 30 Ovid 公元前43约 公元18 本名普布利乌斯 奥维修斯 纳索 Pobius Alvidius Neso 古罗马著名诗人 代表作有 变形记 爱的艺术等 31 Thomas 即经罗马尼亚的康斯坦查 Constanta 32 Dio Chrysostom 约公元40约115 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演说家 作家 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33 Bosporus Bosporus 此处指黑海东北部的新美里安博斯普鲁斯 Cimmerian Bosporus 即连接黑海与亚素海的克斥海峡两岸 而非今天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 Bosporus 一词来自古希腊语中的派 Bosporus 一词 以为运牛的通道 34 Straebo 公元前64斜杠63公元23 古希腊历史学家 地理学家 著有地理志 17卷 35 Bestarni 约公元前200年至公元300年左右 居住在卡尔八千山脉和地涅伯河之间的一个部族 36 Soramati 即萨尔玛提亚人 37 Pontes 本都王国 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间的一个 以安纳托利亚为中心的希腊化国家 势力曾遍及黑海沿岸 38 Bosporus Kingdom 有称新美里安博斯普鲁斯王国 位于克赤海峡两岸 存在于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四世纪 在公元前16年成为罗马的附庸国 39 Ten Ace 位于顿河三角洲的一座古希腊城市 鉴于公元前三世纪晚期 在公元五世纪被遗弃 第二章 斯拉夫人的到来 在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里 古希腊人与乌克兰草原居民之间的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 由贸易和文化交流决定 然而公元一世纪的罗马人 除了贸易与战争双管旗下之外 别无选择 到了公元四世纪 随着在旧史学中被称为蛮族入侵 在现代被称为迁徙时期的时代到来 罗马人与草原居民之间的关系 多数时候更近乎战争状态 在这个时代里 来自亚欧大陆和东欧地区的人口和部族 大规模流向欧洲中部和西部 最终在五世纪下半叶 让罗马帝国在蛮族的压力下崩溃 虽然受到削弱 但史称败战亭的东罗马帝国 仍在草原游牧部落 和随之而来的北方农耕民族的攻击下 得以幸存 直到15世纪中叶 乌克兰在戏剧性的迁徙浪潮中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那场导致西罗马帝国衰亡的 入侵的一些关键参与者 曾在这里生活或从这里经过 其中有戈特人和凶人 一 后者由他们的君主 凶王阿滴了率领 迁徙浪潮中 结了包括斯基泰人和萨尔玛提亚人 在内的伊朗游牧部族 长久以来对黑海大草原的控制 戈特人拥有热尔曼血统 而大多数学者认为 凶人发源于蒙古大草原 随着凶人一起来到这片地区的 还有许多中亚部落 到了六世纪中叶 凶人已经被一些说突厥方言的部落取代 消失无踪 以上提到的迁徙浪潮的参与者 都到过乌克兰 一度停留下来统治这里的草原 最终也都离开了 然而另一个被迁徙浪潮的涌动 推到前台的族群 却拒绝离开 这是一个在语言和文化上 被定义为斯拉夫人的部落集团 各自拥有不同的政治组织方式 斯拉夫语言的印欧语系根源说明 他们在公元前七千年到前三千年之间 从东方进入欧洲 并在东欧定居下来 远远早于西罗多德第一次 对这个地区及其居民 做出描述的时间 他们把黑海大草原 以北的森林地带 视为自己的家园 在其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 不为地中海学者们所知 斯拉夫人第一次引起广泛注意 是在六世纪初 他们出现在已被哥特人 和凶人削弱的 拜占庭帝国的边界上 随后迁入巴尔干地区 拥有哥特血统的六世纪拜占庭学者 约达尼斯 二 将这个时期的斯拉夫人 分为两个主要群体 尽管他们因部落和地域的不同 而拥有各种各样的名字 约达尼斯写道 但大多数时候 他们被称为斯科拉文人 三 和安特人 四 约达尼斯将斯科拉文人的区域 定位在多瑙河 与德涅斯特河之间 而将安特人的区域 定位于德涅斯特河 与蒂涅伯河之间 在本都海 五 的蜿蜒海岸上 语言学资料显示 斯拉夫人的故土 位于蒂涅伯 和与为斯瓦河之间的森林地带 和林草混交代 主要是今天乌克兰的沃里尼亚 与普里皮亚纪沼泽地区 到了约达尼斯写作的年代 斯拉夫人 必然已经从他们藏身的森林地带 来到了草原上 并给扎氏丁尼大帝 六 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扎氏丁尼大帝 在527年至565年间 统治着拜占庭帝国 他雄心勃勃 曾尝试恢复 包括东西两部分在内的 整个罗马帝国 在多瑙河地区的边境上 当地部落无休无止地 攻击着拜占庭人 扎氏丁尼大帝 决定在这里采取攻势 六世纪拜占庭学者 普洛科·皮乌斯 七 为扎氏丁尼大帝的战争 留下了详尽的记载 他曾提到皇帝的进尘 军事统帅齐里布迪乌斯 八 在六世纪三十年代早期 被派往多瑙河以北作战 齐里布迪乌斯 在对安特人的战争中 取得了许多胜利 让扎氏丁尼大帝 得以将安提库斯 以为安特人征服者 加入自己的地号 然而胜利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三年后 齐里布迪乌斯战死 扎氏丁尼大帝 放弃了越过多瑙河的尝试 重拾多瑙河沿岸边界的防御政策 扎氏丁尼大帝 恢复了罗马帝国古老的 愤而置之策略 到了六世纪三十年代末期 安特人已经在对斯科拉文人作战 其中不无拜占庭人的鼓励和诱导 而拜占庭的将军们 也同时从这两个族群中 为帝国军队招募兵援 即便如此 来自斯拉夫人的袭扰仍没有停止 在与斯科拉文人作战的同时 安特人还是设法入侵了拜占庭 位于巴尔干半岛东部的色雷斯行省 九 他们在这里展开掠夺 掠走大量奴隶 将他们带回多瑙河左岸 在展示了他们的破坏能力之后 安特人才向帝国输成 扎氏丁尼大帝将安特人 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 把多瑙河以北被废弃的 希腊城市图里斯Turis花波给他们作为都城 与拜占庭帝国的众多其他敌人一样 安特人为了从帝国国库得到定期的报酬 也成了帝国的守护者 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 安特人声称 他们俘虏了皇帝最优秀的将军齐里布迪乌斯 并打算将他奉为自己的领袖 由于齐里布迪乌斯 曾被扎氏丁尼大帝授予野战军主帅 Magister Militum 该地区所有帝国军队的指挥官的称号 安特人的这一举动 就会让他们成为帝国的合法公民 而不仅仅是帝国的看门人 这条诡计没有奏效 真正的齐里布迪乌斯当然早就死了 冒充者被抓了起来 送到扎氏丁尼大帝面前 安特人也只好接受同盟部族 时 得地位 成为这个大帝国的盟友 而不是公民 拜占庭帝国的这些新盟友 到底是什么人 他们有什么样的外貌 以何种方式战斗 拥有何种信仰 普洛科皮乌斯曾不止一次提到 安特人与斯科拉文人拥有共同的语言 宗教和习俗 因此 我们可以认为他那些有关斯拉夫人 生活方式的详尽描述 适用于这两个群体 根据普洛科皮乌斯的说法 斯拉夫人是一个半游牧族群 住在简陋 而彼此相隔很远的棚屋里 他们经常改变居住地 斯拉夫战士都是个头很高 身体粗壮的男子 关于他们的长相 普洛科皮乌斯有如下描述 从皮肤和毛发看 他们算不上金发的白人 却也不完全是有黑的类型 而是每个人的皮肤都略微呈现红色 斯拉夫人生活艰苦 从不在意身体的舒适 身上总是富满污垢 从各个方面来讲 他们都不卑鄙 也不作恶 然而他们仍保留着凶人的所有质朴特征 尽管满身都是污垢 斯拉夫人却以其民主制为 历史所知 因为这些民族 普洛科皮乌斯写道 这些斯科拉文人和安特人 不是由一个人来统治的 他们长久以来 就生活在民主之中 其结果是 有关他们利益的任何事情 不论是好是坏 都由民众来决定 他们在战场上喜欢赤裸上半身 却与梅尔 吉布森 梅尔 吉布森 的好莱坞大片 勇敢的心 Brief Heart 中那些中世纪苏格兰人不同 斯拉夫人对暴露斯处的态度更为得体 当他们身处战场时 普洛科皮乌斯说 大多数人会徒步向敌人发起攻击 他们手持小盾牌和头枪 却从来不穿胸甲 事实上 他们中的一些人 甚至连汉衫和斗篷也不穿 只是将裤子提到四处的高度 就投入于敌人的战斗之中 其他关于斯拉夫人战斗方式的信息 见诸拜占庭的《战略》 Strategycan一书 这本书著于公元600年左右 常被认为是 拜占庭皇帝莫里西乌斯十一的作品 作者对渡过多瑙河 来到巴尔干地区定居的斯拉夫人 做出了一些细节描述 他发现这些斯拉夫人对旅人甚为友善 但过于自由散漫 不愿遵守条约 也不愿服从多数的意见 在他们位于多瑙河以北的故乡 斯拉夫人将居处或建在森林中的河岸上 或建在沼泽地带 以免让入侵者轻易找到 他们最喜欢伏击战术 尽量避免在开阔地带作战 对常规军事队列也毫无兴趣 他们以短矛 木工和短剑作为武器 在部分箭头上涂抹毒药 他们强迫俘虏做他们的奴隶 但会把奴役期控制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关于斯拉夫人的宗教 普洛科皮乌斯提供了一些有趣的信息 斯拉夫人完全不是异神论者 他们相信一位神旨 闪电的制造者 独为万物之主 并向他献上家畜和其他各种牺牲 普洛科皮乌斯写道 然而 尽管只崇拜一个主神 斯拉夫人却完全没有放弃古老的自然崇拜习俗 并且同样祭祀其他神明 正如普洛科皮乌斯所述 他们崇拜 河流 水妖 以及其他各种精灵 向他们各个都献上祭品 并将他们的补士与这些献祭联系起来 让这位拜占庭作者震惊的 并非斯拉夫人向诸神献祭的习俗 毕竟前基督教时代的罗马人也有类似的传统 而是他们对改宗基督教的排斥 这一点不同于帝国 其他那些早已改宗的成熟 他们对他 十二 既不了解 也绝不肯承认他对人拥有任何力量 普洛科皮乌斯对此表示了惊恶 如果不是失望的话 但当他们面临死亡 比如生病或开始作战时 他们会发誓说 如果自己能够生还 就立刻向神明献上祭品 以抵偿自己的生命 而当他们真的生还时 他们也会信守诺言 献上他们承诺的祭品 并相信这些祭品已经换回了他们的安全 普洛科皮乌斯和其他拜占庭作者 对斯拉夫人的描述 在乌克兰的考古资料中 得到了一些印证 人们通常把安特人 与考古学上的彭基乌卡 十三 文化联系在一起 这个文化遗址 以乌克兰的一个城镇的名字命名 彭基乌卡文化的创造者 在六世纪 七世纪和八世纪早期 生活在乌克兰德涅斯特河 与蒂涅伯河之间的林草混交代 并在蒂涅伯和两岸定居 这片地区包括了约达尼斯 所认定的安特人区域 与普洛科皮乌斯所描述的 安特人和斯科拉文人一样 彭基乌卡部落成员 也棄居在泥地上 挖出的简陋住所里 他们同样会经常改变居住地 定居点时而有人居住 时而被遗弃 时而又被重新启用 这表明这些居民 过着一种流动的农耕生活 考古发现 还揭示了一个普洛科皮乌斯 没有告诉我们的事实 彭基乌卡部落拥有设防的城镇 并把他们当作 地方统治者的根据地 行政中心和军事力量中心 到了七世纪初 随着阿瓦尔人十四的入侵 斯拉夫人在这片地区 畅读角戏的时代结束了 阿瓦尔人来自北方的离海草原 是一个说突厥语的部落集团 他们摧毁了安特人的社会结构 阿瓦尔人在这片地区 留下了惨痛的记忆 其中一部分流传到 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 被当时正在写作一部历史书的 基辅基督教修士记录下来 这部记录后来被称为 古边年史或古史纪年 十五 其第一部分掺杂了本地传说 和来自拜占庭的资料 根据古边年史 阿瓦尔人对斯拉夫人发动战争 并侵袭杜勒比人 十六 后者也是斯拉夫人 这里提到的杜勒比人 是一个居住在布赫和沿岸的 斯拉夫部落 他们甚至对杜勒比女子 施以暴行 边年史的作者 记述到 一个阿瓦尔人要旅行时 他的车上不套马也不套牛 而是下令给三个 四个或五个女人 带上恶举 强迫他们拉他的车 这种行径受到了天前 阿瓦尔人体格魁梧 性格傲慢 上帝最终消灭了他们 作者继续讲述 他们都死了 没有一个阿瓦尔人活下来 直到今天 还有一句罗斯谚语 他们像阿瓦尔人一样 死了个精光 首先从阿瓦尔人手中 接过黑海大草原 统治地位的是 保加尔人 十七 之后是哈扎尔人 十八 哈扎尔人终结了 迁徙时期 与七世纪末 在这里建立起相对的和平 先前阿瓦尔人 在乌克兰草原上的臣民 对哈扎尔人的记忆 要好得多 随后 当他们居住在山林中时 哈扎尔人来到他们中间 一名基辅的边年史 作者写道 要求他们纳贡 根据这位作者的记述 这些当地人 之前臣服于被称为 德列夫里安人 林中人 十九 的斯拉夫部罗 他们的贡品事件 这是一个有反抗意味的举动 也是将来复仇的誓言 不过 除了讲述这个故事 为同意向哈扎尔人 纳贡的基辅人辩护之外 这些基辅的边年史作者 对入侵者 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恨意 哈扎尔人 对灵草混交代的控制力 相当有限 地涅伯和多多少少 把他们的统治区域 限制在森林地带 哈扎尔人中 拥有突厥血统的精英集团 对和平和贸易更感兴趣 对外界的影响持开放态度 他们曾欢迎一个 基督教传教团的到来 甚至接受了犹太教 这导致了哈扎尔人 起源于东欧犹太人的 传说的兴起 哈扎尔人创建的 政治体的核心地带 在福尔加河下游 和顿河地区 以福尔加河河畔的伊德尔 二十 和顿河河畔的撒克尔 二十一为主要中心 哈扎尔精英集团 通过控制商路 集聚他们的财富 这些路线中 通往波斯帝国 和阿拉伯地区的 福尔加河通道的地位 远远高于其余 最初甚至令通往 拜占庭帝国的 地涅伯和通道相形失色 哈扎尔人 在七世纪二十年代 与拜占庭帝国 缔结了合约 此时拜占庭 已经在黑海 北岸地区 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存在 四世纪时 落入哥特人之手的奥尔比亚 已经湮灭无踪 但拜占庭的指挥官们 在克里米亚南端海岸地区 占据了一片土地 山脉将这片土地 同半岛上的草原地区 隔离开来 拜占庭人 在这里的克森尼索斯 建立起 其克里米亚属地的政治中心 在扎士丁尼大地时期 这一带的主要城镇 都有军队驻守 哥特人从这里吸迁之后 先是到了中欧 最后一直抵达伊比利亚半岛 然而有一小股哥特人 在同胞离开后 仍然留在这里 帝国军队将这些哥特人 征召入伍 以保卫帝国的领土 并派工程师 帮助他们加固 克里米亚山中 高处的洞穴村镇 哈扎尔人成为 拜占庭抵抗波斯人 和阿拉伯人的盟友 希望能维持通往 全世界最富有的市场 军事坦丁堡的商路 在哈扎尔人 控制乌克兰东部 和中部地区时 我们对这里的 斯拉夫人的了解情况如何 比这之前要好一些 但是也没有好多少 我们主要的信息源 有时甚至是唯一的信息源 是比他们玩很多的 基辅编年史作者的记载 考古发现告诉我们 后来成为哈扎尔人地区 最西部前哨的基辅 大约建立于 六世纪前的某个时期 但向我们解释了 基辅为何如此重要 为何被选中成为定居点的 是那部编年史 当地的一个传说 将基辅的建立 与附近的一条河流 联系在一起 这里的居民们认为 这座城市 由他们的统治者基建立 基辅的山丘 得名自己的两个兄弟 而流经基辅 诸如地孽伯河的那条河流 则得名自他的妹妹利比德 二十二 利比德和河畔 有一座这四位基辅创建者的塑像 如今已成为乌克兰首都的 主要地标之一 基辅的编年史作者 提到了卡尔巴千山脉 以西的十二个斯拉夫部落 他们的定居点 分布向北最远直至拉多加湖 二十三 离今天的圣彼得堡不远 向东直至福尔加河上游 和奥卡河 二十四 向南 则到德涅斯特河下游 和蒂涅伯和中游地区 这些斯拉夫人 是今天乌克兰人 俄罗斯人 和白俄罗斯人的祖先 语言学家 根据从六世纪 开始发展的方言差异 将他们定义为 东斯拉夫人 与西斯拉夫人 和南斯拉夫人 区别开来 西斯拉夫人 是今天波兰人 捷克人 斯洛伐克人的祖先 而南斯拉夫人的后裔 则包括塞尔维亚人 克罗地亚人 和前南斯拉夫 Yugoslavia的 其他斯拉夫民族 基辅的编年史作者 记载的这十二个部落中 有七个居住在 今天乌克兰境内的 蒂涅伯河 德涅斯特河 布赫河 普里皮亚纪河 二十五 杰斯纳河 二十六 和索日河 二十七 沿岸 这些部落中 只有一部分 处于哈扎尔人的统治之下 虽然统治者 和政治结构不同 他们在风俗和其他方面 却与邻居们相同 或者是非常接近 这至少是基辅编年史作者 传达给我们的印象 这位作者 碰巧还是一名基督教修士 他将自己同胞之外的 所有部落 都视为野蛮人 他们像野兽一样 住在森林里 吃各种不洁净的东西 这位蔑士 自己一交祖先 和当代同胞的 编年史作者写道 考古学家的发现 证明东斯拉夫人 更有定居倾向 他们居住在 用原木搭建的房屋里 每三十到四十座房屋 组成一个村庄 这些村庄又聚成群落 斯拉夫人 在每个群落的中心 建起一座堡垒 当作遇袭时的军事指挥部 他们从事农耕 饲养家畜 还有自己的酋长 我们可以猜测 他们实行军事民主 与普洛科皮乌斯描述的 那些斯拉夫人一样 此外 他们和安特人与斯科拉文人一样 将雷霆之神视为主神 并称他为佩伦 二十八 与普洛科皮乌斯笔下的 斯拉夫人相比 这位基辅的编年史作者 所描述的斯拉夫人 在个人卫生方面 有了一些进步 贾托那位据称 将基督教传播到 基辅的使徒 圣安德鲁 二十九 之口 这位作者讲了下面的故事 我看见斯拉夫人的土地 当我来到他们中间 我留意到他们用木头搭建的浴室 他们会先将自己熏到极热 然后脱去衣衫 往身上涂抹一种酸性液体之后 他们会用嫩脂抽打身体 他们的抽打十分猛烈 简直要将自己活活抽死 基辅的这位编年史作者 住在基辅附近 很可能也在这里长大 他在嘲讽北方地区 今天的俄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 居民常用的沐浴步骤时 不吝讽刺 至于他的同胞中 那些前基督教时代的古老风俗 他将之视为野蛮人的习惯 更是毫不留情 德列弗里安人 他在对基辅的前统治者的描述中说 活得就像野兽和牲口一样 他们自相残杀 吃各种各样的脏东西 这些人没有婚姻的传统 到处掳掠少女 根据这位作者的描述 其他斯拉夫人部落也有同样的罪过 他们不结婚 他写道 只有各个村庄之间的节庆 他们在节日中聚在一起游戏 跳舞 还参加其他各种邪恶的娱乐 男人们在这样的场合 随便抢夺女人当作自己的妻子 只要征得他们的同意 每个人都可以夺走任何女子 实际上 每个人甚至可以拥有两名或者三名妻子 如果我们将这位编年史作者 对斯拉夫人婚俗的描述 更准确地说 是他关于斯拉夫人不结婚的看法 当作一种常态而非异常 那就是谬以千里了 基辅的这位编年史作者 是后世的一名狂热教徒 毫不奇怪 他会向一切违反基督教道德的行为开火 会将注意力 集中在有被婚姻体制的年轻人节庆行为上 来自科尔多瓦三十 拥有犹太血统的摩尔人三十一 易卜拉辛 易本雅各布三十二 曾在十世纪中期 到访过西斯拉夫人的土地 他发现斯拉夫人有稳固的婚姻 而嫁妆 还是他们积攒财富的主要方式之一 不过他同时也注意到 年轻的斯拉夫男性和女性 在婚前通常就有性经验 他们的女子一旦结婚 就不会通见 一本 雅各布写道 但如果少女爱上了某个男子 就会委身于他 以满足自己的浴火 如果丈夫娶到妻子之后 发现他还是处女 他会对他说 但凡你有一些长处 就会有男人想要你 而你也肯定能找到一个人 向他献上针操 然后 他会把他从自己身边赶走 送回娘家 关于十世纪到十一世纪之前 定居在乌克兰的那些斯拉夫人的情况 我们所知极为有限 大体上 我们了解的情况要么来自这些人的拜占庭 或哥特仇敌 要么来自上百年之后的狂热基督徒 如那位在斯拉夫人身上 只看到一交迷信的基辅编年史作者 两方面的记载都将他们视为 与基督教帝国或基督教教条 以鬼为敌的蛮族 他们是如何从部分位于今天乌克兰西北地区的故土出发 以大体和平的方式对东欧进行殖民 深入南方的巴尔干地区 西渡维斯瓦河直到奥德河 三十三 北至波罗的海 东至福尔加河和奥卡河的 由于编年史作者的无视 这个过程基本不为我们所知 斯拉夫人是游牧部落入侵之后 来到这里的农耕民族 因为除了用来放牧畜群的草原外 创造历史的游牧民族 通常不知道如何利用土地 斯拉夫人的殖民浪潮过程缓慢 方式基本平和 也造成了绵延久远的影响 一 汉 在公元四世纪西迁进入欧洲的游牧民族 他们在公元五世纪时达到集圣 在领袖阿迪拉 阿迪拉406-453的率领下 多次入侵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 阿迪拉死后 凶人帝国迅速瓦解消失 二 Jordans 六世纪拜占庭帝国官员 史学家曾驻有罗马史和哥特史 三 Skladney 中世纪早期入侵并定居在巴尔干地区的 斯拉夫人集团 四 Antes 六世纪时居住在多瑙河下游 和黑海西北岸地区的斯拉夫人集团 五 The Sea of Pontus 即黑海 六 Justinian the Great 483-565 即扎士丁尼仪式 东罗马帝国皇帝 527-565年在位 七 Procopius 约500约565 东罗马帝国重要的史学家 其著作包括战争史 建筑和秘史等 是研究扎士丁尼仪式时期历史的一手资料 8 Chili Buddhas 533-拜占庭帝国将军 其世纪建于普洛科皮乌斯的作品 9 Phres 东欧历史地理概念 经包括保加利亚南部 希腊北部和土耳其欧洲部分 10 Federati Federates的附属形式 表示罗马帝国与蛮族根据条约保持的同盟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 罗马在帝国内为蛮族提供居住地 蛮族则与罗马军队共同作战 这是一种雇佣关系 罗马方面提供酬劳 而蛮族一约不侵扰罗马领土 11 Mauritius 539-602 拜占庭帝国皇帝 582-602年在位 12 建普洛科皮乌斯的战争史 第七卷 第十四章第二十三节 此处的 他 是指 命运 13 Pankhika 经乌克兰西部文尼查州城镇 14 Alvars 在六世纪左右 迁徙到欧洲中部和东部的一个游牧部族 15 Primary Chronicle 一作Tale of Bygone Years 是中世纪基辅罗斯的一部描述东斯拉夫人早期历史的著作 根据拜占庭的编年史 西斯拉夫和东斯拉夫的文学作品 官方文件及口头文学等资料汇编而成 16 德比恩斯 早期东斯拉夫人部落联盟 可能存在于六世纪至十世纪之间 17 Bogars 起源于福尔加乌拉尔地区的游牧民族 拥有突厥特征 7世纪时期活跃在黑海离海草原地带 成为半游牧民族 被认为是福尔加达达人 除瓦什人和保加利亚人的祖先 18 Hazars 一个半游牧化的突厥民族 他们建立了存在于七世纪至十世纪间的哈扎尔汉国 19 Deaflianians 或作Draft Lions 六世纪至十二世纪间居住在金乌克兰 波利西亚 Polsia 和右岸乌克兰地区 Red Bank Ukraine 蒂涅伯和以西部分地区的历史称呼 一代的东斯拉夫人部落 20 Ital 一座阿德尔 阿德 Itil 以为大河 八世纪中至十世纪末为哈扎尔汉国的都城 21 Sarko 九世纪三十年代 哈扎尔人在拜占庭帝国的帮助下修起的专实要塞 位于顿和下游京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境内 22 G KYI 谢克 Shek 霍利夫 Korif 和利比德 Libet 传说中基辅的四位建成者 基辅市中心的谢卡为奇亚山丘 和霍列为奇亚山丘 及得名字机的兄弟 谢克和霍利夫 23 Lake Adaga 位于俄罗斯西北部卡雷利阿共和国和列宁格勒州的湖泊 面积约1.8万平方千米 是欧洲最大的湖泊 24 Occal River 位于俄罗斯境内 是福尔加河最大的支流 全长一500千米 25 Prippiet River 地涅泊河的一条支流 流经俄罗斯和乌克兰 全长约710千米 26 Desna River 地涅泊河的一条支流 流经俄罗斯和乌克兰 在基辅以北注入地涅泊河 全长一130千米 27 South River 地涅泊河的一条支流 流经俄罗斯 白俄罗斯和乌克兰 全长648千米 28 Perrin 斯拉夫神话中的最高神 除了是雷霆之神外 还是火焰 山月 风 橡树 鸳尾花 雄鹰 车马 武器 武器和战争之神 29 S.T. Andrew 一座圣安德烈 是耶稣基督的第一位门徒 被普世教会称为首罩者 据传他曾在小亚西亚沿黑海传道 30 Cordoba 位于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的一座城市 31 More 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 金西班牙和葡萄牙 西西里岛 马尔他 北非和西非等地区的穆斯林 32 Ibrahim Ibn Yakob 10世纪时期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一名旅行家 根据史籍和他自己的作品 人们通常将他视为一名塞法迪犹太人 C.Fardiju 15世纪前居住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人 但也有历史学家认为他是有犹太血统的穆斯林 33 The Order 东欧河流 发源于捷克 流经波兰西部 成为波兰和德国的界河 注入波罗的海 全长854千米 第三章 地涅薄河上的维京人 在乌克兰 与在欧洲其他任何地方一样 迁徙时期或蛮族入侵 最后都让位给了维京时代 维京时代从八世纪末 一直延续到十一世纪下半叶 我们很容易想到 蛮族入侵的结束 并非侵略行为本身的终结 新的入侵者来自今天的瑞典 挪威和丹麦 也就是维京人 他们在西欧被称为诺斯人 Northman或诺曼人 Normans 在东欧被称为瓦良格人 Varangians 无论是整个还是部分的国家 都是他们劫略 征服和统治的对象 维京人唯一有的社会形态 带来了改变 并创造出新的社会形态 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关于不列颠倒上的维京时代 我们知道一个确切的日期 793年6月8日 这一天 可能来自挪威的维京海盗们 进攻并洗劫了英格兰海岸附近 林迪斯法恩岛 一 上的一个基督教修道院 他们将一些修士 扔进海岭溺壁 将另一些人掳为奴隶 然后带着修道院的财宝 登上他们的长船 消失无踪 差不多在同一个十年里 维京人或诺曼人 后来的诺曼底省 及德名于此 还出现在法国海岸附近 维京时代到来了 拜占庭宫廷 与维京人的首次接触 不晚于838年 这一年 代表罗斯 Ross Rose 国王的使节出现在军事坦丁堡 向帝国表达和平与友好的愿望 他们来自北方 却因担心遭遇敌对的部落 不愿沿原路返回 于是皇帝让他们绕到日尔曼尼亚 二 回国 在查理大帝之子 法兰克国王 前程者路易 三 的宫廷里 维京人则被称为瑞典人或诺斯人 并被怀疑是间谍 实际上 他们可能有各种身份 但唯独不是间谍 他们也有足够理由担心 再回北欧的路上遭到攻击 攻击者可能是斯拉夫人部落 更可能是黑海大草原上的游牧者 拜占庭与维京人出狱时的甜美和平 很快被对立取代 859年 四 一支小规模维京舰队 在地中海上 招式了他的存在 第二年 另一群维京人 沿地涅泊河南下 横渡黑海 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 并攻击了军事坦丁堡 与林迪斯法恩受到的进攻一样 这一次维京人对强大的 败战亭帝国首都的进攻 也有确切的日期 860年6月8日 军事坦丁堡和整个帝国 都对此感到猝不及防 帝国皇帝米哈伊尔 5.此时正身先士卒 在小亚西亚作战 而他的舰队 也远在爱琴海和地中海上 保护帝国不受阿拉伯人 和前一年 出现在这里的维京人的进攻 没有人想到维京人 也能从北方到来 入侵者的装备 不足以支持一场长期的围城战 也无法突破城墙 但他们对郊区发动攻击 洗劫教堂和庄园 淹死任何敢于抵抗的人 并恐吓平民 之后他们穿过 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马尔玛拉海 在帝都附近的王子群岛 6.上继续劫掠 牧守佛提屋 7.此时城中最高的教会领袖 和帝国长官 在步道和祈祷中祈求神的护佑 他在一次讲道中 描述了居民们 面对入侵者时的无助 敌船从城外经过 船上的人亮出刀剑 伺用屠刀恐吓这座城市 一切人性的希望 从人们心中一点点流走 城市已孤立无援 只能向神呼救 入侵者在8月4日离开 佛提屋将军事坦丁堡奇迹般的幸存 归功于圣母的保佑 这个解释逐渐流传 成为后来天主之母神圣保护节 或波克洛瓦节 八的起源 有趣的是 这个节日并没有在拜占亭发扬光大 倒是在维京人 进攻军事坦丁堡石所 途经的地区 乌克兰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格外流行 佛提屋和他的同代人 对860年夏天 进攻拜占亭首都的维京人 并非一无所知 这位牧手将入侵者称为 罗斯人 与838年 那个罗斯使团的成员一样 他甚至声称 这些人是拜占亭的陈属 却把细节留给他之后 一代又一代学者去探寻 这些人到底是谁 在过去两个半世纪 甚至更长的时间里 人们一直在寻求答案 多数当代学者认为 罗斯 Rios 一词有其斯堪的那为 亚根源 主要用希腊语写作的 拜占亭学者们 很可能是从斯拉夫人那里 进入了这个词 而斯拉夫人 则是从芬兰人那里学来的 芬兰人将瑞典人称为 Ruotsi 在瑞典语中 Ruotsi的意思是划船的人 事实也的确如此 他们划着船 先是渡过波罗的海 进入芬兰湾 然后取到拉多加湖 伊尔门湖 九和白湖城 时来到福尔加河上游 这条河流当时是通往 离海和阿拉伯国家的 萨拉森 穆斯林 十一通道的重要一段 日后将成为俄罗斯的象征 罗斯维京人是由来自挪威 瑞典或许还有芬兰的 诺斯人组成的集团 他们最开始进入东欧时 是作为贸易者而非征服者 因为这一带的森林中 没有什么值得劫掠的东西 中东才是真正的财富之地 对于将他们与中东 隔开的这片土地 他们需要的只是通行权 但就我们对维京人的了解而言 他们从不认为 贸易和战争 或者不如说 贸易与暴力 不能相容 毕竟 当地部落并不欢迎他们的出现 他们也不得不一路保护自己 他们从事的贸易也有强迫的色彩 因为他们的贸易品 不光是毛皮和蜂蜜 这样的森林产品 还包括奴隶 为了得到这些东西 维京人必须建立起某种 对当地部落的控制 从他们那里收取 可以通过撒拉森通道 进行交易的供服 他们在离海周边的市场上 用这些产品 交化阿拉伯的迪拉姆 十二 银币 后世的考古学家 发现了许多这种银币教堂 他们成为连接斯坎的奈维亚 和离海的维京贸易通道上的 一个个标记点 问题是 维京人并非这种贸易模式的 第一个发明者 他们还面临着来自哈扎尔人的竞争 哈扎尔人控制着 福尔加河和顿河的贸易 同样从当地部落那里 收取共赴 此外 他们还是拜占庭的盟友 部分学者认为 正是因为 哈扎尔人 在拜占庭帝国的帮助下 修筑了萨克尔要塞 罗斯人才对军事坦丁堡 发动了报复性的攻击 萨克尔位于顿河左岸 让哈扎尔人 得以完全掌握 亚素海上的贸易 哈扎尔人 在地涅伯河商路上 还有一座位于基辅的前哨 但他们的统治 没有延伸到地涅伯河西岸的森林地带 并且很快就失去了 对基辅的控制 作为我们了解这段时期的 最主要的资料来源 古编年史 讲述了882年 多个维京人群体之间 爆发的对基辅的争夺 被编年史作者称为 奥列赫的赫尔吉 13 杀死了另两名首领 阿斯科尔德 14 和迪尔 DIR 今天在基辅仍能看到 前者的目的 夺取了这座城市 据称 赫尔吉代表着罗里克 编年史 将之称为 琉里克 家族 15 这个家族 当时已经统治着 今天俄罗斯北部的 诺夫哥罗德 大诺夫哥罗德 16 尽管人们能够也有理由 对故事的许多细节 提出疑问 比如 其年表的不可靠 编年史作者 根据后来拜占庭的资料 对年表进行了大量修订 但这个传说 很可能反映了 某个维京人群体 在今天大诺夫哥罗德 和基辅之间的 东欧森林地区 巩固其权力的真实过程 现存的大部分文献 都将这片地区 称为瓦良格希腊商路沿线 但最近的研究表明 即使这样一条商路 真的存在 其投入使用的年代 也不会早于 十世纪下半夜 而且它的某些路段 比其余路段更繁忙 一些学者倾向于 将它改称为 地孽伯河 黑海通道 就算维京人 不是这条较短的 地孽伯河 黑海通道的 最早使用者 至少也让它 重新恢复了活力 这是因为他们在 福尔加河沿岸的 萨拉森通道 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麻烦 在此前一个世纪里 哈扎尔汉国的内乱 已经让福尔加河通道 变得不再安全 大约在同一时期 阿拉伯人挺进 地中海地区 影响到拜占庭帝国 与欧洲南部的贸易 哈扎尔人 试图帮助其 拜占庭盟友 也为帮助自己 充当了军事坦丁堡 与中东地区贸易的 中间人 使他改到黑海 和亚素海 此时 北方贸易路线 对希腊人而言 有了与从前不同的重要性 变得也许比 希罗多德时代之后 任何时期都有分量 在这个时代 向南方输送的主要产品 不再是乌克兰林草 混胶带出产的古物 而是得自 更北方森林地带的奴隶 蜂蜜 蜡和毛皮 维京人 从南方带回的商品中 最珍贵的 则是丝绸 罗斯维京人 与拜占庭 在911年和944年 两次缔结条约 以确保其贸易特权 拜占庭皇帝 君士坦丁七十波 菲洛吉尼都斯 时期 在950年左右 创作了帝国行政论 The Administrant Imperial 此前不久 他们刚与维京人 第二次抵约 他在书中解释说 这些商品 来自受维京人控制的 斯拉夫部罗 每年11月初 他写道 他们的酋长们 就会带上所有 罗斯人一起 离开基辅 开始Poledia 这个词的意思是 寻回 也就是到维尔维亚人 18德拉戈维奇人 19克里维奇人 20谢维里亚人 21和其他所有 向罗斯人纳贡的 斯拉夫人地区去 一些部落会俯首纳贡 另一些却会抗争 德列夫里安人 生活在地涅伯和右岸 曾经占领过基辅 他们每个人 要向维京人 进贡一张貂皮 但是随着进贡数额 一年年提高 德列夫里安人 最终进行了反抗 古边年史 对德列夫里安人反抗 及随后被镇压的过程 进行了描述 让我们得以早早一窥 十世纪 违京王宫统治下 基辅世界的面貌 根据古边年史 德列夫里安叛军 对赫尔吉的继承者 英格瓦一世 基辅的边年史作者 称他为伊赫尔 22 发动了攻击 并将他杀死 德列夫里安人 听说他即将 到来 就和他们的王宫马尔 Mal 商议说 如果一头狼 来到羊群中 除非消灭他 否则 他会把羊一只 接一只地吃掉 直到把一整群羊 都吃光 如果我们现在 不动手把他除掉 就会被他毁灭 编年史作者 这样解释反叛的起因 德列夫里安人 按照他们的计划行事 杀死了英格瓦 接下来做出了 更加鲁莽的举动 反叛的首脑 德列夫里安王宫马尔 向英格瓦一世的遗孀赫尔加 23 求婚 考虑到赫尔加在斯拉夫 尤其是乌克兰历史传统上的重要性 我们应该改用他名字的乌克兰语读法 即奥利哈 欧哈 俄语读作奥利加 欧嘎 编年史作者对马尔的提议做出了解释 他试图 以此控制英格瓦年幼的儿子 斯维亚托斯拉夫 24 斯堪的那维亚语作斯文纳尔德 斯维尬德 这个故事向我们暗示 维京人统治集团与本地斯拉夫人精英集团之间的冲突 不仅是因为纳贡的问题 也因为维京人对贸易和整个地区的控制 很明显 马尔希望取代英格瓦一世的统治者地位 而不仅仅是成为奥利哈的丈夫 然而 奥利哈用计骗过马尔 邀请他和他的部下 到他位于基辅的城堡来 把他们活活烧死 一种说法 是他将德列弗里安人 烧死在他们来使乘坐的船上 随后 他又从德列弗里安人精英中 邀请来第二群提亲者 同样把他们杀死 这一次是在浴室里 奥利哈告诉客人 他们必须沐浴之后才能觐见他 显然 德列弗里安人对斯堪的那维亚人的争气浴室一无所知 浴室的温度急剧升高 把客人们全部烫死 船和浴室是诺斯文化里的重要元素 这下我们透露了这个传说的斯堪的那维亚根源 罗斯人和斯堪的那维亚人的葬礼中 都有将死者在船上火葬的内容 然而故事同样向我们暗示了 维京人在基辅统治里的脆弱 在烧死马尔之前 奥利哈似乎已经确保基辅人站在他一边 在他的建议下 毫不齐的马尔和他的部众 拒绝骑马或步行前往奥利哈的城堡 而是要求当地人用船将他们再去 这令基辅人感到不安 根据编年史中的说法 基辅人发出哀叹 沦为奴隶将是我们的命运 在奥利哈走上战场 面对德列夫里安人的军队之前 他一共用计谋 消灭了三批德列夫里安领袖 即便如此 他仍不能击败剩下的部落军队 也无法夺取他们的要塞 于是他再一次运用轨迹 将敌人的要塞 复之一具 如果维京人在基辅战局压倒性多数的话 他这么做就毫无必要 大功夫人奥利哈之子斯维亚托斯拉夫 是第一位我们对其外貌有所了解的基辅统治者 基辅的编年史作者称 奥利哈不仅足智多谋 也非常美丽 但没有关于他的具体描述留存下来 这位基辅王公在十世纪六十年代初 从他母亲手中接过权柄 拜占庭的编年史作者直施列奥 二十五 曾亲眼见过他 并做出了描述 根据列奥的技术 斯维亚托斯拉夫身材中等 肩膀宽阔 不留何须 却有浓密的唇姿 他的头顶也剃过 只留下一柳头发 表明他高贵的绅士 这位王公的眼睛是蓝色的 鼻子短宽 他身着朴素的白衣 浑身上下 只有那没欠着一颗红宝石 和两粒珍珠的金耳环 透露出他的尊贵地位 这次会见发生在971年7月 当时列奥政陪同皇帝约翰 齐米斯基斯 二十六 在保加利亚参加一次战役 斯维亚托斯拉夫 与败战亭皇帝的会面 并非其军事生涯的巅峰 反倒是一次低谷 他的军事生涯 始于他母亲奥利哈 对德列夫里安人发动的战争 当奥利哈终于在战场上 与叛乱部落正面对决时 斯维亚托斯拉夫 有幸成为战斗的发起者 双方军队都已准备好战斗 编年史作者写道 斯维亚托斯拉夫 向德列夫里安人 投出他的矛 但这只矛 连马头都没有飞过 落在了他自己的腿上 因为王子此时 还是个小孩子 然后奥利哈军队的 维京统帅斯文纳尔德 二十七 和阿斯蒙德 Asmond说 王子已经发起了战斗 诸位大人 跟随王子 向前冲锋 斯维亚托斯拉夫 最终成长为一名战士 他在其军事生涯中 与部下同甘共苦 在战场上 把马鞍当作枕头 只是列奥曾目睹 他和部下一起划船 要不是他的衣衫更干净 几乎难以 将他从部下中辨认出来 斯维亚托斯拉夫 在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清政 在972年战死 在其短暂的统治期间 他取得了许多了不起的 军事胜利 一些学者认为 十世纪下半叶的 罗斯维京人 从贸易转向战争 是为了挽回他们的损失 被开采多年之后 中亚地区的银矿枯竭了 不再产出白银 由中亚银币驱动的 东欧贸易 随之走向终点 在其生涯最早的战役中 斯维亚托斯拉夫 夺取了最后一批 附属于哈扎尔人的 东斯拉夫部落的控制权 这些部落被称 维维亚旗旗人 Viatikians 生活在奥卡河流域 他们居住的区域 包括今天莫斯科的周边地区 达到这个目的后 斯维亚托斯拉夫 转向哈扎尔人发起进攻 经过一系列战役 他夺取了哈扎尔人 在顿河地区的 要塞萨克尔 将其变成罗斯人的前哨 随后他又洗劫了 哈扎尔汉国 位于福尔加河河岸的 都城伊德尔 并击败了哈扎尔人的 封臣福尔加保加利亚人 28 哈扎尔汉国灰飞烟灭 哈扎尔人与维京人 对斯拉夫部落控制权的争夺 也基本结束 现在这些部落 都承认基辅的统治地位 然而斯维亚托斯拉夫 很少待在他的都城里 他其实有迁都到 多脑河地区的想法 并且在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 对拜暂停作战时 就萌生了这个念头 编年史作者认为 斯维亚托斯拉夫 希望迁都到多脑河 是因为他的土地上 出产的大部分商品 都通过多脑河运输 他并非只是 对土地贪得无厌 更可能是希望将这个时期 最主要的贸易线路 掌握在自己手中 他之前的两位基辅大工 赫尔吉 奥列赫 和英格瓦一世 已经在富有的拜占庭市场 为罗斯商人们 取得了有利的贸易待遇 传说赫尔吉 甚至成功地将他的盾牌 定在军事坦丁堡的城门上 他没有夺取这座城市 但据称让拜占庭皇帝 做出了宝贵的贸易让步 拜占庭人 向斯维亚托斯拉夫支付酬金 让他进攻拜占庭的敌人 巴尔干·保加利亚人 29 斯维亚托斯拉夫 因此涉足巴尔干地区 他消灭了保加利亚军队 占领了他们的大片国土 拜占庭人以为 他会将获得的土地转交给他们 但是 斯维亚托斯拉夫拒绝这么做 于是 拜占庭人收买了黑海大草原上 新出现的游牧部落 佩切涅阁人 三十 让他们进攻基辅 斯维亚托斯拉夫不得不回师 对付佩切涅阁人 然而969年 他又回到了保加利亚 第二年 他围困了距军式坦丁堡不到150英里 约241千米 的拜占庭城市阿德里安堡 三十一 也就是今天的埃迪尔内 帝国宫廷一片恐慌 皇帝约翰 齐米斯基斯派出他最优秀的将军之一前去解围 然后自己很快率军前往保加利亚 包围了斯维亚托斯拉夫留在那里的军队 斯维亚托斯拉夫指的撤退 只是列奥见证了斯维亚托斯拉夫与约翰 齐米斯基斯之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见 斯维亚托斯拉夫承诺不再对帝国作战 离开保加利亚 并放弃他对克里米亚南部土地的任何要求 作为回报 皇帝保证斯维亚托斯拉夫和他的人马平安回国 这是斯维亚托斯拉夫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 他死在回击府的路上 就在他和部下在地涅泊和险滩附近弃船登岸时 这段险滩长40英里 约64千米 河床上满步悬崖 曾被视为航行的位图 直到20世纪30年代 这里修起一座大坝 险滩才被淹没在水下 旅行者们别无选择 只能登岸绕过其中最湍急的一些河段 如果罗斯人乘船来到蓝河的峭壁前 他们只能将船从水里拉上来 扛在肩上 从陆路绕行才能通过 此时 被切涅格人发动袭击的话 罗斯人一身不能二用 就会被轻松击溃 剁成碎片 32 军事坦丁七世波菲洛吉尼都斯 写下这些话之后 不到四分之一个世纪 斯维亚托斯拉夫就送了命 可能正是因为在险滩附近必须下船 才让佩切涅格骑兵 得以发动攻击 杀死斯维亚托斯拉夫 据称佩切涅格人的首领 用斯维亚托斯拉夫的颅骨 制成了一只酒杯 另有传言称是约翰 齐米斯基斯向佩切涅格人透露消息 推动了这次袭击 然而 斯维亚托斯拉夫死在地涅泊和河畔的草原地带 这已经说明了一个 他和他的前任都没能解决的重大问题 尽管他们在基辅及其北方的广袤森林地带 聚集起巨大的权力 他们仍然未能完全控制草原地带 甚至没能建立穿过草原的安全通道 这使得基辅的统治者 无法掌握黑海北岸地区 也无法完全利用地中海世界提供的种种经济和文化机遇 仅仅是击败哈扎尔人上 不足以打开通向大海的道路 历史学家们将斯维亚托斯拉夫 视为最后的维京人 的确如此 他的军事远征 还有他抛弃基辅 迁往新都 以控制拜占庭帝国与中欧城市之间贸易的想法 都说明一点 统治这片由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前任们建立 由他自己在征战中扩大的国土 对他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去世 标志着乌克兰维京时代的终结 尽管瓦良各人部署 将继续在基辅的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 斯维亚托斯拉夫的继承者们 却会开始尝试减少对这些外族战士的依赖 他们将专注于统治自己已经拥有的这片土地 而非到别处去开疆拓土 一 Lindisfarne 位于经英格兰东北诺森 波兰郡海岸的一个潮溪岛 是中世纪凯尔特基督教的圣地 二 原文为Germany 即经德国 此处根据中世纪罗马人和希腊人 对日耳曼人居住地区的称呼 一座日耳曼尼亚 拉丁与Dramania 三 Louis de Pias 778-840 法兰克王国国王和皇帝 814-840年在位 查理大帝 Charloman的儿子与继承者 四 原文作959年 有误 五 Michael 指米哈耶尔三世 840-867 拜占庭帝国皇帝 842-867年在位 六 Prince Islands 位于马尔玛拉海中 在金伊斯坦布尔东南方 约20千米处 由9个岛屿组成 七 Patriarch Fortius 约810-893 也称圣佛提乌或佛提乌一世 九世纪军事坦丁堡的普世墓首 858-867 877-886年在位 8 Porkrova 乌克兰语 以为保护 俄语座 Porkrof 东正教节日之一 如今在每年10月14日 如略立10月1日 庆祝 9 Illman 位于俄罗斯诺夫哥罗德州 在历史上是瓦良格人和希腊人的贸易通道 10 Blue Zero 俄罗斯城市别洛交尔斯克 Berlazar Sky 的旧称 位于别洛耶湖 Lake Bellowee 又一座白海 白湖 南岸 11 Sarison 源自阿拉伯语 以为东方人 在西方历史文献中 常被用于泛指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 12 Daram 古代及当前流通于阿拉伯地区的货币单位 其名的自希腊货币单位 德拉克马 Dragma 13 吉诺夫哥罗德的奥列格 912 在古诺斯语中被称为赫尔吉 Helgi 乌克兰语中称为奥列赫 Oli 俄语中称为奥列格 Olek 他是古诺斯人 瓦良格人 王公 诺夫哥罗德的第二位大公 也被视为基辅的第一位大公 14 Asgode 基辅王公 蒂涅伯乌克兰地区第一个东斯拉夫人国家的奠基者 他被认为是基辅建立者机的后裔和基辅第一位基督徒王公 15 House of Rurik Rurik 半传说人物瓦良格王公刘里克的家族 据称862年左右 刘里克在经俄罗斯大诺夫哥罗德建立了刘里克王朝 他被认为是诺夫哥罗德的第一位大公 16 Villik Naufgerald 经俄罗斯西北部诺夫哥罗德州首府 俄罗斯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建于859年 17 Porphiogenitas 905-959 拜占庭皇帝 912-959年在位 波菲洛吉尼都斯为其外号 以为生于子侍者 表示其血统尊贵 他热心学术 著有帝国行政论 典仪论等 18 Vervians 即前文中的德列夫里亚人 19 Dragovisions 从六世纪起 居住在金白俄罗斯南部的一个斯拉夫人部落 20 Krivakians 从六世纪起 居住在金白俄罗斯北部和俄罗斯西部的一个东斯拉夫人部落联盟 21 Severians 蒂涅伯和中游 以东地区的一个早期东斯拉夫人部落或部落联盟 22 Invarai 945 英格瓦一世 古诺斯语 古斯拉夫 语称伊戈尔一世 伊戈尔爱 他即奥列格 赫尔吉 为诺夫哥罗德王公 基辅大公 23 Helga 约890-969 赫尔加 古诺斯语 基辅大公 伊戈尔一世的妻子 四为亚托斯拉夫 伊戈尔为其大公的母亲和摄政 俄罗斯东正教会最早追认的圣人之一 24 Spire Teslov 即斯维亚托斯拉夫一世 约942-972 伊戈尔一世和奥利加之子 基辅大公 他在十世纪六十年代末 进攻并消灭了哈扎尔汉国 25 Leod Deacon 约950 拜占庭历史学家 编年史作者 他著书记载了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二世 至巴西尔二世在位期间的历史 尤其已对基辅大公司维亚托斯拉夫的第一首记载著称 26 John C.Mises 925-976 即拜占庭皇帝约翰一世 969-976年在位 他在对阿拉伯帝国和基辅罗斯的战争中功勋着重 27 Svenild 瓦良格人 伴传说的琉里克王朝军事首领 古诺斯语中 他与斯维亚托斯拉夫同名 28 Volga Bogars 福尔加保加利亚的居民 福尔加保加利亚是七世纪至十三世纪期间 存在于福尔加河与卡马河交汇地区的保加利亚人国家 29 纸保加利亚第一帝国存在于681年至1018年间 30 PassionX 西吐诀人的一支 在十世纪来到顿河和多脑河下游 31 Adriannopol 即经土耳其的埃迪尔内 Adriannan 就称哈德良堡 Hedrianopis 由罗马帝国皇帝哈德良建造 阿德里安堡在1365年至1453年间 从为奥斯曼帝国首都 32 这是军事坦丁七世 在《帝国行政论》中关于为何罗斯人必须与佩切涅格人保持良好关系的论述 第四章 北方拜占庭 在关于蒂涅伯和地区罗斯王公们的最早记载中 我们就了解到他们对拜占庭帝国的兴趣 将维京商人和战士引向拜占庭首都军事坦丁堡的 和曾将凶人和哥特人引向罗马的是同一种东西 世俗的财富 外加权利和地位 维京人从未尝试推翻拜占庭 但他们竭尽所能地接近这个帝国和他的首都 并未夺取军事坦丁堡发动了多次远征 斯维亚托斯拉夫在972年的死亡 标志着罗斯历史和罗斯与其南方强龄关系 上一个重要时代的终结 接下来 两代基辅统治者同样强烈希望与军事坦丁堡发生联系 并不亚于斯维亚托斯拉夫 但这些继承者关心的不光是财富和商业 他们还渴慕军事坦丁堡辐射出的权力 地位和精致文化 他们没有像其先辈们一样 尝试征服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军事坦丁堡 而是决定在地涅薄荷上复制这座城市 罗斯人与拜占庭希腊人之间关系的这一转折 以及基辅王公们的新想法 在斯维亚托斯拉夫之子弗拉基米尔一 及后者之子亚罗斯拉夫二的时代开始浮现 这两位大公统治基辅的国土半个多世纪 常被认为是两位改造者 将基辅罗斯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中世纪国家 一个拥有相对确定的国土 拥有行政体系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 拥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国家 最后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拜占庭 作为一名基辅王公 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 不像他父亲那样好战和雄心勃勃 但在达成自己的目标这一点上更胜一筹 他父亲死在地涅薄荷险滩时 弗拉基米尔只有15岁 他的兄弟们同样希望将大公宝座据为己有 新一批斯堪的那维亚人的 倒来为他的登基铺平了道路 在从他一位兄弟手中夺得宝座之前 弗拉基米尔曾在家族 故土斯堪的纳维亚避难超过五年 随后他率领一支新的维京军队返回了罗斯 基辅的编年史作者记述说 弗拉基米尔夺取基辅之后 他的士兵们曾向他索取酬劳 弗拉基米尔答应将本地部落送来的供赋 发给他们却没能兑现 于是他将维京指挥官们分为他在 草原前线建立的要塞的长官 并同意这支军队的其他人参加对败战亭的远征 他又命令他的子民不得同意这支军队进入他们的城镇 并要阻止他们返回 弗拉基米尔继位之后 维京人部队仍是他军队中的核心力量 但根据古编年史的记载 他统治时期的一大特点 即是他与部署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是维京人的第二次到来 与上一次完全不同 现在他们的身份不是商人 也不是统治者 而是一位统治者的雇佣兵 这位统治者同样拥有维京人血统 但他主要的忠诚对象是自己的公国领土 弗拉基米尔 对地涅薄河地区的资源足够满意 不曾梦想将都城迁到多瑙河 他不仅将逐渐削弱自己麾下部众 拥有的巨大权力 也将削弱各部落精英集团的影响力 为了制衡这些人 他将自己的儿子和家族成员 分封到帝国的不同地区进行管理 为将来那些依附于基辅的公国的诞生 奠定了基础 维京时代终于在罗斯这片 得命于维京人的土地上结束了 这一变化在古编年史中也有所体现 编年史作者通常会将王宫的部署组成 归纳为维京人 本地斯拉夫人和乌格尔芬兰人 三 前两个群体共同被称为罗斯 然而 随着时间流逝 罗斯先是成为王宫部署的统称 后来又成为他全部子民的统称 最后变成了他统治的国土的名字 罗斯和斯拉夫这两个名词在十世纪和十一世纪期间 开始变得可以互换 从古编年史和败战亭人对这一时代的记载中 我们都可以得到这种印象 弗拉基米尔在980年登基 在他统治期的第一个十年里 他的主要经历用在了战争上 确保他的先被创建的国家不至分崩离析 追随斯维亚托斯拉夫的脚步 他再次击败了哈扎尔人和福尔加保加利亚人 重新取得对奥卡和流域的维亚记齐人的统治权 并向西推进到卡尔巴千山 从波兰人手中夺取了许多要塞 包括位于今天波兰 乌克兰边界上的普勒梅西尔 波兰与皮尔泽米索 不过弗拉基米尔的主要注意力 却集中在南疆 罗斯人在那里的定居点 长期受到佩切涅格人 和其他游牧部落的攻击 为了加强边防 弗拉基米尔沿着苏拉河 和特鲁比日河 六等当地河流修筑要塞 然后将战俘和国内 其他地区的臣民安置在这一带 罗斯是一个在征战中诞生的国家 如今他追求稳定的手段 却变成了防守自己的边界 而非进犯其他国家的边界 在弗拉基米尔统治时期 基辅与拜占庭之间的关系 也并非一成不变 他与他那些基辅大公宝座上的先辈不同 据传赫尔吉曾发兵拜占庭 以谋取贸易优待 斯维亚托斯拉夫也有同样的举动 其目的则是在巴尔干地区开辟疆土 弗拉基米尔在989年春天 入侵了克里米亚 却是为了争取联姻 如果不是为了爱情 他将拜占庭城市克森尼索斯团团围住 要求得到皇帝巴西尔二世 七的妹妹安娜 八 此前数年 巴西尔二世曾向弗拉基米尔 请求军事援助 并许诺将安娜嫁给他 弗拉基米尔派出了援军 巴西尔二世却丝毫不着急兑现他的承诺 受到这样的羞辱 弗拉基米尔不能忍气吞声 转而开始进攻拜占庭 他的策略奏效了 巴西尔二世被克森尼索斯陷落的消息震动 立刻把妹妹安娜送往克里米亚 他的随行人员包括许多基督教传教士 拜占庭人满足了弗拉基米尔的联姻要求 其回报则是这位蛮族酋长 这是基辅统治者在军事坦丁宝眼中的形象 保证改宗基督教 弗拉基米尔履行了承诺 他的受洗开启了基辅罗斯的基督教化过程 也为这片地区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迎亲的队伍刚刚回到基辅 弗拉基米尔就从一座俯瞰地孽伯河的山丘上 移除了一郊的万神殿 最强大的雷神佩伦也未能幸免 并让基督教传教士为所有基辅人施洗 罗斯的基督教化从此开始 但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几个世纪后才得以完成 关于罗斯皈依基督教的过程 我们主要的资料来源是基辅的编年史作者 根据他的技术 保加利亚穆斯林 姓犹太教的哈扎尔人 姓基督教并代表罗马教廷的日尔曼人 和一名为拜占庭基督教 弗拉基米尔最终的选择 代言的希腊学者都曾对弗拉基米尔纠缠不休 自然 古别年史 对这次信仰抉择的技术 在许多方面都过于天真 但他的确反映了这位基辅统治者 当时面对的各种选择 而弗拉基米尔也确实进行了挑战 他最后选择了这个地区 最强大国家的宗教 在这个国家里 皇帝在教会中的地位 丝毫不亚于普世目守 事实上还要更高 通过选择基督教 他获得了皇族殷亲的身份 这立刻提高了他的家族和国家的地位 弗拉基米尔对其教民的选择 让我们对他接受基督教的理由 有了更多认识 他的选择是那位皇帝的名字 巴西尔 这表明他找到了一个 可以在基辅进行模仿的政治和宗教样板 一代人之后 伊拉里翁都主教 九等基辅学者 将会把弗拉基米尔与军事坦丁一世相比 并把他推动 罗斯皈依基督教与军事坦丁一世承认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合法地位 时 相提并论 诚然 拜占庭的政治和教会高层 帮助弗拉基米尔 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他们并不喜欢这桩联姻 但对罗斯的皈依 则十分欢迎 860年 罗斯维京人进攻军事坦丁堡之后不久 拜占庭就开始向罗斯派出传教团 当时的军事坦丁堡墓首佛提乌 也就是为我们描述了维京人的进攻的那一位墓首 派出他最好的学生 塞萨洛尼卡 十一 的西利尔 十二 前往克里米亚和哈扎尔汉国 西利尔和他的兄弟美多德 共同创造了格拉格里字母 格格里提克 Alphabet 以便将基督教经文转写为斯拉夫语言 兄弟二人在后世 被视为斯拉夫人的传道者 并受丰盛人 让基辅统治者 皈依基督教的努力 在弗拉基米尔受洗之前 很久就开始了 这有其祖母奥利哈的故事为证 奥利哈是我们所知的 基辅第一位基督徒统治者 也是基辅第一位 以海伦为教名的女基督徒 除了宣传基督教外 拜占庭精英阶层 还逐渐取得了 对这些蛮族统治者 及其民众的影响力 这些蛮族 没有华丽的家世 也没有精致的文化 却拥有巨大的破坏力 弗拉基米尔皈依基督教之后 军事坦丁堡牧首 创建了罗斯都主教区 这是少数几个以其居民 而非以主教或都主教 所在城市命名的教区之一 牧首把任命罗斯教会 督主教的权利 留在了自己手中 这些督主教大多是希腊人 督主教掌握着旗下属主教 多出自本地精英阶层的任命权 第一批修道院在基辅建立起来 使用的还是拜占庭的教会法规 在初期 教会斯拉夫语 13是让本地精英 能够理解希腊经文的 主要翻译工具 它也成为基辅罗斯 最早的书面语言 弗拉基米尔颁布了新的法规 确定教士阶层的权利和待遇 并将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给教会 基督教从基辅罗斯顶层开始 沿着社会阶梯 慢慢向下传播 沿着河流和商路 从中心地区 向边缘地带扩散 在一些偏远地区 尤其是罗斯的东北部 异教祭司们 在接下来几个世纪中 仍坚持抗争 拒绝接受这种新宗教 直至12世纪 前往这些地区的基辅传教士 仍会送命 弗拉基米尔的选择 将对他的国家 和整个东欧历史 产生深远的影响 新的罗斯政治体 不再与拜占庭开战 转而与罗马帝国仅存的部分 及其继承者结成联盟 并由此向来自地中海世界的政治 和文化影响敞开大门 弗拉基米尔 不仅将罗斯带进了基督教世界 也让他成为东方基督教的一部分 这是具有决定性的举动 他造成的许多后果 不仅在公元后第二个千年之初 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今天也同样如此 弗拉基米尔把基督教带到了罗斯 然而决定这一事件 将对罗斯的政治 文化和外交带来什么影响 并在拜占庭皇帝领导的基督教世界中 为罗斯争得一席之地的 是他的后继者们 在这些决策过程中 弗拉基米尔之子亚罗斯拉夫 比其他继承者 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 亚罗斯拉夫的祖父斯维亚托斯拉夫 在历史上被称为勇者 他的父亲弗拉基米尔 获得了大帝的称号 而亚罗斯拉夫自己则有智者之名 此外 他还被称为立法者或建造者 表明他在远超四分之一世纪 1019至1054的统治期间 所取得的主要成就 并非来自战场 而是来自和平的领域 来自对文化 国家和民族的构建 亚罗斯拉夫影响深远的遗产之一是 大规模的建设工程 亚罗斯拉夫建起了基辅大城堡 城堡附近矗立着金门 十四 基辅的编年史作者写道 在被考古学家称为亚罗斯拉夫城的区域周边 这位王公下令建起一圈新的城墙 金门则是城墙上的大门 人们很难不注意到亚罗斯拉夫的金门 与军事坦丁堡金门的相似之处 而后者是一座凯旋门 也是帝国首都的正式入口 基辅的金门系石头砌城 部分环绕城堡的城墙同样如此 地基至今可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 人们在这些地基上建起了老金门的复制品 城墙外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是亚罗斯拉夫的建设成就中最惊人的作品 这座杰出的建筑拥有五座主殿 五座半圆形厚殿 十五 三条长廊和十三个穹顶 教堂的墙体系花钢岩和石英石砌城 并肩以成列的砖块 内墙和天花板则以壁画和镶嵌化装饰 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完工日期不晚于1037年 学界一致认为 亚罗斯拉夫不仅借用了军事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名字 和主要设计元素 还从拜占庭帝国请来了那座教堂的建筑师 工程师和石匠 他不只是在建造城墙和教堂 而是在为他的国家营造一座首都 这座首都模仿的对象是罗斯人所建过的最美丽 也最强大的城市 军事坦丁堡 除修建教堂和支持基督教之外 被基辅的编年史作者归功于亚罗斯拉夫的 还有对教育和学术的扶持 他专注于阅读 焚高济诡 古编年史 如此描述又召集了许多抄写员 并让人将希腊文翻译成斯拉夫文 他还写作并收集了大量书籍 让前信者得享宗教启迪并受到教义 亚罗斯拉夫统治七世基辅罗斯人掌握读写能力的开端 基辅罗斯接受了教会斯拉夫语 这种语言使用圣希里尔和美多德 特意为斯拉夫人设计 用来翻译希腊文本的字母 保加利亚人比基辅王公们更早接受基督教 于是教师 典籍和语言本身从保加利亚开始流向罗斯 根据古编年史作者的说法 在亚罗斯拉夫统治期间 基辅人不仅阅读典籍 还从事翻译 原创的作品很快也涌现出来 亚罗斯拉夫任命的都主教伊拉里翁 在1037年至1054年之间的某个时期 写出了《律法》与《神恩训》 16 这是基辅人原创作品最早的例证之一 如前所述 这篇步道词将弗拉基米尔大公 与军事坦丁大帝相提并论 帮助刚刚基督教化不久的罗斯 进入了基督教国家的大家庭 另一个重要的进步 是历史写作在基辅的开始 大多数学者相信 基辅的第一部编年史 创作于11世纪30年代 亚罗斯拉夫统治时期 地点可能就在圣索菲亚大教堂 过了一段时间 编年史写作的地点 才转移到基辅洞穴修道院 17 这座修道院模仿拜占庭的修道院建成 并将其源头上诉至亚罗斯拉夫统治末期 如果说基辅模仿了军事坦丁堡 那么这个公国的其他城市 则模仿了基辅 这正是波拉茨克 18 和诺夫哥罗德都开始新建 新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来由 诺夫哥罗德圣索菲亚大教堂 建于从前一座同名墓制教堂之上 也是罗斯东北部的弗拉基米尔城 19 再后来新建他自己的金门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 读写能力和知识 也传播到这些地区中心 打破了早期基辅对典籍研究 和历史写作的垄断 以基辅编撰的编年史为基础 诺夫哥罗德的文人 很快也开始了历史写作 正是通过诺夫哥罗德的 一位编年史作者 我们才知道 智者亚罗斯拉夫 不光是一位爱书人 一位城堡和教堂的建造者 也是一位立法者 亚罗斯拉夫曾作为 其父弗拉基米尔的代表 成为诺夫哥罗德王公 他在基辅登基后 作为奖赏 给予诺夫哥罗德 此前他不曾享有的自由 这表明了他对自己 在争夺基辅大公宝座时 从诺夫哥罗德所获支持的感激 诺夫哥罗德的编年史作者 将这份特权和优待 与亚罗斯拉夫修传法典 罗斯正义 二时联系在一起 罗斯正义是一部习惯法汇编 对基辅罗斯及其后继公国的 法律体系有着巨大的影响 罗斯正义 是否真的由亚罗斯拉夫 主持修传 我们不得而知 这项工作有可能更晚一些 在他的后继折手上 才对以完成 但可以确信的是 他不可能在亚罗斯拉夫之前完成 因为在那之前 根本没有足以胜任 这项工作的受教育群体 追随军事坦丁堡 以拜占庭皇帝为榜样 这不仅意味着 要取得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 也意味着 要拥有一定的独立性 而后者 注定会得罪 军事坦丁堡的希腊人 我们知道 亚罗斯拉夫至少有两次 曾直面帝国 展示他的独立地位 并没有退让 第一次 他将罗斯本土出生的伊拉里翁 那位声名赫赫的 《律法与神恩训》 作者 提升为罗斯都主教 而没有选择一名 由军事坦丁堡派遣的高级教士 在这次事件上 亚罗斯拉夫模仿了 拜占庭皇帝 在其教会中的角色 但他的决定 同样也构成了 对军事坦丁堡幕守的挑战 后者将罗斯都主教的任命权 视为禁篮 伊拉里翁的升职 在罗斯教会内部 同样产生了分歧 亚罗斯拉夫在1054年去世后 基辅回到了从前的道路上 伊拉里翁的继任者 仍由军事坦丁堡派 往罗斯首都 亚罗斯拉夫另一次 直接挑战军事坦丁堡 是在1043年 这一年 他的一个儿子率领的小型舰队 出现在军事坦丁堡附近 以发动攻击相威胁 向军事坦丁堡所求金钱 这是回到了维京人 与军事坦丁堡打交道的做法 出于何种原因 我们不得而知 难道亚罗斯拉夫 在基辅复制军事坦丁堡的尝试 过于迷肺 耗光了他的财富 我们只能猜测而已 这也许是对败战亭人的行为 表示不满的信号 也许是让对方 不可轻忽罗斯力量的提醒 无论如何 希腊人拒绝付钱 选择了战斗 罗斯舰队击败了败战亭舰队 却险些被一场风暴摧毁 最后两手空空地回到基辅 维京人的行事方式 已经行不通了 罗斯在860年攻击军事坦丁堡后 败战亭人立刻开始了 使罗斯基督教化的尝试 如果我们将这种努力视为 败战亭与野蛮的罗斯 保持和平 终结其攻击行为的方法 他无疑在亚罗斯拉夫时代 达到了目的 与他的先辈们不同 亚罗斯拉夫总体上 与败战亭保持了和平 甚至友善的关系 然而 很难说宗教是这位基辅王公 与败战亭保持大体和平的 主要原因 在亚罗斯拉夫统治时期 扩张已经不再是 罗斯王公们的主要目标 如何保有并治理已有的疆域 才是他们首要的任务 这种情况下 把败战亭作为盟友 以及知识和威望的来源 比将与他为敌要划算得多 在亚罗斯拉夫治下 罗斯成为基督教国家群体中的 正式成员 后世历史学家将他称为 欧洲的岳父 因为他将自己的妹妹和女儿们 嫁给欧洲各国统治者 他父亲从败战亭接受基督教 以及随后军事坦丁堡的文化影响 来到罗斯 是这一进展的重要前提 亚罗斯拉夫没有像其父一样 迎娶某位败战亭公主 但他的儿子福谢沃洛德 二十一 则仿效祖父 与败战亭皇帝军事坦丁九世 莫洛马克思 二十二 被一个女儿成了婚 亚罗斯拉夫本人 迎娶了瑞典国王奥拉夫 埃里克松 二十三 的女儿 这也反映出其王朝的维京起源 他的女儿伊丽萨维塔 伊丽莎白 二十四 嫁给了挪威国王哈拉尔 哈德拉达 二十五 他的另一个儿子 伊贾斯拉夫 二十六 娶了波兰国王卡其米日 二十七 的妹妹 而卡其米日本人 又是亚罗斯拉夫一个妹妹的丈夫 亚罗斯拉夫另一个女儿 阿纳斯塔西亚 二十八 嫁给了匈牙利国王白色的安德烈 二十九 还有一个女儿安娜 三十 则成为法国国王亨利一世 三十一 的妻子 无论这些婚姻背后的政治动机是什么 单就文化而论 这些欧洲君主 从婚姻中 比基辅王公们 得到了更多的好处 安娜的婚姻 就是最好的例子 与其父不同 安娜能够阅读 并能签字 这也说明 基辅的编年史作者 对亚罗斯拉夫爱好读书 和提倡教育的颂扬不无道理 安娜曾在给父亲的信中说 她的新家乌语婚案 教堂简陋 习俗令人厌恶 是一片蛮荒之地 亨利一世治下的巴黎 自然不能与军事坦丁堡比肩 然而更重要的是 在安娜的眼中 她甚至无法与基辅相提并论 一 Volodymyr 约958-1015 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 一世斯维亚托斯拉为奇 980-1015年在位 她击败齐匈亚罗布尔克 一世后成为基辅大公 东正教在她统治时期 成为基辅罗斯的唯一宗教 二 耶利斯拉夫 约978-1054 基辅大公亚罗斯拉夫一世 弗拉基米罗为奇 1019-1054年在位 她击败齐匈斯维亚托 波尔克一世后 成为基辅大公 被称为智者亚罗斯拉夫 三 U gross things 使用芬兰乌戈尔语族语言的民族 正义语族属于乌拉尔语系 而非印欧语系 多数语言学家认为 芬兰语 匈牙利语和爱沙尼亚语 都包含在此语族中 四 Premio 经波兰东南部城市 五 Sullo River 位于金乌克兰境内 属地涅泊河的左支流 注入克列缅丘格水库 全长365千米 六 Truberth River 位于金乌克兰境内 属地涅泊河的右支流 全长113千米 七 Baisel II 958-1025 拜占庭皇帝 976-1025年在位 他在位期间 消灭了保加利亚第一帝国 被称为保加利亚屠夫 八 Anna Porfirogenita 963-1011 巴西尔二世之妹 他在989年 嫁给弗拉基米尔 成为基辅大公夫人 九 Metropolitan I Orion 11世纪基辅罗斯 都主教 学者 他是基辅罗斯 第一位非希腊血统的 都主教 10 军事坦丁一世 Constantinus I 274-337 在313年 承认信仰基督教的自由 曾大力推动基督教的发展 也是第一位 皈依基督教的 罗马皇帝 但基督教在公元380年 迪奥多西一世 Fiodosius I 东罗马皇帝 和格拉提安 Flavius Gratianus 西罗马皇帝 时期才成为 罗马帝国的国教 11 Thessalonica 即经希腊北部的 塞萨洛尼基 Thessaloniki 12 Cero of Thessalonica 826-869 9世纪拜占庭帝国的神学家 传教士 他和他的兄弟 美多德 Mazodius 885 为了向斯拉夫人传教 创造了 希里尔字母的 前身 格拉格里字母 兄弟二人 后来被东正教会 授予斯拉夫人的 传道者称号 并被天主教会 和东正教会 封为圣人 称圣希里尔 和美多德 13 Church Slavonic 此处 因直古教会 斯拉夫语 主要应用于 9-11世纪间 是斯拉夫语族 最早的书面语 在斯拉夫语言 历史上 有重要作用 后演化为 教会斯拉夫语 14 Golden Gate 11世纪基辅城堡的大门 建于亚罗斯拉夫 统治时期 齐名的自军式 坦丁堡的金门 基辅金门 在中世纪被拆除 在1982年 由苏联政府复建 15 Apps 拥有半球形拱顶的 半圆形建筑 对于罗马 拜占亭 和哥特式教堂而言 多指东端主楼的 所有半圆形 或多角形末端 16 Sermon on Law and Grace 基辅都主教 伊拉里翁写作的 不道词 是存世的最早 斯拉夫语文本之一 它对基辅罗斯文学的 风格和内容 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7 Keyavan Cave Monastery 建于1051年 自中世纪到近代 这座修道院 都对乌克兰的宗教 教育和学术 有巨大影响 18 Palest 即金白俄罗斯 波洛茨克 19 Vladimir 经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首府 位于莫斯科东北 190千米处 曾是东北罗斯的中心 在基辅罗斯 被蒙古人击溃之后 东北罗斯的中心 才从弗拉基米尔 转移到莫斯科 20 Ross Justice 又称 罗斯法典 或亚罗斯拉夫法典 是一部集习冠法 王公法令 和司法判例的汇编 也是古罗斯 最重要的法律文献 21 Vsavallad 1030-1093 即基辅大功夫 谢沃洛德一世 1077-1078-1093年在位 22 Constantine 9 Menomachos 约1000-1055 1042-1055年在位 她是拜占庭女皇 左翼一世 Zoie Y 约978-1050 1028-1050年在位 的第三任丈夫 和共治皇帝 23 Olaf Eriksson 约980-1022 即瑞典国王 奥洛夫 斯科特康农 Olaf Stockton 995-1022年在位 她将自己的女儿 英格格尔德 英格格尔德 1001-1050 又称伊雷妮 圣安娜 嫁给了亚罗斯拉夫 24 Yelizaveta 1025-1067 挪威语称Elysef 25 Herald Hardrada 约1015-1066 挪威国王 1046-1066年在位 其名字以为 无情者 哈拉尔 26 Iz. S. Lof 1024-1078 基辅大公 伊贾斯拉夫一世 1054-1068 1069-1073 1076-1078年在位 亚罗斯拉夫的长子 27 Casimir 1016-1058 波兰国王 1039-1058年在位 被称为复兴者 28 Anastasia 约1023-1074-1096 亚罗斯拉夫的长女 29 Andrew White 1060 匈牙利阿尔帕德王朝国王 安德烈一世 1046-1060年在位 被称为白色的安德烈 或天主教徒安德烈 30 Anna 约1030-1075 法语座Anne 法国国王亨利一世之妻 曾担任其子菲利一世的摄政 31 Harry I 1008-1060 法兰西王国卡佩王朝国王 1031-1060年在位 第五章 基辅的钥匙 正如拜占庭一样 基辅罗斯是后世的称谓 不为当时这些国土上的人民所用 19世纪的学者们 创造了基辅罗斯这个名字 今天这个词用来表示 一个存在于10世纪到13世纪中叶 以基辅为中心的政治体 13世纪中叶之后 这个政治体在蒙古人的攻击下解体 谁是基辅罗斯的正统继承者 谁掌握着人们常说的基辅的钥匙 过去250年中 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成为许多罗斯历史著作关注的焦点 最开始 争论主要集中在罗斯王公们的血统上 他们是斯堪的那位亚人 还是斯拉夫人 从19世纪中叶开始 人们的关注范围开始扩大 俄罗斯和乌克兰对基辅罗斯继承者地位的竞争成为其中一部分 20世纪中 智者亚罗斯拉夫 我们在上一章用大量篇幅对他的统治期进行了讨论 的一股也成为争论的对象 这充分显示了这场争论的激烈程度 亚罗斯拉夫在1054年2月28日去世 被安葬在他主持建造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他的遗体被安放在一具白色大理石制成的石棺中 石棺外壁上雕刻着基督教的十字架和各种地中海地区的植物作为装饰 其中甚至有棕榈树 这根本不是基辅罗斯本地的植物 一种观点是 这具石棺是拜占庭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象征 曾经是某位拜占庭显贵的安息之所 经四处劫掠的维京人或冒险的希腊人之手运到基辅 石棺至今仍保存在圣索菲亚大教堂 然而智者亚罗斯拉夫的遗谷却在1944年 德国占领时期从基辅消失了 根据某些说法 他落入了侨居在美国的乌克兰东正教大主教之手 并曾在战后现身于曼哈顿 有人认为遗谷现在可能存放在布鲁克林的圣三一教堂 为何亚罗斯拉夫大公的遗谷会被人转移到远至西半球 这并非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作祟 而是与乌克兰对基辅罗斯继承者地位的主张紧密相关 逃离祖国的乌克兰大主教带走了遗谷 以免他落入正在逼近的苏联军队之手 为何那座布鲁克林教堂一直拒绝与乌克兰政府代表 就亚罗斯拉夫遗谷问题进行商谈 对遗谷一旦回到基辅 就可能被俄罗斯获得的担忧 足以对此给出解释 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都声称 智者亚罗斯拉夫是他们的国家 在中世纪时的杰出统治者 他的头像同时出现在这两个国家的纸币上 在乌克兰纸币上 亚罗斯拉夫留着乌克兰式的纯资 符合斯维亚托斯拉夫大公 及乌克兰哥萨克人的那种传统样式 在俄国 他是亚罗斯拉夫尔城 一传说中的建成者 他去世17年后 一部编年史上首次提及这座城市 因此 俄国纸币上有一座 献给这位建成者的纪念碑 此外 这张纸币上的亚罗斯拉夫 留着和伊凡雷蒂 二 及其同时代 俄国沙皇们一样的大胡子 亚罗斯拉夫到底是一名俄罗斯统治者 还是乌克兰统治者 或者 如果二者皆非 那他和他臣民的 真正身份 还能是什么 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我们最好 是把精力集中到他去世后 几十年间的历史上 亚罗斯拉夫的去世 是基辅罗斯历史上统一国家时代的终结 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在这个新时代里 基辅罗斯走上了加洛林帝国 三 曾经走过的道路 查理大帝在814年去世后 不到100年 他的帝国就分裂成了好几个国家 这两个帝国的衰落和瓦解的原因 并无太大差别 其中包括长期存在的军委继承权问题 统治王朝内部的争斗 地方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兴起 以及对外来威胁和干涉的应对无能 长期而论 帝国的崩溃 造成了常被视为现代国家雏形的政治体的兴起 加洛林帝国的崩溃 造就了法国和德国 而基辅罗斯的崩溃 则催生了乌克兰和俄罗斯 作为一位智者 亚罗斯拉夫大公遇见到了他的家族 在自己去世后会遇到的麻烦 他也许还记得自己 夺取最高权力的过程 有多么漫长和血腥 这一过程 从他父亲弗拉基米尔 在1015年去世开始 一直延续了20多年 直到1036年 他的兄弟姆斯基斯拉夫 四 死去 姆斯基斯拉夫 曾破使亚罗斯拉夫与之分治国土 在这两人去世之间的岁月里 发生了许多次战斗和冲突 以亚罗斯拉夫众多兄弟的死亡为标志 其中两人 鲍里斯和赫里布 五 没能得到基辅的军位 却获得了圣徒的地位 至今仍作为殉难的王子 被人们纪念 部分历史学家怀疑 是亚罗斯拉夫谋划了他们的遇害事件 无论如何 在接近其生命终点之时 亚罗斯拉夫显然希望他的儿子们 能避免这种自相残杀 根据古边年史 亚罗斯拉夫留下一份遗嘱 将其国土分封给他的儿子们 每个儿子得到一个公国 根据遗嘱 长子将继承基辅大公之位 除了拥有基辅和诺夫哥罗德的土地之外 还凌驾于其他王公之上 其他儿子则在长子的保护和监督下 治理各自的公国 一般认为 这份遗嘱要求大公之位 在兄弟之间一长又之序传承 直到这一代王公全部去世 再从下一代开始循环 从上一代长子的长子重新开始 许多学者质疑亚罗斯拉夫遗嘱的真实性 但无论它是否存在 那些据称出自这份遗嘱的文字 正反映了亚罗斯拉夫死后发生的情况 亚罗斯拉夫去世时 有五个儿子在世 遗嘱中提及了其中四人 然而只有三人在他们的父亲去世后 得到过最高权利 在世儿子中的最年长者 伊甲斯拉夫获得了大公之位 但他与两个弟弟 六分享了权利 两个弟弟分别统治着切尔尼哥夫 七和佩列亚斯拉夫 八两座城市离基辅都不远 他们组成了某种非正式的三头政治 共同做出的决定对其他琉里克 如Rakid 琉里克士基辅 统治王朝的名字 源自传说人物琉里克 王公具有相当的约束力 三人镇压了对他们权利的挑战 将波罗茨克 位于金白俄罗斯境内 王公 九 他们兄弟中的一个 抓了起来 在各种罗斯编年史中 他们各自的都城成为罗斯国土 Rossland的三个中心 罗斯国土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早在伊拉里翁都主教的 律法与神恩训中就曾出现过 因此 可以被认为来自智者亚罗斯拉夫的时代 这个词在十一世纪晚期和十二世纪初 变得空前流行 此时三巨头已经谢幕 而他们的子侄们 一边忙于处理家族内部 不同分支之间的矛盾 一边还要抵抗来自南方的侵略 弗拉基米尔 莫诺马赫 时智者亚罗斯拉夫的孙子和拜占庭皇帝军士坦丁九世 莫诺马克斯 Constantin Jomonomachus的外孙 在其一生中都在宣誓并证明自己对罗斯国土的忠诚 作为三巨头之一的儿子 他成为佩列亚斯拉夫王公 统治着从南方的边境草原 绵延到东北方莫斯科周边森林的广袤土地 此时在东北方森林地带 生活着的是叛乱的维亚继齐部落 维亚继齐人抗拒基督教化 经常杀死基辅人派去向他们传教的修士 然而 莫诺马赫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他们身上 而是把目光集中于 公国南疆越来越频繁的游牧部族活动 罗斯王公们刚刚削弱了佩切涅格人 亚罗斯拉夫在1036年击败了他们 更具侵略性的新部落 就出现在基辅的边界上 这些人被称为波罗维茨人或库曼人 十一 在十一世纪末 他们占据着欧亚大草原的大片土地 东至俄尔齐斯河 西至多瑙河 各罗斯公国无力独自对抗波罗维茨人的攻击 他们必须联合起来 没有人比佩列亚斯拉夫王公弗拉基米尔 莫诺马赫 更坚持这一立场的了 一部编年史称 他组织了多次针对波罗维茨人的远征 作为罗斯国土统一化的伟大推动者 莫诺马赫提出了对王公继承制度的改革 1097年 在莫诺马赫的推动下 罗斯王公们在柳别齐 十二召开了一次会议 他们在这次会议上决定 废除智者亚罗斯拉夫建立的平行 横向 继承制度 因为它过于僵化 容易引起冲突 与其让三巨头的子孙们轮流占据王公之位 并各个都努力争取最终成为基辅大公 不如让他们各自统治自己的疆域 只有亚罗斯拉夫长子伊贾斯拉夫的后代 才可以继承基辅大公的宝座 然而 这个新制度没能付诸实施 莫诺马赫自己也没有遵守它 在1113年成为基辅大公 他的继承者们同样如此 从132年到169年 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 就有18位统治者轮流入主基辅 比基辅大公国 此前历史上的全部君主数量 还要多4位 基辅宝座上的新面孔 大多数都是通过政变 或恶意夺权上台的 每个人似乎都觊觎着基辅 只要有一丝机会 就会试试运气 然而 这个模式在1169年被打破了 这一年 位于今天俄罗斯境内的弗拉基米尔 苏兹达尔公国 13的王公安德烈 伯格柳布斯基 十四 罗斯王公中最强大 也最野心勃勃者之一 派出大军夺取了基辅 他本人没有亲自出面 而是派他的儿子领军作战 胜利者攻下基辅之后 在城中连续大略三天 这位王公拒绝迁往基辅 也拒绝将之作为自己的都城 伯格柳布斯基的选择 是他自己的都城 克利亚纪马河 十五 上的弗拉基米尔 这反映了十二世纪罗斯政治 经济和社会上发生着的某种变化 在基辅和地涅伯和中游地区 深陷无尽纷争的同时 基辅世界外源的主要公国 正在变得更富有 更强大 在军事坦丁堡的支持下 卡尔巴千山脉脚下的哈利奇公国 十六 位于今天的乌克兰西部 沿着多脑河与巴尔干人 展开了贸易 哈利奇王公们 不需要地涅伯和通道来发展自己 在弗拉基米尔 苏兹达尔公国 伯格柳布斯基成功地挑战了 保加利亚人对福尔加河贸易的垄断 西北方的诺夫哥罗德 则从波罗地海贸易中获得财富 基辅和地涅伯和通道依然存在 而且虽然波罗维茨人虎视眈眈 这里的贸易量仍在增长 但它已经不再是这片土地上 唯一的经济生命线 甚至连主要的都算不上了 随着各地王公们变得越来越强大和富有 他们开始谋求自治权 甚至完全从基辅统治下独立出来 他们有充分的理由 将从父辈和祖辈手中继承来的土地 作为自己主要的忠诚对象 而非那片以基辅 切尔尼哥夫和佩列亚斯拉夫为中心 被神化了的罗斯国土 安德烈 伯格柳布斯基就是第一批 有如此想法的王公之一 他在1169年 对基辅的洗劫给基辅人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而他的其他一些行为 同样让他想成为独立统治者的企图 昭然若揭 这一切从安德烈离开基辅附近的 维什哥罗德 十七 迁往东北方 这一举动 违背了他父亲尤里 多尔哥鲁基 十八 的心愿 十就开始了 在1147年 建立了莫斯科的尤里 是老一代思维的代表 他是莫诺马赫之子 将苏兹达尔公国 从莫诺马赫的遗产中独立出来 并着手将之变得更大更强 然而他的最高目标 仍是基辅的大公之位 并作为苏兹达尔王公 以自己的力量得到了他 尤里最终在大公任上死去 并被安葬在基辅的一座教堂里 多尔哥鲁基叛逆的儿子 对基辅毫无兴趣 他将自己公国的都城 从苏兹达尔迁至弗拉基米尔 并尽一切力量将其变成 克利亚纪马和尚的基辅 安德烈离开为什格罗德时 并非两手空空 而是带走了当地的圣母 希腊语Theatokos像 这幅圣像后来以弗拉基米尔圣母像 十九知名文明于世 将一件圣物从基辅地区 移往弗拉基米尔 这是伯格柳布斯 即将罗斯首都的权力的象征 从南方转移到北方的最好隐喻 因为基辅的重要性 得益于其全罗斯都主教驻地的地位 安德烈从未将自己的公国 视为罗斯国土的一部分 他希望拥有自己的都主教区 1162年左右 及他洗劫基辅之前七年 他向军事坦丁堡派出使团 请求拜占庭批准他提名的 新任都主教 军事坦丁堡断然拒绝了他 这对这位雄心勃勃的君主 是一次巨大的打击 因为他已经做好了 成立都主教区的所有必要准备 为了迎来一位都主教 他新建了一座金顶的圣母安息大教堂 与基辅的金顶圣米加勒大教堂 几乎二指 最后却只能让他容纳一位主教 安德烈还建起了一座金门 这无疑是另一个源自基辅的工程 教堂和金门至今尚在 成为这位弗拉基米尔王公雄心的证据 与他的先辈智者亚罗斯拉夫一样 安德烈复制了现有的帝国都城 以证明自己独立于他的地位 有趣的是 安德烈的模仿比亚罗斯拉夫走得更远 他不仅将圣像 观念和建筑的名字 从基辅搬到弗拉基米尔 还用基辅的地名为本地地标命名 这就是弗拉基米尔周边的河流 利比德河 利比特 波查伊拿河 Polchina和伊尔平河 伊尔平 都得名自其基辅原型的由来 智者亚罗斯拉夫和安德烈 伯格柳布斯基同位罗斯王公 很可能也有类似的族群文化身份 而从他们的建筑工程可以看出 在罗斯国土的问题上 这两位王公有不同的忠诚对象 亚罗斯拉夫的忠诚明显属于基辅 和从基辅一直延伸到 诺夫哥罗德的广大国土 这令他与斯维亚托斯拉夫区别开来 斯维亚托斯拉夫并无这样的眷恋 也令他与弗拉基米尔 莫诺马赫不同 莫诺马赫的忠诚主要献给了基辅 切尔尼戈夫和佩列亚斯拉夫周边的罗斯国土 安德烈的情感则仅细于大罗斯内部 他个人继承的部分 这使他与先辈们都不相同 多种多样的罗斯身份认同 逐渐出现在罗斯珠编年史和法律文献中 我们应当将罗斯王公们忠诚对象的变化 至于这些认同的发展脉络中来考察 古编年史的作者们 记录事件并进行评论是一项繁重的工作 在一代又一代修饰中传承 不得不在他们的叙事中调和三种不同的历史身份 基辅斯堪的纳维亚统治者的罗斯身份 受教育精英阶层的斯拉夫身份 以及本地部族身份 尽管基辅的统治者和他们的臣民 接受了罗斯这个名字 但他们自我认同的基础 是与这个名字发生联系的斯拉夫身份 而非斯堪的纳维亚身份 琉里克王公们在斯拉夫腹地统治他们的国土 他们的臣民大多数也是斯拉夫人 更重要的是斯拉夫身份认同向基辅地区之外的刘布 与以下两点密不可分 第一对拜暂停基督教的接受 第二教会斯拉夫与成为罗斯导文 布道词和知识分子对话使用的语言 在基辅疆域中的斯拉夫区域和非斯拉夫部分 基督教都以斯拉夫语言和斯拉夫文化的外观出现 罗斯越是基督教化 也就约会斯拉夫化 基辅的编年史作者们将本地历史纳入了巴尔干斯拉夫文化发展的大语境 并在更广大的层面上将之纳入了拜占庭和基督教世界的历史 在地方层面 布族认同缓慢 却又不可避免地让位于对本地公国 对那些与基辅联系在一起的军事 政治和经济权力中心的认同 编年史在叙事中开始用那些以诸王公都城为中心的地区 来代替土著不足 正因如此 编年史作者才会说 1169年洗劫基辅的军队成员来自斯摩棱斯克 而不将他们称为拉底米奇人 20 维亚纪奇人或马里亚人 21 被改称为苏兹达尔居民 西维利亚人 22 也被改称为切尔尼格夫人 这种做法蕴含着基辅君主治下 全部土地的统一感 尽管琉里克王公之间有大大小小的冲突 这些土地上的居民仍被他们视为我们的 而不是外国人或异教徒 关键在于承认罗斯王公们的权威 当一些突厥草原部落承认这种权威时 他们也开始被称为我们的异教徒 多样化的部落地区在政治和行政上统一起来 导致他们的社会结构也开始标准化 占据着金字塔顶端的是琉里克王朝的王公们 更准确地说是智者亚罗斯拉夫的后裔们 他们之下是王公部署 这一团体最早由维京人组成 但是其中的斯拉夫人越来越多 他们与本地部落精英共同组成 被称为波亚尔23的贵族阶层 这些人是战士 但在和平时期也管理国家 波亚尔是主要的地主阶层 根据公国的不同 波亚尔们对王公行为的影响力或大或小 教会大主教和他们的仆从 同样属于特权阶层 剩下的社会成员需要向王公纳税 包括商人和工匠在内的市民阶层 拥有一定的政治权利 可以在市民会议上决定一些地方治理事务 本地王公的继承问题 也会受到此类会议影响 这种情况在基辅偶有发生 在诺夫哥罗德则更为经常 占人口大部分的是 没有丝毫政治权利的农民 分为自由农民和办自由的农母两种 后者可能失去自由 原因往往是负债 债务还清或一段时间过后 他们也能重获自由 接下来还有奴隶 多为在战争中被俘虏的战士或农民 被俘战士的奴隶生涯 可以限于一定时间 而被俘农民却要终身为奴 在法典 罗斯正义 对不同罪行的惩罚条款中 基辅罗斯社会的阶层结构 得到了最好的证明 立法者希望能禁止 或限制血清复仇 同时又希望让王公的钱贷 变得充实 于是他们 引入了罚金制度 对杀死不同阶层成员的行为 进行罚款 所得归于王公的金库 杀死一名王公部署 或亲族 波亚尔的罚款 是80赫里夫尼亚 24 杀死一名为王公服务的 自由民的代价 是40赫里夫尼亚 一名商人的命价为 12赫里夫尼亚 一名农奴或奴隶 则只值五赫里夫尼亚 然而 如果一名奴隶打了自由民 杀死这名奴隶 则被视为合法行为 基辅罗斯的不同地区 有不同的习惯法 因此一部共同法典的引入 有助于整个国家的同质化 正如基督教和教会斯拉夫语文化 自基辅向外辐射所产生的效果 看起来 在同质化不断扩散的同时 基辅疆域内的政治碎片化 却几乎不可避免 希望拥有自己公国的 琉里克王公数量的爆炸式增长 基辅疆域的广大 以及其境内各地区 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 都在动摇着这个一度统一了 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土地的政治体 从智者 亚罗斯拉夫到安德烈 伯格柳布斯基 基辅王公们地缘政治目标的变化 反映了他们的政治忠诚下降的过程 先是从整个基辅罗斯 下降到由罗斯国土界定的几个公国 最终在12世纪和13世纪早期 下降到足以挑战基辅的外围强大公国 历史学家在这些基于公国的身份认同中 寻找现代东斯拉夫民族的起源 弗拉基米尔 苏兹达尔公国 被视为早期近代莫斯科大公国的雏形 并继而成为近代俄罗斯的前身 白俄罗斯历史学家 在波罗茨克公国寻找他们的根源 乌克兰历史学家则通过对加利西亚 沃里尼亚公国 25的研究来挖掘乌克兰民族建构运动的基础 然而 所有这些身份最终都要归于基辅 这令乌克兰人拥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他们根本不用离开首都 就可以对自己的根源展开寻找 1. 伊尔拉斯沃沃 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首府 位于福尔加河与科托罗斯尔河交汇处 俄罗斯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2. 伊亡德特利布 1530-1584 即伊凡四世瓦西里耶维奇 常被称为伊凡雷蒂或恐怖的伊凡 他是莫斯科大公 1533-1547年在位 并在加冕后将国号改为俄罗斯沙皇国 成为第一位全俄沙皇 1547-1584年在位 3. 加洛林王朝 加洛林王朝国王查理一世 查理大帝 于公元800年在罗马被教皇利奥三世 加冕为皇帝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前身 故加洛林王朝有时被称为帝国 4. 米斯基斯拉夫 978-1036 切尔尼哥夫王宫 基辅罗斯王宫之一 亚罗斯拉夫虽然在1019年 成为基辅大公 但一直未能制服姆斯基斯拉夫 并在1026年与之划分了势力范围 5. 布拉基米尔一世的两个儿子 在2015年至2019年间 被齐兄斯维亚托波尔克一世杀害 并在1071年 被罗斯东正教会追封为圣人 6. 指基辅大公司维亚托斯拉夫二世 1073-1076年在位 和福谢沃洛德一世 见本书第四章一者著 7. 切尔纳海维 乌克兰北部古城 经切尔尼哥夫州首府 8. 普莱斯拉夫 即经乌克兰基辅以南 95千里处的佩列亚斯拉夫 赫梅利尼茨基 9. 此处因指波洛茨克 王公福谢斯拉夫二世 布里亚齐斯拉维奇 V. 塞斯拉夫二 约1039-101 他是弗拉基米尔一世的重孙 因此是亚罗斯拉夫的 儿子们的远房侄子 原文已有误 他在1067年被监禁 但在1068年基辅市民起义中 被释放 并被推举为基辅大公 1068-1069年在位 10. 布洛德米尔莫迪 1053-1125 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二世 1113-125年在位 福谢弗洛德一世之子 莫诺马赫是他的称号 来自其外祖父军士坦丁九世 莫诺马克斯 以为单独战斗者 11. 普洛茨斯 中亚地区的一个突厥与游牧民族 是库曼清查游牧同盟的一部分 12. 拉尤贝克 乌克兰古城 位于经乌克兰北部切尔尼戈夫州 13. 布洛德米尔沙斯德 基辅罗斯诸侯国之一 存在于1168年至1389年间 都城在京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 14. 安德鲍格雷奥斯泰 约111-1174 弗拉基米尔 苏兹达尔大公 1157-1174年在位 在他统治时期 弗拉基米尔取代基辅成为 罗斯的政治中心 15. 克里埃斯马尔尼河 经俄罗斯境内河流 属奥卡河的佐治流 流经莫斯科州 下诺夫哥罗德州 伊万诺沃州和弗拉基米尔州 全长686千米 16. 哈利克 又座哈利奇纳 哈利奇纳 拉丁语转写后为 高利西亚 加利西亚 基辅罗斯诸侯国之一 存在于124年至199年间 都城在京乌克兰 西部城市哈利奇附近 17. 威斯马尔尼河 经乌克兰城市 位于蒂涅伯和右岸 距基辅18千米 伯格柳布斯基 又年即被封为 为什格罗德公爵 但他于1155年 在自己的出生地 苏兹达尔建立了政权 并将府邸设在 弗拉基米尔 18. 伊尔伊道格鲁奇 约1099至157 苏兹达尔王公 基辅大公 1149至151 155至157年在位 他被认为是莫斯科的奠基人 19. 此为著名的东正教圣像 据传是拜占庭皇帝军士坦丁九世 送给其外孙弗拉基米尔 莫诺马赫的礼物 经陈列在莫斯科的 国立特列纪亚科夫美术馆 20. 瑞德玛奇恩斯 11世纪前居住在地涅伯 和上游支流索日河两岸的 一个斯拉夫部落 他们在984年 试图脱离基辅罗斯 但被弗拉基米尔一世击败 此后逐渐与周边部族融合 其土地最终成为 切尔尼哥夫公国 和斯莫朗斯克公国的一部分 21. 玛利亚 or Mori 经俄罗斯境内的 一个乌戈尔芬兰民族 历史上居住在福尔加河 及其滞留卡玛河一带 22. 萨埃利亚 or Savorians 历史上居住在地涅伯 和中游东岸的一支 东斯拉夫人部落或部落联盟 23. 伯格尔 纸封建时代的保加利亚 莫斯科公国 基辅罗斯 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等地区 仅次于王宫和沙皇的贵族阶层成员 24. 伯格尼亚 11世纪时基辅罗斯的货币单位 经乌克兰的现行流通货币 也叫赫里夫尼亚 25. 高利西尔沃利尼亚 1999年至1349年间 罗塞尼亚人在加利西亚 哈利奇和沃里尼亚地区建立的公国 已称罗塞尼亚王国 是基辅罗斯的后继国家之一 领土包括金乌克兰和俄罗斯西部 及波兰和匈牙利东部部分地区 第六章 蒙古治下的和平 作为一个政治体的基辅罗斯 并无公认的诞生时间 其末日却精确到日 即1240年12月7日 这一天 蒙古人又一群来自欧亚大草原的侵略者 攻陷了基辅城 从许多方面而言 蒙古人对罗斯的入侵 标志着草原政治体 重新成为这一地区政治 经济乃至 某种程度上文化的主导力量 它终结了基辅罗斯境内 各个基于森林地带 并一度统一的政治体 及社会的独立地位 也终结了它们与黑海沿岸 主要是克里米亚 和更大的地中海世界 保持联系的能力 蒙古人将时钟调回到哈扎尔人 凶人 萨尔玛提亚人 和斯基泰人的时代 即草原政治体控制内陆 并从通往黑海诸港的 商路中获益的时代 然而蒙古人 是一支远比他们之前 任何草原民族 更为可怕的军事力量 在蒙古人之前 草原民族最多只能统治 欧亚大草原的西部 通常东起福尔加河流域 西至多瑙河河口 蒙古人则控制了 整个欧亚大草原 囊括了东至阿姆河和蒙古高原 西至多瑙河和匈牙利 平原之间的土地 至少在其初心时 做到了这一点 他们建立起蒙古之下的和平 一 即一个由蒙古人掌握 由众多蜀国和半蜀国 组成的政治复合体 罗斯地区在这个复合体中处于外围 同时又是其重要的一环 蒙古人的到来 打碎了基辅罗斯国家政治统一的迷梦 也终结了罗斯地区 真实存在的宗教统一 蒙古人承认了 罗斯地区王公统治的两大中心 即位于金俄罗斯境内的 弗拉基米尔 苏兹达尔公国 合进乌克兰中西部的加利西亚 沃里尼亚公国 拜占庭人 孝伐蒙古人 将罗斯都主教区也分为两部分 以基辅为中心的罗斯国土上的政治 和宗教统一 从此瓦解 加利西亚王公和弗拉基米尔王公 开始集中力量 在自己的领土上建设自己的罗斯国家 虽然这两个公国都声称拥有 罗斯这个名字 他们的地缘政治轨迹 却已分道扬镳 双方的王朝传承都来自基辅 也从基辅继承了他们各自的罗斯法律 文学语言 以及宗教和文化传统 双方也都屈从于陌生的蒙古 统治之下 然而 他们对蒙古人的依附性质却不相同 蒙古人在弗拉基米尔统治着 今天属于俄罗斯的土地 直到15世纪末 这个时期后来被称为达达之恶 得名字蒙古军队中说突厥语的部落 数量并不多的蒙古人离开之后 达达人仍留在这里 将蒙古人的统治描述得极为漫长而严酷 是传统俄罗斯历史学界的特点之一 并一直影响着人们对这一时期 整个东欧历史的理解 然而 进入20世纪之后 俄罗斯历史书写中欧亚学派的支持者 向这种关于蒙古统治的负面看法 提出了挑战 蒙古人在乌克兰地区的历史 也为纠正传统的达达之恶 使批评提供了更多材料 在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王公治下的乌克兰 蒙古人比在俄罗斯表现出更少的侵略性和压迫性 并且统治的时间也较短 事实上在14世纪中叶就结束了 这一差异将对两个地区 及其人民的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 蒙古在世界舞台上的突然崛起 始于蒙古草原地区 时间是1206年 当地一个部落的首领和军事指挥官 铁木真在这一年将许多部落联盟统一起来 获得蒙古部落可汗的称号 并在去世后被称为成吉斯汉 在成为蒙古最高统治者后的第一个十年里 他大多数时候都在同中国北方人作战 并将他们的土地 首先纳入其迅速膨胀的大帝国 他的下一个巨大的收获 是中国以西 位于丝绸之路上的中亚 到了1220年 布哈拉 二 撒马尔罕 三 和喀布尔都已落入蒙古人之手 接下来他们在1223年 击败了波罗维茨人和福尔加保加利亚人 以及部分罗斯王公 此时蒙古人也侵入了克里米亚 并夺取了这里的要塞苏达克 四 他是波罗维茨人地区的丝绸之路贸易重镇之一 在成吉斯汉于1227年去世之前 他将国土分给了自己的儿子和孙子们 他的两个孙子 五 获得了最西的部分 包括当时中亚和福尔加河以东草原 两人中的拔都克汗 对这份遗产并不满足 将其国土的边界向更西推进 这次推进 即使人们熟知的蒙古人 对欧洲的入侵 1237年 蒙古人围困并攻陷了弗拉基米尔 苏兹达尔公国东部边境上的梁赞 六 公国都城弗拉基米尔 在1238年2月初沦陷 弗拉基米尔的保卫者们 在安德烈 伯格柳布斯基修建的圣母安息大教堂 进行最后的抵抗 于是蒙古人放火焚烧了教堂 抵抗格外坚决的城镇 都遭到屠城的下场 在坚持了几个星期之后 才陷落的科泽利斯克 七 就是一例 罗斯王公们尽了他们的最大力量 来阻挡蒙古人的进攻 但由于各自为政 又缺乏组织性 他们根本不是高度激动 又协调一致的蒙古骑兵的对手 蒙古人在1240年逼近基辅 他们的庞大军队令守军胆寒 一位编年史作者写道 他那些大车的支鸭声 啪 拔都 那些多到数不清的骆驼的叫声 加上他的马群的司鸣 盖过了一切声响 敌人已遍布罗斯的土地 基辅人拒绝投降 于是拔都用投石机摧毁了基辅的城墙 那是鉴于智者亚罗斯拉夫时代 用原木和石块修筑的城墙 市民们涌向圣母安息大教堂 那是弗拉基米尔 为庆祝自己受洗 而修建的第一座石制教堂 然而教堂的强音避难者 和他们的行李太重而倒塌 将他们活埋 圣索菲亚大教堂得以幸存 但同城里其他教堂一样 其珍贵的圣像和器皿被洗劫一空 胜利者在城中大肆劫掠 寥寥无几的幸存者则满心恐惧 藏身在基辅的废墟中 这座辉煌一时的都城 曾令其统治者们梦想比肩军事坦丁堡 奉罗马教皇之命前往蒙古 觐见大汉的使者若望 伯朗嘉宾 八 在1246年2月经过基辅 对蒙古人攻打基辅地区造成的后果 留下了以下描述 在穿越这片土地时 我们看见死者留下的数不清的骷髅和尸骸 遍布远野 基辅遭到蒙古人致命重创 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 都没能恢复其昔日的地位和繁荣 然而 基辅和佩列亚斯拉夫的居民们 并未完全放弃这片土地 没有像一些19世纪俄罗斯学者 以为的那样迁往福尔加河和奥卡河流域 如果基辅居民不得不逃离草原边缘地带 他们也有足够多的机会 在离家乡更近的普里皮亚纪河 和德斯纳和沿岸的乌克兰北部森林地区 找到避难所 在普里皮亚纪森林和卡尔巴迁山脉 山路丘陵一带 能发现最古老的乌克兰方言并非偶然 因为这里的森林 沼泽和山地 阻挡了游牧民族的攻击 基辅被蒙古人攻陷时 已不再是高居他人之上的统治者 而且自身也已落入外来者之手 负责基辅城防的指挥官名叫德米特罗 Demitro 听命于位于金乌克兰西部的加利西亚 沃里尼亚公国君主丹尼洛 丹尼尔9 丹尼洛王公在此前一年 通过与基辅大攻米哈伊洛 时的协商 将基辅这座罗斯都城纳入他的保护之下 米哈伊洛一开始 曾经尝试抵抗蒙古人 却丢掉了自己的主要据点 切尔尼戈福城 之后就失去了抵抗的勇气 哈利奇的丹尼洛 是罗斯政治世界中的一颗星星 与成吉斯汗一样 他在幼年失户 第二卷 东方与西方的相遇 第七章 乌克兰的诞生 随着乌克兰地区在14世纪末 被并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 这两个国家的政策及双边关系 开始决定乌克兰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生活 两国在14世纪到16世纪间 达成的一系列协议 对乌克兰地区的将来尤为重要 1385年 33岁的立陶宛大公约盖拉 一 他自称蒙神恩的立陶宛人大公 及罗斯领主 在金属白俄罗斯的小镇卡列瓦 二 签署了一条斥令 这条斥令除了名称外 完全就是一份与12岁的波兰女王 雅德维加派来的代表 签署的婚前协议 为了得到波兰的王位 约盖拉同意他本人 和他的国家皈依基督教 并推动了波兰王国 和立陶宛大公国的领土合并 一年后 约盖拉被加冕为波兰国王 又过了一年 即1387年 波兰和立陶宛联军帮助波兰 从匈牙利人手中夺走加利西亚 使他重归波兰王国 卡列瓦联合达成之后 两国又建立了一系列 其他同盟以强化联系 最终达成了1569年的 卢布林联合 三 波兰 立陶宛联邦由此诞生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的边界 在联邦内部重新划定 将大部分乌克兰土地归于波兰 白俄罗斯地区 则留给了立陶宛 波兰与立陶宛的联合 由此意味着 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的分离 从这个意义上讲 怎么强调 卢布林联合的重要性都不过分 它将成为近代乌克兰版图形成 并成为可资本的精英阶层 利用的知识资源的开端 在立陶宛大公国的 罗斯精英阶层看来 与波兰王国的联合 只会带来麻烦 没有任何好处 卡列瓦联合的直接结果 就是罗斯对立陶宛大公 失去了影响 这位大公不仅离开了立陶宛 还成了天主教徒 并为他那些兄弟创造了先例 他的兄弟中本有一些人是东正教徒 东正教会主教们 对在欧洲最后一片一角土地上 建立拜占庭基督教 而非拉丁基督教的希望破灭了 然而 对罗斯政治地位的真正挑战 发生在1413年 这一年到霍罗德沃 四 联合被史学界视为一次王朝的结合 深化了只是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之间 一次个人联姻的卡列瓦联合 霍罗德沃联合的签署双方 分别是如今的波兰国王约盖拉与他的堂兄 立陶宛大公为陶塔斯 新的协议将许多波兰贵族拥有的权利或特权 延伸到立陶宛贵族身上 包括无条件的土地所有权在内 近50个波兰家族 允许同样数量的立陶宛家族使用他们的文章 然而问题出现了 只有信奉天主教的立陶宛家族 才被允许加入这场盛宴 新的权利或特权 没有被赐予立陶宛的东正教精英阶层 这是国家层面上第一次出现 对罗斯精英阶层的区别对待 未能获得新特权的东正教贵族们 由此被排除在大公国中央政府的高级职位之外 雪上加霜的是 霍罗德沃联合的始作俑者之一 维陶塔斯大公此前 刚刚削弱了罗斯的自治权 他用自己指派的人替换了沃里尼亚王宫 和其他一些地区的统治者 维陶塔斯在1430年去世后不久 罗斯精英阶层对自己的地位 受到侵犯表达不满的机会就出现了 对立陶宛大公宝座继承权的斗争 演变为一场内战 以沃里尼亚的波亚尔门为首的罗斯贵族 支持他们提出的候选人斯威特里盖拉 6.他的对手西吉蒙塔斯 7.王宫在1434年作出回应 将霍罗德沃联合保证的权力或特权 延伸到大公国的东正教精英阶层身上 将战争的局势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扭转 尽管沃里尼亚和基辅地区的罗斯王宫及贵族们 依然对西吉蒙塔斯的意图抱有疑虑 他们对斯威特里盖拉的支持还是减弱了 使大公国局势恢复了相对的平静 立陶宛宫庭对罗斯地区和各罗斯公国自治权的限制 从未间断 随着宗教不再成为罗斯精英阶层不满的根源 这一限制有了更大的操作空间 1470年 立陶宛大公及波兰国王卡奇米日四时 8.废除了王宫时代的最后一存基辅公国本身 10年后 基辅王宫们密谋杀害卡奇米日四时 并推举自己挑选的继承人 他们的计划失败了 导致主谋被捕 其余密谋参与者则被迫逃离大公国 随着他们的离开 恢复基辅罗斯王宫传统所代表的生活方式的最后希望宣告破灭 到了15 16世纪之交 无论是在乌克兰的政治版图中 还是在其制度 社会及文化图景中 几乎都已经找不到两个世纪之前 那个时期留下的痕迹 彼时加利西亚 沃里尼亚 正努力摆脱蒙古的宗主权 在本地区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角色 尽管罗斯法律和罗斯语言仍占据主流 却已经开始失去他们先前的统治地位 罗斯文化的核心再也无法与拉丁话影响和波兰语相抗衡 在卡列瓦联合之后 波兰语就在立陶宛大公国中取得了最高地位 在整个欧洲范围内 军权的膨胀 国家权力的集中和对政治及社会行为的约束 成为16世纪的标志 另一方面则是贵族阶层 对军权加强的反对与日俱增 在波兰 立陶宛联邦内 这种反对来自立陶宛大公国的贵族 他们深深扎根于基辅罗斯和加利西亚 沃里尼亚的王公传统中 然而到了16世纪中叶 大公国只有在波兰的帮助下 才能与日渐严重的外部威胁抗衡 于是精英阶层对军权膨胀的反对也日益无力 威胁来自东方 在15世纪中 东方的莫斯科大公国 已经成为一支新兴的强大力量 1476年 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 九 他是第一位自称沙皇的莫斯科统治者 宣布从金帐汉国独立 并拒绝向可汗继续纳贡 他还发起了一场统一罗斯国土的运动 吞并了诺夫哥罗德 特维尔和普斯科夫 时 并向从前蒙古占领区域之外的罗斯国土 提出了领土要求 其中包括今天的乌克兰 15世纪晚期 新生的沙皇国与立陶宛大公国 就基辅罗斯的传承 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夺 莫斯科处于进攻一方 到了16世纪初 立陶宛的大公不得不承认 沙皇对此前属于立陶宛的两块领土 斯莫朗斯克和切尔尼哥夫的统治 这是莫斯科第一次 在今天乌克兰的部分领土上 获得统治权 莫斯科大公国的西晋 在16世纪初 受到立陶宛大公们的阻碍 但在16世纪下半叶又重新开始 1558年 兼具魄力和领袖魅力 同时又古怪 残忍 并拥有极端自毁性格的 莫斯科沙皇伊凡雷蒂 进攻了利沃尼亚 11 引发了利沃尼亚战争 1558-1583 利沃尼亚位于立陶宛大公国边境 包括今天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部分领土 战争将持续四分之一个世纪 瑞典 丹麦 立陶宛都深陷其中 最后 波兰也参加进来 1563年 莫斯科沙皇国的军队越境 进入立陶宛大公国 夺取了波拉茨克 并袭击了维杰布斯克 维特布斯克 12 石克洛乌 石克洛夫 13 和奥尔沙 14 均在金白俄罗斯境内 这次战败激发了立陶宛下层贵族 对波兰 立陶宛联盟的支持 1568年12月 波兰国王和立陶宛 大公司吉斯蒙德 奥古斯特 15 在卢布林召集了两个议会 其一位波兰议会 另一位立陶宛议会 希望议会代表 能够达成新的联盟条件 谈判之初相当顺利 双方同意共同推选国王 选举共同的议会 国会 并给予立陶宛大公国 更多自治权 然而 立陶宛的大贵族们 拒绝归还他们手中的王室土地 而这是波兰贵族最主要的要求 立陶宛代表们收拾起他们的东西 召集起他们率领的贵族代表 离开了会议 这一举动事与愿违 离席的立陶宛人出乎意料 波兰议会在国王的批准下 开始签署法令 将立陶宛大公国的省份 一个又一个地转移到波兰王国之下 立陶宛大贵族们 曾经恐惧他们的土地 落入莫斯科沙皇国之手 现在却眼睁睁看着这些地方 将变成波兰人的地盘 为了阻止他们强大的 波兰盟友的恶意接管 立陶宛人回到卢布林 签署波兰代表指定的协议 然而他们回来得太晚了 1569年3月 位于乌克兰 白俄罗斯 波兰族群边境地区的帕德拉夏 16省被划给了波兰 沃里尼亚在5月被划走 6月6日 也就是波兰 立陶宛谈判重开的前一天 基辅地区和波多里亚地区 也归于波兰 立陶宛贵族们 只能接受新的现实 如果他们继续抵制联合 将失去更多土地 19世纪著名的波兰艺术家 杨马太伊克 17 曾以其庄严地 比触刻化了卢布林议会的情景 话中 联合的主要反对者 米卡洛尤斯 拉德维拉斯 18 在国王面前下跪 却又抽出宝剑 卢布林联合创造了 新的波兰 立陶宛联邦 这个国家拥有一位 由全国贵族共同推举的君主 和一个共同的议会 并将波兰贵族享受的自由权力 延伸到立陶宛大公国贵族身上 立陶宛大公国 仍保有自己的政府机关 国库 司法系统和军队 这个被称为两国共同体 两国及波兰和立陶宛 的新国家 是一个准封建制国家 由地理上得到扩大 政治上也得到强化的波兰王国主导 位于乌克兰的贵族领地 并非一次性被波兰合并 而是被逐个蚕食的 除了有关政府和法庭 可以使用罗塞尼亚语 乌克兰中部方言 以及东正教会权力 将得到保护的承诺外 这些被合并的领地 没有得到其他保证 在卢布林议会上 乌克兰地区有本地贵族代表 这些贵族包括王公和波亚尔门 与立陶宛的联盟反对者的 构成相同 但与立陶宛贵族们不同的是 乌克兰代表们选择了加入波兰王国 同时要求他们的法律 语言和宗教得到保障 乌克兰的精英阶层 尤其是那些王公家族 为何要同意这样一个协议呢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因为决定现代乌克兰 与白俄罗斯之间 分界线的行政划分 将以波兰与立陶宛之间的 新边界为基础 立陶宛大公国的乌克兰省份 是因其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 与白俄罗斯省份 不同而加入波兰王国 还是卢布林分界线 造成了两个东斯拉夫民族之间的差异 我们没有证据认为 16世纪中期的乌克兰人 和白俄罗斯人 说着不同的语言 在今天的乌克兰 白俄罗斯边境地区 人们仍使用一种 介于乌克兰语 和白俄罗斯语之间的方言 也许在16世纪时 他们使用的就是这种方言 这里我们难以 仅仅根据语言学标准 画出一条清晰的分界线 不过 基于固有罗斯土地分界线的 卢布林边界 似乎强化了长久以来 一直在形成的差异 历史上 基辅地区及加利西亚 沃里尼亚 与北方的白俄罗斯地区 有着很大的不同 从10世纪到14世纪 他们曾是独立 或半独立公国的核心地区 到了15世纪和16世纪 乌克兰地区 在立陶宛大公国中处于边缘位置 又面临着来自开阔草原边境的威胁 这一切都使乌克兰地区 与立陶宛大公国其他地区 变得不一样 与立陶宛贵族们不同 乌克兰精英阶层 不认为保持大公国的 适时独立地位 对他们有多少好处 在面对来自克里米亚 达达人和诺盖达达人 日益增大的压力时 立陶宛已显得孱弱 波兰王国可以在对 莫斯科的战争中帮助立陶宛 但他不太可能在乌克兰 对抗达达人的低烈度战争中 失以援手 让这些边境地区加入波兰 则可能让波兰改变态度 同意了将他们的土地并入波兰 我们也没有证据认为 他们曾经对此感到后悔 在波兰的保护下 沃里尼亚各个王公家族的领地 不仅没有丢失 还获得了急剧的增长 康斯坦地 奥斯特罗斯基 十九 在本地王公中 毫无争议地拥有最大的影响力 他通过选择支持国王 决定了联盟的命运 他不仅保住了自己原有的 弗拉基米尔城 二十 长官和基辅总督的位置 还扩大了自己的土地 到了十六世纪末 奥斯特罗斯基 已经坐拥一个私人帝国 四十座城堡 一零零零个城镇 和一点三万个村庄 归这位王公所有 十七世纪初 他的儿子雅努什 二十一 拥有的金银财宝 足以支付整个联邦两年的预算 奥斯特罗斯基 只凭一己之力 就可以召集一支 拥有两万名步兵和骑兵的军队 其规模是国王在边境地区 拥有的军队的十倍 在他一生中 奥斯特罗斯基 还多次成为波兰 和莫斯科沙皇国军位的候选人 在经济上和政治上 都依附于他的下层贵族 无力对抗这样的一位显贵 因此 奥斯特罗斯基 继续掌握着一个庞大的贵族网络 地方和联邦议会中 都有听命于他的代理人 不仅本地贵族 无法对他构成威胁 就连国王和议会 也不敢挑战 这位罗斯无冕之王的权威 议会禁止王公们 在战时派出自己的军队 但达达人的攻击 长期威胁着草原边境地区 而联邦常备军 没有王公们的军事力量支持 就难以应对这种局面 卢布林联合之后 一些乌克兰王公保住 并增加了自己的财富和影响力 奥斯特罗斯基父子 是这些人中最富有的 但并非独一无二 另一个拥有巨大影响力的 沃里尼亚王公家族 是福什涅维茨基家族 米哈伊洛 福什涅维茨基 二十二在沃里尼亚的土地 与奥斯特罗斯基相比 微不足道 但他将之向 蒂涅伯和以东拓展 这些土地要么尚未开垦 要么在蒙古人统治期间 被定居者抛弃 现在又暴露在 诺盖达达人 和克里尼亚达达人的攻击之下 福什涅维茨基家族 向草原扩张 建起新的定居点 修筑城镇 资助修道院 很快 福什涅维茨基家族 在左岸乌克兰 东乌克兰的土地 就足以与奥斯特罗斯基家族 在沃里尼亚的土地比肩 这两个王公家族 成了乌克兰最大的地主 沃里尼亚王公们 是草原边境地带 肯治的最大推动者 而卢布林联合在这片地区 造成的变化帮助了他们 波兰王室组建了一支 规模不大 但十分激动的常备军队 由王室领地的收益供养 这支军队帮助沃里尼亚 抵御了达达人 并推动了对草原地区的持续殖民 刺激人们对草原边境地带 进行肯治的另一个因素 是这片地区被纳入了 波罗的海贸易圈 随着欧洲市场上 股物需求的增长 乌克兰逐渐开始赢得起 欧洲面包栏的称号 西罗多德时代以来 乌克兰股物第一次出现在 外国市场上 大批农民为了摆脱农奴身份 从邻近政府中心的土地上逃离 涌入这片地区 他们的目的就在于 迁入乌克兰的草原边境地带 因为这里的王公贵族们 正实施免税的定居政策 允许新来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不用服劳役 也不用缴税 作为交换 他们必须在这里定居 并开垦土地 东近的移民潮为乌克兰犹太人群体 带来了新的经济和文化机遇 根据保守的估计 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 乌克兰犹太人的数量增长了十倍多 从约4000人增加到5万多人 他们组成新的社区 建起犹太会堂并开办学校 然而这种新的机遇并非没有代价 他们让乌克兰犹太人 身处农民和地主 这两个利益相互冲突的群体的夹缝之中 最开始 这两个群体都是东正教徒 然而到了17世纪中叶 随着许多王公改宗天主教 以及波兰贵族涌入这片地区 犹太人陷入了满腔怨气的东正教农奴 和贪得无厌的天主教主人的包围 这种状况是一颗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 与国王西基斯蒙德 奥古斯特的期望相反 卢布林联合并没有成为反对派贵族们的约束 可以肯定的是 他让奥斯特罗斯基和其他乌克兰王公的地位 变得更加显耀 然而 这些人的故事里并非只有聚集财富和土地 自加利西亚 沃里尼亚公国消亡以来 乌克兰王公们第一次开始涉足文化和教育事业 这种文化觉醒在新的波兰 立陶宛边界两边同时发生 在王公们的政治野心刺激下 愈演愈烈 并与这个时代的宗教矛盾直接相关 在立陶宛大公国 拉德维拉斯家族成为将政治 宗教和文化结合起来的典范 作为卢布林联合的最主要反对者 红人米卡洛尤斯拉德维拉斯也是波兰和立陶宛的加尔文教教徒领袖 还创办了一所加尔文教青年学校 在他的堂地黑人米卡洛尤斯拉德维拉斯23资助下 第一版波兰译文的全本《圣经》在位于乌克兰白俄罗斯族群边界的城镇 布列斯特24发行 16世纪70年代 康斯坦地 奥斯特罗斯基在沃里尼亚城镇奥斯特里赫 25开始了他自己的出版事业 他在这里聚集起一群学者 让他们对照希腊文 圣经和教会斯拉夫语 圣经文本 对后者进行修订 由此出版了有史以来最权威的一部 由东正教学者修订的《圣经》 这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化项目 参与者不光来自立陶宛 波兰 还来自希腊 而他们在工作中使用的《圣经》 也来自罗马和莫斯科等不同地方 奥斯特里赫《圣经》在1581年发行 手版印数约1500册 现存约400册 今天的参观者 可以在哈佛大学的霍顿图书馆 Hotan Library 见到其中一册 教会斯拉夫语 《圣经》一本 首先在奥斯特里赫出版 而不是军事坦丁堡和莫斯科 这暗示着乌克兰 在东正教世界中的新崛起 奥斯特罗斯基没有止步于《圣经》的出版 这位王公不仅继续着他的出版事业 用教会斯拉夫语和大众更容易接受的罗塞尼亚语印刷书籍 还通过开办东正教青年学校 与拉德维拉斯创办的加尔文教学校类似 进一步拓展自己的学术活动 他的雄心也并未就此满足 有清晰的证据显示 他曾探索过将牧首驻地 从军事坦丁堡 迁往奥斯特里赫的可能性 这个想法从未实现 但在16世纪末 奥斯特里赫可能已经成为 最重要的东正教研究中心 罗斯的无冕之王奥斯特罗斯基 从历史和宗教中寻找证据 为自己在本地区扮演的角色证明 在奥斯特里赫 圣经的介绍文字 和这位王公聚集起来的那些学者的作品中 奥斯特罗斯基被描述为 弗拉基米尔大帝和智者 亚罗斯拉夫所开创的宗教 及教育事业的继承者 因为弗拉基米尔 以洗礼启蒙了这个民族 而康斯坦帝 以文字兴起了唯一的普世教会 赫拉西姆·斯莫特里茨基 26是一位著名的神学家 很可能也是上面这句诗的作者 他来自波兰罗斯 吉加利西亚和西波多里亚 那里的罗塞尼亚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贵族和居民 受益于波兰的文艺复兴教育 远较立陶宛大公国的同等阶层为早 奥斯特罗斯基聚集起来的 知识分子群体是国际化的 其中最出色的一些人 拥有波兰背景 那些为奥斯特罗斯基 作诵词的波兰贵族 对他为东正教 作出的贡献不感兴趣 却竭尽所能为他塑造 一个半独立的统治者形象 如果说东正教知识分子 将奥斯特罗斯基 上诉到弗拉基米尔和亚罗斯拉夫 波兰的诵词作者则 构建了他与哈利奇的丹尼洛 奥斯特罗斯基的出生地 沃里尼亚最有名的统治者 之间的历史联系 服务于奥斯特罗斯基家族 和他们的殷亲 扎斯拉夫斯基家族 27的波兰人 为他们的恩主 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 和政治空间 其范围不由东正教会 或立陶宛大公国 罗塞尼亚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地区的已有边界决定 这个空间就是波兰罗斯 即波兰王国内部的 东正教地区 通过将卢布林 联合制造的边界 加于东正教罗斯的 旧地图之上 宋词作者们创造出一个 现实的历史政治存在 它将在未来 为近代乌克兰民族的形成 提供一份地理蓝图 在艺术与文学领域之外 实际地图的绘制 也是将卢布林分界线 加于旧地图上的方法之一 一份由托马斯 马可夫斯基 28 在16世纪90年代制作的地图 显示了波兰与立陶宛罗斯 用现代名词来说 就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之间的新边界 这张地图名为立陶宛大公国 及批林地区 其中包括乌克兰地区 和一张地涅伯和流域的插图 学界认为 康斯坦地 奥斯特罗斯基为这张地图 提供了乌克兰地区的资料 本地名词 乌克兰 很可能经由这位王公 或他的家臣之手 才得以出现在这张地图上 这个词成为 卢布林分界线以南部分地区的标注 指的是 位于地涅伯和右岸 北至基辅 南至卡尼夫 二十九 的区域 如果人们选择相信之图师 那么卡尼夫以南 就是蛮荒的草原 上面的标注为 Campi Deserted Citra Borisnam 以为鲍利斯推涅斯 和此岸的荒原 由此 乌克兰覆盖了这个区域中 相当一部分草原边界 看上去 它似乎是一个 惺惺向荣的地方 上面点缀着 许多此前的地图上 没有的城堡和定居点 同一张地图上 这片地区 还有另一个名字 Volonia Ulterior 外沃里尼亚 这个命名强调了 新乌克兰 和奥斯特罗斯基家族 故土老沃里尼亚 之间的紧密联系 卢布林联合 开辟了一个 新的政治空间 这一空间 首先为信仰东正教的 王公家族的精英们 所掌握和利用 联合并没有 剥夺他们的地位和权利 反而将之放大 当王公的宝学家臣们 用与主人的政治野心 相关的内容 填充这个空间时 他们在历史中 寻找参照和先例 诸如弗拉基米尔大帝 智者亚罗斯拉夫 和哈里奇的 丹尼洛的事迹 尽管对过去 投注了大量的精力 他们创造出来的 却是一个新事物 它将在未来成为 乌克兰 这个名字 在16世纪 王公全力复兴期间 初次在这一地区出现 它与卢布林联合 所创造的 新空间合为一体 还需要时间 1. 赵盖拉 约1352-136-21434 即立陶宛大公 和波兰国王瓦迪斯拉夫 二世雅盖沃 波兰与Vladyslov 二赵盖拉 他于1377年 开始统治立陶宛 在1386年 皈依天主教 并与波兰女王 雅德维加 Yadviga 1373-1374-1399 结婚 被嫁免为波兰国王 在雅德维加 去世前两人共治 2. Kreva 经白俄罗斯 格罗德诺地区城镇 3. Union of Lublin 1569年 签订于 经波兰东部城市 卢布林 协议合并了 立陶宛大公国 和波兰王国 形成波兰立陶宛联邦 4. Haradlo 波兰东部村庄 1413年 获罗德沃联合协议 在此签署 5. By Tartus 约1350-1430 立陶宛大公 1392-1430年 在位 作为已成为波兰国王的约盖拉在立陶宛的摄政 6. Spitrygela 1370-1452 立陶宛大公 1430-1432年 在位 约盖拉的弟弟 7. Vigimantus 约1365-1440 立陶宛大公 1432-1440年 在位 为陶塔斯的弟弟 8. Kazimier 4 1427-1492 约盖拉之子 立陶宛大公 1440-1492年 在位 波兰亚盖隆 王朝国王 1447-1492年 在位 9. Ivang 3 1440-1505 莫斯科大公 1462-1505年 在位 他使莫斯科大公国 从蒙古人统治下独立 合并了多个罗斯公国 并在1502年 灭亡了金帐汉国 被称为伊凡大帝 10. Skouf 俄罗斯西北部古城 经普斯科夫州首府 他在12世纪 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国 11. Livonia 经爱沙尼亚和拉托维亚 大部分领土的旧称 12. Vitsabst Vitabst 经白俄罗斯东北部 为杰布斯克州首府 波兰语读 作为特布斯克 Vitabst 13. Shplov 经白俄罗斯东部 莫吉料夫州城市 俄语读 作石克洛夫 14. Orsha 经白俄罗斯 东北部 为杰布斯克州城市 15. Sijismund Augustus 1520-1572 及亚盖隆王朝的 西基斯蒙德 二世奥古斯特 波兰国王 及立陶宛大公 1548-1572年在位 16. Podlachia 波兰语作Podysi 历史地名 其北部位于 经波兰东北部的 波德拉谢省境内 17. Jemmei Tejko 1838-1893 19世纪波兰画家 以描绘波兰历史上 著名政治和军事事件著称 18. Michaelis Redblas 波兰语作 Mikola J. Redziweil 1512-1584 立陶宛贵族 维尔纽斯 总督伯爵 外号红人 他曾在波兰 立陶宛联邦成立前后 担任立陶宛大公国的 军政要职 19. Kastiantin Ostrowski 1526-1608 波兰 立陶宛联邦时期的 一位罗塞尼亚王公 他是1569年 卢布林联合谈判中 事实上的乌克兰领袖 被视为16世纪乌克兰文化 和民族复兴中的重要人物 20. Volodymyr 即经乌克兰西北部城市 弗拉基米尔 沃伦斯基 Volodymyr Wallinstein 21. Yelnos 波兰 立陶宛联邦 十七贵族 康斯坦 帝之子 他是联邦中最富有的人之一 22. Mikhailovich Vishna Vetskay 1529-1582 16世纪时期 波兰 立陶宛联邦的 罗塞尼亚贵族 23. Mikhailakis Redblast Black 波兰语作 Mikhailovich Christof Redzeville 1515-1565 与其堂兄红人一样 担任立陶宛大公国 许多军政要职 24. Brast 一座布格和尚的布列斯特 Brest on the Bug 或布列斯特 立陶夫斯克 Brest-Litoft 经白俄罗斯西南部城市 25. Austri 一座Austral 经乌克兰西部城市 1581年 史上第一部 全本教会斯拉夫语 《圣经》 在这里出版 26. Harisim Smotrichki 1594 出生于波多里亚 波兰 立陶宛联邦时期 乌克兰作家 学者 梅列纪 斯莫特里茨基之父 奥斯特罗斯基 邀请他到奥斯特里 贺学术圈 并成为领袖之一 27. Zaslovskijs 波兰语作 Zaslovski 波兰 罗塞尼亚贵族世家 28. Thomas Makarski 16世纪末 波兰 立陶宛联邦的一名 著名刁板师 29. Kardef 经乌克兰中部城市 第八章 戈萨克人 15-16世纪间 乌克兰草原 经历了一场 巨大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转型 基辅罗斯时代之后 边境拓殖县 第一次停止了 向普里皮亚纪沼泽 和卡尔巴迁山脉方向的后撤 开始 向东和向南推进 语言学研究表明 乌克兰的两大方言体系 波利西亚 一 方言和卡尔巴迁 沃里尼亚方言 从西方和北方开始融合 并各自向东 向南移动 创造出第三个方言体系 草原方言 草原方言区域 如今覆盖了 从西北部的 日托米尔 二 和基辅到东部的 扎波罗热 三 卢干斯克 四 和顿涅茨克 五 的地区 并向东南延伸到 经俄罗斯境内的 克拉斯诺达尔 六 和斯塔夫罗布尔 七 一带 这种方言的融合 在整体上反映了人口的流动 这种巨变的根源 就在草原自身 金帐汉国内部 从十四世纪中叶开始的纷争 导致汉国在十五世纪中叶解体 其继承者 克里米亚汉国 八 喀山汉国 九 和阿斯特拉罕汉国 十 无意能够重新统一故土 其中一些甚至失去了独立地位 1449年 克里米亚汉国 在成吉思汉的一位后裔哈吉 德乌莱特 格莱 十一 德领导下 从金帐汉国独立出来 哈吉 德乌莱特建立的格莱王朝 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 但其领土未能一直保持独立 1478年 克里米亚汉国 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成熟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由突厥人 占统治地位的伊斯兰教国家 在十四 十五世纪间 取代了败战亭 成为地中海 黑海地区 西部的主要强权 奥斯曼人在1453年 将伊斯坦布尔 从前的军事坦丁堡 变成他们的首都 并在克里米亚港口城市卡法 经费奥多西亚 建立起他们的主要据点 实现了对克里米亚南部沿海地区的 直接统治 格莱王朝 掌握着克里米亚山区以北的草原 以及乌克兰南部猪游牧部落 16世纪中 诺盖汉国成为这些部落中的最强大者 奥斯曼人出于安全考虑 和商业利益来到这里 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奴隶 奴隶贸易向来对这片地区十分重要 但在此时 更占据了统治地位 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教规 只允许非穆斯林成为奴隶 并鼓励解放奴隶 因此 一直对无常的劳动力有需求 诺盖人和克里米亚达达人 对这种需求做出了回应 将他们掳掠奴隶的范围 扩大到黑海大草原以北 甚至 还经常深入乌克兰 和莫斯科大公国 而不是止步于边境地区 奴隶贸易带来的收益 成为诺盖人的畜牧业经济 和克里米亚人的畜牧业 及定居农业经济的补充 于是不好的收成就 意味着对北方更频繁的袭扰 以及更多运回克里米亚的奴隶 达达人前往定居地区 掳掠奴隶使用的五条路线 都经过乌克兰 其中 德涅斯特河以东的 两条金西波多里亚通往加利西亚 南部赫和对岸的两条金西波多里亚 和沃里米亚在通往加利西亚 最后一条金过以哈尔基夫 12为中心 后来被称为斯洛伯达乌克兰 13的地区 通往莫斯科大公国南部 如果说对谷物的需求 是乌克兰地区 在16世纪融入波罗的海贸易圈的原因 那么这一地区 与地中海贸易圈的联系 则在很大程度上 基于达达人对奴隶的掳掠 乌克兰人占黑海以北 草原边缘地带人口的绝对多数 并为种植谷物深入了草原 因此成为严重依赖奴隶的 奥斯曼帝国经济体系 最主要的目标和牺牲品 克里米亚东北的俄罗斯族 则紧随其后 立陶宛的米沙龙 麦克尔 麦克尔 十四 是一位生活在16世纪中叶的作者 他曾访问克里米亚 并引用 他与一名当地犹太人的对话 对此地的奴隶贸易规模 进行了描述 这名犹太人看到我们的同胞 常年不断地被作为俘虏运到那里 多到不可胜数 于是他问 我们的土地上 是否同样人口繁多 这么多人到底从何而来 据估计 在16 17世纪间 被运到克里米亚奴隶市场的 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数量 在150万到300万之间 这些奴隶的命运各不相同 大部分男性奴隶 会被送到奥斯曼帝国的大船上 或田地里工作 而许多女奴则成为家中的仆役 勉强要说的话 也会有一些人交上好运 一些有天赋的年轻人 在帝国政府里谋的职位 但其中大多数都成了宦官 一些女子则被送入 苏丹和帝国高级官员们的后宫 一名乌克兰女子 成了最强大的奥斯曼帝国 苏丹苏莱曼大帝 1520至1566年在位 15的妻子 在历史上以罗克索拉纳16之名为人所知 她的儿子也成了苏丹 即塞利姆二世 17 被称为许雷姆苏丹的罗克索拉纳 支持穆斯林社会的慈善事业 并出资新建了奥斯曼建筑中 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 据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 不远的许雷姆苏丹公共浴场 哈斯基·哈拉蒙·苏丹·哈马麦 就是其中之一 由奥斯曼帝国最著名的建筑师 尼玛尔西南十八设计 在过去的200年间 罗克索拉纳成为乌克兰 和土耳其许多小说和电视剧的女主角 我们需要明白的是 她的一生和成就 只是一个例外 而非常规 达达人的袭击和奴隶贸易 在乌克兰人的记忆中 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奴隶的命运是无数杜马 Dew Mouse 一种用于演唱的乌克兰史诗的主题 这些杜马挨到囚龙中人的命运 描述他们如何逃脱克里米亚奴隶贸易 并颂扬解救和解放奴隶的人 诗中的民间英雄被称为哥萨克人 他们对达达人作战 远征大海对抗奥斯曼人 并确实经常为奴隶们带来自由 哥萨克人是谁 答案取决于我们所讨论的年代 可以确认的是 第一批哥萨克人是游牧者 哥萨克这个词本身来源于突厥语 根据语境的不同 可以指一名护卫 一名自由人或一名强盗 第一批哥萨克人三者兼具 他们结成小规模的群体 居住在他们的定居点 或部落营地之外的草原上 草原之外的哥萨克人 已捕鱼狩猎和抢掠为生 草原上纵横分布着许多商路 那些梅带族护卫 就铤而走险 来到草原的商旅 成为早期哥萨克人 抢掠的对象 正是从一起这样的商旅 遇袭事件中 我们第一次知道了 草原上哥萨克人的存在 这些哥萨克人 并非来自东方或南方 而是来自北方立陶宛 大公国境内的定居地区 1492年 即克里斯托弗 哥伦布登陆被他称为 圣萨尔瓦多的加勒比海岛 那一年 也是斐迪南国王 十九 和伊沙贝拉女王 20 签署命令将犹太人 从西班牙驱逐出去 那一年 哥萨克人第一次出现在 国际舞台上 根据克里米亚克汗 发给立陶宛大公亚历山大一事 21 被一封谴责汗所述 来自基辅和切尔卡瑟 22 那大公的子民俘虏 并掠夺了一艘达达人的船 地点可能是地涅伯和下游 对这些人 是不是他的子民 或是否真的进行了一次 草原式的拦路抢劫 大公没有提出疑问 他要求边境地区 此处他的用词是 乌克兰 官员 对可能参与这次 袭击的哥萨克人进行追查 并下令将袭击者处死 将其财产 其中显然包括那些偷来的货物 转交给克汗的代表 就算亚历山大一事的命令 得到了执行 也并没有产生长期的效果 第二年 克里米亚克汗再次指责 切尔卡瑟的哥萨克人 袭击了一名莫斯科大公国的使劫 1499年 哥萨克人出现在地涅伯和河口 袭击了位于奥恰基夫 23的达达人要塞周边地区 为了阻止哥萨克人 从地涅伯和顺流而下 直抵黑海的攻击 克汗甚至考虑 用铁链将奥恰基夫附近的 地涅伯和封锁起来 这个计划 似乎从未真正实施 或者从未对哥萨克人的活动 造成影响 而克汗向大公发出的抱怨 也没起到什么作用 立陶宛大公国边境地区的官员 一面尝试阻止哥萨克人的截掠 一面又要利用他们来保护边境 不受达达人的威胁 1553年 大公派王公米·哈伊洛 扶石涅维茨基 切尔卡瑟和卡尼夫地方长官 前往地涅伯和险滩以南地区 修建一座小型要塞 以阻止哥萨克人的袭击 波及地涅伯和更下游的地区 扶石涅维茨基 则任命他第一哥萨克普 从来完成这项任务 毫不意外 克里米亚·克汗 将这座哥萨克要塞 视为对其国土的侵犯 四年后 克汗派出一支军队 打算将扶石涅维茨基 从他的堡垒里赶走 在民间文化中 扶石涅维茨基王公 被视为第一位哥萨克 统领 Hetman 波兰军队 对其最高指挥官的称呼 和对抗达达人与奥斯曼人的无畏战士 成为大受欢迎的英雄 到了16世纪中叶 基辅以南的地区 已经遍布定居点 而基辅一带 上天垂顾 欣欣向荣 人丁也十分兴旺 因为鲍律斯推尼斯河 和他的支流两岸 到处都是人口繁盛的城镇和村庄 立陶宛的米沙龙写道 他还对定居者的来历 做出了解释 一些人或为了逃离父辈的威权 或为了逃离奴役 兵役 或为了逃离犯罪的处罚 债务或其他什么 还有一些人则是受到 此地的诱惑而来 以春天为甚 因为这里有更多的猎物 和更广阔的土地 另外 在此地的要塞中碰过运气之后 他们就再也不愿回去 根据迈克尔的技术 哥萨克人以抢劫手段 来补充他们的渔猎收益 他曾写到一些 破败肮脏低哥萨克棚屋里 却装满昂贵的丝绸 珍稀的宝石 黑貂皮和其他毛皮 还有香料 他发现在这里丝绸 比在维尔纽丝更便宜 胡椒价格比银还低 这些精美和奢华的商品 正是商人们从奥斯曼帝国 运往莫斯科大公国 或波兰王国的货物 尽管最早的哥萨克人 居住在普里皮亚纪河 和蒂涅伯和沿岸的城镇中 到了16世纪末期 本地农民的加入 却使哥萨克群体大为膨胀 这种人口流入 终结了人们对 哥萨克人的政治 族群和宗教身份的种种猜测 他们到底是 克里米亚和诺盖达达人 还是大公和国王们的 乌克兰子民 胜活一个杂柔 各种民族和信仰的混合体 哥萨克人中的 绝大多数是乌克兰人 他们为了免于历史学家们 所谓的二次农牧化 离开了大小贵族们 巨大的封地 大庄园 来到这里 如本书第七章所述 险贵们和其他上层阶级 承诺有限期的免税政策 以吸引人们到他们 在乌克兰边境 新获得的土地上定居 因为这里并不安全 一直受到达达人袭击的威胁 政策到期之后 许多农民为了继续避税 向危险重重的草原 更深处迁移 他们中不少人 加入了哥萨克群体 其社会诉求 也变得更加激进 如上一章所述 在托马斯 马可夫斯基的地图上 乌克兰是地涅博 和中游沿岸的草原边境 对乌克兰进行啃植 是沃里尼亚王宫 和地涅博和哥萨克人的 共同目标 1559年 康斯坦地 奥斯特罗斯基 成为基辅总督 也就是广大的 地涅博乌克兰地区的长官 他的管辖范围 一直延伸到卡尼夫 和切尔卡瑟 管理哥萨克人 也成为他的责任之一 对不断发展的草原啃植来说 哥萨克人 对达达人 和奥斯曼人的劫掠式攻击 既是一种保障 也是一种阻碍 奥斯特罗斯基 首先做出了 将哥萨克人 纳入军事体系的努力 这种做法 与其说是 让哥萨克人成为战斗力量 倒不如说 是为了让他们离开 地涅博和险滩以南地区 并对这群 桀骜不驯的家伙 建立起某种控制 由于利沃尼亚战争 立陶宛大公国 与莫斯科沙皇国的边界上 对兵员的需求日益增长 于是一些哥萨克部队 在16世纪70年代建立起来 其中一支部队 拥有多达500名战士 此前哥萨克人 只是为边境官员服务的民兵 如今被重新组织成 听命于军官的部队 这开启了 哥萨克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 再测哥萨克这个词 从此出现 被纳入军队 并进入侧籍的哥萨克人 可免缴税赋 并不受地方官员管辖 此外还有军饷可拿 自然 希望进入侧籍的人不在少数 但波兰王室招募的人数有限 且军饷和各种优待 也仅在现役时才有效 一些人一开始就未能入侧 或在某次战争或战役之后 被注销侧籍 他们拒绝放弃在侧身份 导致了哥萨克人 与边境官员之间 无休无止的争吵 哥萨克人注册至为 政府解决了一个麻烦 却带来了另一个 1590年 波兰立陶宛联邦议会 批准创建一支 1000人的在策哥萨克部队 以保护乌克兰边境 不受达达人攻击 同时保护达达人 不受不在策的 哥萨克人攻击 虽然国王发布了必要的命令 却没有收到什么效果 到了1591年 第一次哥萨克叛乱 已经席卷了乌克兰 在此之前 哥萨克人袭扰的 还是奥斯曼人的地盘 包括克里米亚汉国 摩尔达维亚公国 24 奥斯曼帝国的附庸 和黑海海滨地区 现在他们却将矛头调转向来 哥萨克叛乱针对的并非国家 而是他们自己的教父 及沃里尼亚的王公们 尤其是亚努什 奥斯特罗斯基 波兰宇座 奥斯特罗格斯基 王公和他的父亲 康斯坦地 亚努什是 比拉财尔科瓦 25 被地方长官 此地既是一座城堡 也是基辅以南的一个 哥萨克要塞 康斯坦地 则作为基辅总督 监督其子的行动 奥斯特罗斯基父子 完全掌握着这片地区的大权 并一心通过 从下层贵族手中 攫取土地 以扩大自己的地盘 没有任何本地贵族 敢于挑战 这两位强大的王公 克里什托夫 克辛斯基 26 是被奥斯特罗斯基 家族欺压的贵族中的一位 同时也是一名 哥萨克统领 当亚努什夺走 克辛斯基经国王授权 拥有的土地时 克辛斯基没有把时间 浪费在向国王申诉上 而是聚集起 他低哥萨克部众 袭击了 小奥斯特罗斯基的权力中心 比拉财尔科瓦城堡 奥斯特罗斯基家族 和沃里尼亚 另一位王公 亚历山大 扶持涅维茨基 27 召集起一支私人军队 最终击败了克辛斯基 这些王公 没有向王室请求援助 自行镇压了叛乱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 哥萨克人的教父们 在惩罚自己的孩子时 却借助了 其他听命于 他们的哥萨克人的力量 奥斯特罗斯基手下 最有名低哥萨克统领 无疑是塞维伦 纳里瓦一科 28 塞维伦率领 奥斯特罗斯基部下的 哥萨克人 对克辛斯基的部队作战 又将流散在 波多里亚草原的 哥萨克人聚集起来 带领他们 尽可能远离 奥斯特罗斯基的产业 奥斯特罗斯基家族 对哥萨克叛乱的控制 和操纵毕竟是有限的 哥萨克人会选举自己的统领 并跟随他走上战场 但只要征战结束 而统领的所作所为 有为他们的利益 他们也不但于将他废除 甚至处死 当时的哥萨克人 极为分化 并不限于在策和不在策之别 在策的哥萨克人 来自哥萨克人中的有产阶级 其成员居住在基辅 和切尔卡瑟之间的 城镇和定居点里 他们有机会 通过向王室效劳 获得特别的权利 然而 另有一个哥萨克群体 即扎波罗热哥萨克 其成员从前多位农民 他们在地涅泊 和险滩以南的岛屿上 修筑了一个被称为西旗 Sage 得名字他们 用来防御的栅栏 的设防定居点 远离王室官员的管束 对克里米亚达达人的袭扰 大多由他们造成 在动荡时期 扎波罗热哥萨克 就像一块磁铁一样 吸引着心怀不满 而从草原逃离的 镇民和农民 那里瓦一克受 奥斯特罗斯基的 委派管理哥萨克的 乌合之重 这些人大部分 是逃亡的农民 并很快与 桀骜不逊的扎波罗热哥萨克人 结成了不稳定的同盟 到了1596年 他已经自行其事 不再听从 奥斯特罗斯基的命令 并领导了一场新的叛乱 比克辛斯基叛乱规模更大 16世纪90年代出的 几年欠收 导致了灾荒的发生 更多农民 在饥饿的驱使下 逃离贵族的田产 加入哥萨克人的序列 这一次 王公们的部众 已不足以镇压叛乱 于是他们召来了 由波兰陆军指挥官 率领的王室军队 1596年5月 波军围困了 哥萨克人 在蒂涅伯和 左岸地区的营地 老哥萨克 那些来自城镇的哥萨克人 倒戈攻打 新哥萨克 并将那里瓦一科 献给波兰人以求赦免 那里瓦一科最终 在华沙被处死 在哥萨克编年史作者 和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人眼中 这个曾为王公普 从低哥萨克叛党 是一位为哥萨克人 和东正教事业献身的烈士 歌颂过那里瓦一科的诗人中 包括孔德拉记 雷列耶夫 29 他在1826年 同样因领导一场 反抗威权的叛乱 而被处死 在16世纪末 将哥萨克人 纳入对外政策考量的 不仅有波兰 立陶宛联邦 和奥斯曼帝国 甚至也包括 中欧和西欧的各种势力 1593年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鲁道尔夫二世 三十的使节埃里西 冯·拉索塔 Eric von Lasota 拜访了扎波罗热哥萨克人 并提议他们加入他的君主 对奥斯曼人的战争 三年后 教皇的使节亚历山德罗 科莫略 奥利桑州卡米利尔 也为类似的目的来到这里 这些访问没有收到什么成果 只留下了科莫略的书信 和拉索塔的日记 两人记述了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的 西齐中的民主秩序 增加了我们 对早期哥萨克历史的了解 但此时 哥萨克人 已进入维也纳和罗马的视野 很快也将吸引来 远自巴黎和伦敦的目光 对莫斯科而言 则将是一个重要威胁 乌克兰哥萨克人 在16世纪50年代开始为 莫斯科沙皇伊凡雷蒂效力 成为他们登上国际舞台的开端 17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他们不请自来 出现在莫斯科 莫斯科沙皇国此刻 正身现一场 被称为动荡之年 31的经济 王朝和政治危机 一片混乱 危机开始于16 17世纪之交的 一连串毁灭性饥荒 饥荒的部分原因 则是今天被称为 小冰河时期的低温气候 它从1350年左右 一直延续到1850年左右 长达500年 并在17世纪初左右 达到顶峰 这场危机 在最不凑巧的时候 袭击了莫斯科沙皇国 因为此时 莫斯科的 尤里克王朝君主已经决四 众多贵族集团 正为新君主的正统性问题 而争论不休 直到1613年 第一位罗曼诺夫 王朝沙皇 被推上莫斯科的军位 王朝危机 才宣告结束 然而 在危机结束前 许多候选人 都试图在政治上一世运气 其中还有一些人 自称伊凡雷帝的 在世亲属 被称为 寄予者 由此为外国的干涉 打开了大门 哥萨克人在这段漫长的过渡期中 支持过两个莫斯科军位的寄予者 韦德米特里一世 32 和韦德米特里二世 33 当波兰王室大统领斯坦尼斯拉夫 如乌凯夫斯基 34 在1610年 向莫斯科进军时 多达1万名哥萨克人 加入了他的军队 尽管三年后 米哈耶尔 罗曼诺夫 35 延续到1917年革命的 罗曼诺夫王朝的开创者 被推选为沙皇 但哥萨克人 并没有停止他们 对莫斯科事务的介入 1618年 一支两万人的乌克兰 哥萨克军 与波兰人 合并进军莫斯科 并在围城战中 攻占了这座首都的一部分 最终 基于一份 对波兰王国有利的协议 哥萨克人 帮助结束了这场战争 协议的一条内容 是将立陶宛大公国 在16世纪初输掉的 切尔尼哥夫地区 划归波兰 到17世纪中叶 切尔尼哥夫将成为 哥萨克世界的重要部分 然而 与之前各种时候一样 哥萨克人 对波兰国王的外交事务 既是助力 也是障碍 在其与莫斯科人的战争中 波兰 立陶宛联邦 一直未能获得其希望的 来自奥斯曼帝国的支持 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 哥萨克人持续不断的 海上行动 和对奥斯曼帝国 海滨地区的攻击 1606年 哥萨克人乘坐他们 被称为海鸥 Trikey 的长船 顺地涅泊 河尔夏 进入黑海 攻打了奥斯曼人 在黑海西岸 最坚固的堡垒之一 瓦尔纳 36 1614年 他们洗劫了 黑海东南岸的 特拉布宗 37 下一年 更是进入了 伊斯坦布尔的金角湾 Goldenhorn 并在城郊大略 正如维京人 在约750年前 所做的那样 不过 维京人同时也与军事坦丁堡 进行贸易 而哥萨克人的行动 更类似从地中海 到加勒比海的海盗们 对沿海地区的袭击 他们的目的 在于抢劫和复仇 也在于解放在苦难中 煎熬的奴隶 正如乌克兰民歌所描述 1616年 哥萨克人攻打了 位于克里米亚海岸的 主要奴隶贸易中心卡法 并释放了那里的 所有囚徒 看到哥萨克人 对强大的奥斯曼帝国的 不断攻击 帝国的苏丹 他的宫廷 以及各国使节 都感到震惊 基督教君主们 终于能严肃地 将这些袭击者 视为其对奥斯曼 帝国战争中的 潜在同盟 法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 塞西伯爵菲利普 德阿尔莱 Philip da Harley of Sisi 在1620年 给法国国王 路易十三的信中写道 尽管哥萨克人 力量弱小 但他们每一次 从黑海上接近此地 都能取得惊人的收获 人们甚至传言 尽管大君主 苏丹 费尽力气 派出几艘战船 前去迎敌 他们仍然需要 用棍棒敲打 才能强迫 奥斯曼士兵 与哥萨克人战斗 在菲利普伯爵 向他的国王通报 奥斯曼人 无力控制 哥萨克人 海上攻势的同时 16岁的 苏丹奥斯曼二世的顾问们 却在思索 如何能两面作战 他们在陆地上 要对付波兰军队 在海上 要应付哥萨克人 1620年夏天 奥斯曼帝国军队 向金姆尔多瓦境内的 普鲁特河 38 进军 攻击波兰 立陶宛联邦 后者的军队中 包括波兰 和乌克兰大贵族们 四人低哥萨克部队 奥斯曼人此举表面上 是为了惩罚波兰 立陶宛联邦 没有控制哥萨克人 对奥斯曼帝国的袭击 其真实目的却宏大得多 他们希望保护 这一地区的奥斯曼蜀国 不受波兰 立陶宛联邦 日益增强的势力影响 1620年9月 在今天摩尔多瓦 罗马尼亚边界上的小镇 楚措拉 39 战斗在人数 约为1万的波兰军队 与据估计两倍于他们的 土耳其人之间爆发了 战斗持续了20天 以波兰 立陶宛联邦的 惨败结束 由于波兰 立陶宛联邦 没有常备军 这一场败仗 让其宫廷和整个国家 都陷入了恐慌 每个人都认为 奥斯曼人将继续进军波兰 而奥斯曼人 也的确这样做了 第二年 一支庞大的多的奥斯曼军队 据估计有12万人 在苏丹的亲自率领下 穿过摩尔多瓦 向波兰 立陶宛联邦进发 他们遭遇了一支 约有4万人的联邦军队 其中半数为乌克兰哥萨克人 这支军队由彼得罗 科纳社维奇 萨海达旗内 40 率领 此人是1616年 哥萨克人攻打卡法时的英雄 也是1618年 他们进军莫斯科时的指挥官 战斗在被奥斯曼人 围困的要塞霍金 41 附近的德涅斯特河两岸发生 持续了整整一个月 霍金之战结束时 并未分出明显的胜负 但这一未定结果 在华沙被视为波兰王国的胜利 波兰人在自己的边境上 阻挡了奥斯曼大军 并签下了一份 不含割地条款的合约 每个人都清楚 没有哥萨克人 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 哥萨克人在历史上 第一次成为联邦的闯 虽然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在战争结束不久后 出版的书籍上 彼得罗 科纳社维奇 萨海达奇内 已被视为波兰最伟大的战士之一 他的纪念碑 如今位于基辅的波迪尔区 Poldell 就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尽头 有了在霍金之战中的军事成就 哥萨克人 得以重新提出自己 在联邦中的政治和社会诉求 他们的主要要求 是让哥萨克军官们 获得贵族地位 如果不能让整支部队 都成为贵族的话 彼得罗 科纳社维奇 萨海达奇内因 在霍金之战中受伤 于162年在基辅去世 他去世时 基辅兄弟会学校教师 卡西安 萨克维奇 42 为这位哥萨克 统领做了道王师 很快得到 基辅洞穴修道院的出版 卡西安 在诗中称颂 哥萨克人 为基辅罗斯时代 攻打军事坦丁堡的 基辅王公们的继承人 据他看来 哥萨克人 为金色自由而战 也配得上这样的自由 金色自由是一个淫欲 所指正是联邦贵族阶层 所享受的权利与自由 所有人都为得到他 而努力奋斗 萨克维奇写道 然而 他不能为每个人享有 唯有祖国和主公的保卫者 才配得到他 其实凭其在战斗中的勇气 协取这一荣耀 他们付出的是鲜血 而不是钱财 将哥萨克人 视为骑士 让他们 离基深于贵族行列 仅有一步之遥 哥萨克人的社会诉求 并没有实现 他们进入联邦议会 仅限贵族 参加国王推选的企图 在1632年被断然拒绝 在这一耻辱之前 他们刚刚在军事上 遭到一连串失利 当局 在1625年和1630年 两次镇压了 哥萨克人的叛乱 霍金之战时 他们有两万名战士 之后再测 哥萨克人数 先是被压缩到 6000人 后来又改为 8000人 哥萨克人在1637年 和1638年 再度揭竿而起 却又一次被王室军队击败 他们声称自己 不仅为哥萨克的自由而战 也为东正教信仰而战 这一做法 在最初为他们赢得了支持 但政府采取了 容纳东正教会的政策 让哥萨克人 与教会之间的纽带 越来越难以维系 1630年 还有部分基辅教士 支持哥萨克人 到了1637年和1638年 教会已对他们的诉求充耳不闻 这令哥萨克人深感自己遭到背叛 洞穴修道院出版的颂词 也不再为哥萨克统领们歌唱 转而开始赞美 曾对哥萨克人作战的东正教贵族们 1637年和1638年 对哥萨克叛乱的镇压 令当局开始尝试某种 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 他们的设想很简单 哥萨克战士们 必须接受国王任命且信任的统领 必须融入联邦的法律和社会结构 才能获得合法的身份 1638年 帝哥萨克法令 在满足哥萨克上层军官的要求方面 走得太远 他将哥萨克视为一种独立的身份 拥有不受服役期限制的专属特权和待遇 其中包括将身份和地上财产 传给子孙的权利 当局对这种心或承认的身份 实行准入控制 限制国民中其他阶层成为哥萨克 尤其限制了那些在草原边境城镇中 与哥萨克们比利而居的城镇居民 不仅如此 波兰当局还将再测哥萨克人的数量 压缩到6000人 仅为1625年名额的一半 并将他们置于波兰军队最高指挥官王室 大统领的管辖之下 哥萨克长官和六名哥萨克团长 Colonel都是波兰贵族 而哥萨克人在哥萨克部队中 能得到的最高军衔 仅仅是上位 在扎波罗热的西齐 蒂涅伯和险滩 以南那座哥萨克叛军堡垒 六个哥萨克团只能轮流驻守 为了阻止哥萨克人的海上军事行动 并改善与奥斯曼人的关系 当局还重建了蒂涅伯和险滩上游的 可达克 Kodak 要塞 这座要塞最初建于1635年 但在后来被哥萨克人烧毁 被当局派去监督重建工程的是 法国工程师纪姚姆 勒瓦瑟德 伯普朗 43 他在1639年绘制了第一张乌克兰地图 及波兰 立陶宛联邦的草原边境地区地图 其中包括波多里亚 布拉茨拉夫 44和基辅等省份 伯普朗绘制了大量乌克兰地图 让乌克兰这个词 在17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制图师群体中得到普及 哥萨克人被平定并在部分程度上得到接纳 蒂涅伯河不再是向黑海发动军事攻击的通道 扎波罗热的稀奇也处于控制之下 这让波兰 立陶宛联邦进入了被称为黄金和平的十年 在这段时期 草原边境地区不断得到啃植 贵族们的地产和庄园也不断扩大 为追逐此地迅速增长的经济机遇 更多的权贵 农民和充当中间商的犹太定居者来到这里 为乌克兰带来了人口增长 人们将会发现 这一切只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 一次规模比从前大的多迪哥萨克叛乱 正在酝酿之中 哥萨克人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他们曾经是在基辅南方草原上活动的小股渔民和猎人 后来成为草原边境新土地的啃植者 他们曾经是为王公们效力的私人武装 后来作为一支独立部队的军人而受到外国人的尊重 他们曾是难民和冒险者 后来成为一个联系严密的军事组织 自视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 并向当局要求比金钱更多的东西 对他们战事身份的承认 只有设法接受哥萨克人提出的社会诉求 波兰当局才有可能从哥萨克人的军事力量和经济潜力中获益 接下来的事态发展会一再告诉我们 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一、Polision 东欧地理和历史名词 包括金白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北部部分地区 二、Tightmare 乌克兰西北部日托米尔州首府 三、Zoparizia 乌克兰中东部扎波罗热州首府 四、Luhans 乌克兰东部卢干斯克州首府 五、The Nest 乌克兰东南部顿涅茨克州首府 六、Krasnodar 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库班和河畔 是科阿斯诺达尔边疆区首府 七、Stolf Ripple 俄罗斯西南部斯塔尔罗布尔边疆区首府 八、Crimean Carnate 存在于1430年至1783年的克里米亚达达人国家 位于克里米亚半岛及其以北地区 九、Kesan Carnate 存在于1438年至1552年 范围在福尔加保加利亚区域 即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和达达斯坦共和国一带 十、Astrakhan Carnate 1466年至1556年间 存在于经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一带的小汉国 十一、Hajidaflat-Jiri 1466 克里米亚汉国奠基人 拔都的弟弟突花贴木的后人 十二、Karkiv 一座哈尔科夫、俄语 经乌克兰东北部哈尔基夫州首府 十三、Sloboda Ukraine 建岛研著 十四、Miklund the Lithuanian 一座Mike Haleo Lichernes 生活在16世纪中叶的作者 生平不祥 祝有达达人、立陶宛人和莫斯科人风俗一文 十五、Suleiman the Magnificent 1494至1566 及苏莱曼一世 他在位时期 奥斯曼帝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都进入即盛期 十六、Roxalana 约1502至1558 一座Roxalana 在土耳其被称为许雷姆苏丹 Huram Sultan 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女性之一 十七、Soleim II 1524至1574 1566至1574年在位 被称为酒鬼塞利姆 十八、Mimar Sinan 约1489、1490、1588 奥斯曼帝国苏莱曼一世 塞利姆二世 及穆拉德三世的首席建筑师及工程师 他在五十年间负责监督 及建造了奥斯曼帝国许多主要建筑 十九、Ferdinand Art of Aragon 1452至1516 阿拉贡国王 1479至1516年在位 卡斯蒂利亚国王 1474至1504年在位 通过与卡斯蒂利亚女王伊沙贝拉一世 在1474年的婚姻 斐纳二世成为统一的西班牙的第一位国王 二十、Isabella I I of Castile 1451至1504 卡斯蒂利亚女王 1474至1504年在位 他和丈夫斐纳二世 在1479至1504年间 是统一的西班牙地区的共治君主 二十一、芝亚盖龙王朝的 立陶宛大公亚历山大一世 Alexander I.Jagielan 1461至1506 卡其米日四世之子 他在1492年成为立陶宛大公 在1501年成为波兰国王 二十二、Cherkisi 经乌克兰中部城市 切尔卡瑟州首府 二十三、欧卡其夫 经乌克兰南部黑海海滨小城 二十四、Moldavia 东欧历史上的一个公国 形成于14世纪 在1859年与瓦拉吉亚公国 Walitia合并成为现代罗马尼亚的前身 二十五、Bila Tsarkva 经乌克兰基辅州城市 二十六、Christophe Kosinstein 1593、十六世纪乌克兰 帕德拉夏地方贵族 扎波罗热戈萨克统领 他领导了两次戈萨克叛乱 最终在1593年战败被杀 二十七、Alexander Vishenvetstein 约1560至1594 米哈伊洛扶石涅为茨基之子 二十八、Severin Naliveko 1597、乌克兰哥萨克统领 1594至1596年间 纳里瓦伊克哥萨克叛乱的领袖 乌克兰民间文学中的英雄 他于1597年在华沙被处死 二十九、Kondre Tai Relay F 1795至1826 俄国诗人、出版商、十二月党人领袖之一 他在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中被俘 并于1826年7月25日被处绞刑 原文作《1825年》已有误 30、Rudolf II 1552至1612 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576至1612年在位 31、Time of Troubles 亦称动乱时代空位时期 指俄罗斯历史上1598年费奥多尔仪式 去世到1613年米哈伊尔仪式登基间的混乱时期 32、Falst Maitre Ii 约1582至1606 全俄沙皇 1605至1606年在位 自称是伊凡雷帝的幼子 他在1606年5月17日被暴动者杀死 33、Falst Maitre Ii 1610出现于1607年 自称在1606年暴动中死里逃生的伊凡雷帝幼子 韦德米特里一世 他在被波兰人废除后于1610年被其部下杀死 34、Stanislav Zolkiewski 1547至1620 波兰立陶宛联邦时期的波兰贵族 军事家 他从1588年起成为王室陆军统领 并在1613年成为王室大统领 取得了对莫斯科公国 奥斯曼帝国和达达人的许多胜利 35、Mikiel Romanov 1596至1645 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位沙皇米哈伊尔一世 费奥多罗维奇 罗曼诺夫 1613至1645年在位 其父是伊凡雷帝的中央顾问 36、Varna 黑海西岸城市 金属保加利亚 37、Trabzon 黑海东南岸城市 金属土耳其 原文作 西南岸 有误 38、Pratt River 多脑河之流 发源于乌克兰境内 流经乌克兰 罗马尼亚 摩尔多瓦 39、Tutera 金属罗马尼亚 40、Petro Knesheviks-Hedekny 约1582至1622 乌克兰军事家 政治家 民间领袖 扎波罗热戈萨克人统领 1616至1622年在任 他将松散迪戈萨克部队 改造为一支正规军 41、Kotin 乌克兰西部城市 位于德涅斯特河右岸 42、Kaseyanskavik 约1578至1647 乌克兰教士 哲学家 曾任基辅竹显兄弟会学校 Kiev Epiphany Brotherhood School 校长 43、Dion Lavesser de Boplin 约1600至1673 法国制图师 工程师和建筑师 44、Bretzloff 波兰立陶宛联邦时期的省份之一 首府在经乌克兰西南部城市 布拉茨拉夫 第九章 东方的变革 关于当代乌克兰有许多成见 其中之一即是其割裂国家的形象 它被分为东正教东方和天主教西方两部分 塞缪尔·亨廷顿 一 小量最大的作品 文明的冲突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中有一张地图 其中的东西方基督教文明分界线 正好穿过乌克兰 将这个国家的西部地区 包括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 划入天主教一侧 而乌克兰其他部分则被归于东正教地区 这张地图的问题在于 如果你按图所记 你会发现这个国家里 被这条线归为天主教一侧的地方 几乎没有罗马天主教的痕迹 沃里尼亚是一个东正教占绝对优势的地区 而加利西亚的天主教徒虽然众多 却为占绝对多数 即便如此 我们也很难将加利西亚的天主教堂和礼拜仪式 与东正教的区别开来 因为大多数乌克兰天主教徒也使用东正教的遗轨 我们不应苛责之图示 在乌克兰这样的国家 画出一条清晰的分界线 即便不是不可能 也是异常困难的 所有文化的边境地区都是如此 但在乌克兰 一个杂柔东西方基督教元素的混合型教会的存在 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它起初被称为联合教会 二 这个名字反映出其综合各种元素的初衷 今天这个教会被称为乌克兰希腊里天主教会 希腊译词表示其使用拜占庭仪轨 或被简称为乌克兰天主教会 它在体制上对基督教世界最古老的鸿沟之一 进行了弥合 并远比其他弥合的尝试来得成功 这个教会诞生于16世纪晚期 此时正值西方政治和宗教模式向东推进 并逐渐因应东正教故土的时期 然而本土社会的抵抗及其不断增长的自我认同 常常伴随着这一过程 对西方潮流的接受 与抵抗在乌克兰东正教信仰中得到体现 17世纪上半夜 这一信仰系统为应对来自西方的挑战 经历了深刻的变革 罗斯东正教会中的清西方运动 开始于16世纪90年代初 起因是基辅都主教区陷入的一场危机 教会拥有大量的田产 贵族阶层也将教会职位 视为其子嗣们的择业良选 这些职位的进主者 往往对宗教本身无甚兴趣 却热衷于教会的财富 因此 主教们和大修道院的掌院 三 们往往在教会的世俗恩主的帮助下 从国王手中得到任命 甚至不需要发修到寺院 牧师们只受过最基本的教育 连主教也往往如此 即使他们希望学习更多知识 也无门可入 与此同时 加尔文教和天主教的学校和学院 却开始向东正教贵族的子嗣们敞开大门 耶稣会 寺 学校尤其如此 其中之一设于维尔纽斯 距白俄罗斯边界不远 很快将成为一所高等学院 另一所则建立于加利西亚的小镇亚罗斯拉夫 与欧洲其他地方新教改革 和天主教改革开始前的普遍形式相比 基辅都主教区的情况并无太大不同 从许多方面来看 一切都还正常 但东正教会的精英阶层 开始嗅到危机的气味 在耶稣会的学校和学院的帮助下 波兰 立陶宛联邦的天主教会 此刻正忙于对自身进行再造 这对上在固不自封的东正教信仰 暗暗构成一种挑战 康斯坦地 奥斯特罗斯基王宫周围的圈子 发起的出版和教育事业 是对这种挑战的最早回应 乌克兰各大城市中的东正教宫商业兄弟 会对教会事务的局势同样关切 其中最富有 也最有影响力的利维夫兄弟 会对本地东正教主教的权威 发出了挑战 认为此人腐化不堪 是他们与赞统治地位的天主教徒 做交易事的一个不利因素 利维夫市民在1586年 成功摆脱了其主教的支配 他们没有坐等主教行动 又在1591年开办了自己的学校 东正教会的主教们 此时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局 在这个以天主教为主的联邦中 他们的地位低于那些天主教主教 后者是上议院的成员 并拥有直达国王的渠道 奥斯特罗斯基和其他王公们 则认为他们才是教会的真正主宰 兄弟会已经公开作乱 打破了主教对传授教会规训的垄断 军士坦丁堡的牧手 没有向他们施以援手 反而将乱党们置于自己羽翼之下 这些乱党知道如何打动 这位急需资金的牧手 然而与罗马联合的主义突然为这个困局 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 东正教会大主教共同接受的教会联合设想 基于1439年 佛罗伦萨天主教会 东正教会会议 六所提出的一种模式 拜占庭帝国当时日薄西山 皇帝和牧手卫士帝国 能抵挡奥斯曼人的进攻 以不顾一切 罗马教庭承诺提供帮助 条件是将两个教会 联合在教皇权威的领导之下 拜占庭的统治者们 同意了这个条件 让他们的教会 变成罗马教庭的从属 并以天主教教理 代替东正教教理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他们在最重要的盒子说 拉丁与弗埃奥库 问题上与天主教徒站到了一边 承认圣灵不仅来自圣父 也来自圣子耶稣基督 不过他们仍设法 保留了牧师可以结婚的制度 希腊语和拜占庭仪轨 1595年夏天 两名东正教会主教 带着教会主教团 写给教皇的信件 踏上了前往罗马的漫长旅程 信中请求教皇同意 以与弗洛伦萨联合近似的条件 接纳他们加入天主教会 罗马的教皇克雷蒙八世 七 接见了这两名客人 并在梵蒂冈的军事坦丁大厅举行仪式 欢迎他们和他们的教会回归 两名主教带着教皇的诏书 和许多致国王的御令返回 准备召集一次教会会议 宣布达成联合即将基辅都主教区 转归罗马教廷的统侠 国王非常乐意地安排了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1596年10月 布列斯特 位于金波兰 乌克兰 白俄罗斯交界处 八 看上去这是一笔已经敲定的合作 教皇 国王和主教们都希望合并 问题出在信徒们身上 更准确地说 出在教会利益攸关者的主体上 这些人中有王公奥斯特罗斯基 及和他一样信奉东正教的大贵族 有工商业兄弟会的成员们 还有修道院的修士 以及教区神职人员中的很大一部分 大贵族不想失去对教会的控制 因为在宗教改革的年代 那是一笔宝贵的 不容忽视的政治和宗教资产 兄弟会希望改革从下层开始 不愿看到主教们的权力膨胀 一些修道院的掌院 那些不曾发过修道士院的修道院管理者 希望继续掌握教会的田产 而一部分修士 教士和普通信徒 则无法接受抛弃军士坦丁宝牧手 从而背叛神圣的东正教会的行为 改革派和保守派 前信徒和投机者 结成了一个无序却又强大的同盟 让罗马 华沙和东正教会高层的计划 蒙上了阴影 作为也许是乌克兰最有权势的人 康斯坦帝 奥斯特罗斯基王公决心阻止这次教会合并 为保住罗塞尼亚王公们 在联邦社会中的特殊地位 奥斯特罗斯基以东正教信仰为武器 与王室权力抗衡 而从主教们的计划来看 合并将让教会脱离奥斯特罗斯基的控制 并削弱他的抗衡能力 奥斯特罗斯基肯定也感受到了 对他个人的背叛 两名前往罗马请求合并的主教中 有一名是他的老朋友伊帕基 破题 九 奥斯特罗斯基曾说服他放弃政治生涯 成为一名主教 以实现改革教会的目标 奥斯特罗斯基向破题表示 他支持教会合并 条件是得到军事坦丁堡幕守的批准 破题很清楚 军事坦丁堡不可能同意 选择了将之抛开 和破题一同前往罗马的 是基里尔·杰尔列茨基 十 基里尔不仅是一位都主教 军事坦丁堡幕守的个人代表 负有在本地区维护幕守利益的责任 还是沃里尼亚主教区的主教 而沃里尼亚主教区正是奥斯特罗斯基的大本营 深感震惊的年迈王公曾派出配备武装的部下拦截两位前往罗马的主教 然而他们逃脱了 毫发无伤 于是奥斯特罗斯基带领一支由东正教贵族和仆从组成的支持者部队前往布列斯特参加教会会议 他也获得了其新教盟友立陶宛贵族们的支持 由于国王下令关闭了镇上的东正教堂 这些立陶宛贵族中的一位主动把自己的宅邸献出来作为会场 国王的代表们同样带着自己的武装部署来到布列斯特 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中 尚未发生的教会合并不仅可能告吹 甚至会造成流血冲突 史称布列斯特会议的单次事件实际上从未发生 因为它变成了两个会议 一个天主教会议和一个东正教会议 天主教会议的参加者支持合并 他们中有东正教会的都主教和大部分主教 东正教会议由军事坦丁堡幕守的一名代表主持 参加者包括两名东正教会主教和许多修道院长院及教区教士代表 他们拒绝加入联合 并发誓继续忠于军事坦丁堡幕守 基辅都主教区由此分裂 其中一部分宣布倒向罗马 这次分裂有着清晰的地理特征 包括利维夫和普热梅西尔在内的加利西亚 留在了东正教会内 而沃里尼亚和白俄罗斯的各主教区 则支持新的联合教会 这样笼统地描述远步足以反映现实情况的复杂 宗教忠诚往往导致家族的分裂 而各个教区和修道院也不止一次改变阵营 布列斯特联合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但国王仍旧坚持 他只承认两场布列斯特会议中的议场 即支持合并的那一场 并由此认定联合教会为他的国家中 唯一合法的东方基督教会 两名主教 数十座修道院 上千座教堂和数十万 甚至上百万东正教信徒 如今被认定为违法 东正教贵族们将官司打到了地方议会和联邦议会 宣称 王室当局是在对贵族受到保障的宗教自由发动攻击 事实也的确如此 早在16世纪70年代 西基斯蒙德 奥古斯特死后不久 信仰新教的贵族 就将宗教自由变成了每位获选的波兰国王 都需要宣誓服从的条款里的核心原则 此时 新教贵族们向他们的东正教 同侪提供了支持 帮助他们将议会变成了宗教战场 在每一次联邦议会上 都提出接纳奉希腊依轨的罗斯民族的议题 然而 直到国王西基斯蒙德三世 十一 在1632年去世前 他们都没能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在超过30年的时间里 东正教会都以一种没有官方身份 也不被承认的状态存在 由于新主教的圣职任命 必须得到国王的批准 联合教会希望坐等东正教会中 反对合并的主教全部死去 变成一个没有主教的教会 东正教会全靠 违背国王和王室当局的命令 才幸存下来 王室的权力没有因布列斯特联合而增强 反而遭到削弱 正如之前的卢布林联合一样 教会的合并造成了其始作俑者意料之外的后果 支持和反对教会合并的斗争 没有被局限在议会之内 而是借出版业之手 进入了广大的多的公共领域 各种论文 声明 习文和抗辩像井喷一样涌现 这些文章在今天 被统统归于论争文学的范畴 起初 双方都没有进行严肃的宗教论争的准备 全靠各自的波兰支持者的帮助 彼得 斯卡加 十二 是一名出席了布列斯特会议的耶稣会士 也是那些拿起笔 对教会合并表示支持的人之一 奥斯特罗斯基则请他的一名 颇具才华的新教代理人做出反击 从那时开始 新教徒们就常用笔名写作 他们的笔名通常来自希腊 以强调 他们维护东正教的立场 和他们文字的权威性 其结果就是 大部分早期论证文章 都用波兰文写就 直到论证后期 他们仍然继续使用波兰文 而本地作者则开始用罗塞尼亚文写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 联合教会和东正教会 都开始使用于自己同样背景的作者 这些作者能针对对手 挑起宗教政策 教会历史和神学方面的议题 在东正教会方面 一位名叫梅列纪 斯莫特里茨基 十三 的作者表现尤为突出 他是奥斯特里赫 圣经编者赫拉西姆 斯莫特里茨基的儿子 梅列纪多才多艺 史上第一本教会斯拉夫 与语法著作即是他的作品 此著作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 都被奉为标准参考书 从出版物的数量来看 东正教会比联合 教会表现更加活跃 这也许是因为他们 缺少其他保卫自己事业的渠道 也得不到公平的支持 在布列斯特联合与哥萨克 阶层兴起的推动下 乌克兰的两条主要边界 基督教 伊斯兰教边界和东西方边界 都开始向南和向东移动 这一推移过程为乌克兰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生活 带来许多重大变化 其中最有标志性的变化 就是基辅城 自十三世纪中叶蒙古入侵以来 第一次重新夺回乌克兰 历史中心的地位 在十七世纪上半叶 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 将成为东正教改革的重镇 这得益于从军事坦丁堡到 莫斯科的东正教会 应对欧洲宗教改革 和反宗教改革的努力 以及他们对自身进行的改革 基辅作为宗教和文化中心的复兴 始于十七世纪早期 此时这座古城 已经成为加利西亚东正教 知识分子的避难所 在西乌克兰 来自华沙 迫使东正教与罗马教廷 合并的压力与日俱增 而基辅的环境 对他们的宗教和教育事业更为有利 将基辅转变成东正教中心的关键 在于顶住布列斯特联合的压力 保持东正教会 对基辅洞学修道院的控制权 这座修道院 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最富有的机构 远远超出其他修道院 1615年 洞学修道院长院 叶利谢普列杰涅茨基 Yalisei Platonetsky 将一度由利维夫 东正教主教掌握的印刷所 迁到基辅 从利维夫和加利西亚 迁来的不只是印刷所 还有作者 教刊者和印刷工 他们在普列杰涅茨基的引导和庇护下 创造了一个新的学术中心 同年 一个东正教兄弟会在基辅成立 并像利维夫兄弟会一样 开办了自己的学校 14 这所学校将在后来成为一所西式学院 在普列杰涅茨基于1624年去世前 洞学修道院的印刷所 也已经出版了11部书 此时 基辅已经取代了奥斯特里赫和维尔纽斯的位置 成为东正教出版活动的大本营 从16世纪晚期开始 基辅以南的地区 实质上已成为哥萨克人的保留地 这一事实也帮助了基辅 崛起为与波兰天主教权威相协行的宗教 教育和文化重镇 哥萨克人在两个主要方面 为基辅的文艺复兴做出了贡献 第一 他们的存在极大的压制了来自达达人的威胁 让宗教意见者们 在这座城市中的生活和工作变得更加安全 也让修士们和在洞穴修道院田产上 耕作的电农们安心生产 为出版和教育事业提供资金支持 第二 在基辅修士面对华沙政府与日俱增的压力时 哥萨克人为这些从加利西亚来的东正教避难者 提供了他们需要的保护 1610年 哥萨克人的统领写下亲笔承诺 他们将杀死一名联合教会 派往基辅督促本地东正教会改宗的代表 八年后 哥萨克人履行了他的诺言 将这个人淹死在地孽薄河里 别的民族用长篇大论来争取的事 哥萨克人用行动来完成 东正教知识分子没劣迹 斯莫特里茨基写道 此时他已成为哥萨克人的辩护者 由于国王拒绝授予任何主教圣职 东正教会一度陷入缺少主教的境地 似乎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新的东正教主教团获得圣职制为重要 哥萨克人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620年秋天 最著名也最为人敬仰低哥萨克领袖彼得罗 科纳社为其 萨海达其内说服了在旅途中 经过乌克兰的耶路撒冷牧首塞奥法尼斯三世 十五 让他为新的主教团授予圣职 这次圣职授予不仅让东正教基辅都主教区重获新生 也让基辅成为一座宗教之都 这一切的发生几乎是自然而然的 国王不承认新的都主教约夫 伯列茨基 十六 并发布命令要逮捕他和新主教团的其他成员 这令伯列茨基无法继续留在维尔纽斯附近的新格鲁多克 十七 十四世纪以来东正教会基辅都主教的驻地 他别无选择 只能前往由哥萨克人控制的地涅薄河地区中心基辅 如今 东正教会在哥萨克人中拥有了自己的军队 而哥萨克人也得到东正教思想家和印刷所的助力 可以对他们的社会和政治诉求进行宣传 哥萨克人与东正教会的联合 在1632年秋天尤为令华沙头痛 这一年 莫斯科人的军队进入波兰 立陶宛联邦边界 企图重夺斯摩朗斯克和他们在动荡之年中 丢掉的其他土地 联邦在边境地区几乎没有部署军队 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此时的情况与1620年颇为相似 当时是萨海达其内在霍金之战中 挽救了这个国家 更糟的是 西级斯蒙德三是在春天死去 联邦此时正忙于一场旷日持久的国王推选 这位推动了布列斯特联合的国王的去世 对联邦上层而言是一个麻烦 却也带来了一个机遇 他们从此可以探索解决宗教危机的新道路 布列斯特联合没能缓和宗教分歧 反而令罗斯社会陷入分裂 并让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站在了当局的对立面 华沙方面制定的解决方案 被称为宗希腊里的罗塞尼亚民族接纳方案 东正教会将被承认为一个合法实体 享受与联合教会同等的权利和待遇 这个方案在由东正教贵族代表出席的 联邦议会中讨论产生 得到尚未登记的国王瓦迪斯拉夫四使 十八的支持也达到了一定的政治目标 他令东正教会的忠诚在短期内重归联邦 也确保了哥萨克人加入斯摩朗斯克战争 与联邦军队共同作战 此外 王室当局对东正教会的承认 还在教会高层与哥萨克人之间制造了一道裂痕 教会的生存不再需要哥萨克人的保护 从此开始倒向华沙一方 在协议推动者们看来 东正教会与王室当局的和解要求 成立一个新的神职领导层 为了增强与华沙购合一派的力量 议会的东正教参与者 推选了一位新的都主教彼得 墨西拉十九 墨西拉府一抵达基府 就逮捕了他的前任 并将其送进基府洞穴修道院的牢房 身为一名前波兰军官和洞穴修道院前长院 这位新东正教会领袖 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他曾与斯莫特里茨基和伯列茨基相熟 在自己的教会里 不需要依赖哥萨克人 或受哥萨克保护的人 他还拥有王室当局无保留的支持 因为他毕竟出生于一个统治家族 彼得 墨西拉没有王室血统 但他是摩尔达维亚公国东正教统治者 领主 二十的儿子 因此无疑属于联邦的贵族阶层 墨西拉的颂养者们将他视为罗斯的新领袖 奥斯特罗斯基等王宫和萨海达奇内等哥萨克人 曾被东正教知识分子 歌颂为基辅王宫弗拉基米尔大帝和智者 亚罗斯拉夫的传承者 如今墨西拉却取代了他们的地位 你是否记得罗斯曾多么光荣 有多少伟大的君主 墨西拉的一位颂养者以圣索菲亚大教堂 智者亚罗斯拉夫的建筑遗产 墨西拉将之重建 的口吻写道 如今他们已经凋零 罗斯需要您的出现 墨西拉抱着极大的热忱 将恢复罗斯时代的教堂视为己任 重建了其中相当一部分 然而在17世纪中叶 重建这个词与今天的含义相去甚远 正如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外观所显示 墨西拉和他的建筑师们 从来无意恢复这座教堂的拜占庭师面貌 他们重建教堂时采用的新样式来自西方 受到欧洲巴洛克风格的影响 不同文化风格趋势的融合 决定了墨西拉担任都主教时期 各种作为的本质 而我们今天所见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正是这种融合的范本 尽管教堂内部仍用拜占庭式的壁画桩点 从外观上看它却是一座巴洛克式教堂 拜占庭传统的西方化 还有东正教会对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运动 挑战的适应 是墨西拉的宗教和教育创新的两大驱动力 就建筑的例子而论 墨西拉采用的那些风格 并不仅仅是西方的 同时还是天主教的 联合教会和东正教会之间相互竞争 努力尝试在追赶天主教革新运动的同时 不放弃自己的拜占庭传统 联合教会可以将他们的学生送到罗马 以及中欧和西欧的耶稣会学校 东正教会却无此优待 为应对这种挑战 墨西拉在基辅建立了第一所东正教学院 并改造耶稣会学院的课程为己所用 这所1632年建立的学院合并了基辅兄弟会学校 和洞学修道院学校 后来被称为基辅墨西拉高等学院 如今是乌克兰最优秀的大学之一 与17世纪是一样 它也是乌克兰最西方化的大学 墨西拉巩固了基辅作为联邦东正教地区 及其他地区的一流出版业中心的地位 17世纪40年代在基辅出版的书籍的传播范围 远远超出乌克兰 其中的《圣里一鬼》21 是第一本对东正教仪式进行系统化的著作 另一本题为《正教信条》22的作品 则在史上第一次对东正教信仰的基本问题 进行了全面讨论 以问答的方式对260个问题做出解释 这本书在1640年左右写就 在1643年的一次东正教牧手会议上获得通过 于1645年在基辅出版 这部深受天主教风格影响的《正教信条》 成为对军事坦丁堡牧手西里尔·卢卡里斯 23 1633年那部有新教倾向的问答式作品的回应 东正教牧手们的认可令《正教信条》 成为包括莫斯科沙皇国在内 整个东正教世界的权威著作 墨西拉所开创的教育和出版事业 最主要的目标在于革新基辅东正教会 这位都主教致力于加强教会中主教的权力 强化神职人员戒律 改善与王室当局的关系 而一个教育良好的教室阶层 一个概念清晰的信条系统 和一套标准化的胜利实践 与他的这些努力息息相关 所有这些举措都是对整个欧洲 宗教生活信条化浪潮中的标志性事件 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做出的应对 信条化这个词有多重含义 在16世纪 处于天主教新教分界线上的所有教会 都忙于信条规范化 教师教育 戒律强化和胜利仪式标准化 并通过与世俗权威的合作来实现 到了17世纪中叶 彼得 墨西拉领导下的东正教会 也加入了这场欧洲大合唱 值得一提的是 自1240年的蒙古入侵之后 基辅这座城市 就几乎从东正教世界的地图上消失了 此时扮演着东正教改革领导角色 却是基辅 而不是莫斯科或军事坦丁堡 除了前文提到的原因之外 还有其他因素造成了这一现象 动荡之年过去之后 莫斯科的牧手们相信 除了莫斯科沙皇国之外 没有真正的宗教 因此 不光与西方隔绝 也被东方基督教世界摒弃 处于奥斯曼人控制下的 军事坦丁堡教会 尝试仿照新教模式进行改革 却未能沿这条路走下去 军事坦丁堡牧手希里尔 卢卡里斯在1629年 用拉丁语出版了一部 深受新教教理影响的 东正教信仰的事宜 Confessio 却在1638年 被苏丹下令绞死 罪名是 索使哥萨克人 进攻奥斯曼帝国 同年举行的军事坦丁堡教会会议 因卢卡里斯的神学观点 将它隔出教门 竞争发生在墨西拉和卢卡里斯之间 也发生在东正教改革的 天主教模式和新教模式之间 最终墨西拉的模式 取得了胜利 它的改革运动 将在接下来的150年中 对东正教世界 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布列斯特联合的影响下 无论广义的联邦内的整个罗塞尼亚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社会 还是狭义的乌克兰精英阶层 都分裂为两个教会阵营 这种分裂 在今天的乌克兰仍然存在 然而 有关布列斯特联合命运的斗争 也让这个社会对其共性 历史 文化和宗教传统 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尽管斗争中充斥着激烈的言辞 偶尔还发生实质性的暴力 它却促成了一种新的多元政治 宗教文化的诞生 这种多元文化允许讨论 包容不同意见 东西方基督教世界交界地带的位置 为乌克兰带来的 不是一个融合两种基督教传统的 边界教会 这顶帽子 往往为联合教会所专享 而是两个 在寻求对自身的改革 和适应布列斯特联合之后 几十年间新情况的过程中 东正教会同样拥抱了 来自西方的宗教和文化新潮流 17世纪初 要想在乌克兰境内 画出一条东西方 基督教世界的清晰分界线 比现在更加困难 在这条宗教分界线的两侧 关于布列斯特联合的论争 都起到了帮助罗斯社会 从知识长眠中苏醒的作用 辩论者们涉及的话题 有罗斯的皈依和基辅都主教区的历史 有教会 立陶宛大公绝制下罗斯国土 和卢布林联合之后的 东正教信仰的各种权利 也有后来那段时期的 王室法令和议会解决方案 对于能够阅读并参加到 这个时代的政治 社会和宗教发展中的人而言 论争者们创造了一种 此前从未有过的 自我身份认同感 如果说论争者们 在宗教议题上各执一词 他们却都对那个 被他们称为罗塞尼亚民族 Narob Rusty的实体 表现出了最高敬意 并都宣称 自己是在为他的利益而战 1. Samuel Huntington 1927-2008 当代美国政治学家 以其作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文明于世 2. Uni-8 显称东方天主教会 或东夷天主教会 是天主教的一个分支 包括20多个自治教会 他们完全承认罗马教廷地位 但保存了与其有关的 各东方基督教会的仪式 3. Archimandrite 东正教会和东方天主教会中 有主教任命的高级修道院院长 负责对某座大修道院 或数座普通修道院 履行监督职责 4. Jajit 以为耶稣会 Society of Jesus 成员或耶稣会的 耶稣会是天主教会的主要南修会之一 创立于1534年 5. Yeroslav 经波兰东南部城镇 6.至1439年至1445年间的 佛罗伦萨大公会议 它是罗马天主教的第17次大公会议 由于拜占庭帝国 希望借罗马教庭的影响力 来抵抗奥斯曼土耳其 因此也有许多东方教会受邀预会 这次会议造成许多东方教会 与天主教的共融 一些东夷天主教会由此诞生 7. Climate 8 1536-1605 1592-1605年在位 8. Breast 金白俄罗斯布列斯特州首府 9. Ipati Poltai 1541-1613 基辅及加利西亚都主教 1599-1613年在任 10. KYRYL Terlet Sky 1607 曾历任图罗夫平斯克主教和卢斯克 奥斯特罗主教 他是第一位被军事坦丁堡认名为都主教 X-ARK的乌克兰人 11. Sigismund III 1566-1632 波兰国王 立陶宛大公西吉斯蒙德三世 1587-1632年在位 他也曾出任瑞典国王 1592-1599年在位 称西吉斯蒙德 12. P. O. Perskargar 1536-1612 波兰耶稣会士 波兰立陶宛联邦中反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 以辩才闻名 13. Meletai Smoltrychki 约1577-1633 波兰立陶宛联邦时期乌克兰作家 语言学家曾任波洛茨克大主教 其作品对东斯拉夫语发展有深远影响 14.此集基辅主显兄弟会学校 Kiev Epiphany Brotherhood School 建本书第八章著 15. F. O. F. III 约1570-1644 东正教耶路撒冷牧首 1608-1644年在任 16. Yof Borakstai 1631 基辅加利西亚及全罗斯都主教 1620-1631年在任 著名的教会领袖 教育家和东正教护教者 17. Nevarudek 金白俄罗斯西部城市 部分学者认为 新格鲁多克在13世纪 曾是立陶宛大公国的首都 18. Vladislav Svesa 1595-1648 波兰瓦萨王朝国王 及立陶宛大公 1632-1648年在位 19. Peter Mohaila 1596-1647 基辅加利西亚和全罗斯都主教 1633-1647年在任 出生于摩尔达维亚 是一位影响深远的神学家 20. Haspadar 多种斯拉夫语言中 一词的拉丁字母转写 以为主人灵主 21. Liturgicon 乌克兰东正教会最重要的 圣里仪轨著作 1629年出版于基辅 在1721年北俄罗斯东正教会 采用的文本取代 22. Confession of the Orthodox Church 墨西拉主持编撰的问答式著作 23. Cyril Lucaris 1572-1638 希腊主教及神学家 亚历山大希腊牧首希利尔三世 及军事坦丁堡普世牧首希利尔一世 他致力于利用新教神学来 对正教会进行改革 1629年 新教加尔文教在日内瓦出版了 冠以卢卡里斯之名的拉丁文版 东方基督教信仰是一 Eastern Confession of the Christian Faith 及下文中的Confessio 并在1633年出版希腊文版本 第十章 大叛乱 史称 大叛乱 低格萨克起义在1648年春天爆发 这是16世纪末以来的 第七次大规模哥萨克暴动 联邦镇压了前六次 但这一次叛乱的规模 已经大到无法镇压 它改变了整个地区的政治版图 并诞生了一个被许多人 视为近代乌克兰雏形低格萨克国家 它也开启了俄罗斯涉足乌克兰事物的漫长历史 被广泛认为是作为不同民族的俄罗斯 和乌克兰之间关系史的开端 大叛乱始于对一块政府赠地归属权的争执 与1591年克里什托夫 克辛斯基领导的第一场哥萨克叛乱 如出一辙 争吵发生在一名显贵 和下层贵族伯赫丹 赫梅尔尼茨基 一之间 后者碰巧还是一名哥萨克军官 十年53岁的赫梅尔尼茨基 曾在多次战斗中为国王尽忠竭力 并在1638年低哥萨克叛乱之后 担任哥萨克军团书记官 二 在他位于苏伯济夫 三 的庄园被一名联邦高官的仆从夺走后 赫梅尔尼茨基向宫廷求助 没有收到任何效果 却被他的强大对手送进了监狱 他逃了出来 直奔扎波罗热的西齐 西齐低哥萨克叛乱者 像亲人一样欢迎他的到来 并推选他为统领 其实为1648年3月 黄金和平终结 大叛乱登场 截至此时 事态的发展还与从前 低哥萨克叛乱没什么两样 但赫梅尔尼茨基改变了人们 已经熟悉的模式 他没有立刻到北方 去催程拔债劲面对联邦军队 而是先前往南方寻找同盟 他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 颠覆了惯常的草原政治生态 向克里米亚克汗表示出善意 并向对方提供了一个机会 谨慎的克汗许可他的陈属 克里米亚以北的诺盖部落 加入哥萨克人阵营 对赫梅尔尼茨基和哥萨克叛军而言 这不吃一个意外的大喜 尽管哥萨克人在今天的大众文化中 总以骑手的形象出现 但在17世纪中叶哥萨克士兵 大都是步兵 他们没有自己的骑兵部队 因为维持一支骑兵部队的费用太过昂贵 只有贵族才养得起适合作战的军马 往往还不止一匹 通过与马上作战的达达人建立新同盟 和梅尔尼茨基解决了缺少骑兵的问题 从现在开始 哥萨克人不再只能攻打防守薄弱的边境城镇 也不再只能躲在自己营类中防守 而是可以在战场上与波兰军队正面作战 没过多久 这次结盟就证明了它的价值 1648年5月 哥萨克和达达联军击败了两支波兰军队 一次是在若夫济卧际 黄水 四 附近 距扎波罗热的西齐北面的通道不远 另一次是在中地涅泊和地区的小城科尔松 五 除了近400名诺盖骑兵 参与这两次战役外 哥萨克人成功的关键 还在于约600名在侧哥萨克士兵决定倒戈 抛弃了他们的波兰主子 加入了赫梅尔尼茨基的叛乱 波兰的常备军全军覆没 其两名主将 王氏大统领和王氏副统领 以及数百名军官都成为达达人的俘虏 哥萨克人的意外成功震动了整个联邦 然而 赫梅尔尼茨基和他最亲近的支持者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 这位统领对下一步行显得犹豫不决 1648年6月 随着波军的溃败和联邦陷入一片混乱 博赫丹 赫梅尔尼茨基给自己放了一个夏日架 回到故乡齐西林 6 思索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 然而叛军们拒绝止步不前 原有的在侧哥萨克人部队 在基辅以南的小城比拉财尔科瓦附近驻扎下来 但整个乌克兰其余地方都爆发了人民起义 受到哥萨克胜利的鼓舞 农民和市民都起来夺取权力 他们进攻大地主的庄园 席绕他们撤退中的雇佣军找贵族清算旧账 并四处追捕天主教牧师 然而在1648年夏天的农民叛乱中 被伤害最深重的却是乌克兰犹太人 赫梅尔尼茨基在叛乱之初写给当局的第一批信件里 就提到了犹太成族人 这位哥萨克统领控诉了王室官员们 团长们指挥在侧哥萨克人的波兰军官 甚至还有犹太人对哥萨克人做出的不可忍受的不公行为 犹太人只是被赫梅尔尼茨基顺便提到 在他的敌人序列里只能排到第三或第四位 然而又按乌克兰地区的叛军们有他们自己的优先目标 此地的犹太人从1648年6月开始遭到全面袭击 进攻犹太人的叛军往往将他们 尤其是犹太男子杀害 这造成了一个又一个犹太人社区的覆灭 在1648年夏天的三个月里 叛军几乎将又按乌克兰地区的全部犹太人社区从地图上抹去 由于我们不知道叛乱之前有多少犹太人生活在这里 也就无从得知到底有多少受难者 但大多数学者估计有1.4万到2万名犹太人丧生 考虑到事件发生的年代和地点 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尽管17世纪的乌克兰经济发展迅速 它相对而言仍属人烟稀少的地区 20世纪的犹太和乌克兰历史学家十分重视 17世纪蒂涅伯乌克兰地区 反游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 城镇中犹太工商业者与基督徒工商业者之间的对立 还有犹太成族人作为贵族和农民之间中间人的角色 都可以部分地解释哥萨克叛乱中发生的暴力现象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乌克兰犹太人遭受的攻击中的宗教动机 在基督徒犹太人分野中的任何一方 宗教都是决定社会身份的关键因素 内森汉诺威七是记录这些屠杀事件的编年史作者中最著名的一位 他将攻击者称为希腊人意在表明他们的东正教信仰 而不是表明他们所属的民族 部分叛乱者要求在屠杀中幸存的犹太人改宗 认为这是自己的宗教责任 许多犹太人由于被强制改宗基督教而保全了性命 其中一些人加入了哥萨克群体 另一些则在被灭族的威胁消除后重归犹太教信仰 到赫梅尔尼茨基和他的军队在1648年秋天度过蒂涅伯和西禁时 这一地区远至卡缅涅茨 八位于波多里亚和利维夫位于加利西亚等波兰要塞的犹太人 波兰贵族和天主教牧师群体都已被他们消灭 联合教会的信徒们也消失了 他们要么向西撤退要么改宗了东正教 后一个选择倒是不费什么力气 很少有人了解或关心教理上的问题 因此两个东方基督教会之间的差别仅仅是辖区不同 新召集的波兰军队试图阻止哥萨克达达联军的西禁 却在波多里亚的皮里亚乌齐9再次大半 到1648年年底 哥萨克人与达达人的部队已经围困了利维夫和波兰乌克兰族群边界上的小城扎莫西齐时 但他们并没有继续前进 此时在哥萨克军和华沙之间并无军队防守 决定公事到此为止的不是军事因素 而是政治考量 此时博赫丹 赫梅尔尼茨基的新诉求已与叛乱第一个月是不同 不再是保护哥萨克的权力和待遇 但也并不是联邦的毁灭 1649年1月到2月间 波兰使节在基辅东南的佩列亚斯拉夫 拜见了这位哥萨克统领 在谈判中 赫梅尔尼茨基公开了他的新计划 他宣布自己是罗斯唯一的统治者 并威胁要将波兰人赶到维斯瓦和以西 此时的赫梅尔尼茨基必定是将自己视为了基辅罗斯王公们的继承者 1648年12月 赫梅尔尼茨基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 在基辅为自己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 基辅都主教对这位统领表示了欢迎 耶路撒冷牧首也同样做出友好的姿态 将赫梅尔尼茨基称为王公 并为他对波兰人的战争进行祝福 墨西拉建立的基辅学院的师生们 热切地迎接罗斯的新领袖 将他称为将罗斯民族从波兰人的奴役下解救出来的摩西 他们一直未敢对他们的前一位庇护者 两年前去世的都主教墨西拉 献上这样的荣誉 这位哥萨克统领肩负起了整个民族的领袖责任 不再只为哥萨克人的权利而战 他保护罗斯民族权利的办法是创建一个公国 或者说一个国家 这是一次革命性的进步 哥萨克人刚出现时尚处于社会边缘 处于一个成熟政治体的对立面 现在却开始思考建立自己的国家的问题 新国家的疆界将在战争中划定 1649年夏天 化解过程中最关键的战役在沃里尼亚 小城兹伯里夫十一附近爆发 在克里米亚克罕伊斯兰三世格莱 十二率领的达达人的帮助下 赫梅尔尼茨基的军队向新任波兰国王约哈二世卡奇米日 十三的军队发起进攻 依靠达达盟友的助力 哥萨克人取得了胜利 迫使波兰官员签署协议 对联邦里这个名为自制 实为独立蒂哥萨克国给予王室的承认 国王同意将在册的哥萨克人的名额增加到四万人 实际上此时资伯里夫低哥萨克军的兵力已达到十万人 由哥萨克农民和市民组成 哥萨克人得到了在联邦东部三个省内居住 实际上是统治的权利 这三个省是基辅 布拉茨拉夫和切尔尼格夫 他们共同组成在历史上被称为哥萨克国十四的新哥萨克国 哥萨克国的很大一部分正好位于被早年间的波兰和法国制图师们 成为乌克兰的草原地区 不久以后 哥萨克国将以乌克兰之名为人所知 新国家的元首及军事长官就是哥萨克统领 他在其参谋部的协助下统治哥萨克国土 参谋部包括一名书记官 一名炮兵指挥 一名法官及其他军官 早期哥萨克时代的军事民主 在叛乱的第一个月还起到了关键作用 此时却已成为历史 团长们和参谋部成员们的会议取代了每个哥萨克人都有权参加的大会 一切重要事物都由他们决定 由于针对彩翼制度的叛乱摧毁了旧的经济体系 杀死或驱逐了该体系中的主要角色 包括犹太人在内 而农民都宣布自己是哥萨克人拒绝为贵族耕种田地 这个新生的国家只能依靠战利品 关税和对碾磨谷物收取的末房税来充实自己的国库 老的联邦行政体系在理论上得以保留 基辅总督的职位归于一位忠于国王的东正教贵族 但哥萨克统领掌握着实际统治权 甚至不需要向国王报告他的行为 基于他们的边境地区经验和军事化的社会组织方式 哥萨克人在自己的地盘上 引入了一种受奥斯曼帝国军事或行政模式影响的新行政系统 他们将哥萨克国分为一个个团区 设立团长来管理每个区的行政、司法和财政机构 当然最重要的是管理其军事组织 这样的团区一共有20个 每一个都以其最主要的城市命名 并必须拥有一支可以随时作战低哥萨克团 这种将军事、行政和司法权力结合在同一个部门的结构 也为更小的城镇和村庄所沿袭 管理这些底层单位的长官被称为队长 其主要任务是在战时集合起一支联队 百人队 与克里米亚达大人的结盟 使哥萨克人在叛乱前两年的胜利成为可能 这次结盟也将赫梅尔尼茨基卷入了奥斯曼帝国的地缘政治网络 因为奥斯曼人在黑海北岸地区拥有许多附庸国 其中包括克里米亚、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吉亚、金罗马尼亚的一部分 这些国家与伊斯坦布尔的关系为赫梅尔尼茨基提供了一个样板 让他得以建立相对于国王的独立性 而不需要放弃好不容易得到低哥萨克国家地位 哥萨克乌克兰已经做好接受苏丹保护的准备 就像奥斯曼人的其他附庸国一样 这正是赫梅尔尼茨基在1651年春天和夏天 与伊斯坦布尔谈判的核心内容 为了应对与联邦的另一次大冲突 他甚至签署了一份承认奥斯曼帝国苏丹宗主地位的文件 赫梅尔尼茨基需要的回报是直接的保护 也就是需要奥斯曼帝国军队真正向波兰军队发动进攻 就像他们1620年在楚措拉和1621年在霍金所做的那样 但此时奥斯曼人正忙于和威尼斯人的海战无法脱身 年方九岁的苏丹穆罕默德四世十五的顾问们没有派出自己的军队 而是命令克里米亚克汗为赫梅尔尼茨基提供军事支援 这并非哥萨克统领所希望的回报 因为克里米亚人有自己的算盘 他们希望让这一地区的冲突尽可能延续下去 以免哥萨克人对联邦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1649年的兹伯里夫战役正是如此 克里米亚克汗选择了与波兰国王构合 而非帮助赫梅尔尼茨基打败波兰军队 同样的事情完全可能再次发生 事实上这样的事情确实再次出现了 并且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发生的 1651年夏天在沃里米亚的百列斯台齐克16附近发生的战役中 克里米亚达达人在两军交战正酣时撤离了战场 导致哥萨克军主力部队被包围歼灭 与克汗一同撤退的赫梅尔 尼茨基成了自己盟友的人质 他被释放后重新组织防御 才避免了哥萨克国的灭顶之灾 这场灾难中结了赫梅尔尼茨基对克里米亚达达人的依赖 1651年秋天他与联邦订立了一份新的协议 再测哥萨克人名额被减半到2万人 哥萨克国的范围被缩减到基辅省 布拉茨拉夫和切尔尼哥夫则将重归联邦的直接管辖 由于这样的条件并没有兑现 另一场战争似乎就在眼前 哥萨克国需要新的盟友 赫梅尔尼茨基把目光锁定在摩尔达维亚公国身上 摩尔达维亚是奥斯曼帝国的正式蜀国 但一直在伊斯坦布尔与华沙之间保持着某种平衡关系 1650年 这位哥萨克统领向摩尔达维亚派出一支哥萨克军队 迫使对方与他正式结盟 他还说服摩尔达维亚统治者瓦西里 卢普 17 将其女儿罗克山达 嫁给自己的儿子提米什 18 哥萨克人在百列斯台七可战败后 卢普试图将自己从这桩结盟中解脱出来 却没有成功 1652年 赫梅尔尼茨基再次派出数千名提亲者前往摩尔多瓦 提亲者们在途中的巴提赫之战中 击败了一支波兰大军 随后在瓦西里 卢普的宫廷里 魏提米什和罗克山达举行了婚礼 赫梅尔尼茨基正是通过这样的手段 成为受到国际承认的君主中的议员 仅仅通过与奥斯曼人及其附庸的联盟 赫梅尔尼茨基的所获终究有限 这一事实在1653年秋天得到惨痛的证明 当时哥萨克人正在波多里亚的日瓦涅茨 十九小镇附近对王室军队作战 哥萨克一方的克里米亚达达人 再一次阻止了哥萨克人获得胜利 战役的结果正如克里米亚可汗所愿 没有分出胜负 波兰王国和哥萨克国再次回到他们在资伯里夫签署的协议上 再册哥萨克人名额为四万人 三个省归哥萨克人管辖 人人都清楚 这只是另一次停火 而非实质性的妥协或持久的和平 哥萨克人想要的是整个乌克兰和一部分白俄罗斯 而波兰国王亦会更甚 甚至不打算承认哥萨克人在其实际控制的三个省的管辖权 赫梅尔尼茨基和哥萨克国必须寻找不一样的盟友 尝试与联邦当局达成妥协逐渐被证明是不可能的 而哥萨克人只靠自己无法在与如此强大的敌人的斗争中生存下来 克里米亚人允许他们起来抗争 但不能接受他们击败波兰人 奥斯曼人没有派出自己军队的打算 而与摩尔达维亚人的结盟则以赫梅尔尼茨基的个人悲剧告终 1653年9月他的21岁的长子提米什在苏恰瓦要塞 二十金属罗马尼亚的守城战中被杀死 进攻方是瓦拉吉亚和特兰西瓦尼亚21的联军 这两个国家的君主对赫梅尔尼茨基与卢普的结盟不满 1653年12月底赫梅尔尼茨基把他的儿子安葬在位于苏伯基夫自己的庄园里 离其西林不远 葬礼在新建的圣伊利亚教堂举行 这座教堂是哥萨克草原上的巴洛克式建筑的典范 至今尚存并成了乌克兰纸壁上的图案 埋葬了提米什之后 这位年迈的哥萨克统领将自己的国家 纳入奥斯曼帝国政治体系的计划也宣告终结 赫梅尔尼茨基叛乱国际化过程的转折点发生在1654年1月8日 地点是佩列亚斯拉夫城 这一天 伯赫丹 赫梅尔尼茨基率领匆忙召集起来的一群哥萨克军官 向乌克兰的新君主莫斯科沙皇阿列克县罗曼诺夫 22 宣誓效忠 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漫长而纠缠不清的关系从此开始 1954年 苏联举行了盛大的仪式 庆祝乌克兰与俄罗斯重新统一300周年 庆祝亦在暗示 全乌克兰人都在佩列亚斯拉夫选择了重归俄罗斯 并接受沙皇的统治 然而1654年在佩列亚斯拉夫真正发生的事情 并非如苏联历史学家所声称 他既不是乌克兰与莫斯科沙皇国 他后来被彼得一世 23 改称为俄罗斯帝国的重新结合 也不是两个兄弟民族的再次携手 1654年 没有一个身处佩列亚斯拉夫或莫斯科的人 会从族群的角度来考虑或谈论问题 莫斯科沙皇国使馆的材料中记录了伯赫丹 赫梅尔尼茨基在哥萨克军官会议上发表的讲话 从这份讲话中 我们得以略微了解这位乌克兰统领 对其选择做出的介绍和解释 我们已经召开了一次全体人民都可以参加的会议 这样你们可以和我们一道 有机会从四位君主中自由选择一位 第一位是土耳其沙皇 苏丹 他多次通过使节请求我们接受他的统治 第二位是克里米亚克汗 第三位是波兰国王 只要我们愿意 他仍会给予我们像从前一样的恩欲 第四位是信仰东正教的大罗斯 二十四 君主 沙皇 阿列克县米哈伊洛为其大公 全罗斯东部的君王 六年来我们一直向他恳请庇护 现在按你们自己的意愿做出选择吧 很明显 赫梅尔尼茨基耍了一个花招 他和哥萨克军官们早已做出选择 决定导向莫斯科的君主 根据莫斯科沙皇国使馆的报告 这位首领利用听众对东正教共同体的情感来打动他们 参加会议的人都高喊他们 希望信仰东方正教的沙皇成为自己的统治者 这听起来与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运动中那些基于宗教的联盟一样 此时三十年战争 二十五才刚刚结束五年 在这场战争中 欧洲各国所结成的联盟 在很大程度上都基于各自的宗教认同 我们无需指责莫斯科或乌克兰的精英集团 不把对方视为兄弟和同属一个罗斯民族的成员 双方甚至需要翻译才能相互理解 在俄罗斯档案中 保存至今的赫梅尔尼茨基写给沙皇的信件 大部分是这些官方议员提供的翻译件 以历史记忆和宗教信仰为代表的基辅罗斯传统依旧存在 但仅仅是存在于几部手抄的编年史中 四个世纪以来 未来的白俄罗斯 乌克兰和俄罗斯一直身处不同的政治环境 受不同的国家统治 这加剧了他们之间长期存在的语言和文化差异 在赫梅尔尼茨基和哥萨克团长们 打算跟俄罗斯史杰瓦西里布图尔林 Vesely Buterling商谈协议条款时 这样的差异就浮出了水面 布图尔林告诉哥萨克人说 沙皇将给予他们超过波兰国王能提供的待遇 但拒绝谈判 赫梅尔尼茨基表示反对 声称他们已经习惯于与国王和其官员们谈条件 然而布图尔林回答说 波兰国王只是一个选举产生的君主 地位不能与继承制的俄罗斯沙皇相比 他同时还拒绝就他向哥萨克人做出的宽泛承诺启示 理由是沙皇从来不向陈明宣誓 赫梅尔尼茨基急需莫斯科人的军队尽快投入战斗 最终在无法得到对方誓言的条件下同意向沙皇宣誓效忠 哥萨克人将佩列亚斯拉夫协议视为对双方义务做出约定的契约 就赫梅尔尼茨基而言 他和他的政治体进入了沙皇权威的语义之下 他们承诺效忠并提供军事服务以换取莫斯科的保护 然而在沙皇眼中 哥萨克人只是一群新的臣民 他在为他们提供了一定权利和待遇之后 就不再负有任何义务 至于他对新领土的权利 沙皇是从王朝传承的角度来看待的 对沙皇和他的内阁来说 他只是在接管自己祖传的遗产 即基辅、切尔尼格夫和佩列亚斯拉夫这三座城市 无论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法律和意识形态基础 为何沙皇还是兑现了布图尔领许下的承诺 向哥萨克人提供了波兰国王从未同意过的待遇 承认哥萨克国的国家地位 6万人的在策哥萨克人名额 以及哥萨克人领地享受特别优待 他还同意给予他们波兰国王 治下其他阶层所享受的自由 然而 这份协议首先奠定的是一个军事同盟的基础 他没有为哥萨克领地划定西面的边界 这意味着 只有刀剑能决定他们能向西走多远 莫斯科人和哥萨克人的军队 从各自的战线上对波兰、立陶宛联邦开战了 在一支莫斯科部队的协助下 哥萨克人从波兰王国境内的乌克兰发动了攻势 而莫斯科自己的军队则从斯莫朗斯克附近开始进攻 并向西穿过白俄罗斯推进到立陶宛境内 也就是划分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王国的卢布林边界以北 尽管1654年波兰、立陶宛联邦军队在克里米亚 克汗的援助下抵挡住了东线的进攻 到了1655年夏天和秋天 联邦的反攻却崩溃了 哥萨克人再次围困了利维夫 而莫斯科人的军队则进入了立陶宛大公国的都城维尔纽斯 这是波兰历史上大洪水时代的开端 不光是莫斯科人和哥萨克人的军队 深入了波兰、立陶宛联邦领土 到了1655年7月 瑞典人也渡过波罗的海向联邦发起进攻 同年10月 华沙与波兰救都克拉科夫 26都已落入瑞典人之手 瑞典人对被莫斯科军队征服的那部分 立陶宛大公国领土也提出了要求 莫斯科沙皇国开始担心波兰的彻底崩溃 及瑞典的急剧膨胀 1656年秋天 莫斯科的外交官与波兰、立陶宛联邦 在维尔纽斯签订合约 终结了波兰与莫斯科之间的敌对状态 由于未获允许参加谈判 赫梅尔尼茨基和他低哥萨克军官们被激怒了 莫斯科人与波兰单独构合 意味着哥萨克人需要再次独自面对他们的宿敌 对他们来说 沙皇违反了佩列亚斯拉夫协议中他的主要义务 为其臣民提供军事保护 伯赫丹、赫梅尔尼茨基无视莫斯科与波兰之间的合约 派出军队帮助瑞典的盟友 特兰西瓦尼亚的新教统治者对抗波兰 如今 连沙皇与哥萨克人之间的军事同盟也摇摇欲坠 瑞典与波兰府一开战 赫梅尔尼茨基就已经开始物色新的盟友 瑞典人似乎决心摧毁波兰、立陶宛联邦 而这也正是赫梅尔尼茨基所希望的 这位哥萨克统领眼中 沙皇对乌克兰的背叛行为发生后 关于乌克兰、瑞典协议的谈判加快了 如果这份协议达成 波兰、立陶宛联邦就将被彻底终结 也能保证哥萨克国不仅能占有整个乌克兰 成为这位年迈统领留下的巨大 而有争议的遗产中的重要部分 18世纪低哥萨克编年史作者们 对赫梅尔尼茨基大家颂扬 与1648年12月他进入基辅城时 基辅学院的师生们如出一辙 他们赞美他为民族之父 是打碎波兰人加诸他的人民的枷锁的解放者 也是在与沙皇的谈判中取得了最好结果的 哥萨克统领 在佩列亚斯拉夫谈判之后 获得沙皇批准的伯赫丹赫梅尔尼茨基条款 也被颂扬者们视为一份保护俄罗斯帝国境内 乌克兰人自由的大宪章 27 一 勃党卡梅尔尼斯卡 约1595至1657 哥萨克国首任酋长1648至1657年在位 他领导了赫梅尔尼茨基起义 建立了哥萨克国 他在1654年与莫斯科沙皇国定立佩列亚斯拉夫条约 使得乌克兰最终被并入俄罗斯 2 Chancellor 哥萨克军团中负责各种文书和联络工作的高级军官 后文中的总书记官General Chancellor 则是哥萨克国中央行政机构总军事书记处General Military Chancellery的首脑 负责监督统领的国内外事务 掌管应计 档案 文书和法令起草等事务 并有代理统领签署命令的权利 3 Sabatif 乌克兰西南部城镇 4 Softivodi 乌克兰中部城镇属地涅波罗比德罗夫斯克州 其地名为黄水得名于流经此地的若福塔河 Softar River 5 Korsum 在经乌克兰中部城市科尔松 社府秦齐夫斯基 Korsum-Shavchenki-Skyei附近 6 CHYHYRYN 乌克兰中部齐尔卡瑟州城市 在1648年至1669年间是哥萨克国的都城 7 Nathan Hanover 1663 罗塞尼亚犹太人历史学家 犹太教法学者 8 Kami Ennis 经乌克兰西部和梅尔尼茨基州城市 卡缅涅茨 波迪尔斯基 Kami Ennis 波迪尔斯基 9 Pile FC 位于经乌克兰西部和梅尔尼茨基州的匹里亚瓦村 Pileva 附近 10 Ze Most 经波兰东南部卢布林省城市 11 Ze Belief 经乌克兰西部吉尔诺布尔州城市 12 Islam Sanjiri 1604-1654 克里米亚汉国可汗 1644-1654年在位 13 John R. Kazimir 1609-1672 波兰瓦萨王朝国王及立陶宛大公 1648-1668年在位 John 翼翼作羊 波兰语作jem 14 Hedmanate 多一座哥萨克酋长国或哥萨克国 本书根据Hedman译词的波兰军队指挥官的原意 统一将Hedman译词一座统领而非酋长 故后文中的Kazak Hetmanate均简称哥萨克国以免混淆 15 Mamp 4 1642-1693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 1648-1687年在位 16 Borastako 19 近乌克兰西北部沃伦州小城 17 Varsila Lapu 1595-1661 摩尔达维亚王宫 1634-1653年在位 18 Taymish Kamelniskai 1632-1653 伯赫丹和梅尔尼茨基的长子 在1653年战死 19 Venus 近乌克兰西部和梅尔尼茨基州的一个村庄 位于日望齐克和会入德涅斯特河的河口附近 20 Susiva 近罗马尼亚东北部摩尔达维亚及布科维纳地区城市 在14-16世纪间曾是摩尔达维亚公国首都 21 Transylvania 近罗马尼亚中西部地区 在16-18世纪间曾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诸侯国 22 Alexei Romanov 1629-1676 纸莫斯科沙皇国沙皇阿列克县米哈伊洛维奇 1645-1676年在位 23 Peter I 1672-1725 及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 他于1721年将莫斯科沙皇国沙俄 改为俄罗斯帝国 24 Great Russ 纸莫斯科沙皇国 后来的俄罗斯相对小罗斯 哥萨克国和白罗斯 金白俄罗斯东部而言 25 30 Years War 由神圣罗马帝国内战 沿蜡美尔城的欧洲国际战争 发生于1618-1648年间 以波西米亚人民 反抗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为肇使 以哈布斯堡家族战败并签署 威斯特伐利亚合约 告终 26 Krakow 经波兰第二大城市 波兰南部小波兰省首府 27 Maknakarta 又被称为自由大宪章 Maknakarta Libertatum 是英格兰国王约翰 1166-1216 最初于1215年6月15日 签署的贵族权益保障协议 1225年经过修订的大宪章 首次成为法律 第十一章 分裂 赫梅尔尼茨基的叛乱 开启了一段漫长的战争时期 这令许多历史学家 将叛乱之后的几十年 成为废墟年代 乌克兰尤其是 蒂涅伯和右岸 遭受的摧残和人口减少 的确对本地区经济 政治和文化生活 造成了巨大打击 然而战争最主要的长期后果 则是乌克兰 以蒂涅伯和为界 在莫斯科沙皇国 和波兰之间的分裂 作为边界的蒂涅伯和 成为乌克兰 早期近代历史中的 一个重要元素 即使在今天 仍有一些人认为 这条分界线有其意义 它对居住在 从前波兰边界两侧的 乌克兰人的文化倾向 某些时候 也包括政治倾向 产生了影响 伯赫丹 赫梅尔尼茨基 对哥萨克国的期待 是领土的扩张 而非被分割成小块 然而 哥萨克军官阶层内部的裂痕 最终将导致 哥萨克国的分裂 老统领在1657年8月去世后 裂痕很快变得明显起来 其导火索是对本地区 最高领导权的争夺 这种争夺在中世纪和早期 近代政治体中并不显见 赫梅尔尼茨基原本打算 建立自己的王朝 在他死前不久 他主导了一场推选 将自己的儿子尤里 一推上了同龄宝座 尤里是一个体弱多病的 16岁年轻人 时常发作癫痫 读过亚历山大 普希金的 鲍里斯 哥东诺夫 二 个人对接下来将发生的事 都不会感到惊讶 一名被指派为摄政的老练朝臣 废除了游里 不同的是 乌克兰的这场政变中 没有流血 接下来又导演了一场推选 让自己成为统领的闹剧 导致分裂的戏剧大幕已经拉开 如果说赫梅尔尼茨基 曾期待哥萨克国的继承制度 像波兰那样 通过选举 将同一个王朝的成员 一个接一个送上王位 实际出现的模式 却更类似摩尔达维亚公国的情况 新君主的获选和废处 都有奥斯曼人的意愿或许可来决定 与摩尔达维亚不同的是 有三个强权参与了对乌克兰的争夺 莫斯科沙皇国 波兰和奥斯曼帝国 无论三强中哪一个获胜 哥萨克人都是输家 他们的继承制度完全是一团糟 为整个地区带来的只有动荡 在1657年秋天将有理 赫梅尔尼茨基推翻 并结果统领权杖的人是伊凡 维霍夫斯基 三 他一生的轨迹和事业 与薄荷丹 赫梅尔尼茨基截然不同 维霍夫斯基出身于一个东正教贵族世家 其贵族地位从无疑问 他被推选为统领 是哥萨克精英集团中贵族们的胜利 而非1648年前 就是在策哥萨克的老资格军官们的胜利 这个角度也清楚地解释了他对新任总书记官的选择 这个位置没有落到一名老资格格萨克军官手中 而是被一名乌克兰大贵族取得 这名贵族名叫尤里 涅米里奇 四 他的田产足以与福斯涅维茨基家族的王公们比肩 以当时的标准而言 涅米里奇所受的教育堪称极为优秀 他属于波兰宗教改革中被称为反三一派 五的激进派 一位论教会 六的创立者之一 约瑟夫 普利斯特里 七 在17世纪晚期 将持这一立场的教派带到了美国 涅米里奇 在波兰的一所反三一派学校里学习 后来迁往西欧 在莱顿 巴塞尔等地 据某些记载也包括牛津和剑桥的大学深造 在波兰的大洪水时代 他站在了同为新教徒的瑞典国王卡尔时世 巴 一边 他很快对瑞典人感到失望 改宗了东正教 成为伯赫丹 赫梅尔尼茨基的朋友 并迁居哥萨克乌克兰 以便接近统领归还给他的田产 哥萨克序列中的许多人 被大权落入伊凡 维霍夫斯基领导的贵族集团手中不满 蒂涅伯和险滩以南的哥萨克人公开表达了他们的反对 他们曾在1648年推选赫梅尔尼茨基成为统领 然而 此后新蒂哥萨克国在草原以北蒂涅伯和中游的农耕地区崛起 不仅夺走了他们独享的选举统领的权利 也夺走了他们的名号 哥萨克国的正式名称是扎波罗热哥萨克军 如今被边缘化的扎波罗热哥萨克人 提出应在蒂涅伯和险滩以南重新举行一次统领选举 他们对维霍夫斯基当选的合法性提出了疑问 而部分哥萨克团长也准备听听他们的意见并给予支持 同样重要的是 莫斯科也在支持维霍夫斯基的反对者 承认了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直接与沙皇使节接触的资格 莫斯科当局的打算是利用哥萨克群体中的分裂来削弱统领的权力 令其无法像其前任薄赫丹和梅尔尼茨基那样独立自尾 维霍夫斯基不打算任人摆布 1658年6月在克里米亚达达人的支持下 维霍夫斯基的军队在左岸乌克兰的波尔塔瓦 九与扎波罗热哥萨克及其在哥萨克国内的盟友们对垒 维霍夫斯基取得了胜利但也伤亡惨重 根据一些估计这次战役中约有1.5万人死亡 这是1648年以来哥萨克人之间第一次内战 并从此创立了一个先例最终将导致他们的国家毁灭 维霍夫斯基确信莫斯科在叛军背后撑腰 但他要如何才能保护自己呢? 和赫梅尔尼茨基一样 这位统领相信自己与沙皇之间的协议是有条件的 他将支撑为自愿归顺 一旦沙皇不能履行其义务 他就可以废除这份协议 然而沙皇并不承认协议所附加给他的条件 他只承认自己加于成名的条件 当赫梅尔尼茨基对自己与沙皇之间的约定不满时 他除了道向瑞典人和奥斯曼人之外别无他土 但他的继任者发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与波兰人做交易 哥萨克人本来就是波兰政治体系中的重要部分 对波兰人的力量和弱点一清二楚 他们相信 让哥萨克国重归波兰、立陶宛联邦同时保持其广泛的自治 不仅值得追求也完全可能实现 1658年9月 维霍夫斯基在左岸乌克兰小城哈加齐时 召集了一次哥萨克会议 会议批准了哥萨克国回归波兰国王治下的条件 由此达成的波兰哥萨克条约被称为哈加齐联合 是维霍夫斯基的骨功之臣尤里 涅米里奇的智慧成果 这个条约完全称得上把乌克兰贵族阶层 在17世纪上半夜时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在围绕布列斯特联合发生的斗争中 东正教贵族们对卢布林联合做出了一种与时代错位的解读 认为其不仅承认立陶宛大公国为波兰 立陶宛联邦内的平等伙伴 也承认联邦中的罗斯地区为平等伙伴之一 如今涅米里奇决定把这一愿望变成现实 其手段是将哥萨克国塑造成罗斯公国 以与波兰和立陶宛平等的第三方身份加入联邦 哥萨克大叛乱让部分波兰精英对罗斯公国这一概念持比 从前更开放的态度 但哥萨克群体的崛起也造成了其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组织结构 增加了重归的难度 于是参照1648年前哥萨克上层提出的要求 哈加齐联合立刻向1000个哥萨克家族授予了贵族地位 并每年为每个哥萨克军团提供100个家族的贵族名额 除了满足哥萨克人的社会地位需求外 哈加齐联合还满足了哥萨克人及其贵族们关于宗教的要求 只有东正教徒才能在新的公国里担任行政职务 奇特的是这个条约中还包含一条关于彼得 墨西拉创立的基辅学院的条款 承认其为一所高等学院 很明显代表哥萨克一方前来谈判的贵族们感兴趣的不只是哥萨克权利 哥萨克人与波兰人重归于好的消息促使沙皇发出呼吁 号召哥萨克人起来反抗叛徒维霍夫斯基 莫斯科沙皇国的军队和反对维霍夫斯基的哥萨克人 包括扎波罗热哥萨克人夺取了哥萨克国的南部地区 1659年春天 维霍夫斯基也发出呼吁 正便说是沙皇违反了他与哥萨克人的协议 侵犯了哥萨克人的权利和自由 他召集了克里米亚盟军 被挺进中的莫斯科军队发动了攻击 1659年6月 战斗在今天俄罗斯乌克兰边界附近发生 被称为科诺托普十一之战 这场战役以维霍夫斯基的大胜告终 超过10万人的莫斯科军队被击败 4万多人阵亡 莫斯科人的精锐骑兵也被歼灭 达达人乘胜追击 洗劫了莫斯科沙皇国的南部边境 莫斯科城内关于沙皇即将逃离首都的谣言也四处流传 维霍夫斯基未能向莫斯科进军 尽管他在科诺托普取得胜利 莫斯科人在乌克兰的守军仍坚持战斗 而戈萨克人中反对维霍夫斯基的一派也恢复了力量 有关波兰议会批准哈加齐联合的消息更加快了他们的恢复 最后在议会通过的条约未能满足波兰谈判代表向维霍夫斯基取下的承诺 尽管戈萨克统领希望得到今天乌克兰西部的地区 包括沃里尼亚和波多里亚 但条约将新公国的领地限制在基辅 布拉茨拉夫和切尔尼哥夫三省 他还将在测的哥萨克人的数量限制在三万人 外加一万名雇佣兵 即总共四万人 比赫梅尔尼茨基在佩列亚斯拉夫谈判后很快 从沙皇那里争取到的六万人名额少了两万人 有理 涅米里奇曾亲自赶往华沙 在议会为哈加齐联合申辩 我们生而自由 在自由中成长 我们也将作为自由人重归自由 他对议会代表们说 最终议会批准了联合 但不是涅米里奇和维霍夫斯基想要的版本 收到修改过的版本后 维霍夫斯基告诉信使说 他带来的是死亡 如今维霍夫斯基被大部分哥萨克人视为了叛徒 涅米里奇在与维霍夫斯基的反对者们的冲突中被杀 波兰议会中其他哥萨克代表也在统领的敌人召集蒂哥萨克会议上被处死 维霍夫斯基本人不得不逃之夭夭 他取得了每一场战斗的胜利 在波尔塔瓦之战中他击败了反对派 在科诺托普之战中他击败了莫斯科军 他输掉的只是自己集团内部关于波兰关系的争论 从统领之位退下之后 维霍夫斯基逃往西乌克兰 成为波多里亚地区巴尔城12的长官 同时保留了基夫省总督的头衔和随之取得的波兰上议院席位 这是哈加齐联合中唯一得到真正执行的条款 维霍夫斯基担任统领的时代为哥萨克乌克兰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以内部分争和同族相藏为标志的一页 由于单凭哥萨克军队的力量不足以保住哥萨克国 每一个成为统领的人都必须保持哥萨克群体的团结 同时还必须不断在地区强权之间周旋 几乎没有人能成功完成这样的任务 赫梅尔尼茨基通过严刑郡法才让哥萨克军官们服从管束 他的手段包括将作乱者绑在大炮上 1648年屠杀事件的主导者马克希姆克里沃尼斯13就曾受到这种处罚 甚至下令处死哥萨克中的叛变者 维霍夫斯基没能保住哥萨克国内的统一 这一任务再次落到了伯赫丹 赫梅尔尼茨基的儿子尤里身上 维霍夫斯基被推翻后 尤里再度被选为统领 赫梅尔尼茨基的王朝回来了 但乌克兰的问题仍然远未得到解决 1659年秋天 尤里、赫梅尔尼茨基在一些哥萨克军官的支持下上台 这些军官相信他们能同沙皇达成协议 而且不会比老赫梅尔尼茨基争取到的条件差 然而他们失算了 尤里和他的支持者 开始与莫斯科人谈判时 才发现自己掉进了陷阱 新的哥萨克会议在一名莫斯科军事长官 Vovivoda的梯下召开了 会场周围却是一支4万人的莫斯科沙皇国军队 会议确认了小赫梅尔尼茨基的当选 但条件是削减他父亲曾得到的权利和待遇 从此 哥萨克统领选举都需要得到沙皇的明确首肯 而获选的统领也无权处理外交事务 也不能不经莫斯科的同意就任命团长 此外 哥萨克国内的所有主要城市 都要有莫斯科沙皇国的军队驻扎 维霍夫斯基倒向波兰没能像他的对手们期待的那样 让莫斯科人做出让步 反而让他们削减了哥萨克国先前拥有的权利 沙皇的官员希望臣民们明白 任何情况下 他们都不会容忍有人破坏与莫斯科达成的联合 1660年1月 莫斯科沙皇国的总督们 给小赫梅尔尼茨基送去了一个信号 以明确这一点 在一次对基辅的莫斯科驻军发动的袭击失败后 丹尼洛维霍夫斯基 丹尼洛维霍夫斯基 前统领的兄弟 小赫梅尔尼茨基的表情落到了莫斯科人手里 被折磨至死 他的尸体旋即被送到年轻的新统领 位于苏伯蒂夫祖产的住处 看到丹尼洛的棺材的那一刻 这位统领痛哭流涕 他全身被鞭子抽烂 挖空的眼眶里塞进了银子 耳朵也被人用钻头挖开 同样塞上了银子 一名当时碰巧在场的波兰外交官写道 他的手指被削掉 双腿也被人沿着脉管切烂 总之 如此残忍闻所未闻 如果沙皇和他的官员们 希望借此恐吓年轻的统领和他的部署 他们没能达到目的 根据同一篇技术 这位哥萨克军官惨遭屠戮的遗体 不仅让小赫梅尔尼茨基流下了眼泪 也在他的宫廷中激起了愤怒 丹尼洛维霍夫斯基年轻的遗双 被杀害他丈夫的凶手发出了诅咒 复仇在这一年晚些时候来临 1660年秋天 在莫斯科军与一只受克里米亚达达人 支持的波兰部队的战斗中 小赫梅尔尼茨基和他的军队改变了阵营 向波兰国王宣誓效忠 莫斯科军被击败了 其指挥官成为克里米亚人的俘虏 长达20年之久 尽管波兰人的胜利令哥萨克人喜悦 他却没能为哥萨克国带来好处 哥萨克人重归波兰国王治下 却不得不接受比哈加齐联合 曾为波兰议会批准那个版本更苛刻的条件 新的条约直接删掉了罗斯公国这些 对哈加齐联合迪哥萨克推动者们 置为重要的字眼 在莫斯科人与波兰人争夺乌克兰的战争中 哥萨克人每一次改变阵营都会失去更多的主权 对哥萨克人的政治体而言 莫斯科沙皇国和波兰王国这两个对手太过强大 他们施加的压力很快就超出了这个酋长国所能承受的极限 让他沿着蒂涅伯和分裂成了两部分 1660年当有理 赫梅尔尼茨基在蒂涅伯和右岸建立自己的大本营时 位于左岸蒂哥萨克军团 在莫斯科人的支持下 选出了他们自己的临时统领 赫梅尔尼茨基发动了一系列进攻 试图征服叛乱的军团 却没能实现目标 那一地区接近莫斯科沙皇国边界 沙皇国的军事长官们已经在那里站稳了脚跟 1663年年初 22岁的统领彻底绝望 宣布退位 并归隐于一座修道院 统一蒂哥萨克国至此正式终结 同年 右岸哥萨克人选出了一位忠于波兰的统领 而左岸则选出一位承认莫斯科沙皇国统治的统领 四年后 也就是1667年莫斯科和波兰的外交官们签署了安德鲁索沃 十四 停战协议 将哥萨克乌克兰分成两部分 左岸归于莫斯科沙皇国 右岸归于波兰 老地哥萨克国并非没有进行抗争就任人宰割 彼得罗 多罗申科 十五 是哥萨克最显赫的家族之一的后裔 他率领那些将哥萨克国视为真正祖国并反对其分裂的人揭杆而起 多罗申科的祖父在十七世纪二十年代曾担任哥萨克人的统领 他的父亲则是伯赫丹 赫梅尔尼茨基部下的一名团长 他本人出生于齐西林 在统领的宫廷中开始了他的生涯 被升为团长后 他参与了一系列外交任务 其中包括与瑞典人波兰人和莫斯科人的谈判 甚至曾率领一个哥萨克使团前往莫斯科 作为有理赫梅尔尼茨基的支持者 他投向了右岸乌克兰 并在1665年被右岸的哥萨克人选为统领 哥萨克乌克兰将被分割的消息 让哥萨克精英阶层感到震惊 也激起了他们的斗志 多罗申科赢得选举 也正是因为他承诺将再度发起对波兰的反抗 并将统一蒂涅伯和两岸的乌克兰地区 与他之前的伯赫丹赫梅尔尼茨基一样 多罗申科依靠的是克里米亚达达人的支持 他们的联军在1667年秋天对波兰军队发起进攻 迫使国王承认右岸哥萨克国的自治权 随后多罗申科东渡地涅伯和夺取了左岸乌克兰 当时左岸已经发生了反对莫斯科人的叛乱 出于征税的目的 沙皇的官员们试图发起一次普查 这令左岸哥萨克人感到不满 当乌克兰将被分割的消息从安德鲁索沃传来时 不满变成了公开的叛乱 已是右岸乌克兰哥萨克统领的多罗申科 在左岸也被选为统领 尽管身处两大瓜分势力之间 哥萨克国仍然再度统一起来 然而这次统一没能持续多久 很快 多罗申科就不得不离开左岸乌克兰 前去对付波兰人的新公事 以及他们扶植的一名新统领 莫斯科的军队借机占领了左岸地区 如今多罗申科只剩下奥斯曼人可以指望 1669年7月 苏丹穆罕默德四世给他送来了新的仪仗 Insignia of Office 其中有一柄统领权 还有一面旗帜 苏丹将多罗申科和他部下的哥萨克人 纳入了自己的保护之下 条件与他给予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吉亚统治者的一样 一经召唤 他们就要为苏丹动员自己的军队 伊斯坦布尔想要的不仅是蒂涅伯河 两岸低哥萨克乌克兰 还包括维斯瓦河以东和涅曼河 十六以南的全部罗斯土地 伊斯坦布尔的野心甚为远大 然而此刻的局势似乎有利于哥萨克人 将20年前和梅尔尼茨基的梦想变成现实 将波兰立陶宛联邦内的全部罗斯土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一次奥斯曼人送给哥萨克统领的不只是仪仗 还有实实在在的军队 1672年 一支超过十万人的奥斯曼帝国军队渡过多脑河 在其陈属克里米亚、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 加上现在的哥萨克人的配合下 对波兰军队发动了攻势 他们的冰封深入联邦 远远越越过了霍金 半个多世纪前 那场关键战役的发生地 将波多里亚的卡缅涅茨要塞团团围困 这座要塞地处悬崖之上 周围是一道深谷 被认为是不可能攻克的天险 然而仅仅被围十天之后 卡缅涅茨要塞就落入了奥斯曼人手中 很快苏丹的军队又围困了利维夫 波兰人选择购河 放弃了波多里亚和蒂涅伯河中游地区 多罗申科和他的支持者们沉浸在喜悦之中 然而多罗申科的愿望并没有实现 奥斯曼人将卡缅涅茨要塞 和其周边的波多里亚地区 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 哥萨克人获得了蒂涅伯河中游的旧地 却没有得到一个独立的国家 土耳其人没有打算将攻势延伸到蒂涅伯河左岸 或向北境军沃里尼亚和白俄罗斯 而这还只是多罗申科的麻烦的开始 奥斯曼人将一些基督教堂改成了清真寺 并纵容克里米亚达达人在这一地区掳掠奴隶 这激起了名分 在多罗申科名义上的统治下 蒂涅伯河右岸地区的人口迅速减少 而它的支持者减少的速度也不遑多让 随着本地居民向东西两个方向逃亡 右岸地区变得辽无人烟 许多人渡过蒂涅伯河前往左岸 此时 莫斯科人已经粉碎了左岸哥萨克精英阶层的叛乱 扶植了一名顺从的新统领 并开始推动经济的复苏 右岸却变成了一片废墟 这也是乌克兰历史中整个废墟年代的得名由来 多罗申科离开乌克兰政治舞台 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他不仅没能将乌克兰 统一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关系松散的保护国 反而引入了又一个宰割乌克兰的强权 而这一个比之前的强权更具毁灭性 1676年 莫斯科人的军队在其左岸哥萨克友军的支持下 渡过了蒂涅伯河 进军多罗申科的都城其西陵 这位哥萨克统领词去了他的职务 并向沙皇宣誓效忠 沙皇放了他一条生路 反而因为他的弃暗投名 而授予他总督的头衔 让他前往莫斯科以东径900千米的维亚特卡 金基洛夫为沙皇工作 他得以在今天莫斯科州的村庄亚 罗波勒兹 Eurapolis退休 多罗申科娶了一名俄罗斯贵妇为妻 他们的后裔之一是亚历山大 普希金的妻子 纳塔利亚 十七 并在1698年死于亚罗波勒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1999年 一个波多里亚人社团 在多罗申科的坟墓上建起了一座小教堂 波多里亚是受奥斯曼人统治祸害罪裂的地方 而将奥斯曼人带到乌克兰的正是多罗申科 奥斯曼人对乌克兰部分地区的直接统治没有持续多久 他们没有把太多注意力放在这片边境地区 而是需要从其他地方获取资源 尤其是地中海地区 多罗申科去世的那一年 波多里亚就重归波兰的统治 奥斯曼人离开了这个舞台 而蒂涅伯和也完全恢复了莫斯科沙皇国 波兰王国边界的地位 哥萨克国并未完全消失 但其领土和自治权 更不用说独立性都遭到严重削减 如今哥萨克国只存在于左岸乌克兰 17世纪上半叶 曾繁盛一时的哥萨克土地 可以集聚足够的人力 财力和军力来挑战本地区的强权 却不能保护哥萨克革命取得的成果 至于外国盟友 哥萨克人可以说是尝试了所有可能性 从克里米亚人和奥斯曼人开始 至莫斯科人 瑞典人和波兰人结束 没有一个选择获得了成功 不仅哥萨克乌克兰 连整个乌克兰地区都失去了统一性 直到18世纪末 大部分从前由波兰掌握的乌克兰地区 仍分属波兰和俄国 这一分裂状态将对乌克兰人的身份认同 和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他曾多次短暂出任哥萨克国统领 和后来的奥斯曼乌克兰哥萨克统领 俄罗斯大诗人普希金 Alexander Pushkin 1799-1837的悲剧作品 描述了沙皇鲍里斯 费奥多罗维奇 哥东诺夫 布里斯斯战斗尔辉诺 Boris Fyodorovich Gordanov 1552-1605 1598-1605 年在位的一生 暴力斯去世后其子费多尔继位 不久就被暴动者杀死 3.Yvonne Vajhovsky 1664 哥萨克国统领 1657-1659年在位 4.Uri Enamirich 1612-1659 波兰贵族 哥萨克政治家 5.Anti-Trinitarians 基督教中认为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主张 并无圣经根据的派别 宗教改革后 波兰兄弟会在波兰兴起 极力反对三位一体论 6.Unitarian Church 否认三位一体和基督神性的基督教派别 此教派强调上帝只有一个位格 16-17世纪 有组织的一位论派 出现于匈牙利和波兰 之后传到英美等地 7.Joseph Priestley 1733-1804 18世纪英国自然哲学家 化学家 牧师 教育家和自由政治理论家 8.Charles X 1622-1660 即瑞典国王卡尔什 是古斯塔夫 1654-1660年在位 9.Portova 经乌克兰中部波尔塔瓦州首府 10.Hediak 经乌克兰东北部波尔塔瓦州城市 11.Konatop 经乌克兰北部苏梅州城市 12.Barr 经乌克兰西部文尼查州城市 13.Maxime Krivonis 1648 赫梅尼茨基 叛乱时期 哥萨克七尔卡瑟团团长 以作战勇猛和手段残忍之名 14.Andrusov 经俄罗斯斯摩朗斯克附近的一个村庄 15.Patriot-Durashanko 1627-1698 哥萨克政治和军事统帅 曾任右岸乌克兰统领和莫斯科沙皇国的维亚特卡 经俄罗斯基洛夫州首府基洛夫总督 16.Neman 一座Neman 东欧主要河流之一 发源于白俄罗斯山区 流津白俄罗斯 立陶宛和俄罗斯 驻入波罗的海 全长937千米 17.Natalia Pushpina 1812-1863 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之妻 当时莫斯科最受人瞩目的名媛之一 1837年 普希金在与丹斯特的决斗中 被丹斯特卑鄙的抢先开枪击中 普希金去世后 他守丧七年后再嫁 第十二章 波尔塔瓦的裁决 以莫斯科沙皇为宗主 哥萨克国仅在地涅博和左岸地区得以存续 并成为各种民族开创事业的温床 其中一种潮流 可以与乌克兰这个词挂上钩 它是哥萨克国为一个独特的政治体和祖国 并由此成为近代乌克兰民族认同发展的根源 另一种则与哥萨克国的官方名称小俄罗斯联系在一起 后来我们所知的小俄罗斯主义将乌克兰视为次俄罗斯 将乌克兰人视为大俄罗斯民族之一部分的观点 由他而来 在1708年哥萨克统领伊凡 马泽帕 1.掀起最后一次大规模哥萨克叛乱之前 这两种知识传统一直在哥萨克国内并存 马泽帕叛乱针对莫斯科沙皇国 也针对俄罗斯帝国的正式开创者沙皇彼得一世 这场叛乱在俄军击败跟随卡尔十二世 2.进入乌克兰的瑞典军队后结束 1709年的波尔塔瓦战役 3.深刻地改变了哥萨克国和整个乌克兰的命运 马泽帕将乌克兰视为一个独立于俄罗斯的整体 而卡尔十二世的失败 对他和他关于乌克兰的设想则是双重的打击 接下来的一段岁月里 将乌克兰的历史和文化与俄罗斯紧密联系起来的小俄罗斯主义产事 将在哥萨克国的官方话语中占据统治地位 将乌克兰视为一个独特的祖国 政治体乃至民族的观点并没有完全消失 但将在一个多世纪中远离乌克兰话语的中心 17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 莫斯科人得以将左岸乌克兰置于自己掌控之下 不光是因为他们的军力强大 也是因为他们比竞争对手更浮于弹性 尽管沙皇们利用每一次哥萨克统领选举 来削减哥萨克国在伯赫丹 赫梅尔尼茨基时期获得的权力和优待 他们也懂得一张一尺 1669年 在彼得罗 多罗申科叛乱期间 莫斯科就曾同意重新回到与赫梅尔尼茨基所获待遇相近的条件 当蒂涅伯和另一侧的哥萨克人 本就少得多的优待条件遭到波兰人削减时 莫斯科人就是这么做的 其结果不难想象 波兰治下低哥萨克地区的人们纷纷被吸引到左岸定居 左岸的经济得到持续发展 而右岸则变成了一片真正意义上的荒漠 在允许哥萨克人获得更多权力的同时 沙皇们也成功地将他们变成自己的子民 没过多久 左岸的经济发展就带来了基辅的经济和文化复兴 基辅学院重新开课 在17世纪50年代 曾经逃离的教授们迎来了新一批学生 学院开设了新的科目 诗人们创作新的诗篇 剧院也开始上演新戏 在17世纪早期 由梅列祭 斯莫特里茨基开创的乌克兰巴洛克文学在伊凡 维里奇科夫斯基 4的诗歌和拉扎尔 巴拉诺维奇 5的散文中达到顶峰 巴拉诺维奇曾是基辅学院的一名教授 后来成为切尔尼哥夫大主教 他的学生西蒙 波罗茨基 6 将基辅的巴洛克文学风格带到了莫斯科 并在那里帮助奠定了俄罗斯世俗文学诞生的基础 基辅的作品 实践和观念 在17世纪下半叶不断向莫斯科沙皇国传播 在该国东正教会中造成了一次分裂 沙皇和牧首支持彼得 墨西拉式的革新 保守派们却群其反抗 团结在尊奉 旧信条 七 得领袖周围 难怪官方教会对他们的称呼 拉斯科尔尼奇 Raskolniky 以为分裂者 也来自乌克兰 然而文化影响是双向的 基辅的教士们 在将西式文化的样本 从乌克兰带到莫斯科沙皇国的同时 也从莫斯科的政治意识形态中获得武器 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在于将信奉东正教的沙皇 视为这个新的政治和宗教世界的枢纽 波兰 立陶宛联邦中的东正教知识分子 长期以来没有一位自己的君主 因此 渴望能有机会进入一个拜占庭式的理想东正教世界 一位专制君主与唯一真教会 能够情色和明的世界 然而 最终现实的考量压过了理想主义 早在17世纪20年代 新获得圣职的东正教会主教们因为受到华沙的打压 选择了莫斯科作为他们的后盾和可能的避难所 对沙皇保护的渴求在佩列亚斯拉夫协议 1654之后变得更加强烈 并在安德鲁索沃停战协议 1667将哥萨克一分为二之后达到顶点 根据停战协议的条款 位于蒂涅伯和右岸的基辅 本应在两年的宽限期后归属波兰 再次回到天主教君主统治之下的前景 让基辅的教士阶层恐惧不已 于是他们发挥了自己 从基辅学院和欧洲的耶稣会学校 学到的全部说服能力 让沙皇相信基辅应该留在他手中 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基辅洞学修道院长院 因诺肯记 吉泽尔 巴 是说服沙皇运动的领袖之一 他的愿望是将基辅留在沙皇之下 同时保留基辅都主教区的独立地位 然而事与愿违 沙皇在17世纪70年代 成功留下了基辅 下一个十年 乌克兰境内的莫斯科沙皇国官员 和他们的支持者 成功地将基辅都主教区的管辖权 从军事坦丁堡转移到了莫斯科 管辖权的转移发生在1685年 基辅的教士得到了沙皇的保护 却付出了失去独立的代价 对基辅的未来的争夺 催生了现代以前俄罗斯帝国历史上 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 第一册印刷版罗斯历史课本 这本书在吉泽尔掌管的洞穴修道院出版 有一个长长的巴洛克风格的名字 关于斯拉夫罗斯 民族起源 神佑之城基辅的早期王宫 及神圣 而虔诚的基辅 及全罗斯大宫 开国君主弗拉基米尔生平的朱编年事简编或掠耀 Synopsis Or a brief compendium of various chronicles about the origin of the Slavarussian nation and the first princess of the divinely protected city of Kiev and the life of the holy Pious Grand Prince of Kiev and all Russia The first autocrat Volodimir 以下简称掠耀 他第一次出版是在1674年 当时基辅正准备应对奥斯曼人的进攻 而波兰人也要求莫斯科人归还基辅 在这本《掠耀》中 基辅被描述为 历代莫斯科沙皇的第一个首都 和莫斯科市东正教信仰的诞生地 是一座不可能丢弃给异教徒或天主教徒的城市 书中有关斯拉夫 罗斯民族的内容 更加支持了这样的论点 根据掠耀 作者们的说法 因为有斯拉夫 罗斯民族 莫斯科沙皇国 与哥萨克国 才得以结合成一个政治实体 这位许多俄罗斯人 至今仍然相信的一个神话 打下了基础 即他们的民族起源于基辅 然而在17世纪 莫斯科沙皇国的精英阶层 并未思考民族血缘的问题 将莫斯科沙皇国和乌克兰的居民们 视为同属一个民族的 是基辅的修士们 直到19世纪 俄罗斯帝国的建造者们 才会完全体会到基辅修士 这种创建的好处 莫斯科沙皇国和波兰 对乌克兰的分割 导致了一种危机 在这种危机下 被迫产生一种新的身份认同的 不仅有基辅的教士们 也有哥萨克军官阶层 在这方面 哥萨克精英们 已经不再需要依赖教士们的创造 基辅学院的毕业生中 不仅有牧师和主教 也有哥萨克军官 甚至包括不少统领 如果说 教士们无法设想一个 没有东正教沙皇的家园 哥萨克军官们 却根本不需要什么沙皇 他们的忠诚 归于一个共同低哥萨克 祖国 蒂涅伯和两岸都在他的怀抱之中 在1663年之前 也就是乌克兰第一次发生事实分裂那一年之前 哥萨克军官们 用祖国 这个词描述整个波兰 立陶宛联邦或波兰王国 在1658年的哈加奇联合时期 正式回归波兰祖国的念头 又是他们回到波兰国王治下 然而分裂之后 一切都不同了 一位又一位的统领开始在他们的通韩或公告中呼吁乌克兰祖国的统一 而乌克兰祖国指的正式包括蒂涅伯和两岸低哥萨克国 安德鲁索沃停战协议之后 所有的统领 包括彼得罗 多罗申科和尤里 赫梅尔尼茨基在内 都将乌克兰祖国的利益描述为他们的最高效忠对象 高于其他任何忠诚和义务 哥萨克祖国的范围超越了哥萨克人更传统的忠诚目标 扎波罗热哥萨克军 他不仅包括哥萨克军团 也包括哥萨克国的领土及其居民 统领们将这个祖国称为乌克兰 1667年之后 蒂涅伯和两岸的哥萨克人都开始用乌克兰来称呼他们的祖国 最后一名常识将蒂涅伯和左岸和右岸统一于自己统治之下 蒂哥萨克统领是伊凡马泽帕 只有两位统领的形象出现在乌克兰独立后发行的纸币上 一位是五赫里夫尼亚纸币上的伯赫丹 赫梅尔尼茨基 另一位就是十赫里夫尼亚纸币上的伊凡 马泽帕 在乌克兰之外 尤其是在西方 马泽帕可能比赫梅尔尼茨基更为知名 福尔泰 拜伦勋爵 亚历山大 普希金和维克多 于果都描述过马泽帕的生平和功勋 他出现在欧洲歌剧院和北美剧场的演出中 以Mazepa 他的名字的法语拼写 之名 以一位君主和一位爱人的形象 在文学和文化中赢得了声名 在马泽帕担任哥萨克统领期间 两种不同的祖国概念 乌克兰和小俄罗斯再次展开了竞争 而他统治的结果 则是一种新的小俄罗斯身份认同的形成 马泽帕统治哥萨克国的时间超过二十年 1687至1709 比他的任何前任都要长 并最终得享天年 这本身就已经算是一个成就 他的前任中有两人或被杀害 或被判处死刑 马泽帕之前的两名统领都在被控 叛国最后遭莫斯科派遣的总督逮捕 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他们的家人也遭到迫害 仅仅是得罪莫斯科的朝臣们 就足以让一名哥萨克统领丢掉职贤 自由甚至性命 不需要他犯下阴谋反对沙皇或常侍与波兰人 奥斯曼人或瑞典人合作等罪行 马泽帕的生命轨迹反映了17世纪 最后数十年间哥萨克群体的普遍命运 这位将来的统领出身于 左岸乌克兰的一个东正教贵族家庭 在基辅墨西拉学院和华沙的耶稣会学校接受教育 并在西欧学习了炮兵技术 回国后 年轻的马泽帕在波兰国王的宫廷中 开始了他的外交和军事生涯 他在后来加入了哥萨克统领彼得罗 多罗申克的阵营 却被与莫斯科人结盟的 扎波罗热哥萨克人俘虏 根据那个首先由福尔泰向西欧读者 讲述后来又被许多人重复过的故事 马泽帕落到扎波罗热哥萨克人手中 是因为一件结局悲惨的风流运势 据称他是一名波兰高官年轻妻子的情人 高官发现这装情势之后 下令将马泽帕包光衣服绑到一匹马身上 然后将这匹马放入荒原 在这个故事中 扎波罗热哥萨克人 发现了奄奄一息的马泽帕 并将他救活 无论故事的真相如何 可以肯定是扎波罗热哥萨克人 让马泽帕迪哥萨克生涯 得以平步清云 他们将这个俘虏送到了统领伊凡 萨莫伊洛维奇 九 那里 作为一名受过良好教育 并见多识广的军官 马泽帕得到了伊凡的任用 在17世纪的后几十年中 大批哥萨克显贵 普通士兵 市民和农民 从蒂涅伯和右岸 迁到了俄国人控制的左岸乌克兰 马泽帕也是这股迁移潮流的一员 政治的稳定 外加哥萨克国 从沙皇那里得到的相对广泛的自治权 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复苏 正如彼得 墨西拉时代一样 复苏的中心 仍然是都主教驻地基辅 是洞穴修道院和基辅学院 接任统领之后 马泽帕尽其所能地推动 哥萨克国的持续经济复兴 以及宗教和文化生活的繁荣 成为统领的马泽帕 下令修复在漫长 低哥萨克战争中 年久失修的教堂 其中有墨西拉曾经修复过的 圣索菲亚大教堂 也有圣母安息大教堂 和洞穴修道院的圣三一教堂 他们是基辅罗斯时代 留下的建筑遗产的一部分 马泽帕还下令修建新的教堂 包括洞穴修道院的圣母诞生教堂 还有基辅和他的都城巴图林 时位于哥萨克国东北部 接近莫斯科沙皇国边境 城中的其他许多教堂 洞穴修道院之外的大部分教堂 都没能在20世纪30年代幸存下来 布尔什维克们打算将基辅 变成一座真正的社会主义首都 派出拆迁队将这些教堂拆毁 然而马泽帕在洞穴修道院内修建的那些教堂 连同修道院的部分围墙得以保存至今 成为这位哥萨克统领的慷慨和财富的证明 这是墨西拉之后基辅城中第一次大兴土木 这一时期的标志性建筑风格 在后来被称为哥萨克风格或马泽帕巴巴洛克风格 与他之前的所有统领都不同 马泽帕是一名能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 都集中到自己手中的统领 这是因为他从帝国权力金字塔的顶端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 沙皇彼得一世世马 则帕为他的忠仆 在彼得与其一母姐姐索菲亚 十一的权力斗争中 马泽帕选择站在未来沙皇一边 彼得在后来让马泽帕成为 祸受圣安德鲁勋章的第一人 那是彼得亲自设立的尊崇奖励 当哥萨克军官们向沙皇抱怨 他们的统领并习惯性地控告他叛国时 沙皇将告发信交给了马泽帕 而没有采取莫斯科统治者们的传统做法 用这样的控告来打击哥萨克统领 彼得甚至允许马泽帕处死这些 来自哥萨克精英阶层的告发者 向他展现出了更多的信任 彼得 马泽帕同盟关系 在1708年秋天戛然而止 其实正值大北方战争 1700-1721-12的白热化阶段 战场位于波罗的海地区 交战双方是莫斯科沙皇国和瑞典 及他们各自的盟友 战争之初 瑞典似乎战上风 再击败了莫斯科人的盟友 波兰的强者奥古斯特二世 十三 并迫使他下台后 年轻而雄心勃勃的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 开始向莫斯科进军 彼得且战且退 使用焦土战术来托慢敌军的进攻步伐 这种毁灭性的手段加剧了戈萨克精英阶层 早已有之的不满 将他们从彼得一方推向卡尔十二世 多年以来 戈萨克团长们一直向马泽帕抱怨 彼得在戈萨克国境外 对戈萨克军团的调用 尤其是利用他们来开决 圣彼得堡城内和周边的运河 彼得在1702年建立了圣彼得堡 他将成为俄罗斯帝国的首都 由于严寒和疾病 戈萨克人在圣彼得堡 像文银一样大量死去 雪上加霜的是 彼得还引入了新的税种及行政改革 让戈萨克国面临失去 其国中之国的特殊地位 沦为莫斯科沙皇国普通省份的危险 团长们坚持认为 这一切都侵犯了伯赫丹 赫梅尔尼茨基与莫斯科沙皇国之间 定立的保护盟约 马泽帕与卡尔十二世的波兰盟友们 取得了联系 对他的各种外交政策选项进行了思量 但没有采取行动 瑞典国王在其进军莫斯科的路上 而沙皇却拒绝派出任何援兵 这意味着 马泽帕必须独立保卫哥萨克国 并放火烧掉卡尔十二世 进军路线上的村镇 直到此时 马泽帕才听从了团长们的要求 到向了战争的另一方 尽管莫斯科沙皇国 与历代哥萨克统领之间有众多的协议 他却没有执行他的首要义务 为哥萨克国提供保护 如今连左岸乌克兰 也得考虑一下其他选择了 哥萨克军官们开始琢磨 五十年前的哈加齐 联合中提出的条件 1708年11月 马泽帕率领一群心腹之臣 和一支哥萨克小部队 离开了都城巴图林 加入了前进中的卡尔十二世的大军 为了保密起见 在突然离开巴图林之前 马泽帕没有在哥萨克国内 采取任何会刺激到彼得的行动 这对马泽帕的个人安全来说 是一个审慎的决定 但对反叛本身 则造成了巨大的麻烦 得知马泽帕叛逃的消息后 彼得派他的德力干将亚历山大 缅石科夫 十四率领一个军团 进入了乌克兰 没有一支哥萨克军队 采取行动来阻止缅石科夫 于是莫斯科人的军队 出其不意地夺取了 统领的首都巴图林 获得马泽帕为自己 和瑞典人的军队 准备的大量军备物资 让情况变得更糟的是 巴图林的陷落 对整个乌克兰社会造成的打击 缅石科夫不光夺取了这座城市 还下令屠城 包括妇孺在内 超过一万名巴图林守军 和市民惨遭杀害 巴图林如今是一处 著名的旅游景点 也是一个考古重镇 在此工作的考古学家们 至今仍不断发现死者的遗骨 缅石科夫发出的信号 强烈而清晰 沙皇不会容忍叛变行为 双方开始对哥萨克人 和哥萨克国其他居民的忠诚 展开争夺 争夺主要以公告的形式进行 彼得发出公告 马则帕则以公告回敬 这场被称为宣言之战的争夺 从1708年秋天 持续到1709年春天 沙皇给马则帕扣上叛国的罪名 将他称为犹大 甚至下令准备一个 羞辱性的圣犹大勋章 好让他在马则帕被抓获后 给他带上 马则帕则拒绝接受这样的指控 与他之前的维霍夫斯基一样 他将沙皇与统领之间的关系 视为契约 在他看来 沙皇侵犯了曾经许给伯赫丹 赫梅尔尼茨基和他的继任者们的 权力和自由 这位统领争辩说 他的忠诚不归于君主 而是归于哥萨克军团 和乌克兰祖国 马则帕也向他的民族宣示了忠心 他在1708年写道 莫斯科 也就是大俄罗斯民族 向来憎恨我们小俄罗斯民族 他长久以来 一直满怀恶意 一心要把我族趋向毁灭 由于宣言之战 莫斯科军的果断行动 以及在彼得授意下举行的新统领选举 马则帕的阵营里 出现了一道新的裂痕 那些曾经劝说 马则帕倒戈的团长们 如今担心遭到报复 没有召集各自的部队前来为马则帕效力 许多人加入了莫斯科人一方 在普通哥萨克士兵 市民和农民中 马则帕也没有什么支持者 比起接受天主教徒 穆斯林或这一次的新教君主的统治 普通人更倾向一个信仰东正教的沙皇 当卡尔十二世与彼得的决战到来时 莫斯科一方比瑞典一方拥有更多的哥萨克人 1709年7月初 在布尔塔瓦城附近的战场上 一支2.5万人的瑞典军团 与两倍于己的莫斯科军相遇了 双方阵营中都有哥萨克部队 但都作为侧意参战 这不光反映了他们的忠诚受到怀疑 也说明 哥萨克人不是欧洲国家正规军的对手 曾经令人胆寒低哥萨克军 已经成了历史 约有3000到7000名哥萨克人 站在马则帕和瑞典人一方 而投向莫斯科人的哥萨克人 要多出三倍以上 敌军的数量优势 对卡尔十二世来说 从来不是问题 他曾击败过比这更多的 俄国人和波兰人 但这一次不同了 在敌国土地上度过一个冬天之后 他的军队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强大 一向身先士卒的卡尔十二世 也在几天前受了伤 他把自己的责任分派给一批军官 而不是集中在一名指挥者手上 战斗来临之际 这样的安排在瑞典军中造成了混乱 战斗以莫斯科军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告终 卡尔十二世和马则帕被迫逃离乌克兰 前往奥斯曼人控制的摩尔达维亚寻求庇护 1709年秋天 流亡中的伊凡 马则帕在摩尔达维亚城市 本德尔十五去世 卡尔则直到五年后才回到他的王国 波尔塔瓦战役常被历史学家们 视为大北方战争的转折点 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奇特的转向 一场争夺波罗的海控制权的军事冲突 在乌克兰战场上一决胜负 导致瑞典失去了他在北欧的霸主地位 并使俄国踏上了 跻身于欧洲大国之灵的道路 然而 在波尔塔瓦战役造成的各种后果中 最富戏剧性的 无疑是战役发生地出现的变化 莫斯科人的胜利为基辅教士阶层 和沙皇当局之间的关系 开启了新的篇章 1708年秋天 沙皇就曾迫使基辅都主教 将马泽帕谴责为叛国者 并将他隔出教门 波尔塔瓦战役之后 曾将马泽帕比作弗拉基米尔大公的 基辅学院的院长特奥凡 普罗克波为奇 十六 在沙皇面前做了一次长篇步道 对他的钱恩主进行谴责 这些会被马泽帕视为便捷的行为 在彼得眼中却是忠心的宣誓 普罗克波为奇 在后来成为彼得的改革中 最重要的理论家 他将支持彼得夺取绝对权力的努力 并将提出一种论证 证明彼得有权 在其军委的传承上 打破寻常的腹中子济模式 彼得以叛国罪 将自己唯一的男性继承人 送上了审判台 并让他死于牢狱之中 17 普罗克波为奇是 《灵魂归训》 18 一书的主要作者 这本书已由一名世俗官员 担任主席的圣主教工会 19 取代了牧首在俄国东正教会中的统治权 他还支持将彼得称为祖国之父的观念 从前普罗克波为奇和其他基辅教士们 用这个称号送养马则帕 如今却将他带到了莫斯科沙皇国 特奥凡 普罗克波为奇辉煌的帝国生涯 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现象 即帝国将受到西式教育的 基辅学院毕业生 收入构中的努力 彼得需要这些人来实现 对莫斯科沙皇国的教会文化 和社会的西化改革 基辅学院的毕业生们 纷纷流向莫斯科沙皇国 一开始数以十计 后来数以百计 并在那里开展他们的事业 他们担任各种各样的职务 有东正教会临时首脑 有主教 也有随军牧师 其中一名基辅人 罗斯托夫 二十 都主教纪米特里 图普塔罗 二十一 甚至因其对旧信条的斗争 而被丰盛 这些人不仅帮助彼得 对俄国进行西方化改革 还通过宣传新俄罗斯祖国 乃至新俄罗斯民族的理念 将俄国改造成一个近代政治体 乌克兰人 或者说小俄罗斯人 则被视为 这个民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如果说 彼得旨在加强其独裁统治 和集中国家机构的政策 为宗教领袖们 带来了令人兴奋的新机遇 这些政策对戈萨克军官们来说 却是一场真正的灾难 马泽帕的叛逃 令沙皇更加感到 将戈萨克国整合到帝国体制 和行政结构中的迫切性 如今的戈萨克 统领伊凡 斯克罗帕德斯基 二十二 受到一名俄国人的监督 他的都城 从被夷为平地的巴图林 迁到了距离俄国边界 更近的赫鲁西夫 二十三 俄军如今也在戈萨克国内 长期驻扎 追随马泽帕流亡 迪戈萨克军官的家眷们 遭到逮捕 其财产也被没收 1721年大北方战争 以俄国的胜利结束后 更多的变化接踵而至 彼得沙皇将莫斯科沙皇国 改名为俄罗斯帝国 并自称为俄罗斯帝国 第一代皇帝 接下来的几年中 沙皇利用斯科罗帕德斯基 去世的机会 直接取消了统领的职权 将戈萨克国 至于被称为 小俄罗斯管理委员会 Little Russian College 的机构管辖之下 管理委员会的首脑 则是彼得指派的 一名帝国军官 戈萨克人群起抗议 向圣彼得堡 派出了一个请愿团 以争取他们的权利 然而这些努力都落了空 沙皇逮捕了 戈萨克反对者中的 领袖帕夫洛 波罗伯托克 24 团长 帕夫洛在圣彼得堡的 圣彼得和保罗要塞 25 被一间囚室里死去 马泽帕选择铤而走险 但最终失败 他一心要保护 低哥萨克国同样失败了 我们无从知道 如果卡尔十二世 没有再战前负伤 而追随马泽帕的 戈萨克人 更多一些的话 戈萨克国的命运 将会如何 我们能确知的是 马泽帕的后继者们 希望建设 并在其中生活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这方面的知识 来自一份 呈给皮里普 俄尔里克 26 被称为 共识与条件 Pactite ET Conditions 的文件 俄尔里克是 摩尔达维亚的 流亡戈萨克人 在马泽帕去世后 选出的统领 不用说 这些流亡戈萨克人 不会承认 在彼得授意下 被选出的 斯克罗帕德斯基 为他们的合法领袖 这份共识与条件 在今天的乌克兰 被称为 皮里普 俄尔里克宪法 通常被视为 乌克兰的第一部宪法 许多人骄傲地宣称 它比美国宪法 更早获得通过 事实上 根据国王所依据的条款 这份文件 尝试通过保障 哥萨克军官 和普通哥萨克士兵的权力 来对统领的权力 做出限制 由于有许多 扎波罗热哥萨克人 跟随马泽帕流亡 共识与条件 对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的 权力保障 尤为突出 关于哥萨克国的过去 当下和将来 共识与条件 为我们呈现了一种 独特的视野 俄尔里克 曾担任马泽帕的 总书记官 聚集在他周围 低哥萨克军官们 没有去基辅罗斯 和弗拉基米尔大公那里 寻找自己的起源 那已经是被基辅的 沙皇拥护者们 据为极有的经典神话 他们将自己的血统 上诉至哈扎尔人 也就是基辅罗斯 之前的游牧鲜明之一 这一观点 更多基于语言 而非历史 虽然在今天看来可笑 但以早期近代的 语言学标准是知 他却相当占得住脚 在乌克兰语中 哥萨克和哈扎尔 这两个词的发音 即使不是完全相同 也十分接近 至关紧要的是 要主张却有一个独立 而不同于莫斯科人 所属民族的 哥萨克民族存在 俄尔里克和他的军官们 是情况 不同会将这个民族 称为哥萨克人 罗塞尼亚人 或小俄罗斯人 然而 俄尔里克的大部分观点 不为其同胞们 所知或者支持 在他们的故乡乌克兰 哥萨克人 正努力为保住 他们仅存的一点自治权 而斗争 彼得一世 在1725年2月去世 比深陷淋雨的 哥萨克团长 波罗伯托克 去世晚了几个星期 哥萨克国内的 哥萨克人 将这看作上天 对彼得失于 他们的不义 做出的惩罚 也看作拿回他们 被沙皇耻夺的 部分特权的良机 在他们的诉求中 恢复统领的职权 成为第一要务 1727年 哥萨克军官们 选举彼得早年的反对者 丹尼洛 阿波斯托尔 27 担任新晋重设的 统领一职 完成了心愿 为了庆祝 夺回伯赫丹 赫梅尔尼茨基 曾取得的这一特权 哥萨克人 找出了这位 老统领的一幅画像 恢复了对他的崇拜 他们不仅将 赫梅尔尼茨基 视为将哥萨克人 从波兰的压迫下 救出来的解放者 也是为 哥萨克人权力 和自由的保卫者 赫梅尔尼茨基的 这种新形象 让他成了一个象征 代表着 哥萨克国精英们的 小俄罗斯主义 身份认同 这种身份认同 意味着 只有维持 哥萨克人的 特殊地位和特权 才能换取 他们的政治效忠 这一身份认同 到底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 粗糙 却有效的混合体 其中既有 教士阶层的 亲俄话语 也有 哥萨克军官阶层的 自制主张 小俄罗斯主义里面 最显著的特点 是对沙皇的忠诚 同时 其身份认同 又强调 帝国中 哥萨克民族的权利和待遇 哥萨克精英阶层眼中的 小俄罗斯 仅限于 左岸乌克兰地区 在政治 社会和文化上 都不同于北方的 白俄罗斯地区 和地涅伯和右岸的 乌克兰其余地方 这一新政治体 和新身份认同的基因中 有着明显的早期民族 建构印记 在这一时期的 哥萨克文献中 18世纪早期 哥萨克历史写作的出现 成为一种新的文学现象 罗斯或罗塞尼亚 小俄罗斯和乌克兰 都是可以互换的名词 这样的用法有其逻辑 因为这些名词的背后 是各种紧密相连的 政治体和身份认同 要确定这些名词 以及它们所代表的 现象之间的关系 我们能找到的最佳类比 莫过于一副套娃玩具 最大的一个套娃 是后波尔塔瓦时代的 小俄罗斯身份认同 它里面的一层 是涵盖蒂涅伯和 两岸低戈萨克乌克兰 祖国里面 下一层是波兰 立陶宛联邦中的 罗斯或罗塞尼亚 身份认同 而在这套套娃的核心 所谓小俄罗斯身份认同中 则保存着 关于古老的 罗斯共同体 和晚近低戈萨克乌克兰的记忆 乌克兰核心 终将从小 俄罗斯套娃的外壳里 破解出 并对过去的哥萨克人 曾拥有或追求的土地 提出要求 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然而 在波尔塔瓦战役 刚刚结束之际 没有人知道这一点 1. 伊van Mazepa 1639-1709 彼得大帝时代的 左岸乌克兰哥萨克统领 1687-1709年在任 2. 查尔斯12 瑞典语作卡尔12 1682-1718 瑞典国王 1697-1718年在位 军事家 3. Battle of Poltova 俄国与瑞典的大北方战争中 最著名的战役 发生于1709年6月27日 俄国在波尔塔瓦战役中的 决定性胜利 终止了瑞典作为 欧洲北方霸主的时代 4. 伊van Velikovsky 1726 乌克兰诗人 波尔塔瓦教区大司祭 5. 俄泽尔伯诺维克 1620-1693 一说1593-1694 乌克兰宗教 政治和文学界人士 曾担任基辅墨希腊学院院长 切尔尼戈夫大主教 并曾多次临时担任基辅 加利西亚和全罗斯都主教 6. 西米安 Polotsky 1629-1680 白俄罗斯出生的俄罗斯诗人 戏剧家 牧师 他是近代俄罗斯文学的 奠基者之一 也是俄罗斯文化和教育 西方化潮流的先锋 7. The Old Belief 指俄罗斯东正教会中 旧信徒 Old Believers 或称旧李一派 Old Richless 所持的信条 旧信徒们 为反对莫斯科 和全俄罗斯 牧首尼孔 Niken 1605-1681 的教会改革 于1666年 脱离了俄罗斯 东正教会 8. Inokenshi-Igizel 约1600-1683 日耳曼裔的 东正教会 圣人和文化人士 曾担任基辅学院 哲学教授 和基辅多座修道院的院长 9. Ivan Smilovic 1690 左岸乌克兰的 哥萨克统领 1672-1687年 在任 10. Baturin 经乌克兰北部 切尔尼格夫州古城 11. Sophia Alexievna 1657-1704 沙皇阿列克 谢一世之女 曾任摄政 1682-1689年 在位 彼得一世清政后 他夺权不成 被放逐为修女 12. Great Northern War 1700年-1721年间 俄国与瑞典之间的战争 战争的结果是 俄国从此称霸波罗的海 13. Augustus R 1670-1733 神圣罗马帝国 萨克森选帝侯 弗里德里克 奥古斯特一世 1694-1733年 在位 波兰国王吉利陶宛 大公奥古斯特二世 1697-1706 1709-1733年 在位 他因身形魁梧 力大无穷 而获得了强者的绰号 14. Alexander Menchikov 1673-1729 彼得大帝时期 俄国重要的政治人物 曾获俄罗斯帝国陆军大元帅 海军上将 最高疏密院成员 神圣罗马帝国亲王 和俄罗斯帝国王公等头衔 15. Bander 经摩尔多瓦东南部城市 16. Tofen Prokopovic 1681-1736 乌克兰东正教大主教 作家 哲学家 17. 这里指的是 彼得大帝的长子 阿列克谢 彼得洛维奇 Alexei Petrovich 1690-1718 他曾在1716年 逃往奥地利 希望逃离父亲的控制 回国后被控叛国罪 遭到残酷迫害 并死于狱中 18. Spiritual Regulation 彼得大帝时期的 一部东正教会 改革纲要 19. Holy Synod 俄罗斯帝国 东正教会 在1721年 至1918年间的 最高领导机构 由彼得大帝 在莫斯科 牧首阿德里安 去世后设置 彼得大帝 取消了牧首一职 代之以由 沙皇任命的 多名主教 和世俗官员 组成的宗教会议 20. Restov 经俄罗斯 西部亚罗斯 拉夫尔州首府 21. Dimitrii Taptolo 1651-1709 俄罗斯 东正教会圣人 作家 神学家 22. Ivan Sporopetsky 1646-1722 左岸乌克兰 哥萨克统领 1708-1722年 在位 马泽帕的继任者 23. Lukif 俄语做格鲁霍夫 经乌克兰 东北部城市 警铃俄罗斯 24. Pavlo Poibertog 1660-1724 哥萨克政治 和军事领袖 曾在1722年 至1724年间 任左岸乌克兰 临时统领 25. St. Peter and Paul Fortress 圣彼得堡的一座城堡 建于1706-1740年 26. Pyoyp O'er Lake 1672-1742 马泽帕的部下 摩尔达维亚境内 流亡哥萨克人的统领 第三卷 帝国之间 第十三章 新的边界 东欧和中欧的地缘政治 在18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 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变化的主要特征和原因是 俄罗斯帝国的军事力量 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增强 1709年的 波尔塔瓦战役之后 俄罗斯帝国就走上了成为 欧洲超级大国的道路 俄罗斯帝国的首席大臣 亚历山大 别兹伯罗德克 一 他是哥萨克国一个 显赫军官家族的后裔 曾在17世纪末 对一名年轻人说 在我们这个时代 欧洲每一发炮弹的发射 都需要征得俄国的同意 帝国的边界 向西河向南迅猛推进 奥斯曼人不得不从黑海北岸退去 波兰 立陶宛联邦也已解体 并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了 许多乌克兰人的积极参与 推动了这些巨变的发生 18世纪八九十年代 俄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设计者 别兹伯罗德克就是其中之一 别兹伯罗德克促成的变化 对他家乡的同胞也造成了影响 乌克兰如今成为地缘政治大变革的中心 既从这场变革中受害 也从中受益 此时 哥萨克国已从欧洲和俄罗斯帝国的地图上消失 乌克兰境内的两条主要文化边界 东西方基督教分界线 和基督教伊斯兰教分界线 也开始移动 俄罗斯帝国的疆域变化 也改变了文化空间 在西方 俄国当局将天主教会和联合教会的扩散 阻止在了地涅伯和一线 并将之向后压缩 在南方 草原边界的消失成为新的刺激因素 促使乌克兰向黑海和亚素海方向发展 在研究政治 思想和文化的历史学家眼中 18世纪首先是一个启蒙的世纪 启蒙时代始于17世纪中叶 一直延续到18世纪晚期 其特点是个人主义 怀疑主义和理性在政治和哲学领域的兴起 这也是启蒙时代 又被称为理性时代的原因 然而 理性 这个词 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理解 自由理念与保护个人权利 是这一时期各种著作的中心议题 然而理性统治和君主专制同样如此 近代共和制和近代君主制同样深深持根于法国哲学家们的思想中 18世纪欧洲的专制君主和美国的建国者一样深受启蒙思潮的影响 前者中包括三位在历史上被称为启蒙独裁者的君主 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 二 普鲁士的肥特利二世 三 和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 四 他们都是自己国家第二位 使用各自名字的君主 都相信理性的统治 绝对的君主制和自己统治的正当性 除开这些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 都参与了对波兰的多次瓜分 1772至1795 由此最终摧毁了波兰 立陶宛联邦在启蒙运动激发下进行的改革尝试 为瓜分波兰欢呼的不是别人 正是福尔泰 他将对波兰的宰割 视为自由主义和宽容的胜利 甚至是理性的胜利 他还给叶卡捷琳娜二世写信 称俄罗斯帝国政府 将最终为欧洲的那片地区带来和平 叶卡捷琳娜二世 统治俄罗斯帝国超过30年 他的构想和改革 可以用如下原则来解释 统治者的绝对权利 合理的统治 还有对帝国所有地区 和所有臣民施行统一的标准 这些原则对哥萨克国来说 都不是好兆头 哥萨克国是一个自治的国中之国 其存在的基础 正是它在帝国内拥有的特殊地位 关于这一地区 女皇考虑的第一件事 就是废除帝国内部的边界 将哥萨克国完全纳入帝国 小俄罗斯 利沃尼亚和芬兰 都是拥有确定特殊待遇的省份 叶卡捷琳纳二世在1764年写道 我们应以尽可能和缓的方式 将这些省份和斯莫朗斯克俄罗斯化 以免他们一直像狼一样 渴望回到森林 要做到这一点应该很简单 选择明智的人 担任这些省份的总督即可 一旦小俄罗斯没有了自己的统领 我们不光不应拔着新人 来担任这个职务 还要全力从他们的记忆中 抹去关于统领和统领时代的记忆 彼得一世是第一个废除哥萨克统领的俄国君主 他在1722年伊凡 斯克罗帕德斯基死后就这么做了 彼得一世于1725年去世 两年后 哥萨克人选出一名新统领 恢复了哥萨克国的自治 然而 这次复国没能持续多长时间 18世纪30年代中期 帝国政府在哥萨克统领丹尼洛 阿波斯托尔死后 禁止举行新的统领选举 哥萨克国再度归于政府机构 小俄罗斯管理委员会的管辖之下 1750年 统领制度再度短暂恢复 但权杖并未落到某位哥萨克团长 或总参谋部成员手中 而是归于俄罗斯帝国科学院院长 他的名字是基里洛 罗苏莫夫斯基 是一名游历甚广 多才多艺的22岁的年轻人 罗苏莫夫斯基出生于哥萨克国 在哥廷根大学接受教育 最主要的身份是一位帝国朝臣 他的少年德智和辉煌生涯 得益于其家族的各种关系 他的哥哥阿列克西 六 是基辅和切尔尼哥夫之间的 小城科泽列奇 七 的一名年轻人 他的歌唱天赋 让他进入了圣彼得堡的宫廷合唱团 担任歌手和班杜拉 八 琴手 阿列克西在这里遇到了 彼得一世的一名孙女 后来的俄罗斯女皇伊丽莎白 九 他们成了恋人 据某些技术说 他们还秘密结了婚 无论真相如何 反正哥萨克人阿列克西 罗苏姆 便成了俄国伯爵阿列克谢 拉苏莫夫斯基 乌克兰与罗苏莫夫斯基 被一些朝臣称为夜帝 在夜帝的建议下 伊丽莎白女皇恢复了哥萨克统领执嫌 并将她赐给了阿列克西的弟弟 大罗苏莫夫斯基为伊丽莎白登上地位 立下了汉马功劳 1741年伊丽莎白登基时 她是宫廷总管 小罗苏莫夫斯基 则在夜卡捷琳娜二世 成为女皇的道路上 扮演了重要角色 夜卡捷琳娜二世 在宫廷卫队的支持下 通过政变上台 她的丈夫和合法君主彼得三世 时 则在政变过程中被暗杀 除开谋害其父之外 本名索菲 弗里德里克 奥古斯特 逢安哈尔特 财尔布斯特 多恩堡 Sophie Friedrich August von Unhalt Zerbst-Dorenberg 本叶卡捷琳娜对地位的继承权 也不太站得住脚 将叶卡捷琳娜 拥立上台的人 认为她 因此欠了他们的情 每名卫士在看到我时 都可以说 是我让那个女人成了沙皇 叶卡捷琳娜二世 在给福尔泰的信中说 乌克兰 迪哥萨克 统领基里洛 罗苏莫夫斯基 就是有这种想法的人之一 他希望得到的回报 是将统领之位 改为世袭 而他在哥萨克国的臣民 也想要更多的自治权和本地的立法权 哥萨克人中的一些爱国者 如今也将哥萨克国称为小俄罗斯 但将他视为 与被他们叫做 大俄罗斯的帝国核心平等的政治体 我并非臣服于你 而是臣服于你的君主 谢曼 继我为奇 十一 在其诗歌 大俄罗斯与小俄罗斯的对话 A Conversation Between Great and Little Russia 1762 中写道 这首诗写于叶卡捷琳娜即位后不久 诗中一个你人话的小俄罗斯 向大俄罗斯说出了上面的话 继我为奇 在这句话之后继续写道 不要以为 你是我的主人 你我的君主 才是我们的共同统治者 这种将小俄罗斯与大俄罗斯的合并 视为王朝联合的图景 可以追溯到哈加奇联合的精神 然而 合法性受到质疑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 无意统治一个主张特权和优待的政治联合体 他心目中 只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 他将以合理的方式 被划分为各个行政单位 而非戈萨克国这样的国中之国 叶卡捷琳娜二世 将统领召回了圣彼得堡 并在1764年秋天 整个撤销了戈萨克统领的职贤 希望破灭的 不光是罗苏莫夫斯基 还有戈萨克国内的许多爱国者 新任低戈萨克国 如果他还能被称为戈萨克国的话 统治者是彼得 鲁棉采夫 十二 将军 鲁棉采夫是俄罗斯人 其职贤是新创设的小俄罗斯总督 并统领着这一地区的俄国军队 他统治戈萨克国二十多年 农奴制和帝国的税务邮政系统 也在这个时期被引入了戈萨克国 18世纪80年代初 他主持取消了戈萨克国的领地自治权 并废除了基于戈萨克军团的行政 和军事体系 戈萨克部队被纳入了帝国常备军 根据叶卡捷琳纳二世 在整个帝国推广的新行政体制 戈萨克国的行政单位 被整合成三个帝国省份 在将他心目中 那个秩序井然的帝国 变成现实的过程中 叶卡捷琳纳二世 无疑是从容不迫的 从废除统领直贤 到将戈萨克国在行政上纳入帝国 同化戈萨克国的过程 持续了差不多二十年 转变以渐进的方式发生 没有引起新的叛乱 也没有制造出 为乌克兰自治献身的劣势 这一过程也得益于 许多戈萨克人的支持 他们将帝国 对戈萨克国的吸纳视为天命 戈萨克国的许多体制和实践 似乎都已经过时了 无法应对理性时代的挑战 帝国的整合将戈萨克部队 变成了纪律严明的军队 还为戈萨克国带来了学校系统 和正式邮政服务等公共设施 当然 整合也带来了农牧制 但几乎没有戈萨克军官 对此提出抗议 毕竟他们是农牧劳动的受益者 戈萨克精英阶层 在戈萨克国和斯洛伯达乌克兰 从17世纪开始 急受俄国直接管辖的 哈尔基夫和苏米 13周边地区占有统治地位 但占这两个地区人口 大多数的则是农民 18世纪中 这些农民发现 自己不断失去的不光是土地 还有赫梅尔尼茨基叛乱 取得的最大成果 自由 18世纪下半叶 戈萨克国内近90 和斯洛伯达乌克兰境内 超过一半的农民 已经生活在别人的田庄上 田庄的拥有者 包括东正教会和如今 已成为贵族低戈萨克军官 叶卡捷琳纳二世 在1783年5月颁布法令 禁止生活在贵族田庄上的 近30万农民 离开他们的居住地 并强迫他们为地主无偿劳动 这是乌克兰的 第三次农牧化浪潮 一些观点认为 戈萨克国内至少有一个人 发出了反对农牧化的声音 这个人就是瓦西里 卡普尼斯特 十四 他是波尔塔瓦地区 一个戈萨克军官家族的后裔 写下了叶卡捷琳纳时代 最知名的抗议诗篇 奴隶制送歌 Old Unslavery 1783 部分学者认为 卡普尼斯特抗议的是农民的农牧化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 他是在反对戈萨克国体制的废除 事实上 这两者可能都是他反对的目标 他们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发声 由同一位统治者的法令推行 对叶卡捷琳纳二世的统治 给他的家乡带来的后果 卡普尼斯特没有掩饰他的失望 他用诗句来描述 女皇如何对待自己的子民 而你压迫他们 用锁链束缚那些 为你祈祷的手 众多乌克兰精英 在圣彼得堡 度过了他们生涯中的大部分时光 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文学和文化 都做出了贡献 卡普尼斯特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他的《奴隶制宋歌》 进入了俄罗斯文学经典的行列 在彼得大帝时代 乌克兰教士们纷纷迁往俄罗斯 并加入帝国教会 在叶卡捷琳纳时代 大量涌来的则是哥萨克军官的后代 和基辅学院的毕业生 这些人更倾向于选择世俗的职业 仅在1754年到1768年间 这所高等学院就有超过300名毕业生 选择为帝国服务或前往俄罗斯 他们所受的教育 令他们可以轻松地在国外继续学业 之后再回来为帝国工作 整个帝国里乌克兰医生的数量 是俄罗斯医生的两倍 在这个世纪的最后20年里 圣彼得堡师范学院中 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来自哥萨克国 叶卡捷琳娜二世禁止乌克兰教士加入俄罗斯教会 他登基时 大部分俄罗斯主教都已经是乌克兰移民 但乌克兰人流入帝国行政部门和军队的速度并没有慢下来 新一代哥萨克军官将他们对哥萨克国的忠诚 与为帝国服务结合起来 亚历山大 别兹伯罗德克的生涯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747年 别兹伯罗德克出身于哥萨克国的总书记官家庭 后来在基辅学院接受教育 如果他早出生几十年 这样的背景足以为他在哥萨克国内 开始一段辉煌生涯 打下很好的基础 但时代已经不同了 别兹伯罗德克成了团长 但其上司已经不是哥萨克统领 而是小俄罗斯的帝国总督彼得 鲁绵采夫 年轻的别兹伯罗德克 参加了一次对奥斯曼人的战争 在许多战斗中展示了自己的勇气 并在担任鲁绵采夫的书记处负责人时表现优异 他在1774年成为团长 下一年就到了圣彼得堡 受女皇亲自拆遣 1768年至1774年间的俄土战争 加速了别兹伯罗德克的晋升 让他从前哥萨克国来到帝国首都 不光是哥萨克国 整个乌克兰都受到了这场战争的巨大冲击 战争的导火索是1768年春天 发生在右岸乌克兰的一场叛乱 事实上有两场叛乱同时发生 第一场是一次暴动 或者用当时当地的话来说 是波兰的和波兰化的 天主教贵族的反抗同盟 针对的则是波兰立陶宛联邦议会 授予宗教意见者 尤其是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 同等权利的决议 叶卡捷琳娜二世通过自己的使节 迫使议会中的天主教代表们 通过了这一决议 俄国使节威胁说 他将调遣俄国军队来达成目标 对叶卡捷琳娜二世而言 这是证明他有资格代表 俄国和东正教立场的方式 叛乱者们拒绝服从议会决议 将之解读为一个 不仅会破坏他们的宗教 也会侵害他们的国家主权的 俄国阴谋 这次贵族起义 在波多里亚小城巴尔爆发 因此得名巴尔同盟 巴尔同盟的成员们 在右岸乌克兰地区 追捕剩下的东正教徒 这种行为激起了另一场叛乱 其参加者是信仰东正教的 哥萨克人 市民和农民 他们受俄国政府和教会官员的鼓动 起来反抗天主教贵族 在人们心中激起对1648年 赫梅尔尼茨基叛乱的第一年 那种规模的屠杀 再度出现的恐惧 扎波罗热哥萨克人 再一次与那些 曾听命于当局的哥萨克人 携起手来 前者的领袖是马克西姆 在乌克兰民粹主义者眼中 和后来的苏联历史叙事中 这两名哥萨克领袖 都将成为英雄 与1648年一样 叛乱的受害者是波兰贵族 天主教会和联合教会牧师 还有犹太人 18世纪 犹太人已经回到了右岸乌克兰 重建了他们的经济 宗教和文化生活 他们中许多人追随拉比以色列 巴尔 谢姆 托夫 十七 这位拉比于18世纪40年代 在波多里亚城市 梅德日比日 十八 传授哈希迪 十九 教义 天主教叛乱者 想要得到一个不被俄国插手的 天主教国家 东正教徒想要的 则是受俄国人管辖 迪哥萨克国 犹太人 则希望不受干涉 他们都没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1768年夏天 俄国军队跨过了波兰 立陶宛联邦的地涅伯和边界 对巴尔同盟的天主教徒 和信仰东正教的 哥萨克人和农民 同时发起进攻 这一行动 尤其出乎后者意料 因为他们将沙皇的军队 看作自己的解放者 然而 帝国有自己的逻辑 两场叛乱都威胁了 这一地区的稳定 也都遭到镇压 然而 在叛乱被平定之前 一支自称归属俄 俄国低哥萨克部队 从巴尔塔 二时 踏出波兰边界 进入了克里米亚汉国的领土 奥斯曼人和法国人 都对俄国在这一地区 日益膨胀的影响力感到担忧 所以利用这次事件 对俄罗斯帝国宣战 俄国接受了挑战 小俄罗斯总督彼得 鲁绵采夫 率领一支帝国军队 和一支哥萨克部队 进入了摩尔达维亚 和瓦拉吉亚 俄军取得了一连串胜利 别自伯罗德科 在拉尔加和卡古尔的战斗 二十一 中表现突出 取得了对这两个公国的控制 连同其各自首都雅西 二十二 和布加勒斯特在内 俄军还攻下了 奥斯曼帝国 位于多脑河畔的 要塞伊斯梅尔 二十三 都位于乌克兰境内 克里米亚也落入俄军之手 导致几乎整个南乌克兰 都被俄国人控制 奥斯曼人兵败如山道 在地中海上 奥斯曼帝国的海军 也被得到英国顾问帮助的 俄国舰队摧毁 就俄国人在黑海地区的野心而言 1774年签署的 库楚克凯纳尔杰条约 二十五 似乎是一种倒退 帝国军队不得不离开 多脑河河畔的 摩尔达维亚公国 此外圣彼得堡 还必须将其部队撤离克里米亚 原因很简单 许多欧洲强国不愿看到 俄国人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 突然膨胀 然而条约在其他方面 补偿了俄罗斯帝国 他实际上将奥斯曼人 从黑海北岸地区 和克里米亚赶了出去 俄国得以在亚素海和黑海地区 建立起自己的前哨 克里米亚汉国也宣布 成为独立国家 当然 这只是一面之词 克里米亚半岛 虽然从伊斯坦布尔手中独立出来 却成为圣彼得堡的附庸 1783年 克里米亚正式并入俄罗斯帝国 一支俄国军队进入半岛 将最后一位克里米亚克寒流 放到俄罗斯中部地区 此时已经是俄国外交政策 主导者的别兹伯罗德克 在这一进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还是所谓希腊方案 Greek Project的始作俑者 这一方案旨在瓦解奥斯曼帝国 建立一个受俄国控制的新拜占庭帝国 并在多脑河河畔建立 由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 合并而成的新国家 达西亚 Daysha 这个方案无管中 但从帝国当局给克里米亚城市 起的希腊式名字中 仍可以发现它的遗想 这些城市包括新菲罗布尔 26 叶夫帕托里亚 27 和最有名的塞瓦斯托布尔 克里米亚归于俄国之后两年 俄国在塞瓦斯托布尔建立了海军基地 1787年 叶卡捷琳娜二世前往克里米亚视察 受到这个消息和希腊方案传言的刺激 奥斯曼人发动了一场新的战争 意在夺回黑海北岸的控制权 然而他们再一次失败了 这一次输给了俄国人和奥地利人结成的同盟 根据亚历山大 别兹伯罗德克1792年 在亚西签署的合约 俄罗斯帝国将其地盘 扩大到整个南乌克兰地区 奥斯曼人承认克里米亚和克赤海峡对岸的库班地区 28为俄国领土 随着别兹伯罗德克的笔尖落在合约上 乌克兰草原这条边界 从此被俄罗斯帝国抹去 然而文化意义上的边界依旧存在 只不过被纳入了帝国内部 军事手段取消了草原上的边界 同时使它向受帝国鼓励和主导的殖民化敞开 这一地区不再需要哥萨克人 事实上 帝国当局认为 哥萨克人易于引起叛乱和冲突 还容易带来与邻国的矛盾 因此希望他们离开 俄罗斯哥萨克人 参加了1773至1774年间的普加乔夫起义 29让政府更加确信这一点 下一年 从摩尔达维亚前线 返回的俄罗斯帝国军队包围了 扎波罗热哥萨克军 将哥萨克人驱散 被驱散的哥萨克人中的一部分 被招入新建低哥萨克编武 其中包括黑海哥萨克人 他们在后来被送往毗邻 动荡不安的北高加索地区的库班半岛 其他哥萨克人留了下来 却不再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存在 当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787年来到克里米亚时 他的宠臣格里高丽 波将金三世 向他展示了这些哥萨克人的定居点 波将金村的说法就来自这次展示 他之所以虚假 并不是因为这些村庄不存在 而是因为这些村庄早就在那里了 基本不是波将金努力的成果 乌克兰南部草原地区的大规模肯直 在其还处于哥萨克人控制下时就开始了 扎波罗热哥萨克人 自己就曾邀请避难的农民来到这里 在从哥萨克人手中夺来的土地上 政府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新定居点 逃脱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塞尔维亚难民 来到耶利萨维特格勒 金基洛沃格勒31 和巴克赫木特 金顿涅茨克州的阿尔乔莫夫斯克32 以北地区 他们定居的两个地区 分别被称为新塞尔维亚和斯拉夫塞尔维亚 随着俄国人的堡垒向南扩散 随着帝国从俄土战争 和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中取得新的领土 整个扎波罗热哥萨克地区 如今成了被称为 新俄罗斯的帝国省份的一部分 这个省份的边界随时间而变迁 有时包括顿涅茨河地区和克里米亚 有时又将它们排除在外 但它从未如那些 在2014年主张分裂乌克兰的 俄国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 包括过斯洛伯达乌克兰的哈尔基夫地区 新俄罗斯 以从前属于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的地区为中心 在18世纪最后数十年间 成为国内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从1789年到1790年 未逃避强制兵役 第一批门诺派 33 教徒从普鲁市迁入这一地区 在紧邻地涅伯和险滩南面的 霍尔地恰岛 34 上定居下来 更多来自他们故乡 与他们同属一个教派的人 很快也将来到这里 一起到来的还有德意志新教徒和来自中欧的天主教殖民者 然而 外国人中的大部分却来自奥斯曼帝国 包括希腊人 保加利亚人和摩尔达维亚人 俄罗斯帝国当局对农民和工匠的需求早有确证 他鼓励这些人迁入 并向他们提供土地 税收减免 以及各种俄国臣民梦寐以求的福利 帝国上层对定居者的多族群构成感到欢欣鼓舞 在他们看来这可以证明帝国及其统治者的伟大 摩尔达维亚人 亚美尼亚人 印度人 希腊人 还有黑皮肤的埃塞俄比亚人 无论他们来自世界的哪一片天空之下 都是叶卡捷琳娜的子民 18世纪晚期的诗人 V.E.P.彼得罗夫 35 东斯拉夫人中有一部分是被流放到边境地区的俄罗斯宗教异议者 然而大多数都是逃亡的乌克兰农民 他们多来自右岸乌克兰地区 新俄罗斯省由帝国创建 有着多族群色彩 然而这个省份的族群构成仍以乌克兰人为主 新俄罗斯省的人口以乌克兰人为主 然而克里米亚达达人 却在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在内的陶里达省 36 占有压倒性多数 圣彼得保杰利让克里米亚被和平纳入帝国 给予克里米亚贵族以俄罗斯贵族的地位 还把从前属于克汗的土地赐给他们 汉国中的其他社会制度 包括伊斯兰教的统治地位在内 都未被触动 帝国并不急于求成 与哥萨克国的情况一样 帝国对克里米亚汉国的吸纳过程 将花费超过一代人的时间 如此谨慎有诸多原因 其中之一是人口的外流 截至18世纪末 有近十万克里米亚汉国的前臣民 离开了克里米亚半岛及其北方的黑海沿岸草原 去往奥斯曼帝国 对这种人口流动的一种解释是 这些人希望生活在一位穆斯林君主统治之下 另一种解释则是 草原边界的消失 造成了此地经济机会的流失 因为奴隶贸易和战争掠夺 已经彻底行不通了 别兹伯罗德克签署的亚西合约 使俄国对克里米亚和南乌克兰地区的占领 在国际法的框架内变得合法 第二年 也就是1793年 前哥萨克国的西部边界上 发生了另一起戏剧性的事件 俄国和波兰之间 那条炎帝涅伯和化定的边界由来已久 120多年来 一直将乌克兰一分为二 却突然被抹去了 俄军渡过了帝涅伯和向西挺进 其中部分由已经是帝国军队高级军官的前哥萨克军官们率领 他们占领了包括卡米涅茨 波迪尔斯基要塞在内的东波多里亚 以及包括日托米尔城在内的沃里尼亚的一部分 在北方 俄军则占领了白俄罗斯城市明斯克和斯鲁茨克 37 这次事态的变化 是对波兰的第二次瓜分 它终结了帝涅伯和边界的存在 也让乌克兰哥萨克人梦想已久的右岸 和左岸乌克兰的统一变成了现实 对波兰的第一次分割发生在1772年 其实欧洲的三大强国 俄国 奥地利和普鲁士 夺取了波兰 立陶宛联邦的一部分 普鲁士分得了 弹泽 格旦斯克 38 使其核心地区和东普鲁士 39 连成了一片 俄国得到了东白俄罗斯 奥地利则分得了加利西亚 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俄国都通过迫于其军事和政治压力的波兰议会 主宰着整个波兰 立陶宛联邦 更近一段时间 则通过一位中顺的波兰国王来实施控制 因此 这第一次瓜分对俄罗斯帝国来说是一种损失 而非收获 实际上 它是一个避免军事冲突的策略 因为此时 圣彼得堡尚未做好战争的准备 奥地利人对俄国在1768至1774年 俄土战争中的胜利感到担忧 站在了奥斯曼人一边威胁要进攻俄国 因此 俄国同意接受对波兰的第一次瓜分 实则是在利诱奥地利 让他不要插手奥斯曼帝国和俄国之间的冲突 奥地利人吞下了这个诱饵 他们想要西里西亚 四十 即今天的弗罗茨瓦夫 布雷斯劳 四十一 为中心的地区 但俄国人给出的则是加利西亚 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皇后玛利亚 特雷西亚 四十二 不喜欢瓜分这个词 在他看来 那意味着 这整个方案缺乏正当性 于是尝试用历史来为这次吞并证明 从历史上 匈牙利国王们 对中世纪的加利西亚 沃里尼亚公国提出的领土主张中 特雷西亚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从此这片新领土就被称为 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王国 四十三 奥地利人没有把自己捏造的奥地利 与加利西亚 沃里尼亚的联系 当成一个玩笑 1774年 哈布斯堡家族 声称加利西亚王公 对布科维纳 四十四 拥有主权 从摩尔达维亚 攫取了这块地方 由于从1699年起 整个外喀尔八千省 今天乌克兰最西端的地区 就处于维也纳的掌握之中 现在哈布斯堡家族 得以将三个未来的乌克兰省份 集中在自己手里 这一状况将对近代乌克兰 和整个东欧地区 产生重大的影响 对波兰的第一次瓜分 没有增加俄罗斯帝国 手中的乌克兰领土 俄国获得的地盘 都在白俄罗斯和立陶宛 然而到了1793年 华沙发生的事件 引发了对波兰的第二次瓜分 让情况发生了变化 1791年5月 波兰议会的代表们 通过了一部新的 旨在让联邦 重新站起来的宪法 四十五 作为启蒙运动 和法国大革命思想的产物 新宪法注重权力集中 善正和教育 并在宗教宽容领域 实现了一些进步 在波兰周边的瓜分势力看来 这部宪法更重要之处 则在于它承诺 让波兰政府 重新变得可以正常运转 它强化了国王权威 移除了所有议会决议 必须全票通过的规定 即著名的 或者不如说臭名昭著的 自由否决权 拉丁语Liberium Vito 四十六 看起来 尽管 或因为 遭遇了第一次瓜分的冲击 波兰 立陶宛联邦 仍试图让自己脱离贵族党争的泥沼 重新成为一个中欧强国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 普鲁士和奥地利 攫取了更多波兰领土 俄国人也不甘忍厚 他们的借口 是保护传统的波兰权力和自由 包括自由否决权在内 乌克兰境内的地涅伯和边界 必须被抹去 新的边界 在沃里尼亚和波多里亚建立起来 俄国人将帝国国界一直推进到奥蜀加利西亚的东端 这让哈布斯堡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变成了邻居 与玛利亚 特雷西亚皇后一样 叶卡捷琳娜二世也十分注重合法性的问题 第二次瓜分完成之后 俄国皇室发布了一枚纪念章 上面刻有帝国新边界的地图 其名文为 我已收复师徒 一指这片地区曾经属于基辅罗斯 俄国的边界还在继续向西推进 这已经与恢复基辅罗斯就地无关 而是源于波兰 立陶宛联邦内部 因第二次瓜分而发生的一次起义 起义的领袖是白俄罗斯人塔德乌什 科西丘什科 47 他是巴尔同龙的老兵 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 修筑了西点防御攻势 并被大陆会议晋升为准将 1784年 科西丘什科回到波兰 立陶宛联邦 在波兰军队中担任少将 1794年 他在科拉科夫发动起义 成为联邦武装力量总司令 所有的瓜分势力 俄国 普鲁士和奥地利 都派军越过了波兰边界 以镇压这次暴动 其结果是波兰王国的彻底毁灭 这一次三位启蒙独裁者 将第二次瓜分后 波兰剩余的土地分了个干净 奥地利在与俄国对沃里尼亚 洛多梅里亚的争夺中失败 改为吞并了包括科拉科夫在内的部分 波兰国土 为了让吞并变得合法化 奥地利将这片土地 视为加利西亚的一部分 普鲁士则扩大了其位于波罗的海南岸的地盘 直抵华沙 然而最大的受益者是俄国 他分得的部分 有波罗的海珠省 立陶宛 西白俄罗斯 在乌克兰则获得了包括里夫念 48和卢茨克49在内的沃里尼亚地区 一些人将对波兰的历次瓜分 视为乌克兰的重新统一过程 苏联历史学界无疑采取了这一立场 事实上 对波兰的瓜分在乌克兰造成了部分地区的统一 也造成了其他部分地区的分裂和切割 如果说在瓜分之前 乌克兰大部分土地被波兰 立陶宛联邦和俄罗斯帝国分享 现在分享者则变成了俄罗斯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 就乌克兰土地而言 俄国从小股东变成了大股东 掌握着乌克兰族群地区的大部分 瓜分波兰的结果之一是 俄罗斯帝国内的乌克兰族人口占比 从13上升到22 而俄罗斯族则从70下降到50 在俄国新获得的乌克兰土地上 犹太人占总人口的十 另有大约五 是波兰人和波兰化的天主教徒 这让这片土地成了一张族群拼图 与帝国在南乌克兰地区 鼓吹和引以为自豪的族群构成比起来 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 帝国新获得的波兰 犹太甚至乌克兰 按当时的说法 即小俄罗斯 臣民对帝国的忠诚远非理所当然 这些多族群居民并非这片土地上的新来者 那个夺取了他的国家才是 这个国家只欢迎其新臣民中的一部分 而不是全部 早在1791年 帝国政府就实施了定居范围 50将犹太人定居地区限制在 前波兰、立陶宛联邦省份 后来又加上了其从南方新获得的一部分地区 乌克兰大部分地区都在定居范围之内 18世纪下半夜 一系列谈判导致了乌克兰边界的重大变动 这些谈判中的关键人物不是别人 正是哥萨克公爵亚历山大 别兹·伯罗德克 我们已经知道身在圣彼得堡的 别兹·伯罗德克一直是哥萨克故乡 他称之为祖国的忠诚爱国者 他推动出版了一部哥萨克编年史 并亲自撰写了 从1734年丹尼洛 阿波斯托尔统领去世到1768年 俄土战争爆发之间 第一哥萨克国历史 这部编年史 对哥萨克人与奥斯曼人 克里米亚·达达人和波兰人之间的战争 进行了大量描述 然而 我们所不知道的是 在他提议吞并克里米亚时 在他在雅西参加决定黑海北岸地区命运的协商时 还有 在他与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 就如何瓜分波兰 立陶宛联邦进行谈判时 别兹伯罗德科是否受到了自己小俄罗斯背景 和身份认同的影响 在他推动将克里米亚和波兰 立陶宛联邦从地图上抹去的时候 他自己的祖国也已经从那张地图上消失了 18世纪不仅是一个启蒙和理性的时代 更重要的是 它是一个帝国时代 18世纪俄国政治家 外交家 纪尼基塔 帕宁 尼基塔 伊弗奈威奇 Penning 1718-1783 之后成为 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 俄国外交政策的主导者 他被俄国沙皇保罗一世 封为公爵 二 Kaferin II 1729-1796 即俄罗斯帝国女皇 叶卡捷琳娜二世 阿列克谢耶弗娜 耶克塔尔娜 二阿里克萨艾弗娜 1762-1796年在位 异一座凯瑟琳二世 英语发音 被称为叶卡捷琳娜大帝 她是德意志的安哈尔特 采尔布斯特亲王的女儿 俄国沙皇彼得三世的妻子 在彼得三世继位后不久 就发动政变将其废除 三 Frederich II 1712-1786 普鲁士国王 1740-1786年在位 军事家 作家 作曲家 他在位期间 普鲁士在政治 军事和文化艺术领域 都得到迅猛发展 让德意志启蒙运动得以开展 也令普鲁士获得了欧洲大国的地位 四 Joseph II 1741-1790 哈布斯堡 洛林王朝的奥地利大公 1765-1790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765-1790年在位 5 Kairio Razumovsky 1728-1803 乌克兰 哥萨克 政治家 最后一位小俄罗斯 哥萨克 统领 1750-1764年 在任 他担任过俄罗斯帝国 科学院院长 叶卡捷林纳二世 在1764年 废除哥萨克 统领之嫌后 罗苏莫夫斯基 成为俄罗斯帝国陆军元帅 6 Olexei Rezumovsky 1709-1771 阿列克西 罗苏莫夫斯基 或罗苏姆 Rozum 乌克兰 哥萨克 歌手 他受到俄罗斯帝国 帝国女皇伊丽莎白 彼得罗弗纳的宠爱 7 Kozilez 经乌克兰北部 切尔尼哥夫州小城 8 Bandura 一种乌克兰 波弦民族乐器 9 Elizabeth Petrovna 1709-1762 彼得一世 和叶卡捷林纳一世之女 俄罗斯帝国女皇 1741-1762年 在位 他在1741年 推翻年仅一岁的 伊凡六世后登基 10 Peter Sun 1728-1762 俄国沙皇 1762-1762年 在位 彼得一世的孙子 伊丽莎白女皇的外甥 叶卡捷林纳二世的丈夫 他在1762年登基后 不到半年 就被叶卡捷林纳二世废除 11 Simon Davovic 哥萨克统领 赫鲁西夫政府中的 一名翻译 12 Paterumian Safe 1725-1796 18世纪俄罗斯帝国名将 陆军元帅 13 Sumi 异一座苏梅 俄语发音 经乌克兰北部城市 14 Vassil Kanist 1758-1823 乌克兰诗人 社会和政治活动家 15 Maxime Zeliznyak 约1740-1768 1768-1769年 波兰 立陶宛联邦 哥萨克 叛乱中的 扎波罗 热哥 萨克 领袖 16 Ivan Ganta 1768 曾是波兰的基辅总督 手下 笛哥萨克 雇佣兵首领 在1768年 叛乱中倒戈 与扎波罗 热哥萨克 合作 17 Israel Beoshem Tov 约1700-1760 及以色列 本 埃利泽 Israel Ben Elyazer 18世纪 西乌克兰地区的一名 犹太教拉比 犹太教 哈希迪派的 创始人 18 Mats Hibis 多做Mats Hibis 经乌克兰西部 赫梅尔尼茨基 周小城 19 Hassidism 犹太教正统派的一支 倾向于神秘主义 哈希迪 为前城 20 Belta 经乌克兰南部 奥德萨州城市 21 均为第五次 俄土战争中的 著名战役 拉尔加之战 Battle of Larga 发生在1770年7月7日 卡古尔之战 Battle of Kegel 发生于同年8月1日 俄军在两场战役中 均已少胜多 22 Jesse 经罗马尼亚东北部城市 曾为摩尔达维亚公国首都 23 Ismail 经乌克兰西南部 奥德萨州城市 24 Kilia 经乌克兰西南部 奥德萨州城市 25 Treaty of Kukak-Kainerji 第五次俄土战争结束后 俄罗斯帝国 与奥斯曼帝国 达成的合约 于1774年7月 签订于库处克凯纳尔杰 经保加利亚境内 凯纳尔甲 26 Simferopol 克里米亚半岛中部城市 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首都 27 Yeph-Pertoria 克里米亚半岛西岸港口城市 28 Kuban Region 俄罗斯南部库班河一带 位于顿河草原 福尔加河三角洲和高加索山之间 与克里米亚半岛格克赤海峡相望 29 俄罗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 发生于1773年至1774年间 领导者为叶梅利扬 普加乔夫 Yemlian Pagethe 约1742至1775 30 Gregory Potemping 1739至1791 18世纪 俄罗斯帝国军人 政治家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人 曾任克里米亚总督 波将金村的典故 来自他在接待叶卡捷琳娜二世时 弄虚作假的布置 后来成为弄虚作假 装潢门面的代名词 31 Yeliseva Fred 经乌克兰中部 基罗沃格勒州首府 基罗沃格勒 Kirovorit 32 Bakmet 经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城市 阿尔乔莫夫斯克 Artemisk 33 Mennonise 由荷兰神学加门诺 西蒙斯 Manosimons 1496至1561 创立的基督教团体 34 Kertizia 蒂涅伯河上的一座岛屿 由扎波罗热士管辖 35 Vesely Petrovich Petrov 1736至1799 18世纪俄罗斯诗人 翻译家 36 Torida Province 俄罗斯 俄罗斯帝国历史地名 包括克里米亚半岛 即位于地涅泊和下游和黑海 亚苏海海岸之间的地区 Torida 一座Tafrida 塔乌里达 是西亚人对克里米亚的称呼 37 Slaust 金白俄罗斯中部城市 38 Densik 格旦斯克 波兰语座Gedensk 的德语名称 经波兰滨海省 波美拉尼亚省 省会 39 East Prussia 普鲁士王国 及后来德意志帝国的一个省 经分属立陶宛 俄罗斯和波兰 东普鲁士 包含了古普鲁士人 在波罗的海的领地 被认为是 荣克贵族的发源地 40 Sailicia 中欧历史地域 曾为普鲁士王国 和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 1945年后 大部分并入波兰 41 Broslav 德语Breslau 经波兰西南部城市 下西里西亚省省会 42 Maria Teresa 1717-1780 德语做Maria Teresa 哈布斯堡王朝的 奥地利女大公 匈牙利女王 神圣罗马帝国皇后 她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查理六世之女 和弗朗茨一世之妻 也是当时 哈布斯堡王朝权力的 实际控制者 43 Kingdom of Galicia and Lodomaria 译称奥地利波兰 于1772年成立 包括金波兰南部 和乌克兰西部 是奥地利皇室的领地 1918年 奥匈帝国解体后 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王国 成为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洛多梅里亚及沃里尼亚 44 Boccavina 中欧历史地域 在奥匈帝国时期 曾属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王国 金分属罗马尼亚和乌克兰 45 即53宪法 被认为是欧洲第一部 世界第二部成文国家宪法 仅晚于1788年通过的美国宪法 53宪法 在1792年俄博战争中被废除 仅实行一年 46 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晚期 波兰 立陶宛联邦议会中的制度 在此制度下 任何议会代表都可以终止当前议程 并否决该议程已通过的法案 47 Tadeus Kaskusko 1746-1817 波兰 立陶宛联邦自由主义者 军事家 他曾加入美国大陆军 参加美国独立战争 后回到波兰参加1792年俄博战争 并在1794年的科西丘什科起义中 成为波兰 立陶宛联邦军队总司令 波兰 立陶宛 白俄罗斯和美国均将科西丘什科 视为民族英雄 48 Riffen 经乌克兰西北部里夫涅州首府 49 Luzed 经乌克兰西北部沃伦州首府 50 Pale of Settlement 俄罗斯帝国西部为犹太人 划出的定居范围 Pale一词来自拉丁与Poulos 以为木桩 引申意为栅栏或边界 第十四章 起源之书 乌克兰还没有灭亡 这是乌克兰国歌的开头字句 对任何歌曲来说 这样的开头都难称乐观 但这首歌并非唯一一首 无法激起乐观情绪的国歌 波兰国歌的开头与此类似 是波兰还没有灭亡 波兰国歌歌词作于1797年 而乌克兰国歌歌词作于1862年 因此到底是谁影响了谁 一目了然 这样的悲观主义 从何而来 对波兰人和乌克兰人而言 民族灭亡的观念都来自他们在18世纪晚期的经历 即波兰的被瓜分和哥萨克国的终结 与其他许多国歌一样 波兰国歌原先是一首进行曲 这首歌为跟随拿破仑 波拿巴 未来的法国皇帝 在意大利征战的波兰军团而作 最初叫做东布罗夫斯基马祖卡 一 得名自波兰军团的一名指挥官羊 亨里克 东布罗夫斯基 二 波兰军团中许多军人 包括这位指挥官在内 都曾参加过科西丘石科起义 这首歌 作于波兰被瓜分势力摧毁之后 意在鼓舞波兰人的情绪 歌词的第二行就明确表示 只要我们一息尚存 波兰就不会灭亡 波兰国歌不仅将民族的命运 与国家连接在一起 也将它与自视为民族成员的那些人 连接在一起 因此 不仅让波兰人看到了希望 也让其他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的代表们 看到了希望 波兰和乌克兰的新一代爱国者 拒绝把上个世纪的悲剧 当作对他们民族命运的最终判决 这两个民族的活动家 开始宣传一种新的民族国家理念 它应该是一个由 爱国公民组成的民主政治体 而不仅仅是一个拥有领土的政权 在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 拿破仑和他的士兵们 用歌声和枪奸 将民族和人民主权的观念 传遍整个欧洲 1807年 这位法国皇帝击败了普鲁士 并在普鲁士 从瓜分波兰中获得的土地上 建立了华沙公国 波兰军团成员们的梦想 已实现更近了一步 对他们而言 这意味着祖国复国 这一领人激动的前景 1812年 拿破仑军队入侵俄国之后 俄国统治下的波兰人 也群起支持 被他们视为解放者的法国侵略军 这一时代波兰首屈一指的 诗人亚当 密茨凯维奇 三 在其史诗 塔德乌什先生 Sir Thadius 描述了法军 进入今天白俄罗斯地区时 当地波兰贵族的兴奋之情 这部作品至今仍被波兰学校 列为必读篇目 在白俄罗斯则不然 光荣已属于我们 诗中的一名波兰人物说道 我们的共和国很快就会重生 1815年 15岁的密茨凯维奇 在进入维尔纽斯大学学习时 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亚当 拿破仑 密茨凯维奇 此时 波兰人的我们的共和国重生的梦想 早已被粉碎 拿破仑和东布罗夫斯基 以及他们的法军和波兰军团 都已从俄罗斯帝国败退 拿破仑亲俄失败一年以后 俄军占领了巴黎 而拿破仑被流放到鄂尔巴岛 但这些努力并非全部白费 决定后 拿破仑时代欧洲命运的维也纳会议 1814至1815 4 让波兰再次出现在欧洲地图上 维也纳会议在拿破仑创建的 华沙公国废墟基础上 增加了部分原被奥地利吞并的土地 建立了波兰王国 5 这个波兰王国与它的强龄俄罗斯帝国 拥有共同的君主 在俄国被称为沙皇国 Sardom 而非王国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6 还赐予波兰帝国其他部分 无法企及的自治权和特殊待遇 以帝国统一化和行政司法标准化为 标志的叶卡捷琳娜 理性时代就此结束 特殊对待的时代又回来了 那些失去了特权的民族 都对波兰人满怀羡慕 其中包括前哥萨克国的精英阶层 尽管近代波兰民族主义 是在拿破仑的异护下成长起来的 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最初兴起时 却以反波拿巴为旗帜 在拿破仑战争中 俄罗斯帝国的报纸第一次开始刊登乌克兰语 而非俄语的爱国诗歌 这批诗歌中的一首出现在1807年 题为 啊 恶棍杂种波拿巴 你还没有燕族吗 啊 Have you grabbed enough You vicious bastard bonapart 无论是以哪种方式 拿破仑都激起了当地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 在波兰人 德意志人和俄罗斯人用各自的母语表达这些情感的同时 一些乌克兰人决定他们也应该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 在乌克兰以及欧洲其他地区 语言 民间故事 文学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 还有历史 都成为构建一种近代民族认同的砖瓦 近代乌克兰文学的奠基人 伊凡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 七 就是那些准备拿起武器抵抗拿破仑的乌克兰人中的一员 他出生在前哥萨克国境内的波尔塔瓦地区 自己组建了一支哥萨克部队 加入抵抗拿破仑的斗争中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是一名下级官员的儿子 在一所神学院接受教育 曾做过贵族子弟的家庭教师 也曾加入俄罗斯帝国的军队 在1806至1812年的俄土战争中作战 1798年 还在军中服役的他出版了奇诗作 埃内伊达 埃内伊达的第一部分 这部诗作是基于维基尔的 埃尼阿斯基 尼尼尔的模仿之作 其中的主要人物并非希腊人 而是扎波罗热格萨克人 正如人们对真正的扎波罗热格萨克的期待那样 诗中人物都说乌克兰方言 然而 我们只有在回顾中 才能理解这部诗作的语言 选择背后的逻辑 在18世纪晚期的乌克兰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是一位先驱 他是第一位用乌克兰方言创作一部重要诗篇的作者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为什么要这样做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他在尝试发出某种政治声明 实际上 选择模仿文体正表明 他是在进行一场语言和主题的游戏 而不是要创作一部高度严肃的作品 很明显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不乏文学天赋 对时代精神也有精准的把握 18世纪晚期 整个欧洲的知识分子 都致力于将民族国家设想为 不仅是一个人民享有主权的政治体 还是一个文化实体 一个等待被民族文艺复兴唤醒的睡美人 在德意志地区 约翰 哥特弗里德 赫尔德 巴 将语言和文化作为自己对民族的新理解的基础 在西欧和中欧的其他国家也一样 后来被称为民俗学学者的狂热分子们 到处搜集民间故事和歌谣 在找不到好样本时 就自己创作 在英国 古代引忧世人额像 9 的发现者 詹姆斯 麦克福森 就成功地将爱尔兰民间传说 变成了苏格兰的民族神话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写作《埃内伊达》第一部分时 正值教会斯拉夫语 这一在上一时代统治俄罗斯帝国文学的语言框架分崩离析之际 各种基于方言的文学作品 得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公共领域 俄国出现了其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伟大诗人 亚历山大 普希金 乌克兰则有了自己的伟大诗人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 无论他用乌克兰语写作的初衷为何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从未对这个选择感到后悔 他还将完成《埃内伊达》的其余五部 并成为第一批乌克兰语戏剧的作者 这些戏剧中包括以一个乌克兰村庄为背景的爱情故事 《纳塔尔卡·伯尔塔夫卡》 《内伊塔克·普陶塔夫卡》 及《波尔塔瓦的纳塔尔卡》 前哥萨克国的波尔塔瓦地区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的故乡 所使用的语言将成为标准乌克兰语的基础 并为以地涅博河为中心 东至顿河 西至卡尔巴千山脉的不同乌克兰方言的使用者所接受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带来了一种新的文学 阿列克西·帕夫洛夫斯基 Olexei Pavlovsky 在1818年出版了其作品 小俄罗斯方言语法 Grammar of the Little Russian Dialect 让这种语言有了自己的第一套语法系统 一年后 米克拉 尼古拉 财尔杰列夫 时 编撰的第一部乌克兰民歌集 也得以出版 如果不是其他数以十计 后来更发展到数以百计 富有才华的作者的作品出现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及其作品 完全可能只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小小角柱 一个艺术而已 这些作者并非都用乌克兰语写作 但他们大多数人都是浪漫主义者 都怀有19世纪初那种对民间传说和传统的美好想象 都重视情感 而非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 乌克兰浪漫主义的发源地是哈尔基夫 1805年 帝国当局在这里开办了一所大学 邀请全国各地的教授们前来任教 在当时身为一名教授通常意味着对地方质和民间传说感兴趣 而哈尔基夫正有丰富的传统 在伯赫丹 赫梅尔尼茨基的年代 他是斯洛伯达乌克兰的行政和文化中心 居住着乌克兰哥萨克人和逃亡的农民 到了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 这片土地常被人称为乌克兰 因此 1816年哈尔基夫开始出现的第一份文学年鉴被命名为乌克兰先驱报 Ukrainian Herald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这份刊物以俄语印刷 但他也接受乌克兰语投稿 他的许多作者所讨论的也是乌克兰历史和文化主题 哥萨克历史成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趣焦点 这在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的《埃内伊达》中已有所显示 哈尔基夫的浪漫主义者们 对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乌克兰历史著作 《罗斯历史》 《Istoria Russov》的积极欢迎和宣传 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这步关于乌克兰哥萨克人的历史 被归为18世纪的东正教大主教赫俄西科尼斯基十一的著作 但其真正的作者或作者群 来自前哥萨克国斯塔罗渡部地区 低哥萨克军官后裔阶层 无论罗斯历史的作者是谁 他都对哥萨克军官和俄罗斯贵族群体中的不平等状况十分关心 并更加公开的主张小俄罗斯和大俄罗斯的平等 这是在18世纪哥萨克文献中回响的传统主题 但现在拥有了更适合浪漫主义时代情感的表现形式 罗斯历史将哥萨克人刻画成一个独特的民族 并通过乌克兰哥萨克统领们的英雄事迹 战斗历程和死于敌人之手的故事来赞美哥萨克历史 这些敌人和其叙事中的反面人物大都代表着别的民族 波兰人 犹太人和俄罗斯人 帝国各地的浪漫主义作家和诗人们的想象力都被罗斯历史点燃了 这些人中包括圣彼得堡的孔德拉记 雷列耶夫 亚历山大 普希金和尼古拉 果戈里 在哈尔基夫 这一神秘文本的主要鼓吹者 是本地大学的一名教授伊斯梅尔·斯列兹涅夫斯基 十二 与他之前的麦克福森一样 斯列兹涅夫斯基同样自己创作民间传说 麦克福森利用爱尔兰神话来达到目的 斯列兹涅夫斯基则在《罗斯历史》中寻找灵感 这部作品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 在前哥萨克国地区风靡一时 将一段关于哥萨克社会阶层的历史 变成了一种对一个新兴民族社群的技术 迈出了近代乌克兰民族塑造过程中 极为重要的一步 曾经存在低哥萨克国为近代乌克兰民族的构建 提供了专实 一个关键的历史神话 一种文化传统和一种语言 除此之外 他还提供了建筑师 埃内伊达的作者伊凡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 第一部乌克兰民歌集的编撰者 米克拉·采尔杰列夫 和写出第一本乌克兰语法著作的 阿列克西、帕弗洛夫斯基都来自前哥萨克国 在乌克兰民族构建的早期阶段中 哥萨克国精英阶层 占有如此突出 甚至是统治性的地位 其原因很简单 在19世纪的乌克兰 拥有土地的精英阶层 与当地人共享同一种文化的唯一地区 就是前哥萨克国 在奥蜀加利西亚和俄蜀沃里尼亚 波多里亚和右岸乌克兰 主导当地政治和文化图景的 是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 或是波兰化的乌克兰贵族 在叶卡杰琳娜二世时代 得到肯治的南方草原上 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 则是族群意义上 或文化意义上的俄罗斯人 因此 哥萨克国境内的旧哥萨克民族后裔 几乎自然而然地成了新民族 塑造斗争的先锋 这个新民族 从其语言到其名字 乌克兰都来自哥萨克国 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代乌克兰民族构建的初始阶段 被一些学者称为遗产收集时期 滥伤于拿破仑战争期间 及紧接气候的一段时间 第二阶段 则受到19世纪30年代波兰起义的影响 这场起义导致了早期乌克兰 民族运动政治方案的形成 波兰的起义早有其缘由 根据1814至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议 开明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议事 他刚刚把波兰沙皇的称号 加入自己的头衔 为自己新获得的领土 提供了一部欧洲范围内最自由的宪法 然而 这位沙皇很快就证明 他头衔中的皇帝二字并非虚设 他对波兰王国的统治权 获得欧洲列强承认之后不久 亚历山大议事的开明路线 就走到了尽头 他的代表经常无视波兰议会 侵犯言论自由 并不顾沙皇原先允诺的其他公民权利 当不满的波兰青年们组织起秘密会设时 警察就对他们展开追捕 1825年的12月党人起义之后 情况愈发恶化 这次起义中 包括部分显赫哥萨克家族 后裔在内的俄国军官们 率部发动叛乱 要求制定一部宪法 叛乱被镇压了 皇帝尼古拉一事 13 长达30年的保守统治 由此拉开序幕 1830年11月 一次由年轻波兰军官在华沙发动的兵变 很快演变成一场起义 席卷了整个王国和包括今天立陶宛 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内的前波兰领土 一支波兰军团被派往沃里尼亚 而沃里尼亚 波多里亚和右岸乌克兰的波兰贵族 也开始叛乱 他们号召乌克兰农民们加入起义的队伍 有时候甚至许诺会将他们从农奴制中解放出来 帝国以其优势的军力 镇压了这次起义 起义的许多领导人 参加者和支持者 包括亚当 密茨凯维奇在内 都逃离了波兰 其中大部分人逃亡法国 运气差一些的人 则被关进俄国人的监狱 或被流放 11月起义不仅是一场 对波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动员 它同样在俄国土地上 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响 由于拿破仑战争 而染上明显反法国色彩的俄罗斯帝国 爱国主义者 如今开始激烈地反波兰 亚历山大 普希金一派的人物在理念领域 引领了对波兰叛党 及其法国支持者的攻击 在其失作 致俄国的中伤者 To the Maligners of Russia中 普希金要求对波兰解放事业 提供保护的法国人不要插手 把俄罗斯和波兰之间的矛盾 留给斯拉夫人自己解决 普希金在波兰人的叛乱中 看到了对俄国领土的威胁 并认为这种威胁 不限于波兰王国的范围 在他看来 这场叛乱 仍是对乌克兰的争搏 当俄军攻下叛党盘踞的华沙后 普希金在一首诗中写道 我们将防线后撤到何处 难道要退过布赫河 退过沃尔斯科拉河 十四 直到地涅伯河 河口 那时沃里尼亚将属于谁 伯赫丹 赫梅尔尼茨基 的遗产又将是谁家之物 如果承认叛党的权利 那立陶宛人不也会唾弃 我们的统治吗 还有基辅 那拥有金顶的老朽古城 罗斯的万成之族 难道他也要让那些神圣的陵墓 落入野蛮的华沙之手 在十一月起义期间 普希金甚至动起了写作一部 小俄罗斯历史的心思 在波兰起义之后的几十年中 俄国在乌克兰和其他前波兰属地上的政策主旨 都是抵抗来自西方 尤其是波兰的影响 罗曼诺夫王朝的帝国 已经准备好本土化 用俄罗斯爱国主义和新生的民族主义 来保卫其获得的领土 在这段时间里 帝国教育大臣谢尔西 乌瓦罗夫 十五 伯爵明确了新的俄罗斯帝国身份认同的几大基础 专制政体 东正教 信仰和民族 如果说乌瓦罗夫的三原则中的前两个 是俄罗斯帝国意识形态的传统标志 第三个原则 则是对这个新兴民族主义的时代做出的回应 乌瓦罗夫所谓的民族并非泛指 而是专指俄罗斯民族 乌瓦罗夫曾写到 他的三原则构成了俄罗斯的独特本质 并专属于俄罗斯 他们将俄罗斯民族身份的碎片连成一个整体 这个民族由俄罗斯人 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共同组成 历史学家们至今仍对乌瓦罗夫的三原则的具体含义争论不休 但其明晰简洁的结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 便与我们对19世纪30年代之后 帝国的西部边境政策进行讨论 罗曼诺夫王朝的理想子民不仅要忠于帝国 在理性时代这一条已经足够 还必须属于俄罗斯民族和信奉东正教 波兰的11月起义让乌克兰农民阶层 对帝国的忠诚变得可疑了 在帝国当局眼中 这些人无疑属于俄罗斯民族 却往往不信仰东正教 大部分新领土上的居民仍留在联合教会内 因此要保证他们对帝国的忠诚 让他们变成沙皇的理想子民 就必须让他们从联合教会改宗东正教 以打破联合教会的农民信徒和天主教贵族之间的连结 当局未达到这个目的 而采取的策略在本质上与布列斯特联合的方法正好相反 帝国政府及联合教会内部的政府支持者 没有在个人层面上让联合教会的信徒改宗 而是要使整个教会改宗东正教 这或多或少有些类似波兰当局 在16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针对联合教会的做法 1839年 一次联合教会会议在政府的支持下召开 宣布了联合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重新统一 并请求得到沙皇的祝福 皇帝同意了这个请求 调遣军队进入这一地区 以保证这次反向联合不会遭遇新的反抗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境内超过1600个教区和150多万名 据某些估计信徒在一夜之间回归了东正教 在白俄罗斯 沃里尼亚 波多里亚和很大一部分地涅伯和右岸地区 东正教信仰和民族身份被结为一体 以便为专制政体服务 这是前联合教会信徒漫长东正教化过程的开端 他们在文化上的俄罗斯化也同时发生 东正教会的神学院都使用俄语作为教学语言 因此教会的知识精英阶层不仅从联合教会的天主教信仰改宗了东正教 在民族身份上也从乌克兰人或罗塞尼亚人变成了俄罗斯人 更为复杂和困难的 是如何争取受波兰起义威胁的领土上那些世俗精英阶层的心灵和意志 起初 帝国采用了其通常的策略 在将波兰贵族阶层并入帝国的同时 不削减他们的法律地位和地产权利 亚历山大一世任用波兰贵族和知识分子来推行他的开明改革 波兰人在教育领域起到的作用尤为突出 这是因为1795年亡国之前 波兰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重大进步 在帝国乌克兰省份的新教育体系的创立过程中 波兰贵族出身的亚当 安杰一 恰尔托雷斯基 十六 公爵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十九世纪第一个十年中 他曾担任亚历山大一世的顾问 并有几年成为事实上的俄国外交政策首脑 亚历山大一世还委任 恰尔托雷斯基 负责管理维尔纽斯教育区 这一教育区以维尔纽斯大学为中心 管辖范围包括西乌克兰的很大一部分 另一名波兰贵族赛维伦 波托茨基 Sourine Patotsky 是哈尔基夫教育区的长官 该区以哈尔基夫大学为中心 管辖乌克兰其余地区的教育体系 在俄罗斯帝国首任教育大臣 基辅默希拉学院毕业生彼得罗 扎瓦多夫斯基 时期 主导的教育改革中 这两所大学的创办 和整个地区公立学校体系的建立 均进入了改革的主要成就之列 如果十九世纪早期的圣彼得堡 有任何关于民族身份问题的政策 他必然基于斯拉夫民族联合的理念 即俄罗斯人 乌克兰人也被认为 包括在内和波兰人的联合 十一月起义让情况发生了变化 直至1823年 还是维尔纽斯教育区主管的亚当 恰尔托雷斯基 在1830年12月 成了波兰革命政府的首脑 后来 恰尔托雷斯基 又在巴里朗贝尔饭店套房里领导 大移民 十八 团体的活动 大移民 亦辞指流亡西方的波兰起义者 俄国专制政府 和波兰天主教贵族阶层之间的联合不复存在 教育领域的进展也停滞了 因为这一领域 有赖于波兰人的参与和忠诚 帝国政府接受了 十一月起义领导者发起的文化挑战 开始对乌克兰和帝国境内 其他前波兰领土 采取俄罗斯化措施 乌尔罗夫伯爵 极切地希望发展 俄语教育和俄语文化 以制衡在这些边境地区 占统治地位的波兰文化 一度在招生水平上 堪与牛津大学 比肩的维尔纽斯大学 在1832年被关闭 政府不再能容忍这样一所 被其视为波兰民族主义 温床的学校 地区内其他由波兰人 管理的教育机构也被关闭 其中包括位于 沃里尼亚城市克列梅涅茨 十九的一所学院 政府将该学院丰富的图书馆藏 雕塑藏品及其植物园中的草木 都搬到了基辅 并于1834年 在基辅建立了一所 新的帝国教育中心 用以取代维尔纽斯大学 波兰语在这里被禁止使用 俄语成为唯一的教学语言 新的大学 以弗拉基米尔大帝的名字命名 因为根据官方历史的说法 他是第一位信仰东正教的君主 还是一名俄罗斯人 此时 基辅只有3.5万居民 被普希金在江支与华沙相比时 称为老朽 帝国当局开始着手 将基辅改造成一座 位于欧洲文化边缘的帝国堡垒 和俄罗斯民族堡垒 他们根据帝国的时代潮流 重建了基辅的东正教堂 并驱逐了这座城市的犹太居民 政府修建了新的街道 给城市各地冠以新的名字 其中一条街道 被命名为献兵街 以彰显警察力量 对当局在象征和实际两方面的重要性 以及帝国统治在这一边境地区的稳固 新任基辅 波多里亚和沃里尼亚总督 带着江地涅伯和右岸地区 融入帝国的使命来到基辅 并在1833年 提议修建一座弗拉基米尔大工纪念碑 沙皇尼古拉一世 亲自审查了这个提议 并十分赞赏 工程号是20年才得以实现 1853年 塑像在基辅洛城至今尚存 它没有按原计划 坐落在弗拉基米尔大学附近 而是位于蒂涅伯河岸上 关于这座塑像的意识形态意义和历史运意 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解读 有人将这理解为俄罗斯乌克兰的宗教和族群统一 也有人理解为对第一个乌克兰国家创立者的纪念 到了今天 很少有人会意识到 树立这座塑像的最初用意 是明确帝国对蒂涅伯和右岸原波兰属地的统治权 新大学利维夫和哈尔基夫之后 乌克兰地区的第三所大学 在基辅的创办成为这一地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所大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本地骨干 让他们成为俄罗斯影响力的代表和俄罗斯身份的宣传者 政府还成立了历史委员会 专私手稿和文件的搜集和出版 以此构建又按乌克兰 波多里亚和沃里尼亚自古就是俄罗斯领土的历史叙事 刚开始时一切尽如计划 本地人才 大多数要么来自哥萨克军官家族 要么是牧师或是前哥萨克国下层官员的儿子 纷纷来到基辅 加入这些新机构 投入与哥萨克人的宿敌波兰人的论战 然而到了19世纪40年代末 帝国当局发现他们的处境有些不妙 这所大学和这个历史委员会 原来被视为保卫俄罗斯身份认同 应对波兰挑战的堡垒 如今却变成一种新的身份认同 和新的民族主义的温床 1847年2月 一名叫阿列克谢·彼得罗夫 Alexei Petrov的基辅大学法学学生 出现在基辅教育区的办公室 揭发了一个已将俄罗斯帝国 变成共和国为目标的秘密社团 根据彼得罗夫的告发展开的调查 挖出了地下的圣希里尔和美多德兄弟会 这个名字来自那两位不仅用宗教 还用一种新的语言和一套新的字母 启蒙了斯拉夫人的基督教传教士 兄弟会成员包括基辅大学的历史学教授 米克拉 尼古拉 科斯托马罗夫 20 他将在后来成为 现代乌克兰史学的奠基人 21 还有新任的素描教师塔拉斯 摄斧勤科 22 米克拉 科斯托马罗夫 出身于临近斯洛伯达乌克兰的 沃罗涅日省的一个俄罗斯贵族家庭 却常常强调自己的母亲 是一名乌克兰农夫 无论其说法是真是假 19世纪中叶的基辅知识分子们 的确把农民出身视为一种光荣 他们都希望能为人民服务 离人民越近越好 兄弟会中没有哪位成员 比克斯托马罗夫的志同道合者塔拉斯 摄斧勤科更有资格自称平民主义者 1814年 摄斧勤科出身于 右岸乌克兰一个农母家庭 他在年轻时 进入一名富有的波兰地主家中 作为其府上的仆役 先是去了维尔纽斯 后来又到了圣彼得堡 并在那里展现出自己的艺术才华 他在圣彼得堡著名的下园 Summer Garden写生时 被那里的一名乌克兰画家发现 画家将摄斧勤科 引荐给当时 俄国文化舞台上的一些领袖人物 其中包括普希金之前 俄国最有名的诗人瓦西里 如科夫斯基 23和俄罗斯浪漫派艺术开创者之一 卡尔布留洛夫 24 摄斧勤科的作品 人格和遭忌震撼了圣彼得堡的艺术圈 让他们决定不惜代价 解放这名年轻的农奴 最后他们以2500卢布的价格 换得了摄斧勤科的自由 这以当时的标准 算得上是一笔惊人的巨款 布留洛夫为了筹款 特意为如科夫斯基 绘制了一幅肖像 这笔钱正来自这幅肖像的拍卖所得 摄斧勤科在24岁时成为自由人 随后他证明自己 不光是一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 还是一名杰出的诗人 1840年 也就是他获得自由两年之后 摄斧勤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 题为科布扎尔 歌手 25 科布扎尔也将在未来成为他的别名 尽管诗集在圣彼得堡出版 其语言却是乌克兰语 摄斧勤科少年时代就离开了乌克兰 在圣彼得堡长大成人 并成了一名自由的艺术家和诗人 为何他会选择用乌克兰语 而非俄语写作呢 毕竟后者才是圣彼得堡 大街小巷上和艺术沙龙里使用的语言 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是 圣彼得堡那些 出力帮助摄斧勤科 获得自由的乌克兰有人对他的影响 这些人中有一位波尔塔瓦人 名叫叶乌亨赫列宾卡 26 赫列宾卡遇见摄斧勤科时 正在将普希金为1709年 波尔塔瓦之战所作的诗歌翻译成乌克兰语 他坚信乌克兰应该有自己的母语文学 包括翻译文学 1847年 摄斧勤科在科布扎尔 新版前言里 阐明了自己用乌克兰语写作的原因 我的灵魂被巨大的忧伤笼罩 我听说有时候也读到这样的消息 波兰人在出版书籍 捷克人 塞尔维亚人 保加利亚人 黑山人和俄罗斯人都在出版书籍 但我从未听说乌克兰人出版书籍的消息 似乎我们没有自己的声音 我的同胞们 这是为什么 也许你们害怕受到外国记者的打扰 不要害怕 不要理会他们 也不要理会俄罗斯人 让他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我们也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他们是有自己语言的民族 我们也是 让人民来评判谁的作品更好吧 摄斧勤科对尼古拉 果格里尤为不满 果格里是钱格萨克国人 以其乌克兰主题的作品 包括塔拉斯布尔巴 Teras Boba在内 成为现代俄罗斯散文文体的奠基者 他们将果格里作为我们的典范 这个人根本不用自己的语言写作 却用俄语 沃尔特斯德特二十七也是一样 不用自己的语言写作 摄斧勤科写道 这些典范没法让他心服口服 为什么V S卡拉基奇二十八 沙发里克二十九 和其他人没有变成德意之人 他们要这样做的话 是多么轻而易举 而是仍把自己视为斯拉夫人 视为自己母亲的亲生子 并同样获得了荣名 他对塞尔维亚和斯洛伐克文化运动中的巨播 发出了如此的评论 我们是多么可悲 然而 同胞们 不要绝望 我们要运用智慧为我们不幸的母亲乌克兰工作 摄斧勤科在离开圣彼得堡 去往乌克兰后写下了以上文字 他在乌克兰的友人中 包括圣希里尔和美多德兄弟会的一些成员 如果我们不知道 现代乌克兰文学的奠基者 伊凡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 为何用乌克兰语写作 三十 摄斧勤科却在科布扎尔的前言中确定无疑的吐露了他自己 他的友人和同党们的心声 他们是十九世纪初音响应泛日尔曼运动而形成的泛斯拉夫运动的一部分 认为乌克兰在自己的语言 文学和文化上都落在了后面 但同时也相信 只要像果哥里这样的乌克兰胶子 能用其才华为祖国服务 乌克兰也可以为斯拉夫世界的其他地区做出巨大贡献 在他们的想象中 乌克兰应该是更广大的斯拉夫世界中的一个自由共和国 米克拉 科斯托马罗夫起草了兄弟会的章程 提名为乌克兰人民的起源之书 The Books of the Genesis of the Ukrainian People 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之一是 波兰人民和波兰朝圣之书 Books of the Polish People and the Polish Pilgrimage 在这本书中 亚当 密茨凯维奇 将波兰历史呈现为波兰民族的一部 弥赛亚史受难故事 在密茨凯维奇眼中 波兰将从坟墓中重生 并为所有被奴役的民族带来解放 科斯托马罗夫将这个弥赛亚史的角色留给了乌克兰 由于其哥萨克源头 乌克兰天生是民主主义的和平等主义的 与俄罗斯人不同 乌克兰人没有沙皇 与波兰人不同 乌克兰人没有贵族 圣希里尔和美多德兄弟会的成员们 视乌克兰的哥萨克历史为宝贵的遗产 追求废除农牧制 并主张将帝国改造成为平等共和国的联邦 而乌克兰将是这些共和国之一 这个社团的成员规模很小 存在期也不到一年 他的成员们很快遭到逮捕 科斯托马罗夫在自己的婚礼前几天被捕 社府清科则在为参加有人婚礼来到基辅时被捕 帝国官僚在兄弟会的活动中 秀出了一种新的潜在危险倾向发端的气味 将这些嫌疑犯的观点描述为分裂主义 皇帝本人也将之称为来自巴黎 指那些流亡波兰的人得宣传的结果 然而其他一些人相信兄弟会成员是帝国的忠诚子民 是为罗斯抵抗波兰影响的真正卫士 他们只是在本地的小俄罗斯爱国主义道路上 走得太远了些 不应受到太重的惩罚 最终 政府官员决定对他们处以相对较轻的刑罚 以免让这个兄弟会引起太多注意 也避免让乌克兰爱国者 这是19世纪中叶政府人士口中出现的新名词 与波兰民族运动结成联盟 俄国当局将兄弟会的理想描述为 沙皇权杖下斯拉夫人的统一 却隐瞒了其真正的计划 使帝国最高层的官员都不得而知 克斯托马罗夫获刑一年 其他兄弟会成员受到入狱六个月到三年 不等获国内流放的刑罚 所谓国内流放 一般只被送往偏远省份从事暗头工作 皇帝尼古拉一世对摄府秦柯的处罚最重 派他到帝国军队中当了一名列兵 为期十年 其间不得从事素描 绘画和写作 这是因为皇帝对摄府秦柯在诗中和画作中 对他和皇后的攻击感到震惊 摄府秦柯认为 专制政府应当为他的同胞和祖国 不是俄罗斯 而是乌克兰 所受的苦难负责 因此 他的作品对乌瓦罗夫的官方民族主义三要素中的两点 专制政府和民族都进行了攻击 而他的东正教信仰和帝国推行的东正教信仰也不是一回事 通过他们的写作和活动 科斯托马罗夫 摄府秦柯和圣希里尔和美多德兄弟会的其他成员 拉开了今天被我们称为乌克兰国家构建事业的大幕 他们在历史上第一个利用文物研究者 民俗学者 语言学家和作家的成果来构造一个政治方案 而这个方案将导致一个民族社群的出现 在下一个世纪里 由圣希里尔和美多德兄弟会成员们 提倡并在摄府秦柯饱含情感的诗歌中为更广大的人群所知的理念 将深深地改造乌克兰和这片地区 今天这一改编最明显的标志 就是基辅大学主楼前方的那座摄府秦柯纪念碑 它替换了这所大学的创立者尼古拉一世皇帝的塑像 1. Mazurka 起源于波兰民间舞蹈马祖卡舞的一种舞曲 2. Jane Henrich Debrowski 1755-1818 波兰将军曾参加科西丘十科起义 后在海外致力于波兰独立运动 是拿破仑在意大利征战时期麾下波兰军团的创立者 和拿破仑战争的参与者 被视为波兰民族英雄 3. Adam Mikovich 1798-1855 波兰浪漫主义诗人 政治活动家被波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视为民族诗人 其史诗作品《塔德乌什先生》描述了1811年至1812年间 俄国占领区内发生的故事 被视为波兰的民族史诗 4. The Congress of Vienna 1814年9月18日至1815年6月9日 在维也纳举行的外交会议 目的在于解决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 导致的一系列关键问题 会议的目标包括恢复战前国界和保持列强的权力平衡 5. Kingdom of Poland 已被称为波兰会议王国 Congress Poland或波兰沙皇国 Svartom of Poland 存在于1815年至1915年间 是俄国的共主联邦 6. Alexander I. 1777-1825 俄国沙皇 1801-1825年在位 芬兰大公 波兰王国国王 他在拿破仑战争中击败法国 复兴欧洲各国王室 成为欧洲霸主 7. Ivan Kotler-Refsky 1769-1838 乌克兰作家 诗人 戏剧家 社会活动家 8.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 德国哲学家 路德派神学家 诗人 他是德意志启蒙运动 黄标运动和卫马 古典主义时期的重要人物 9. Ocean 传说中公元三世纪的 爱尔兰英雄 引游诗人 1761年 苏格兰诗人 麦克福森 James McPherson 1736-1796 宣布发现并出版了 据称为 《鹅像史诗》的作品 对欧洲早期浪漫主义运动 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麦克福森 发现的 《鹅像诗作》的真伪 文学批评界 一直有巨大争议 10. Mycola Nikolai Sertalev 1790-1869 俄国民族制学者 教育家 11. Hiyorai Ikoniski 1717-1795 18世纪乌克兰宗教人物 作家 12. Ismail Sresnetskay 1812-1880 俄国19世纪重要的 语言文献学者 和斯拉夫文化研究者 自1854年起为 俄罗斯帝国科学院院士 13. Nikolai 1796-1855 俄国沙皇 1825-1855年在位 亚历山大一世之地 14. Vorska 地孽伯河的左支流 全长464千米 发源于中俄罗斯高地 流经波尔塔瓦 15. Sergei Uvarev 1786-1855 19世纪俄国古典学者 政治家 16. Adam Andrei Chartoritsky 1770-1861 波兰贵族 政治家 作家 曾担任事实上的 俄罗斯帝国部长会议主席 1804-1806年在任 并在1830年到1831年间的 波兰十一月起义中 担任波兰民族政府主席 17. Petro Zavidovsky 1738-1812 乌克兰哥萨克人 曾任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秘书 和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 俄罗斯帝国教育大臣 18. Great Immigration 指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 大批波兰精英 流亡西方国家的过程 19. Crimeanets 一座Cream Nets 经乌克兰西部杰尔诺波尔州城市 20. Mycola Nikola Castamarev 1817-1885 19世纪俄国杰出的历史学家 21.本书导演中 对米哈伊洛 赫鲁舍夫斯基 有同样评价 且都使用了定冠词 The Founder 22. Teres Shevchenko 1814-1861 19世纪乌克兰诗人 画家 民俗和民族制学者 政治活动家 其文学作品 被视为现代乌克兰文学 和乌克兰语言的奠基之作 23. Vesely Zhukovsky 1783-1852 19世纪初 俄国杰出诗人 翻译家 他将浪漫主义潮流 引入了俄罗斯文学 24. Karol Breulov 1799-1852 19世纪俄国画家 被视为俄国绘画 从新古典主义 转向浪漫主义过程中的 重要人物 25. Kalbsar 乌克兰语作 指乌克兰哥萨克人中的 游营诗人或歌手 26. Yevian Hribinka 1812-1848 乌克兰浪漫主义作家 诗人 不爱主义者 27. Walter Scott 1771-1832 苏格兰著名历史小说家 诗人 28. Vukstiefenavik Korezik 1787-1864 塞尔维亚语文学家 及语言学家 是塞尔维亚语的主要改革家 他应对民间诗歌 传说和谚语的搜集工作 而被称为 塞尔维亚民间传说研究之父 他用新改革的语言编 写了塞尔维亚语词典 并翻译了新约全书 29. Pavel Yosef Seferik 1795-1861 斯洛伐克语文学家 诗人 文学史家 历史学家 和民族制学者 30.此处原文有误 Ukrainian 意思后缺少逗号 第十五章 多孔的国舰 1848年 即俄国当局取缔圣希利尔 和美多德兄弟会之后一年 哈布斯堡帝国境内的乌克兰人 在利维夫成立了他们的第一个政治组织 罗塞尼亚最高议会 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 自称罗塞尼亚人或卢森人 也以这样的名字 在帝国为人所知 这个议会 与1846年至1847年间 存在于基辅的兄弟会有很大的差异 兄弟会从事地下活动 只有很少的成员 并被俄罗斯帝国当局摧毁 但最高议会 则是在奥地利的加利西亚总督的帮助 和鼓励下成立的 并拥有为数众多的成员和广泛的公众支持 尽管这两个组织有各种不同 他们在创立时间上的巧合 却暗示了乌克兰文化 民族身份认同和政治行动主义的发展 这一发展沿两条轨道进行 当其中一条轨道上的速度放慢或停滞时 另一条轨道上的运动仍能继续 甚至加速 乌克兰政治活动家们 被俄国、奥地利边界分成两部分 却在民族构建过程中 有着数不清的联系 19世纪 将乌克兰人分为两部分的边界 以不仅是政治边界 也变成了一条宗教边界 将乌克兰 联合教会的天主教徒 与乌克兰东正教徒分开 然而上述的那些联系跨越了它 与两股互相竞争的帝国势力 所期待的相反 两个乌克兰政治活动家群体之间的联系 不仅没有中断 反而通过多种渠道得到了发展 这让这场运动的两个分支 得以孕育一个关于乌克兰未来的 共同图景 这两个乌克兰政治活动家群体 被政治边界分开 但在精神和国家理念上 则能保持一致 他们之所以能突破自身的局限 得益于一个简单事实 两个帝国的政府 对待乌克兰人 这一少数民族的政策 截然不同 其中最能彰显这种差异的 是两国对待他们 从波兰 立陶宛联邦继承而来的 联合教会的态度 与俄国当局不同 奥地利政府 从未迫害联合教会信徒 也不曾尝试 让他们与占统治地位的 母教会 在奥地利及天主教会 重新统一 事实上 他们对联合教会信徒 相当尊重 这一点 从官方对这些信徒的新称呼 希腊 奉拜占天遗鬼的 天主教徒 就可以看出来 他们的波兰天主教同胞 则被称为 罗马天主教徒 奥地利政府 还建立了一所神学院 先是在维也纳 后来在利维夫 为希腊里天主教会的教士们 提供教育 19世纪初 希腊里天主教会 将利维夫主教区 升级为都主教区 让自己 从留在俄罗斯帝国境内的 各联合教会教区中 独立出来 由于大多数世俗精英 都倾向天主教和波兰文化 希腊里天主教会的教士们 就成了罗塞尼亚社群 唯一的领袖群体 并将成为 现代乌克兰民族运动的脊量 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 为何会采取这样的态度 吊诡的是 他们的理由 竟和罗曼诺夫们如出一辙 两个帝国都将正在兴起的 波兰民族主义 视为心头之患 只是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来对付它 俄罗斯帝国政府 取缔了联合教会 并出于保护帝国的俄罗斯民族 不受波兰人 蛊惑的目的 尽力阻止乌克兰人的民族运动 奥地利当局则不然 他们在国内 培植罗塞尼亚民族运动 以制约波兰人的宣传 他们从未尝试 将罗塞尼亚人改造成日尔曼人 也无意干涉他们 成为独特民族的发展过程 事实上 奥地利人还鼓励了这种发展 以使之能与发达 而有组织的波兰民族运动相抗衡 在革命之年 1848年 奥地利当局 首先付诸实施的正式上述政策 其实 自由民族主义浪潮 正在欧洲兴起 从巴勒墨到巴黎 再到维也纳 盖莫能外 这对维也纳会议划定的各种边界 和这些地区的政府 都形成了挑战 1848年3月 受到巴黎革命鼓舞的匈牙利人 提出了从哈布斯堡帝国 独立出来的要求 他们将拿起武器为自由战 波兰人紧随其后 先是在克拉科夫 后来又在利维夫掀起波兰 要求得到公民自由和自治权 这些诉求对维也纳政府 和至少半数的加利西亚居民来说 都难以接受 加利西亚省的450万居民中 大约一半是乌克兰人 波兰人占40左右 还有近7是犹太人 在所谓的东加利西亚 传统上的加利西亚地区 乌克兰人占据了绝对多数 而波兰人则在今天被称为西加利西亚 包括克拉科夫在内的小波兰占据多数 犹太人则散距在这个扩大之后的 帝国省分各地 在东加利西亚的犹太人中 有约60居住在城市和较小的市镇上 加利西亚省以农业为主 经济发展程度低于 哈布斯堡帝国的大部分地区 在瓜分波兰之后 皇帝约瑟夫二世 将传统的波兰精英阶层 从政府管理岗位上剔除出来 代之以帝国官僚 其中大多是来自波西米亚的 日尔曼化杰克人 已建立一套新的行政体系 他还提高了这个省份人口的 整体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平 并保护农民不受其主人的欺凌 尽管约瑟夫二世 剥夺了波兰精英们的政治权利 他刚开始时 却没有对犹太人采取措施 任由他们保持自治权 作为他们缴纳所谓容忍税 一的回报 到了1789年 约瑟夫二世颁布了 容忍法令 Edict of Toleration 这是犹太人解放历程中的一个重大进步 但他同时也解散了犹太人的传统组织 禁止在公文中使用异地叙语和西伯来语 建起德语学校 还将犹太人纳入了伏兵役的范围 当革命浪潮在1848年3月来到利维夫时 许多犹太人自愿加入了波兰人反抗帝国的队伍 不过 随着奥地利军队在俄军的帮助下 镇压了匈牙利革命 波兰人恢复联邦的希望和犹太人对平等的期待也破灭了 加利西亚居民中从革命中 获益最多的是乌克兰人 他们很可能是对帝国忠诚度最高的人群 也是革命队伍中最不情不愿的参加者 由于波兰人最初的呼吁中 没有提到本地乌克兰人和他们的诉求 乌克兰人对加入波兰人的反抗行动并不迫切 1848年4月 乌克兰人社群的领导者们 他们恰好全部都是联合教会的教士 向皇帝请愿 在请愿中宣示了他们的忠诚 要求帝国保护他们不受占统治地位的波兰人侵害 还要求使用罗塞尼亚语的权力 在奥地利的加利西亚总督弗朗茨 施塔迪翁 二 伯爵的许可和支持下 希腊里天主教会的教士们 创立了他们的罗塞尼亚最高一回 利维夫的治安长官利奥波德 冯扎赫尔 三 后来那位作家的父亲 还批准了第一份乌克兰语报纸 加利西亚新报Galitian Star的出版 施塔迪翁将新议会的成立 视为抵消波兰影响 在加利西亚恢复奥地利统治的手段 在神职人员的领导下 罗塞尼亚最高议会 的确成为制衡波兰民族革命的领导组织 波兰民族议会的有效力量 几乎在所有主要议题上 最高议会与波兰民族议会的诉求都不相同 如果说波兰人偏于激进 乌克兰人则高度保守 关于加利西亚的未来问题 波兰人想要的是整个省份的自治权 乌克兰领袖们却希望将之分割 恢复从前那个较小的加利西亚 乌克兰人在那里占据人口总数的70 20万人在一份请愿上签名 要求对加利西亚省进行分治 他们的这个愿望没能实现 加利西亚仍保持完整 然而 乌克兰人在这场革命中登上了舞台 他们有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和报纸 被空前的动员起来 最为革命性的进步 无疑是农奴制的废除 和农民们积极参与选举政治的开始 这两项进展在加利西亚的出现 都是为了回应波兰人的革命要求 但其推出者则是奥地利当局 乌克兰人从中受益匪浅 因为这个省份的大多数农民是乌克兰人 在加利西亚的奥地利议会中 25名乌克兰议员中有 16名是农民 布科维纳地区选出的5名议会代表 更是军委农民出身 乌克兰代表被选入议会的事实 给他们的社群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将哈布斯堡帝国中的乌克兰人 引入了选举政治的世界 让他们学会了如何组织起来 采取政治行动 而不是造反 尽管农民起义仍时有发生 革命的结束意味着 罗塞尼亚最高议会的终结 他在1851年被政府废除 但在1848年的事件中 诞生的乌克兰民族运动并没有结束 在整个19世纪50年代 和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 同一个神职人员群体 仍然领导着这场运动 他们被称为圣侨之会 S.T. George Circle 这个名字来自利维夫的 希腊里天主教会主堂 他们的另一个名字 老罗塞尼亚人 则具有其族群色彩 这些领导着罗塞尼亚民族运动的 希腊天主教主教和教士们 忠于帝国 在政治和社会观点上 都持保守立场 并将自己和哈布斯堡帝国内的同胞们 视为一个独特的 罗塞尼亚民族的成员 他们的主要敌人是波兰人 主要盟友则是维也纳 至于那些居住在俄澳国界 另一侧的乌克兰同胞 或者说小俄罗斯人 似乎很少引起他们的注意 虽然1848年革命 推动了一个新的乌克兰民族的形成 他却没有回答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的问题 罗塞尼亚最高议会领导者们 所代表的罗塞尼亚选项中 包括了各种可能性 于19世纪30年代 出现在文学舞台上 被称为罗塞尼亚三驾马车的 一批浪漫主义作家和诗人 在身份认同上所做的选择 则是这些不同可能性的最佳代表 罗塞尼亚三驾马车的领军人物 是雅基夫 或洛瓦茨基 4 马尔基安 沙什科维奇 5 和伊凡 瓦西列维奇 6 他们都是利维夫神学院 希腊天主教分院的学生 与欧洲其他民族的觉醒者一样 他们四处搜集民间传说 并痴迷于历史 他们的动力来自哈布斯堡帝国中 其他斯拉夫民族文化活动 其理念则置根于 蒂涅伯和地区 那些乌克兰民族觉醒者的作品 伊凡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的 埃内伊达 俄罗斯帝国出版的 乌克兰明歌集 还有哈尔基夫的 浪漫主义文学 三驾马车的第一步 也是最后一部年鉴于 1836年出版于布达 7 题为卢萨尔卡的 涅斯特洛瓦伊亚 如索卡·Dinastrovia 及德涅斯特河的水泽仙女 The Nymph of the Dniester 年鉴出版时 团体的三位领袖 还将哈布斯堡帝国内的乌克兰人 视为更大的乌克兰民族的组成部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一信仰将发生动摇 遭遇竞争 到了今天 三人中只有马尔基安 莎士科维奇 被人们尊为加利西亚乌克兰文学的奠基者 莎士科维奇死于1843年 据1848年革命 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和知识界动荡 还有一段时间 他的同侪伊凡 瓦西列维奇 在1848年 加入了清波兰的罗塞尼亚议会 后来被乌克兰民族运动的领导者们 视为叛徒 三驾马车中的第三位成员 亚基夫 或洛瓦茨基 则在19世纪50年代 成为加利西亚青俄派 这些人把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 当作更大的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 的领袖之一 因此 用后来的历史学术语来说 三驾马车 这几位成员选择的道路 恰与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民族运动中的 三种倾向一致 乌克兰路线 沙什科维奇 清波兰路线 瓦西列维奇 和清俄路线 或洛瓦茨基 不同路线的选择 与这书写乌克兰文本的字母的选择 紧密相关 19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 字母战争在乌克兰社群中 两次引起了震动 这场战争中同样有三条路线 教会斯拉夫与所使用的传统希利尔字母 普通希利尔字母 类似俄罗斯帝国所使用的字母 最后还有拉丁字母 奥地利官方和波兰精英阶层 倾向于使用后者 因为它让新生的乌克兰文学 更为接近帝国的标准 在文化上也更易于波兰化 然而 政府在1859年 试图在乌克兰语文本中 引入拉丁字母时 遭到了乌克兰人的联合反对 人们很快就发现 在加利西亚逐渐形成的新民族 不会采用希利尔字母之外的任何文字 至于它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整体 还是更大的俄罗斯民族 或乌克兰民族的一部分 则尚未确定 1859年 发生在加利西亚的字母战争 在帝国边界的另一边 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同一年 俄国当局禁止了 用拉丁字母印刷的乌克兰语 和白俄罗斯语文本的出版和进口 这一措施 被视为一次反波兰的举动 其发起者是基辅的一名审查官员 名叫诺维茨基 纳维茨泰 他在一份备忘录里称 加利西亚的奥地利当局 正在试图通过使用拉丁字母 将俄罗斯人变成波兰人 他相信在俄罗斯帝国境内 使用拉丁文本 也会造成同样的效果 当西部省份的农民们 在当地遇到 用波兰字母印刷的小俄罗斯语书籍 他们自然会更倾向于 学习波兰字母 而非俄国字母 诺维茨基写道 而这又将引领他们去读波兰书籍 暴露在波兰的影响下 使他们远离 俄罗斯文学的灵魂和潮流 他所提倡的禁令 几乎立刻就得到了执行 这位审查者主要关注的 是农民群体 当时农民已经快要得到解放 农奴制在俄罗斯帝国境内 被真正废除是在1861年 比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 解放农奴晚了12年半 这次解放没有引发一次革命 但于1863年 在俄罗斯帝国境内 引起了一场波兰人的起义 与归属哈布斯堡王朝的 乌克兰农民一样 俄国人统治下的乌克兰农民 获得了个人自由 却只得到了很少土地 这使他们不得不在经济上 依附贵族阶层 然而与被哈布斯堡王朝 统治的乌克兰农民不同的是 被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乌克兰农民 既没有得到参与选举政治的权利 也不能成立自己的组织 他们不能获得大学的教习 也不能读到用母语印刷的书籍 更深的是 帝国政府还禁止用小俄罗斯方言 出版宗教类和教育类的作品 俄罗斯帝国境内 对所有乌克兰语出版物实际上的全面禁止 发生在1863年夏天 正值当年1月开始的波兰人起义的中期 乌克兰农民阶层 对帝国的忠诚再度面临危险 政府决定 当问题涉及乌克兰语言时 它首先需要考虑的 是巩固帝国的俄罗斯民族统一 而这就要求将农民阶层隔绝于 不受帝国欢迎的乌克兰爱国者群体的影响之外 此前出版的小俄罗斯语著作的目标读者 仅仅是南俄罗斯地区的受教育阶层 然而 现在那些小俄罗斯民族性的宣传者 已经将他们的经历转移到了 未受教育的大众身上 以普及读写能力和教育为伪装 那些试图实现政治野心的人 已经开始印刷十字课本 字母书 语法课本和地理课本等书籍 帝国内政大臣彼得 瓦鲁耶夫 8 在一条禁止乌克兰语出版物的指令中写道 这条禁令 不光禁止了拉丁字母版的乌克兰语出版物 希利尔字母版的也未能幸免 瓦鲁耶夫禁令设计的范围 不包括虚构作品 但这类作品当时还非常少见 从1863年到瓦鲁耶夫 离开其职位的1868年 乌克兰语出版物的数量 从38种减少到仅存一种 出版禁令最初只是一个临时措施 但在1876年5月 变成了永久性的 皇帝亚历山大二世 9 在这个月颁布了一条被称为 埃姆斯上誉 EMSU KISS的法令 他当时正在德国小镇埃姆斯时 享受温泉 这条法令比瓦鲁耶夫的禁令走得更远 他禁止了所有出版 和从国外进口乌克兰语书籍的行为 还禁止了乌克兰语戏剧制作 和乌克兰语歌曲的公开演唱 与瓦鲁耶夫禁令一样的是 埃姆斯上誉 没有对公众公开 禁令在19世纪80年代变得松弛 关于戏剧和歌曲的规定被取消了 然而对出版或从国外进口 任何乌克兰语书籍的禁令 仍继续存在 直到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才被废止 政府仍坚持那条被归于彼得 瓦鲁耶夫的准则 瓦鲁耶夫曾声称 任何独特的小俄罗斯语都不存在 不曾存在 也不能存在 乌克兰语言 文化和身份认同被视为一种对帝国统一的威胁 它威胁到整个俄罗斯民族的整体性 其严重程度不亚于波兰的民族主义 尽管亚历山大二世签署 埃姆斯上誉石身处遥远的德国 这条法令的主要提议者和推动者却在基辅 米哈耶尔尤瑟佛维奇十一 是来自前哥萨克国波尔塔瓦地区的乌克兰人 曾就读于莫斯科大学的贵族寄宿学校高中 他在青年时代与普希金交好 也是一名诗人 曾担任军官在高加索地区作战并负商 19世纪40年代 尤瑟佛维奇成为基辅教育界和文化界的重要人物 他取得了基辅教育区的一个领导职位 并积极参与基辅考古委员会的工作 主要负责从文献角度证明 又按乌克兰从来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从其政治和文化观点来看 尤瑟佛维奇尺典型的小俄罗斯主义立场 他热爱乌克兰 认为自己是在为包括地涅伯和两岸的小俄罗斯的利益而工作 他也是温和的平民主义者 相信小俄罗斯农民阶层需要得到保护 以免受波兰贵族 犹太成族人和天主教 联合教会 教室的侵害 最后 他还是俄罗斯民族所有 部族 统一的信仰者 尤瑟佛维奇将帝国视为他所代表的小俄罗斯爱国主义的盟友和保护者 称得上是帝国的忠诚子民 对那些从圣希里尔和美多德兄弟会时代起 就被官方称为乌克兰爱国者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说 尤瑟佛维奇既是他们的盟友 也是他们的对手 这种关系依时间和情况的不同而变化 尤瑟佛维奇在兄弟会成员被捕事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其立场却更多的与兄弟或尔非当局站在一边 他拒绝接受 一名向他揭发兄弟会颠覆活动的学生提交的书面告密材料 后来又向米克拉 科斯托马罗夫发出警察即将前来搜查的提醒 并帮助科斯托马罗夫销毁了那些会被当成罪证的材料 尤瑟佛维奇不相信 科斯托马罗夫及其朋友们的活动会对国家造成危害 而是把他们当成对抗在右岸乌克兰和沃里尼亚战统治地位的波兰文化的盟友 在尤瑟佛维奇的积极参与下 伯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纪念碑得以在基辅城中树立起来 他也成了尤瑟佛维奇的信念与忠诚的证明 纪念碑上最初的名文如下 至伯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 纪念碑揭幕在1888年揭幕 此时尤瑟佛维奇已不相信乌克兰爱国者是一个无害的群体 1875年他写了一份题为关于所谓的乌克兰爱国者运动 On the so-called Ukraine File Movement的备忘录 并将之提交给帝国当局 在这份备忘录中 那些来自乌克兰爱国者阵营 与他观点对立的人被他冠以图谋 将乌克兰从俄罗斯分裂出去的罪名 尤瑟佛维奇声称 瓦鲁耶夫禁令根本没有起到作用 只是让俄罗斯帝国内部 和奥署加利西亚的乌克兰爱国者之间的联系 变得更紧密 而后者正是波兰人的代言人 因此 俄国必须采取更激烈的措施 来制止乌克兰爱国者们的破坏活动 尽管包括基辅总督在内的本地官员们认为 尤瑟佛维奇的控诉过于夸张 圣彼得保当局却认同他的论证和逻辑 他们担心帝国统一受到威胁 也担心来自波兰人 还有哈布斯堡王朝的各种可能阴谋 于是皇帝签署了那道上誉 不仅禁止了乌克兰语书籍的出版和进口 还为一份加利西亚报纸提供了补贴 因为这份报纸被视为一座 在哈布斯堡帝国境内 抵抗乌克兰爱国主义的堡垒 被尤瑟佛维奇认为 被帝国构成严重威胁的这些乌克兰爱国者 是何许人呢 他们中有乌克兰国歌 乌克兰还没有灭亡的词作者帕夫洛 储宾斯基 十二 也有基辅大学的古代史教授 米哈伊洛·德拉霍马诺夫 十三 以上两人都是基辅知识分子 团体基辅赫洛马达 基辅社团的成员 这个团体的兴趣 基本都集中于文化领域 储宾斯基和德拉霍马诺夫 都不曾主张乌克兰应该脱离俄罗斯帝国 也没有亲波兰倾向 然而 他们都对乌克兰民族运动的老一代 小俄罗斯主义者领袖群体不满 因为那一代人 未能推翻瓦鲁耶夫禁令 更重要的是 德拉霍马诺夫和他的支持者 将尤瑟佛维奇 从基辅学术活动重镇基辅地理学会的领导位置上赶了下来 这是埃姆斯·尚域出台的原因之一 尤瑟佛维奇进行了反击 并造成了纷争之初 谁也没能预料到的后果 埃姆斯·尚域 让乌克兰爱国者们变得更加激进 使得乌克兰爱国者和小俄罗斯主义理念 支持者之间的代际矛盾 变成了意识形态上的对立 对米哈伊洛·德拉霍马诺夫而言 尤其如此 他的大学教授资格被剥夺 随后离开俄罗斯帝国前往瑞士 定居于日内瓦 他在这里写下的一批作品 使他成为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乌克兰政治思想家 德拉霍马诺夫 也是第一个接受社会主义理念的人 在19世纪80年代 他为乌克兰民族的独特性大声疾呼 并宣扬一个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欧洲联邦的理念 这一理念可以上诉到科斯托马罗夫的 《乌克兰人民的起源之书》中的观点 但德拉霍马诺夫心目中的联邦 并不限于斯拉夫民族 而是包括整个欧洲 通过德拉霍马诺夫的著作 乌克兰民族运动 从圣希里尔和美多德兄弟 会被摧毁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开始重新思考其政治目标 和其文化活动的含义 德拉霍马诺夫也是第一个以其观点 对奥蜀乌克兰的局势 造成巨大影响的政治思想家 尽管尤瑟佛维奇 对乌克兰爱国者群体的指控 大部分不属实 但其中也有符合事实的部分 这些人与加利西亚之间联系紧密 而瓦鲁耶夫禁令 只起到了加强这种联系的作用 由于在俄罗斯帝国境内 用乌克兰语出版著作 完全没有可能 乌克兰爱国者充分利用了 在加利西亚存在的机会 埃姆斯尚遇 在尤瑟佛维奇的检举起发下出台后 加利西亚对实现 用乌克兰语出版著作的目标 变得更具吸引力了 由于俄署乌克兰地区的文学出版 遭到禁止 乌克兰最有名的文学家 包括作家伊凡 聂崔 列维茨基 十四 和剧作家米哈伊洛 斯塔利茨基 十五 在内 都在加利西亚出版他们的作品 埃姆斯尚遇 未能阻止乌克兰文学的发展 却造成了一种局面 大部分最杰出的作者 身处俄罗斯帝国境内 他们的读者 却在边界另一边的奥地利 这些作家 无法与他们的读者直接接触 反之亦然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 这种局面竟帮助推动了一种 共同的文学语言和文化 在帝国边界两侧的发展 在东部乌克兰人发现 加利西亚 这个可以自由表达思想的地方 和出版市场的时候 加利西亚本地的乌克兰人 事实上已经分裂为 两个相互竞争的群体 清俄派和乌克兰爱国者派 1867年 哈布斯堡帝国的宪法改革之后 这道裂痕变得十分明显 在输掉对意大利和普鲁士 这两个新兴民族国家的战争之后 奥地利当局决定 向帝国最好战的成员 匈牙利人 做出重大让步 以换取帝国的延续 奥匈折中方案 16 创造了一个被称为 奥匈帝国的二元帝国 匈牙利王国拥有了自己的议会 和更大的自治权 与帝国其他部分的关系 仅系于皇帝个人 以及共同的外交和军事政策 然而 匈牙利人并非哈布斯堡帝国中 唯一受惠于折中方案的民族 波兰人和克罗地亚人 也取得了自治权 令乌克兰人恐慌的是 他们成了波兰人自治权的牺牲品 维也纳将加利西亚省的统治权 交给了本地的传统波兰的精英阶层 乌克兰民族运动的领袖们 感到自己遭遇了背叛 哈布斯堡家族 惩罚了他们的忠诚 却奖励了那些不安分的民族 1867年的妥协方案 为教会主教团和老罗塞尼亚人的主导地位 敲响了丧中 并使清俄运动的力量得到增强 清俄派的领袖们 包括希腊里天主教会穆施伊凡 纳乌默维奇 17在内 宣称罗塞尼亚人的忠诚 没有得到任何回报 而如果他们还想抵抗波兰话 就不得不改变对当局的态度 纳乌默维奇还抨击了 试图创造一个独特的 罗塞尼亚民族的努力 在波兰人的强大政治和文化攻势下 这个民族事实上 毫无获胜的可能性 在纳乌默维奇看来 奥地利的罗塞尼亚人 是更大的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 他的支持者们 将自己视为小俄罗斯人 声称 俄罗斯书面语言 其实是小俄罗斯语的一个翻版 一个小俄罗斯人 在一个小时内 就能学会它 然而 这个目标被证明 远没有那么容易达成 在尝试掌握俄语的过程中 亲俄运动的领导者们 创造出了一种 俄语和教会斯拉夫语的混合体 并尝试将它 用于彼此交流和写作 19世纪60年代晚期 亲俄派掌握了 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 大部分乌克兰人组织的控制权 在外卡尔巴迁地区 刚刚获得权力的匈牙利人 实施积极的马扎尔化 18 政策 遏制了一切本地文化的发展 俄国政府则通过 津贴和奖学金等方式 支持亲俄派的活动 自然也引起了维也纳的疑虑 1882年 纳乌默维奇被奥地利当局逮捕 被控叛国罪 他发起了一场农民请愿运动 要求在一个拥有 希腊天主教传统的村庄 建立东正教教区 这被视为一次亲俄宣传的常识 加利西亚和外卡尔巴迁地区 亲俄运动的其他领导人 也与纳乌默维奇一样 遭到当局审判 他们最终被判定犯下了 各种反对国家的罪行 并被送进监狱 此后 包括纳乌默维奇 本人在内的许多被诉者 都迁往俄罗斯帝国 1882年的审判之后 还发生了其他针对亲俄派活动家的起诉 一方面 俄罗斯帝国当局 四处追索那些对乌克兰人士 大俄罗斯民族一部分的观点 持异者 另一方面 奥地利人却对支持这种观点的人 进行迫害 奥地利官方对亲俄行为的镇压 削弱了亲俄派运动 另一群活动家 借机出现在加利西亚政治舞台的中心 这群人被称为平民主义者 或乌克兰爱国者 他们的根源可以追溯到 罗塞尼亚三驾马车 及其主要理论加马尔基安 沙什科维奇 然而其直接传承 则来自普洛斯维塔协会 19启蒙会 该会成立于1868年 即奥匈折中方案之后一年 与亲俄派一样 乌克兰爱国者们 相信从前那种 道向帝国政府的 罗塞尼亚民族运动道路 已经走到了尽头 而老罗塞尼亚人 推崇的民族构建模式 也没有出路 然而乌克兰爱国者们 主张的前进方向 与他们的对手有很大区别 他们提出 哈布斯堡帝国境内的 罗塞尼亚人 事实上是一个更大民族的一部分 但这个更大的民族 并非帝国化的俄罗斯民族 而是就居住在 国界另一边的乌克兰民族 这些乌克兰爱国者 与罗塞尼亚民族运动的 传统领导者 教室中的精英阶层 发生了分歧 并将自己描述为 人民利益的捍卫者 这也是他们被称为 平民主义者的原因 加利西亚的平民主义者 和他们的出版物 成为俄罗斯帝国境内的 乌克兰爱国者们的 天然盟友 1873年 在哥萨克统领伊凡 斯科罗帕德斯基的 后代伊丽莎白 米洛拉多维奇 20的资助下 加利西亚的平民主义者们 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学会 为了强调他与 俄罗塞乌克兰的联系 和他对联合 所有乌克兰人的 关注和追求 这个学会 在后来伊塔拉斯 摄斧勤科的名字命名 基辅的乌克兰爱国者们 还帮助加利西亚的同仁 成立了为东西 和杂志 在来自东方的援助下 加利西亚的乌克兰爱国者 以1.1滴的方式 在与亲俄派的斗争中 取得了胜利 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 夺取了布科维纳的 罗塞尼亚人组织的控制权 在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 这两个奥地利省份 来自俄属乌克兰的智力支持 被证明是乌克兰爱国者 运动兴起的关键因素 乌克兰民族运动的两个 分支相互依存 以各自的方式 受益于双方的合作 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 将基辅的乌克兰爱国者们的思想 变得更加激进 让一个独立于 泛俄罗斯帝国蓝图之外的 乌克兰民族 进入了他们的想象 19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到来之际 乌克兰仍被奥地利 俄罗斯之间的边界 分为两部分 与一个世纪之前 波兰被瓜分时代的情况一样 然而 此时的乌克兰 同时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连接在一起 这个新的联合并非源于教会的统一 东正教会与联合教会之间的分裂 仍然存在 在俄国对其治下的联合教会信徒 进行重新统一之后 这条分界线 恰与帝国的边界重合 新的联合来自新的民族观念 那个认同哈布斯堡帝国统治 信仰希腊天主教的独特罗塞尼亚 民族概念 尽管在1848年的革命运动中得到加强 却只延续了20年 没能挺过哈布斯堡帝国 向二元帝国的转型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 哈布斯堡帝国内部的民族运动 就摆脱了宗教意义上的排他色彩 亲俄派和乌克兰 爱国者派 都与边界另一边的东正教同胞 建立了联系 在这两个阵营中 人们都不怀疑 哈布斯堡王朝制下的 罗塞尼亚人 与罗曼诺夫王朝制下的 小俄罗斯人 是同一个民族的组成部分 分歧指在于 他们到底是哪个民族的组成部分 是泛俄罗斯民族 还是泛乌克兰民族 身处俄罗斯一侧的 乌克兰活动家们 同样分为两派 泛俄罗斯派和泛乌克兰派 他们也同样尝试回答 奥匈帝国境内同胞们 所面临的问题 在19世纪最后一段时间 出现在奥匈帝国 和俄罗斯帝国政治舞台上的 那一代民族活动家 将会给出他们的回答 这将是一个工业进步 城市化 读写能力普及和平民政治 得到迅猛发展的时代 1. Toleration Tax 奥匈帝国对犹太人 征收的一种税项 只犹太人需要缴税 才能换来对他们的容忍 2. France Stadium 1806-1853 19世纪中叶的奥地利政治家 曾任加利西亚总督 内政大臣和教育大臣等职 3.Leopold Bonsacker 1797-1874 奥地利官员 博物学者 他是奥地利著名作家 小说《穿球皮特·维纳斯》的作者 利奥波德 逢扎赫尔 马索克 Leopold von Sackermasock 1836-1895 之父 马索克是扎赫尔的妻子 夏洛特 逢马索克的姓氏 原文此处作 Leopold von Sackermasock 以为误将扎赫尔之子的名字 与他本人的名字混淆了 4.Yokif Halavitsky 1814-1888 出生于加利西亚的 著名乌克兰历史学家 民族制学者 语言学家 诗人 5.Markian Shashkavik 1811-1843 出生于加利西亚的乌克兰 希腊里天主教会牧师 诗人 翻译家 6.Yvan Vahilevik 1811-1866 出生于加利西亚的浪漫主义诗人 语文学家和民族制学者 7.Buddha 前匈牙利亡国首都 经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位于多瑙和西岸的部分 8.Pater Vahilev 1815-1890 俄罗斯帝国政治家 作家 他在1861年至1868年间 担任俄罗斯帝国内政大臣 从1862年开始监管出版审查 在1863年7月13日 向时任教育大臣 发出了一条 关于禁止乌克兰语出版物的秘密指令 但他本人并未担任过教育大臣 此处原文为教育大臣 与本书所复大事年表中 对瓦鲁耶夫的职务也不符 有误 9.Alexander II 1818-1881 俄国沙皇 1855-1881年在位 他是尼古拉一世的长子 在位期间 实施了废除浓奴制 等重大变革 亚历山大二世于1881年3月13日遇刺身亡 10.EMS 即经德国西部莱因兰普法尔茨州城市巴德埃姆斯 Bad EMS 11.Mikio Yusufovich 1802-1889 基辅教育区副总监基辅考古委员会主席 他以其极端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立场闻名 12.Pavlo Chubinstein 1839-1884 19世纪乌克兰诗人 民族制学者 13.Mikio Drahmanov 1841-1895 19世纪乌克兰政治理论 经济学 历史学 哲学和民族制学者 14.Ivan Nietzsche-Villavitsky 1838-1918 乌克兰著名作家 被视为乌克兰现实主义叙事的奠基者 15.Mikio Storichki 1840-1904 乌克兰作家 诗人 剧作家 16.Austro-Hungarian Compromise 1867年 奥地利帝国在其国际地位下降之际 为避免帝国分裂而与匈牙利达成的妥协 其结果是 奥匈帝国的产生 17.Ivan Nomuvik 1826-1891 加利西亚乌克兰牧师 一元19世纪西乌克兰亲俄运动中的重要人物 18.Magurization 及匈牙利化 马扎尔人为匈牙利人的别称 19.Prosvita 乌克兰语为 1868年创建于加利西亚的利维夫 成员来自多个知识分子群体 宗旨为对抗当时的反乌克兰的殖民主义和亲俄主义潮流 到1913年年底 普罗斯维塔协会已经拥有77个分会 20.Yalaziveta Milordavik 1832-1890 俄国女伯爵 社会活动家 第16章 前进 1870年 威尔士企业家约翰 詹姆斯 修斯 一 率领八艘船从英国起航 船上装载着各种冶金机械 乘客有近一百人 都是熟练的矿工和冶金工人 大部分工人与修斯一样 来自威尔士 他们的目的地则是乌克兰南部 亚素海以北 顿涅茨和沿岸的草原 这支远征队打算在那里 修建一座体系齐全的冶金工厂 刚启动这些工作时 我一心致力于培训那些将留在这里的俄国工人 修斯在后来写道 这项工程耗费了数年时间 在非专业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劳工们的帮助下 修斯和他的部下 很快建起了野铁厂和铁轨厂 还在工厂周围建起了一座小镇 这些工厂和小镇成为游兹夫卡 今天的顿涅茨克2的雏形 这座城市直到最近一段时间 还拥有超过一百万人口 是顿巴斯地区顿涅茨和工业盆地的主要中心城市 修斯的倒来标志着乌克兰历史中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这一地区的经济 社会结构和人口生态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转变源于迅猛发展的工业化进程 在经济扩张 城市化 以及俄罗斯农民 他们将为城市提供人力 并将成为工业无产阶级主力军 大量流入的过程中 东乌克兰和南乌克兰地区成为主要的受益者 同样的进程也发生在加利西亚 19世纪中叶开始 欧洲的石油工业在这里起步 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是这一时期欧洲历史的普遍特征 而乌克兰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此后世代中的乌克兰经济 社会和政治图景都因这些进程而改变 俄乌克兰地区的最初变革 始于1854年9月英法远征军登陆克里米亚 一年以前 俄法之间因争夺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圣地 而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 这次入侵正是那场战争的最新行动 此时 奥斯曼帝国以日薄西山 它的未来和列强 在其广大属地上的影响力 成为战争双方争夺的目标 英法联军把俄罗斯帝国海军基地 塞瓦斯托波尔 看作对他们在地中海地区利益的威胁 将之团团围困 漫长的围城和军事行动 给双方都带来了惨重的伤亡 在巴拉克拉瓦战役 三 中 英军亲戚兵旅的灾难性冲锋 震惊了英国公众 塞瓦斯托波尔最终在1855年9月 落入入侵者之手 这成为俄罗斯历史记忆中 抹之不去的伤痛和耻辱 双方签署了巴黎合约 正式结束了战争 条约禁止俄罗斯帝国 在塞瓦斯托波尔或黑海沿岸任何地方拥有海军基地 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 在帝国政府和社会中引起了广泛的反思 俄军曾在1814年征服巴黎 40年后竟在自己示威后院的土地上战败 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受到战败的打击 于1855年3月驾崩 在位30年 他的去世让一次政策转向 变得几乎不可避免 新军亚历山大二世实施了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 希望赶上西方的步伐 让俄罗斯实现社会 经济和军事现代化 克里米亚战争期间 俄军只能用帆船对阵英法联军的蒸汽军舰 还不得不自成其黑海舰队的舰支 以阻止敌舰进入塞瓦斯托波尔港 现在 俄国无论如何都要拥有一支新式海军 此外 他还需要铁路 因为在没有铁路的条件下 将兵力 但要和补给 运到距帝国腹地千里之外的克里米亚这样的地方 太过困难 令圣彼得堡难堪的是 在克里米亚修筑第一条铁路的不是俄国人 而是英国人 他们在围城期间 建成了连接巴拉克拉瓦和塞瓦斯托波尔的铁路 如果俄国还想保住克里米亚 就需要通往这个半岛和其海军基地的铁路 于是当局决定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人 那是帝国的另一个偏远角落 官员们认为他难以防守 很容易被英国人夺走 但俄国不会放弃克里米亚 此时克里米亚达达人已经再向奥斯曼帝国迁移 俄国的舰队和要塞都已不复存在 但塞瓦斯托波尔成了大众瞻仰的目标 成了俄罗斯帝国的新胜帝 帝国政府批准了连接莫斯科和塞瓦斯托波尔 途经库尔斯科和哈尔基夫的铁路修筑方案 但问题在于资金的匮乏 国库拿不出这笔钱 而俄国在1863年对波兰叛党的镇压 又引发了类似后来的国际制裁的反应 法国政府说服当时法国重要的铁路建设投资者 詹姆斯、麦耶、德、罗斯柴尔德 四、不要借钱给俄国 而打算承担修建工程的英国公司 又无法从伦敦金融城获得足够的资金 莫斯科、塞瓦斯托波尔铁路 被推迟到19世纪70年代才开工 但在乌克兰南部修筑铁路的念头 已经深深植入了俄国政府、军队和商界精英的头脑中 与后来连接莫斯科与塞瓦斯托波尔的铁路相比 本地的第一条铁路有些太过简陋 它从克里米亚西北部黑海海滨的奥德萨 五、通往波多里亚城市巴尔塔 这条新铁路建于1865年 比连接利维夫和普热梅西尔 克拉科夫和维也纳的铁路晚四年 与利维夫铁路不同的是 从奥德萨出发的这条铁路与政治 战略和政府都没什么关系 它存在的理由自始至终都是经济因素 在19世纪中期 乌克兰的出口额占整个俄罗斯帝国的75 帝国以西伯利亚毛皮为主要出口产品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 而西伯利亚石油和天然气的时代尚未到来 因此乌克兰的谷物填补了帝国预算表上的这块空白 波多里亚是帝国境内的主要产量区之一 而奥德萨这座1794年 鉴于从前诺盖达达人定居点上的城市 就成了连接帝国与欧洲市场的主要通道 裁员匮乏的帝国希望增加其出口额 这就需要有一条铁路 而修筑铁路又需要钱 奥德萨总督提议利用俄军中的行徒营 打破了这个死循环 这不是帝国漫长的历史上 第一次用免费劳力解决问题 也不是最后一次 在设想中 奥德萨巴尔塔铁路是奥德萨莫斯科铁路的第一段 应当经过基辅 将充斥着不安分的波兰贵族的地涅伯和右岸地区 与帝国腹地连接起来 以此削弱华沙的影响 然而这个计划在经济上毫无意义 因为基辅地区及基辅城北的森林地区 没有什么可供出口的产品 因此梦想着巩固帝国政治统一的战略家们 最终输给了追求利益的游说团 从巴尔塔出发的铁路没有经过基辅 而是经过波尔塔瓦和哈尔基夫 并将在哈尔基夫与后来的莫斯科塞瓦斯托波尔铁路连通 后者在长期拖延之后 于1875年竣工 1871年 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后 俄罗斯帝国重新取得了在黑海拥有海军的权利 于是他在塞瓦斯托波尔建设自己的新海军 莫斯科塞瓦斯托波尔铁路 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然而其关键的重要性 却是经济和文化意义上的 经济方面 这条铁路促进了地区贸易 以及东乌克兰和南乌克兰的发展 文化方面 他以从前无法设想的各种方式 将遥远的克里米亚与帝国的核心地区连接起来 推动了俄罗斯对这个半岛的文化殖民过程 到了19世纪末 原来仅是黑海岸边一个小渔村的雅尔塔 六已经成了帝国的下都 皇帝和他的亲眷们在克里米亚海岸上建起华丽的宅邸 并对此地的东正教堂和修道院的建设提供支持 沙皇和皇族之外 为数众多的朝臣 高级和中级官员 以及最后然而同样重要的 作家和艺术家也在克里米亚萧下 安东·契赫夫 七在雅尔塔拥有一所朴素的房子 他在短篇小说《带小狗的女士》 Lady with a lapdog中刻画了那些 来到这个克里米亚度假圣地的俄国游客的体验 俄国社会上层将克里米亚 变成了他们视之为家的广袤帝国的一部分 1894年 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八在雅尔塔附近利瓦基亚 九的庄园中死去 人们用马车将他的遗体运到雅尔塔 再用船转运到塞瓦斯托波尔 然而从那里用铁路运回圣彼得堡 到他去世之时 铁路已经在乌克兰大地上纵横交错 将奥德萨 波尔塔瓦 哈尔基夫 基辅 还有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连接起来 从奥德萨坐火车出发 你还可以抵达利维夫 而基辅也与利维夫和华沙连通 第一条奥德萨 巴尔塔铁路长度仅有137英里 约220千米 到了1914年 乌克兰境内的铁路总长度 已经超过1万英里 约16093000米 铁路推动了经济发展 增加了流动性 也打破了旧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边界 在帝国最新获得的领土 乌克兰草原地区 这一变化的影响 比在其他地区更为深远 曾经被游牧民族占据的草原地区 如今以为是深阶层所控制 并变成了欧洲的面包栏 此地什么都不缺 只缺有能力来开垦这些处女帝的人手 尼古拉 果格里的经典之作 《死魂灵》 《石》中的主角 奇奇科夫 试图通过将死去农民的魂灵 卖给政府 并将他们迁到此地的手段 来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在现实中 魂灵越少而土地越多 就意味着农民阶层越富裕 而在整个帝国境内 南乌克兰地区的农民 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农民都过得好 在19、20世纪之交 包括克里米亚半岛 及半岛伊北草原地带的塔乌里达省 11 平均每户农民拥有40英亩 约16.2公顷土地 而在波多里亚和沃里尼亚地区 每户仅有9英亩 约3.6公顷 许多世纪以来 定居人口占据的林草混胶带 和游牧人口占据的南方 一直存在差异 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之间的界限 以及奥斯曼、波兰、俄罗斯之间的国界 让它变得更加明显 然而这一差异正在缓慢地成为历史 铁路将北方的产粮区 与南方黑海沿岸的港口连接起来 也就成为乌克兰腹地与地中海 和利润丰厚的欧洲市场之间的纽带 在乌克兰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 受到游牧民族威胁的蒂涅伯河 德涅斯特河和顿河商路 如今变得安全了 并为这一地区的经济复兴贡献着力量 维京人曾围绕蒂涅伯河 黑海贸易通道 建起基辅罗斯国家 此时这条通道 开始兑现人们对它的期许 蒂涅伯河显滩段 成为剩下的唯一后勤障碍 铁路建设还为高速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动力 并因此再度让南方受益 城市的膨胀成为乌克兰各地的普遍现象 到了19、20世纪之交 基辅已经是俄罗斯帝国的第三大城市 人口从19世纪30年代早期的2.5万 增加到1900年的25万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增长 在南方的发展面前也黯然失色 1814年 奥德萨同样只有2.5万人 到了1900年 却已有45万居民 城市发展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快速的工业化 在这一方面 南方仍然走在了前面 由自幅卡的人口 在1897年之前的10年中 就增加了超过5倍 达到接近3万人 并在接下来的20年中 又翻了一番还多 在1917年的革命前达到7万人 突出显示了乌克兰东南部工业化 和城市化之间的紧密联系 由自幅卡的故事 于1868年在伦敦发端 这一年 53岁的成功商人 发明家和米尔沃尔钢铁公司 十二 经理约翰 詹姆斯 修斯 也就是我们在本章 开篇见证期离开英国的那个人 决定选定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在遭到克里米亚战争的打击之后 俄国政府正忙于加强队 进入帝国的海陆通道的防御 战争期间 英国和法国的舰队 就曾从波罗的海上炮轰圣彼得堡的屏障 海岛要塞卡朗什塔德 十三 有意思的是 俄国政府打算为应对来自英国的可能攻击 而加强防御 找来的帮手 却是米尔沃尔钢铁公司 俄国将军 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英雄 爱德华 托特列鞭 十四 主持了谈判 修斯前往圣彼得堡安排这项工程 俄国人向修斯提供了在他们的帝国领土上 修建冶金厂的特许圈 而他则接受了这项挑战 服役抵达亚苏海岸边的草原 这位威尔士人和他的团队就在奥维契 奥维契尔 农庄落下了脚跟 奥维契是十七世纪 扎波罗热戈萨克人建立的一个小定居点 然而修斯对这一地区 低戈萨克历史 没什么兴趣 他买下这片土地 并来到奥维契 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 四年前 俄国工程师们已经将此地化为建立冶金厂的理想地点 因为它距离铁矿 煤矿和水道都不远 政府曾试图在这里建起一座工厂 却因为缺少建筑技术和运营冶金厂的经验 而没有成功 修斯则在这两方面都是专家 1872年1月 他新建的野铁厂就生产出了第一块生铁 19世纪70年代中 他又建起了更多的高炉 这些工厂雇佣了近1800人 成为帝国最大的金属生产企业 工人们聚居的地方 渐渐被称为尤兹夫卡 齐名的自创始人的姓氏 修斯夫卡 这座钢铁和矿山之城 将在1924年被更名为斯大林 在1961年再度更名为顿涅茨克 修斯是极少数亲身迁居乌克兰的西方企业家中的一个 但从英国 法国和比利时 前往乌克兰草原的熟练工人 则成百上千 数以百万计的法郎和英镑 从他们的祖国流向此地 他们则追随而至 为改造乌克兰南部地区 提供金融资本的主要是法国 英国和比利时的银行家 在20世纪初 乌克兰超过50的钢材 超过60的生铁 70的煤炭和所有的机械 都由外国公司生产 俄国企业的资本和技术都相对有限 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投入对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工业潜力的挖掘中 帝国有一样几乎可以无限量供应的资源 非熟练工人 卫生条件的改善和技术的进步 让更多的婴儿存活下来 而活下来的人的寿命也变得更长了 一个村庄中的人口越多 就意味着每户人家拥有的土地越少 人口的相对过剩在农母解放之后的数十年中 成为乌克兰和俄罗斯村庄中的一大问题 在帝国姗姗来迟的工业革命 意味着过剩的人口 从此可以流向膨胀中的城市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 乌克兰南部薄信的工业城镇 就成了吸引数以十万计农民离开贫穷村庄的磁铁 大多数来到这里的人都来自俄罗斯的南方省份 因为那里的土壤远比乌克兰贫 对土地的渴望也更加强烈 由自夫卡提供的工作相当危险 但以当时的标准而言 报酬甚为丰厚 吸引了许多俄罗斯农民来到此地 年轻的尼基塔赫鲁晓夫 十五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1908年 14岁的赫鲁晓夫 离开俄罗斯小村庄卡里诺夫卡 卡里诺夫卡 位于从前哥萨克国的首府赫鲁西夫 东北面约40英里 约65千米处 来到由自夫卡和他的家人会合 在将全家人搬到这里之前 赫鲁晓夫的父亲谢尔西 是由资福卡地区一条铁路上的季节工 后来又成了全职的矿工 谢尔西从未放弃攒够了钱之后 买上一匹马 回到卡里诺夫卡的梦想 他的儿子却没有这样的梦想 赫鲁晓夫热爱城市生活 成了一名矿山机械师 他在1917年革命期间 加入布尔什维克 从此开始他辉煌的政治生涯 1957年斯普特尼克一号 16发射和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 苏联的领导人都是赫鲁晓夫 在未来的苏联领导人中 尼基塔 赫鲁晓夫并不是唯一一个举家 迁离某个俄罗斯村庄 并受益于南乌克兰地区工业繁荣的 在赫鲁晓夫一家迁居之前几年 伊利亚·伯列日涅夫 伊利尔·布列奇涅夫 就来到了乌克兰工业城市卡缅斯克 金帝涅·伯罗杰尔任斯克 17 他的儿子列昂尼德·伯列日涅夫 18 于1906年出生在这座钢铁之城 他曾是赫鲁晓夫的德艺门生 并最终继承了苏联的最高权力 赫鲁晓夫一家和伯列日涅夫一家 都是俄罗斯农民 向南乌克兰的大迁移的参加者 这场迁移运动是这一地区城市中 乌克兰裔人口比例下降的原因之一 1897年 俄罗斯帝国进行了他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人口普查 此时 帝国乌克兰诸省的乌克兰人数量为1700万 俄罗斯人数量为300万 比例接近6比1 然而在城市中 两个族群的人口数势均力敌 俄罗斯人略多于100万 乌克兰人略少于100万 俄罗斯人在主要城市和工业中心占据多数 他们在哈尔基夫超过60 在基辅超过50 在奥德萨则约为50 基深于企业主阶层的乌克兰人不多 其中大多数又居住在乌克兰中部地区 19世纪下半叶 由赖于当地甜菜种植的糖叶得到发展 让一些乌克兰企业主发了财 谢梅连科家族是这群人中的翘楚 这个家族的成员之一普拉东谢梅连科 19给从流放地归来的塔拉斯 摄斧琴科提供了帮助 并资助出版了摄斧琴科的作品 科布扎尔的一个版本 今天这个家族主要以雷内特 谢梅连科苹果为人所知 普拉东的儿子 列夫是这种苹果的培植者 并以父亲的名字为他命名 谢梅连科家族的出现并非常利 而是一个艺术 在企业家群体中 俄罗斯人 波兰人和犹太人 都远多于乌克兰人 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出现 同样的族群比例 也体现在产业工人阶层中 他们大都是俄罗斯人 犹太工匠们离开了 从前归属波兰的乌克兰地区 来到东部和南部的中心城市 并在手工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东部的哈尔基 复布在犹太人的定居范围 帝国允许犹太人定居的地区之内 但乌克兰其他地方 包括奥德萨和卡特林诺斯拉夫 金蒂涅 波罗 彼得罗夫斯克 二十都允许犹太人定居 沃里尼亚 波多里亚 和南乌克兰地区的总人口中 犹太人的比例为12到14之间 但他们在小城镇中占据了多数 在大城市中 犹太人虽然不占多数 却也不可忽视 他们在奥德萨居民中占37 在卡特林诺斯拉夫 则是第三大族群 乌克兰人占据了乌克兰居民中的大半 但他们中的多数人 都没有卷入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 这是为什么 在此 赫鲁晓夫一家和伯列日涅夫一家的故事 仍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状况 两个家庭都是从俄罗斯的库尔斯克省 前往乌克兰东南地区的 在19世纪下半夜 库尔斯克省农民护军 拥有的土地不超过7英亩 约2.8公顷 他们来到的地方属于卡特林诺斯拉夫省 这里的农民护军拥有土地是25英亩 约10.1公顷 而且都是所谓的黑土 比库尔斯克地区的肥沃的多 如前所述 本地的农民生活状况远远好于 俄罗斯帝国任何其他地区 这些农民倾向于留在家乡 而且通常也能负担得起 如果迫不得已 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会选择到 帝国东部的偏远草原地区重新定居 而不是到邻近的钢铁工业和矿业城镇 去忍受20世纪早期工业的恶劣条件 乌克兰中部和北部诸省的农民 尤为符合上述情况 切尔尼哥夫省极市一例 这里的农民护军拥有土地不超过17英亩 约6.9公顷 且都相当平级 另一位苏联领导人米哈耶尔 戈尔巴乔夫21的家族故事 让我们得以一窥乌克兰人迁徙始终的这一面 20世纪早期 戈尔巴乔夫的外祖父潘杰列伊蒙或普卡洛 Pantorman-Hopko 从切尔尼哥夫省来到斯塔夫罗波尔22地区的草原上 1931年 戈尔巴乔夫在这里降生 以当时的情况而言 斯塔夫罗波尔及北高加索地区 与乌克兰的环境相似程度 几乎超过人们的想象 许多不愿迁往城市 希望寻找免费土地的乌克兰农民 迁移到了更远的地方 直至俄罗斯的远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20年中 超过150万乌克兰人来到俄罗斯南部和东部边境定居 因为他们可以在这些地方获得土地 农民迁徙浪潮 受对土地的渴望驱动 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全乌克兰范围内都在发生的现象 在俄罗斯帝国之外的澳署加利西亚 布科维纳和外卡尔巴迁 这种现象更加显著 20世纪初 东加利西亚的护军拥有土地数量仅为6英亩 约2.4公顷 比俄署乌克兰人口最为过剩的沃里尼亚省的护军数量 还少3英亩 约1.2公顷 此外 卡尔巴迁山脉中的土地 通常比沃里尼亚和波多里亚的土地 还要急拨得多 该地区的农民大量流失 这片土地无法承载如此多的人口 也无法经受如此的贫困 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作家瓦西里斯泰法尼克 23 在其短篇小说石头十字架 The Stone Cross中写道 这篇小说创作于1899年 灵感正来自加利西亚农民 大批千居北美的浪潮 仅在斯泰法尼克出生的那个村庄 就有500名农民 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 而背井离乡 在1914年之前 约有60万乌克兰人 离开了奥匈帝国 他们来到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 那里的矿山和工厂 雇佣乌克兰移民 他们来到加拿大的马尼托巴 萨斯喀彻温和 阿尔伯塔诸省 在那里农民们可以得到土地 在牧场上定居下来 乌克兰人不是唯一 为了更好的生活 来到北美的族群 来自加利西亚和布科维那小镇的犹太人 通常比他们来得更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十年中 约有35万犹太人 离开加利西亚来到美国 原因很简单 与农民一样 奥匈帝国东部省份 那些陷入贫困的小镇居民 在经济上看不到希望 来自各族群和各宗教团体的 移民为他们的新祖国 在经济和文化上 做出了巨大贡献 许多好莱坞明星 和娱乐圈名人的祖上 都是从加利西亚 前往美国的移民 比如捷克帕兰斯 帕兰纽克 24的乌克兰父母 还有巴巴拉史翠山 25的犹太祖父母 在1990年至1995年间 担任加拿大总督的拉蒙 罗曼纳蒂辛26的父母 来自布科维纳 而安迪沃霍尔27的父母 则来自兰科28地区 加利西亚是奥匈帝国 最贫穷的省份 波兰商人 帝国议会和省议会 成员斯坦尼斯拉夫 斯杰潘诺夫斯基29 在其著作《加利西亚的悲惨状况 Galitian Misery》 中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谴责 他在将加利西亚的劳动生产率 和消费状况 与欧洲其他地区比较实险道 每个加利西亚居民 只能完成四分之一个人的工作 只能得到半个人的口粮 工业化并未完全抛弃加利西亚 但它并未显著地增强 这一地区的经济运势 也没能为本地人的生计 带来多大改善 自古以来 在德罗霍贝奇 三十和鲍里斯拉夫 三十一等城镇附近 鼓鼓冒出地面的石油 为当地居民带来的只有麻烦 直到十九世纪中叶 这种令人恶心的黑色物质 才第一次为当地的药剂师们所用 他们知道 如何从中提取煤油 这一新发现的首批受益者中 及包括利维夫综合医院的 医生和病人们 1853年 这所医院成为世界上 第一座全部用煤油灯照明的 公共建筑 斯杰潘诺夫斯基 是第一批采用蒸汽钻探的方法 从加利西亚的石油中 获得财富的企业家之一 他的工人们多为波兰裔移民 作为一名秉持波兰民族 建构信念的理想主义者 斯杰潘诺夫斯基 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 并尝试改善他们的境遇 最后却破了产 在奥蜀加利西亚 生意和民族建构 并不总是能协调一致 在十九世纪最后数十年中 英国 比利时和德国公司 都来到这里 他们采用的是 加拿大工程师和企业家威廉 亨利 麦家维 三十二 首创的深钻技术 新的管理层取代了 多维犹太人的小企业主 乌克兰和波兰农民 前者约占本地劳工人数的一半 后者约占三分之一 的非技术劳动力 也不再受欢迎 到了1910年 本地的石油产量 已经达到200万吨 占全球产量的四 当时最大的石油生产国 则是美国和俄罗斯帝国 石油为当地带来了更多的财富 也带来了更多教育机会 一所矿工学校 在鲍里斯拉夫开办起来 那个年代修建的 许多城市建筑至今尚存 让参观者回想起 那段过去的好时光 然而就整体而言 石油繁荣 对当地经济状况的影响 甚为有限 作为这一繁荣进程的中心城市 鲍里斯拉夫的人口 在19世纪下半叶增长了两倍 达到1.25万人 整个油田区的人口也是如此 在19世纪最后十年 达到41.2万人 但在整个加利西亚范围内 这只不过是九牛一毛 地区首府利维夫的人口 在1870年至1910年间 从5万人增长到超过20万人 这个数字看似惊人 但若与经济发展 给地涅伯乌克兰诸城市 带来的影响相比 就不值一提 也经繁荣的中心 卡特林诺斯拉夫的人口 在5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 增长了11倍 到1914年达到22万人 乌克兰最大的城市是奥德萨 人口为67万 基辅紧随其后 拥有63万居民 这一数字差不多是 19世纪中叶基辅人口的10倍 尽管俄属乌克兰诸省 和奥匈帝国制下 乌克兰诸省的工业化 和城市化水平不同 但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 这两个乌克兰地区 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 资本 商品和人口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 观念和信息也同样如此 这标志着现代社会的诞生 新的劳动分工 改变了传统社会群体之间的 相对重要性 并创造出新的社会群体 尤其是产业工人阶级 这导致一些地区的经济振兴 另一些地区却陷入衰退 乌克兰南部地区是变革的受益者之一 通过黑海诸港 其国际贸易额不断增长 而其工业基地也在迅速发展之中 一条新的经济和文化分界线出现了 取代了那条划分乌克兰中北部农业地带 和南部游牧民族地带的旧有边界 南方如今已是乌克兰工业和农业的动力之源 这里的农业人口仍记得扎波罗热戈萨克时代的光景 几乎没有经历过农牧制 并且比其他地区的经济状况要好 铁矿和煤矿的发现 又把这一地区变成了薄信的工业地带 乌克兰南方在俄罗斯帝国的行政管理下 逐渐成熟起来 无论是族群意义上还是宗教意义上 这里的人口构成都比更北地区的更加多样化 此外 南方的城市化程度也是全乌克兰最高的 因此 在二十世纪的政治 社会和文化乱象中 南方将成为整个乌克兰的先驱 1.John James Hughes 1814-1889 威尔士工程师 商人 顿涅茨克的开创者 2.Yuzifka 一座由佐夫卡 Yuzofka 经乌克兰顿涅茨克式的原名 3.Battle of Belklava 1854年10月25日 发生在克里米亚城市巴拉克拉瓦 金塞瓦斯托布尔的一部分的战役 在这场战役中 由于情报传递失误 营军亲戚兵旅 对错误的俄军炮兵阵地发起冲锋 伤亡200多人 4.James Meyer Rothschild 1792-1868 德裔法国银行家 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国分支的创始人 5.Odessa 或Odessa 经乌克兰南部海岛城市 奥德萨州首府 6.Yalta 克里米亚半岛南岸城市 是黑海沿岸的疗养胜地 也是1945年 雅尔塔会议的举办地 7.Anton Chekhov 1860-1904 俄国杰出的短篇小说家 戏剧家 8.Alexander III 1845-1894 俄国沙皇 1881-1894年在位 亚历山大二世的次子 他在位期间 俄国没有发生国内战争 且和平稳定 是俄罗斯帝国后期最繁荣的时期 9.Livadaya 经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城镇 位于雅尔塔以西3000米处 10.Dead Souls 书中魂灵 俄语 一词既可表示灵魂 也是用于人口的量词 齐其科夫的生财之道 是收购已死 但尚未注销户口的农奴 即死魂灵 并将他们作为活农奴 抵押给政府 骗取押金 11.Tafreda Gubernia 即陶里达省 Torreda Province 建本书第13章主 12.Milwell Ironworks Company 1824年创建于英国伦敦的一家钢铁制品公司 曾为英国海军舰制造装甲和其他装备 13.Kronstadt 经俄罗斯港口城市 位于圣彼得堡以西30千米处的科特领导 Kotlin Island上 14.Edward Totleben 1818-1884 德裔俄国陆军将军 军事工程师 15.Nikita Khrushchev 1894-1971 继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最高领导人 曾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953-1964年在任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958-1964年在任 16.Spotnik 世界上第一颗进入地球轨道的人造卫星 由苏联于1957年10月4日 在拜克努尔航天中心发射 17.Komensk 经蒂涅伯罗吉尔任斯克 Diniprojajinsk 位于经乌克兰蒂涅伯罗比德罗夫斯克州 18.Leonid Brezhnev 1906-1982 继赫卢晓夫之后的苏联最高领导人 曾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964-1966年在任 苏共中央总书记 1966-1982年在任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1960-1964 1977-1982年在任 19 Platon Simirenko 乌克兰著名企业家和慈善家 20 Katerinislav 经蒂涅伯罗比德罗夫斯克 Diniprojajinsk 乌克兰中南部蒂涅伯罗夫斯克州首府 21 Mikiel Gorbachev 1931年生 苏联政治家 苏共中央总书记 1985-1991年在任 苏联总统 1990-1991年在任 22 Straferopol 经俄罗斯斯塔夫罗布尔边疆区首府 23 Vassil Stafanik 1871-1936 乌克兰散文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曾为奥地利议会成员 24 Jack Palens 1919-2006 原名弗拉基米尔 帕兰纽克 美国演员 歌手 在1992年获得奥斯卡奖男配角奖 25 Barbara Streisand 1942年生 美国女歌手 演员 制片人 她是美国历史上唱片销量最大的音乐人之一 并曾两次获得奥斯卡奖 26 Roman Roman Natician 1934-2002 通常被称为雷 纳蒂辛 加拿大政治家 27 Andy Warhol 1928-1987 美国艺术家 波浦艺术代表人物 28 Lamco 及Lamkavina 位于卡尔巴千山脉地区的金波兰 斯洛伐克和乌克兰交界地带 在这里聚居的族群被称为兰科人 29 Stanislav Sitchi Panoski 1846-1900 波兰经济学家 工程师 企业家 30 Drill Hobich 经乌克兰西部立为福州城市 31 Boris Love 经乌克兰西部立为福州城市 以石油为主要产业 32 William Henry McGarvey 1843-1914 加拿大石油大亨 第17章 未完成的革命 1905年1月9日 是一个星期天 在这个寒冷的冬日清晨 近两万名工人和工人家属 从圣彼得堡郊区出发 向市中心行进 35岁的布尔塔瓦省人 毕业于圣彼得堡神学院神父格里高利 加鹏 Gregory Gapon 引领着这支游行队伍 队伍前列的人 拍着一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肖像 还举着教会的旗帜和圣像 人们口中迎唱宗教歌曲 其中还包括为沙皇所做的祷告 工人们希望向沙皇递交一份 由加鹏神父起草的请愿书 希望沙皇能保护他们不受雇主的恶劣对待 圣彼得堡的主要工厂都陷入了罢工 然而工厂主们拒绝满足工人提出的 包括引入八小时工作制在内的要求 工人阶级是随工业革命而生的新社会现象 如今他们正请求沙皇承认其基本权利 我们要求的并不多 我们要求的只是必须的权利 没有他们 生活就不成其为生活 就只是艰苦的劳动和无尽的苦难 加鹏神父写道 然而请愿中也包括了一些政治要求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求选举产生 宪法会议 上一次有人向沙皇提出制定宪法的要求 还是在1825年12月 那一次政府镇压了后来被称为 12月党人的军官们的叛乱 还用上了大炮 沙皇和他的政府认为 他们必须再一次展示决心 以免重蹈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覆辙 在他们看来 让路易十六在法国大革命中 丢掉王冠和性命的 正是他的优弱寡断 当示威者们接近沙皇的东宫 如今的爱尔米塔石博物馆 一所在地 十军队开火了 当场打死一百多人 受伤者超过五百人 家鹏神父幸免于难 但他再也不会为沙皇祷告 也不再希望得到沙皇的保护 在当夜写下的控诉中 家鹏将沙皇称为畜生 并呼吁人们进行报复 同胞们 让我们向他受到人民诅咒的沙皇复仇 向他所有那些拥护地质的 恶毒爪牙复仇 向他的大臣们 和不幸的俄罗斯国土上的强盗们复仇 彻底的复仇 要在13年后才会到来 布尔什维克们 在1918年7月 枪杀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人 但沙皇宫廷 希望避免的革命 在此时就爆发了 这场革命将整个帝国 包括乌克兰诸省在内 推向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是一个平民政治的时代 其特点包括政党的创建 议会选举 男性公民获得普选权 以及政府越来越有赖于 民族主义者的支持 圣彼得堡的流血 星期日之后三天 革命传播到了乌克兰 在星期三 也就是1905年1月12日 基辅南俄罗斯 机械制造厂的工人们 开始罢工 塔特林诺斯拉夫 由兹夫卡和顿巴斯 其他地区的冶金工人们 很快也加入了罢工 阶级斗争的火焰 席卷了此前15年中的 经济繁荣地区 如果说1905年1月之前 工人们只是对 更好的工作条件 更高的报酬 和八小时工作制 提出恳求的话 此时 他们开始用罢工 示威和对当局的 公开抵抗 来支持自己的诉求 说到底抗 那些人口过剩的 贫穷村庄 也并没有落在 城市后面太远 农民们开始 砍倒属于贵族的 森林中的树木 并开始袭击 贵族们的庄园 这样的袭击 一共发生了超过300起 以地涅伯和左岸地区 从前 哥萨克国境内的农民 最为踊跃 农民们期待 沙皇发布诏书 将属于贵族的土地 分配到他们手中 这个梦想没能实现 政府没有发出公告 而是派出军队 镇压叛乱 1905年12月 政府军在 波尔塔瓦省的 大索罗清旗 二 尼古拉 果哥里 乌克兰语独座 米克拉 霍霍里 的出生地 打死了63名农民 而且 大索罗清旗惨案 远非孤立 1905年夏天 政府开始失去军人们 他们多位农民出身的 无条件支持 这一年6月 黑海舰队的波将 金号战舰发生滑变 滑变首领和参与者中的 大多数 都是从乌克兰招募的水兵 由于水兵们的波石 甜菜汤 三 中 被加入了腐肉 这场原定于10月的滑变 提前在6月爆发 根据一些记载 来自日托米尔地区的海军军事 赫利霍里 瓦库连丘克 Fryhoriai和Qian Hawk 用乌克兰语向他的战友们 发出呼吁 我们还要做多久的奴隶 在一名高级军官 开枪打死瓦库连丘克之后 滑变的领导权 传到了来自哈尔基夫地区的 26岁水兵 奥帕纳斯 马丘申科 Opinus Matyashenko 手中 叛军杀死了他们的指挥官 升起红旗 从公海航向奥德萨 为正在这座城市 举行罢工的工人提供支持 战舰和瓦库连丘克遗体的到来 在奥德萨激起了新一轮的抗议 骚乱和与警察的冲突 俄国蒂戈萨克部队 封锁了从奥德萨城 前往港口的通道 其中包括著名的 波降金阶梯 4 在谢尔西 爱森斯坦 5 的经典电影 战舰波降金号 Battleship Pro Temping 1925 中 波降金阶梯被描述为 大规模杀戮和高度戏剧性事件的发生地 没有证据表明 有人真的在这道阶梯上丧生 然而在全程范围内 的确有数以百计的人 被警察和军队开枪打死 波降金号战舰最终离开了奥德萨 避免了与一支忠于政府的舰队遭遇 并航向罗马尼亚 滑边的水兵们在罗马尼亚 向当地政府投降 他们的领导者马丘申科 在欧洲和美国度过一段时间之后 又回到了奥德萨 继续革命斗争 他最终遭到逮捕和审判 并在波降金号的基地塞瓦斯托波尔被处死 马丘申科早已成为革命的象征 却拒绝加入任何政党 他遇难时年仅28岁 1905年10月 工人们的罢工浪潮达到了顶峰 一场铁路罢工让整个帝国陷入瘫痪 在乌克兰地区 主要铁路枢纽如基辅 哈尔基夫和卡特林诺斯拉夫等地的铁路工人 都停止了工作 产业工人们也很快加入了他们 到了10月中旬 全乌克兰有12万工人罢工 整个帝国的罢工人数则接近200万 于是沙皇尼古拉二世改变了策略 向他的叛逆臣民做出了一个重大让步 在10月17日发布的诏书6中 尼古拉二世对基本的公民权利 信仰言论和集会结社自由 给予了承认 这道御令将男性公民的普选权引入了帝国 还规定在举行杜马第一届俄国议会 选举的过程中将保证全社会所有阶级的代表权 至此 俄国据从绝对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的转变 仅有一步之遥 自由知识分子们也对尼古拉二世的诏书感到欢欣鼓舞 诏书发布之后 欢庆的人们涌上乌克兰各大城市街头 其中最为兴奋的是犹太人群体 保守派的皇权支持者将犹太人视为革命的紧密同盟 并指责犹太人是工业化和快速的城市化 开始以来本地人群遭遇的一切麻烦的根源 许多乌克兰城市中的欢庆活动 最终已对犹太人的迫害 Pogrom告终 在乌克兰 或者在整个犹太人定居范围内 包括从前波兰 立陶宛联邦诸省和乌克兰南部 对犹太人的迫害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第一波大规模的迫害浪潮发生在1881年 亚历山大二世被革命者刺杀之后 人们将他的死亡归罪于犹太人 1903年发生在今天摩尔多瓦境内的基西纳乌 7 屠杀持续了三天三夜 夺走了49人的生命 在美国媒体上引起了巨大的骚动 并触发了新一轮犹太移民浪潮 然而 与1905年发生的迫害犹太人事件相比 从前的事件都黯然失色 当年10月 数百人在基辅 卡特林诺斯拉夫和奥德萨发生的迫害犹太人事件中丧生 受伤者达到数千人 遭到毁坏的犹太人房屋和企业则数以万计 在基辅 对犹太人的迫害在一场示威后爆发 这次示威原本的目的是庆祝胜利 有位斥责沙皇的10月17日诏书 不过是当局方面开出的空头支票 示威者们攻打式监狱 释放政治犯 乌笋基辅大学门前的尼古拉仪式纪念碑 摘下将大学主楼正面的帝国国徽 毁坏帝国国旗并带之以红旗 并要求绞死沙皇 保守立场的公众将这一切归罪于犹太人 第二天晚上 由外来工人 东正教狂热信徒 和彻头彻尾的罪犯组成的团伙 开始袭击犹太人和他们的财产 来 拿去你们要的自由 拿去你们要的宪法和革命 拿去你们要的皇冠 还有我们沙皇的肖像 一名袭击者高喊道 27人在袭击中身亡 近300人受伤 约1800座犹太人住宅和商铺被毁 基辅主要接到赫列夏季科大街上的 28家犹太人商店中 只有一家幸免于难 目睹了这起迫害事件后 20世纪最著名的犹太作家之一 肖洛姆 阿莱汉姆 巴 他离开了这座城市 也离开了这个国家 去往遥远的纽约 在他的最后一篇小说 《卖牛奶的台围》 Tavid Derriman中 对犹太迫害的预期 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 这一主题 在他创作的其他一些故事中 也十分明显 百老汇经典剧目 《屋顶上的踢亲手》 Fiddler on the Roof 即基于这些作品 在小说 《卖牛奶的台围》和音乐剧 《屋顶上的踢亲手》中 基辅的警察都对犹太人 抱有同情态度 实际上 一部分警察的确同情犹太人 但其他许多警察 在迫害发生之时 置身事外 鼓励暴力行为 基辅发生的情况 看起来极是如此 到警察对迫害的实施者 采取行动时 对犹太人的袭击 已经持续了整整三天 基辅的迫害犹太人事件 在许多方面 都成为乌克兰 其他大城市中 发生的情况的缩影 袭击的实施者通常是工人 他们刚从俄罗斯的贫穷村庄中 迁移到这些城市 另有少部分 是需要与犹太人 竞争工作机会的乌克兰人 这些人认为自己 受到城市和工厂中的官员 和企业主的剥削和歧视 犹太人成为他们 最软弱的猎物 和合法的目标 通过对犹太人的袭击 袭击者可以宣示 并捍卫自己的 真正俄罗斯人身份 以及对帝国的专制政体 东正教信仰和民族性 等原则的忠诚 农民们则会加入 对位于小城镇 和大城市周边的 犹太人财产的袭击 这些罪犯肆意地破坏了 他们此前无法染指的财产 暴徒们将革命事件 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 然而 领导那些庆祝沙皇 发布诏书 同时又对诏书 感到不满的群众的 是来自各种政治组织的活动家 其中只有一部分是犹太人 弗拉基米尔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 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九中的激进派 他们走在了工人罢工 和示威队伍的前列 并对沙皇诏书 嗤之以鼻 布尔什维克的目标是 通过全帝国范围内的罢工 和起义来推翻帝国政府 孟什维克 则是同一个党派中的另一个团体 他们反对列宁的发号施令 自行组织其宣传活动 同样非常活跃的 还有俄国社会革命党 十 革命爆发之前 他们就在哈尔基夫 日托米尔 切尔尼格夫和其他一些乌克兰主要城市 建立了分支组织 许多犹太人加入社会民主党人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队伍 但犹太人也有自己的政党 在1905年的革命事件中 最为活跃的党派之一 即是犹太劳工同盟 他是一个代表犹太工人和工匠的社会主义党派 犹太人对革命的投入 他们通常团结在犹太劳工同盟的旗帜下 显示了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团体 在逐步开展的革命斗争中的重要性 然而 那些全俄罗斯的主要党派 拒绝向帝国其他民族 做出任何有意义的让步 犹太劳工同盟的领导人曾参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工作 但当列宁对他们这个组织的自主地位及其专属的犹太工人代表权提出质疑后 这些人就退出了社会民主工党 布尔什维克和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都相信工人运动统一而不可分割 正如俄罗斯帝国的统一而不可分割一样 社会革命党人则更为变通 承认文化自治的重要性 并愿意考虑在俄国建立联邦制度 然而 这些让步还远远不足以让帝国内的少数民族不去组建他们自己的政党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 俄澳边界两侧的乌克兰人就都忙于建立自己的党派 此时正是整个欧洲各路政治力量进入党派创建阶段的时代 他们走上街头 努力动员大众支持他们的政治目标 俄属乌克兰的第一个政党 建立于1900年 其动员阶段始于哈尔基夫城 这一年 一群不愿加入那些全俄罗斯党派 并寻求融合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理念的当地学生 成立了他们自己的政党 革命乌克兰党 活动家们在乌克兰建其组织网络 并来到农民中间开展工作 呼吁他们起来反抗 哈尔基夫律师米克拉米可诺夫斯基 十一 写出了一本题为独立乌克兰 Independent Ukraine 那小册子在加利西亚出版 革命乌克兰党人将这本书中阐述的理想当作他们的纲领 通过这个纲领 俄罗斯帝国境内成立的第一个乌克兰政党宣布 他们的目标是乌克兰的独立 一出宏大历史悲剧的第五幕民族斗争已经上演 落幕很快就会到来 米可诺夫斯基写道 这句话几乎是对不久以后的世界大战将造成的灾难的预言 米可诺夫斯基认为 那些站起来反抗一切形势的外来统治 并在最近获得自由的民族指明了一条摆脱列强对抗噩梦的道路 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民族同样处于被奴役的地位 他继续写道 随后就宣布了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的目标 作为一名律师 他还从法律和历史两方面进行论证 抨击1654年由伯赫丹 赫梅尔尼茨基达成的俄乌协议 米可诺夫斯基声称赫梅尔尼茨基时代 哥萨克军官们得到的权力和特权已被俄国蚕食 因此 俄国早已违反了协议的约定 与从前蒂哥萨克军官们不同的是 米可诺夫斯基呼吁他的同胞们争取完全的解放 而不是去接受波兰人或瑞典人的保护 这本小册子标志着俄罗斯帝国境内 乌克兰政治思想的一次转折 乌克兰第一个政党将之作为纲领 更加发扬了米可诺夫斯基的理想 然而 这个政党很快就因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 孰先孰后的问题而分裂了 在接下来的17年中 米可诺夫斯基提出的乌克兰独立论题 退居刺猬 在1918年1月 另一场革命的火焰中才重登舞台 而在当下 即1905年革命时期 多数乌克兰政治家追求的 都是在一个自由的民主联邦制 俄国内部实现自治 而非完全独立 斯比尔卡 一维同盟 12 的成功 正是这种情绪的证明 斯比尔卡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党派 脱胎于米可诺夫斯基的革命乌克兰党 但在成员构成上则是多族群的 并与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犹太劳工同盟有着紧密联系 到了1905年4月 斯比尔卡已经拥有7000名成员 它是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潮流的一条地方之流 这也是他获得成功的部分原因 沙皇的十月诏书为乌克兰的政治舞台带来了更多变化 诏书的发布是沙皇为众夺政治主动权并分化反政府力量的孤注一致 他将公民权力赋予俄国民众 并引入了男性公民的普选权 为表示对诏书的支持 君主主义党派10月17日同盟 13 成立 10月 自由派的立宪民主党 14 也应运而生 紧接着 持国家主义和反右立场的俄罗斯人民同盟 15 在11月成立 乌克兰的政治光谱 如今呈现三种不同色彩 第一种是斯比尔卡代表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 以及其他一些全俄罗斯党派和团体 第二种是自由派的乌克兰爱国主义知识分子 他们组成了一个名称 颇有误导性的乌克兰激进民主党 16 与俄罗斯立宪民主主义者展开合作 最后一种 则是从前的小俄罗斯主义的继承者 他们构成了俄罗斯人民同盟等君主主义组织的核心 就他们对乌克兰民族问题的关切而言 这三个阵营都植根于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间的乌克兰文化复兴 并都声称塔拉斯、摄斧勤科是他们的先驱 没有一个阵营有兴趣将摄斧勤科视为一名圣彼得堡艺术家和知识分子 所有人都将它想象成一个留着哥萨克式秩序 身穿农民式羊皮外套的人民诗人 摄斧勤科成了他们与广大农民接触的通行证 而在平民政治的新时代 这完全可能是一张通向胜利的门票 然而三个阵营中只有一个 即乌克兰自由派在与民众对话时使用的是摄斧勤科的语言 40多年的禁令之后 1905年革命让他们终于可以这样做 突破性事件发生在1905年2月 俄罗斯帝国科学院在这个月发布了一份备忘录 呼吁废除对乌克兰语出版物的禁令 学术界将乌克兰语、小俄罗斯语 视为一种独立的语言 而非仅是一种方言 1905年10月 在尼古拉二世发布诏书的当天 官方对乌克兰语出版物的禁令也解除了 到了1905年12月 已有两家乌克兰语报纸对已出版 一家在卢布尼、石漆 另一家在波尔塔瓦 1906年9月 乌克兰自由派在基辅开始出版第一份乌克兰语日报 拉达会议18 1907年 他们开始发行第一本乌克兰语杂志 第一本乌克兰语学术期刊 在下一年问世 此时总共已有9份乌克兰语报纸 发行量达到2万份 而这还只是开始 接下来的几年中 乌克兰语出版业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 其中最为风靡的形式是配有插图 风格幽默的小册子 在1908年至1913年间 总印数达到近85万册 其次是印数为近60万册的诗集 事实证明 乌克兰农民更喜欢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讲笑话和朗诵诗歌 针对乌克兰民众心灵和头脑的第一场竞争 发生在1906年春天 第一届俄国国家杜马选举之际 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参加选举 自由派得到很高的票数 民主主义者中的激进派 与俄国立宪民主派合作 也为其成员和同情者在杜马中 获得了数十个席位 来到圣彼得堡后 当选议员们立刻成立了乌克兰人俱乐部 以宣传乌克兰的文化和政治目标 95名乌克兰议员中 有44人加入了这个俱乐部 然而 第一届国家杜马没能存在多久 沙皇发现 他过于倾向革命 在两个月后将之解散 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 在1907年年初举行 这一次社会民主党人 也积极参加进来 斯比尔卡党获得14个席位 在所有乌克兰人党派中 仅次于宝皇派 后者赢得了近四分之一的民众投票 国家杜马中的乌克兰人 组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党团 成员为47人 其目标之一 是让乌克兰语进入公立学校 这个党团同样短命 随着帝国内的革命活动 逐渐衰退 沙皇得以再度将杜马解散 这届杜马存在于 1907年3月到6月 比第一届的寿命只稍长一点 第二届国家杜马的解散 成为革命结束的标志 乌克兰活动家们 在1905年至1907年间的行动 无论是组织议会党团 还是建立乌克兰教育和学术机构 在很大程度上都参照他们在奥匈帝国的同胞们所取得的成就 奥匈帝国在几十年前就进入了平民政治时代 俄奥之间的国界并未成为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阻碍 反而是一个有利条件 当一方的情况恶化 另一方的活动家就会接过火炬 并向他们的同胞施以援手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 当蒂涅伯和地区的乌克兰人因乌克兰语出版禁令 而遇到麻烦时 他们总是能得到加利西亚乌克兰爱国者的援助 也向对方提供支持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 加利西亚人相信帮助蒂涅伯乌克兰人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40岁的利维夫大学乌克兰史教授米哈伊洛 赫鲁舍夫斯基 19是加利西亚经验向蒂涅伯乌克兰传递过程中的关键人物 他毕业于基辅大学 在1894年来到加利西亚 成为俄澳边界两侧乌克兰学术界的领袖 他开始写作齐多卷本的乌克兰罗斯史 这是从学术上构建一个完全不同于俄罗斯版本的乌克兰历史叙事的开山之作 赫鲁舍夫斯基还担任了位于利维夫的舍府琴科学会主席 并将其改造成一个等同于国家科学院的机构 此时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尚负缺辱 当他得知乌克兰人俱乐部在第一届国家渡马期间组成时 赫鲁舍夫斯基立刻离开了他在利维夫的学生们 前往圣彼得堡 为这个俱乐部编辑刊物 并担任乌克兰议员们的顾问 接下来几年中 赫鲁舍夫斯基将他在利维夫编辑的刊物 文学和学术先驱报 前往基辅 并仿照利维夫的舍府琴科学会 在基辅创建了乌克兰学会 俄罗斯的解放是革命前夕 在俄罗斯帝国出现的泛自由派联盟的目标 但赫鲁舍夫斯基声称 没有乌克兰的解放 这个目标就不会实现 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存在于民主化的联邦制 俄罗斯国家内部 民主而自制的乌克兰 赫鲁舍夫斯基呼吁乌克兰知识分子 加入乌克兰人自己的政党 不要为实现那些全俄罗斯的政治目标 而牺牲自己的民族诉求 他还尝试阻止俄罗斯自由派 与波兰民族主义者可能结成的联盟 这一联盟将以牺牲乌克兰的政治 和文化目标为代价 他提出 民族问题上不应有私相授受 所有民族都应受到平等对待 他的担忧在于 一旦俄国人和波兰人 就将波兰与引入前波兰 立陶宛联邦境内学校的问题达成一致 会导致乌克兰与被这一地区的学校系统排斥在外 然后 在帝国西部省份 乌克兰乡村地区的俄罗斯化 就会被乌克兰农民群体的波兰化取代 不过 随后发生的情况表明 这种威胁并没有变成现实 赫鲁舍夫斯基在加利西亚的经历 很好地解设他的焦虑 在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政治舞台上 占统治地位的是乌克兰民族民主党 二十 于1899年 在赫鲁舍夫斯基和他的亲密盟友伊凡 弗兰科 加利西亚乌克兰人中最著名的作家 二十一 帮助下成立 乌克兰民族民主党联合了激进的社会主义者 和持乌克兰爱国主义的平民主义者 宣称其最高目标是乌克兰的独立 比米可诺夫斯基的革命乌克兰党 提出这一口号更早 他们的短期目标则包括 将加利西亚分为乌克兰和波兰两部分 以及实现帝国内部各个族群的平等 这两项主张都令各个波兰人政党感到不快 罗曼 德莫夫斯基 二十二 领导的波兰民族民主党追求将乌克兰人融合到波兰文化之中 而未来的独立波兰国家的元首约瑟夫 毕苏茨基 二十三 领导下的波兰社会主义者则主张 以联邦的方式解决乌克兰人问题 在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对加利西亚的不同设想之间 几乎没有什么调和的余地 在一九零七年的帝国和加利西亚议会选举 奥匈帝国第一次基于男性普选全原则举行的选举 中 波兰人与乌克兰人之间的关系恶化到了不可修复的地步 乌克兰人在帝国议会选举中表现不错 却未能打破波兰人对加利西亚立法机构的控制 选举法本身就有利于波兰上层阶级 又受到波兰官员的操纵 选举的结果是乌克兰人的失败 以及双方之间导致数人死亡的暴力冲突 在大学校园里 分属两个民族社群的学生之间也严重对立 以至于赫鲁舍夫斯基赶到去教授晚间课程时 有带上一把手枪的必要 一九零八年四月 在一名乌克兰学生刺杀了波兰裔的加利西亚总督后 波兰人乌克兰人关系更是降到了一个新的低点 乌克兰民族民主党人未能实现他们的主要目标 分割加利西亚省 并在奥匈帝国内部取得乌克兰人的自治权 但在落实他们的教育和文化目标方面做得不错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 乌克兰爱国者和波兰权力集团之间 曾实现过一次短暂的和解 在此期间 乌克兰语被作为一种教学语言 引入了加利西亚的学校 尽管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中 波兰人乌克兰人关系恶化了 乌克兰语的这一地位仍然得以保留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已经有二五百所学校使用乌克兰语教学 因此 对第一代普遍接受教育的加利西亚乌克兰人来说 用乌克兰语了解国际局势 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在加利西亚 这一简单事实将在未来的世代中 成为一种强烈的乌克兰身份认同的基础 在这场学校课表争夺战中 致力于推广某种形式的俄语的亲俄主义者们失败了 在对选票的争夺中 他们同样一无所获 在1907年的选举中 乌克兰政治家们与犹太候选人结成了同盟 至少有两名犹太代表在乌克兰选民的支持下 得以进入奥匈帝国议会 波兰人试图帮助亲俄主义者 却没能成功 乌克兰人党派在帝国议会中 掌握了22个席位 亲俄主义者只得到两个 在加利西亚 亲俄主义运动对乌克兰平民主义潮流已不再构成威胁 1905年革命之后 俄罗斯帝国内的各乌克兰人党派面对的情况完全不同 可以确定的是 即使在乌克兰人群体中 这些党派的影响也在逐渐丧失 乌克兰语从未被允许进入学校 而随着革命的落幕 当局也开始对各种乌克兰人组织实施封杀 并骚扰甚至关闭乌克兰语出版物 与此相对 俄罗斯国家主义组织 却可以不受约束地在乌克兰农民中进行自己的宣传 通过对俄罗斯国家主义激进派进行动员 俄国保守派首相彼得斯托雷平24的政府 在帝国西部边境地区逐步赢得政治支持 国家主义倾向的候选人 也在新选举法的帮助下赢得选举 与在帝国其他地区一样 俄罗斯国家主义组织在乌克兰 也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主教和神父们结成同盟 在乌克兰农民和城市居民中 散布俄罗斯国家主义和反友主义 俄罗斯帝国史上最丑名昭著的审判贝利斯案 25就发生在基辅 此案中 一名犹太人被指控将一名基督徒男孩杀死陷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年月中 沃里尼亚的波扎伊夫修道院 26成为俄罗斯国家主义和反友主义的温床 而俄罗斯人民同盟 在整个帝国的最大分支组织 也以沃里尼亚为基地 该同盟和其他类似组织的成员宣称 自己是在保护俄罗斯人 在乌克兰 则是指小俄罗斯人 不受波兰人和犹太人等外国剥削者的压迫 在他们的宣传中 这些外国人被描述为资本主义的吸血鬼 和激进的革命者 第三届国家杜马 1907-1912的乌克兰选举结果 证明了帝国俄罗斯国家主义的吸引力 在乌克兰的41名胜选者中 36人被认为是真俄罗斯人 这是当时用来定义俄罗斯国家主义者的名词 1911年9月 彼得斯托雷平在基辅 遭一名俄罗斯社会革命党人刺杀 但这并未让帝国政治有所改变 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 俄罗斯国家主义党派在乌克兰获得了70的选票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结果 因为乌克兰人口中 俄罗斯族的比例不超过13 不光是选民中的大部分 就连以俄罗斯国家主义者身份 赢得选举的人中的大部分 也都是乌克兰族 俄罗斯国家主义者基辅俱乐部的创始人 第四届国家杜马高级成员阿纳托利·萨文科 27就是伊利 另一名乌克兰人基米特里·皮赫诺 28则是俄罗斯人民同盟基辅支部的首脑 皮赫诺担任编辑的基辅报纸 基辅人Keyer Fleening 则成为这些国家主义组织的传声筒 小俄罗斯身份认同宣传者群体中的乌克兰独特性 本已所胜无几 到了1905年革命期间 这种独特性更是在事实上 已被激进的俄罗斯国家主义取代 在不止一种意义上 1905年革命都是半途而废的 然而 它仍是俄罗斯帝国内部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它标志着乌克兰的活动家们 第一次成功地将他们的理念传递到民众之中 第一次让自己的力量和受欢迎程度经受考验 这是他们史上第一次被允许用乌克兰方言向大众传达信息 并利用媒体传播自己的想法 他们在乌克兰全国各地组织乌克兰人俱乐部 创建普洛斯维塔协会 这种进入公众生活的突破 是老一代乌克兰爱国者们难以想象的 这些活动家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然而革命的结束 以及随后出现的 受到激进俄罗斯国家主义派别支持的官方政策倒退 让各个乌克兰人党派陷入了混乱和幻灭之中 在奥蜀乌克兰地区 乌克兰爱国者们击败了全俄罗斯理念的主张者们 却未能打破波兰人党派对加利西亚政治的垄断 两个帝国中的乌克兰活动家都宣称自己的目标是乌克兰的独立 然而 如果不发生一些足以动摇帝国统治的经济 社会和政治基础的事件 他们连地方自治这样的成就都无法取得 乌克兰独立 甚至自治 梦想的实现需要一场巨大的政治地震作为前提 这场地震的第一轮震波发生于1914年8月 1.Hermitage Museum 意义座影视卢博物馆 位于圣彼得堡的涅瓦和河畔 东宫是这座博物馆的主要建筑 2.Villikisora Kinsey 经乌克兰中部波尔塔瓦州城镇 3.Burst 即罗宋汤 是发源于乌克兰的一种农菜汤 在东中欧地区 罗宋汤多以甜菜为主料 4.Portemkin Stairs 已被称为敖德萨阶梯 位于敖德萨市内 通向黑海岸边 共192集 在电影《战舰波将经号》中 爱森斯坦运用这道阶梯表现其电影蒙太奇理论 成功在线了1905年1月5日的流血星期日 和波将经号起义两起历史事件 5.Sergei Eisenstein 1893-1948 苏联导演 电影理论家 电影学中蒙太奇理论奠基人之一 6.即十月诏书 其正式名称为对国家秩序的改善宣言 7.Kichenau 经摩尔多瓦首都 8.Solom Aleikum 1859-1916 原名肖洛姆 脑墨维奇 拉比诺维奇 Solomon No-Movap-Rabinovich 生于乌克兰的犹太作家 1906年后定居美国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 斯杰姆别扭 英侯医药卸裂等 9.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r Party 一称俄罗斯社会民主公人党 或俄罗斯社会民主党 1898年成立于明斯克 是俄罗斯帝国国内许多革命组织的联合体 它在后来分裂为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 10.Russian Party of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 20世纪初俄国的主要政党之一 1917年11月 该党在俄国历史上 第一次民主选举中赢得了多数 11.Mykola Miknevsky 1873-1924 乌克兰政治和社会活动家 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 乌克兰独立运动的理论家和领袖 参与了多个乌克兰党派的创建与领导工作 12.Spilka 即1904年成立的乌克兰社会民主同盟 13.Union of October时期 又称十月党 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个非革命中间派政党 成立于1905年10月末 该党坚定拥护均主力限制 受到自由派贵族 商人和部分官员的支持 14.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Party 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中产阶级和地方自治局人士组成 主张在俄国建立英国式的均主力限制 15.Union of the Russian People 又一民族主义保皇党派 是俄国保皇派武装组织 黑色百人团的重要成员 16.Ukrainian Radical Democratic Party 1904年成立于基辅 主张废除专制 实行立宪 追求在乌克兰设立自己的议会 并推广乌克兰语 17.Lobini 乌克兰中北部波尔塔瓦州城市 18.Roda 乌克兰语座 亦为会议 委员会 议会 19.建本书导演著 20.Ukrainian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亦称罗塞尼亚民族民主党 1899年成立于利维夫 是波兰第二共和国时期 1918-1939 最大的乌克兰人党派 乌克兰民族民主联盟的前身 21.Ivan Franco 1856-1916 乌克兰诗人 作家 翻译家 政治活动家和学者 他是第一位用乌克兰语写作 侦探小说和现代主义诗歌的作者 22.Roman Dmowski 1864-1939 波兰政治家 波兰民族民主政治运动的开创者之一 曾担任波兰外交部长 他与夏文中的约瑟夫 毕苏茨基 并称为波兰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人物 23.Yosef Piłsudski 1867-1935 波兰政治家 波兰第二共和国国家元首 1918-1922年在任 和独裁者 1926-1935年在任 24.Pekar Stalipin 1862-1911 俄罗斯帝国首相 1906-1911年在任 以镇压疾命势力 和实行土地改革著称 25.Belis Affair 对被控杀死一名基督徒男孩的犹太人 梅纳赫姆·门德尔·贝利斯 Manehan Mando Baylis 1874-1934的审判 于1913年在基辅举行 贝利斯最终被判无罪 但审判之前的两年中 该案在俄国社会 掀起了一场 诋毁犹太人群体的潮流 并导致俄国的反游政策 在国际上广受批评 26.Pochef Monastery 位于金乌克兰 西部吉尔诺布尔州的波查伊夫 在历史上一直是乌克兰西部 各东政教派的意识形态中心 27.Anatolia Sivanco 1874-1922 俄国社会和政治活动家 律师 作家 记者 28.Maitreya Pekino 1853-1913 俄国经济学家 记者 民族主义 政治家 第四卷 世界大战 第十八章 一个国家的诞生 1914年6月28日清晨 萨拉热窝城只听到了两声枪响 19岁的学生加夫里洛 普林西普 一 用第一枪打伤了奥地利大公弗朗茨 斐迪南 用第二枪击重大弓的妻子 苏菲女公爵 大弓和大弓夫人都在午前不治身亡 然而 这起事件的附加后果更为严重 普林西普 在扣动那把伯朗宁手枪扳机的同时 也扣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扳机 加夫里洛 普林西普 是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 团体的成员 痛恨哈布斯堡家族 梦想在巴尔干地区 建立一个统一而自由的南斯拉夫国家 奥匈帝国政府 对此却有不同的想法 他希望维持帝国的存在 决定将大公遇刺事件 当作一个向塞尔维亚开战的借口 对这个在帝国境内 煽动起斯拉夫 民族主义浪潮的国家施以惩罚 俄国站在了塞尔维亚一边 德国人支持奥匈帝国 而英国和法国则支持俄国 到了八月初 几乎整个欧洲都燃起了战火 全世界有多达一八百万军人和平民 在这场在当时被称为 大战的战争中丧生 受伤者则超过二二百万人 长久以来 历史学家们一直对人类历史上 这第一场全面战争的起因争论不休 他们通常会将之归结于两个军事阵营 对世界的割裂 即英国 法国和俄国组成的三国协约 协约国和德国 奥匈帝国及意大利 后来为奥斯曼帝国取代 组成的三国同盟 同盟国 弗拉基米尔 列宁强调大国的对抗 是为了争夺对市场和资源的控制 其他因素则包括欧洲大众政治的兴起 以及强调迅速动员和先发制人重要性的军事原则 以上所有因素都对冲突的爆发有所贡献 也正是这些因素 使得参战各国无法提前结束战争 让这场屠杀延续了四年之久 在对战争的潜在原因进行考察时 我们不应忽视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开枪 以及奥匈帝国决定开战的动机 日趋激进的民族主义 与迅速衰落的多民族帝国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 这场由一个激进民族主义者引发的战争 对各大帝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被战争压垮的不仅有奥匈帝国 还有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 前者彻底瓦解 后两者的君主制垮了台 失去了部分领土 以新的形态存活下来 而从战争中得益的 则是众多民族解放运动 在从前不可战胜的庞大帝国的废墟上 他们开始建设自己的国家 尽管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 乌克兰都算不上胜利者 但它仍是那些在这场战争中 得到创建自己国家的机会的各民族中的一员 在最初的几个月甚至一两年中 这场战争没有给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运动 带来任何希望 反而掀起了拥护统治王朝和帝国权力的浪潮 俄国政府利用战争的爆发 向乌克兰爱国者组织 施加了更多限制 政府官员们将乌克兰的活动家们 称为马子帕党 这个名字来自18世纪中 联合瑞典与俄罗斯为敌的那位哥萨克统领 二 并将他们视为哈布斯堡家族的潜在代理人 尽管这些人保证忠诚于帝国 政府仍旧封杀他们的组织团体 普罗斯维塔协会也未能倖免 政府还叫停了剩下的乌克兰语出版物 其中包括日报 拉达 1905年革命所开启的自由主义时期的最后一流 乌克兰领袖们将战争视为在俄罗斯人 国家内部创建一个统一而自制的乌克兰国家的机会 然而政府的所有这些举动 令他们的希望破灭了 乌克兰自由派宣布保持中立 拒绝支持战争的任何一方 激进的左派分子则倒向奥地利人 希望以此击败俄罗斯帝国 俄罗斯帝国军队在战争之初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在北方突入了普鲁士境内 在南方则进入了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 1914年9月初 俄军夺取了利维夫 又在年底之前控制了卡尔巴迁山脉的山口通道 并进入外卡尔巴迁地区 由于俄罗斯帝国对乌克兰人组织的新禁令 奥匈帝国境内的乌克兰活动家们也遭到打击 俄国对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的占领一直持续到1915年5月 时间长的足以表明 罗曼诺夫帝国将为哈布斯堡帝国的乌克兰人带来什么样的未来 占领当局升起代表泛俄罗斯民族的重新统一和解放的旗帜 将此前已被边缘化的亲俄派重新带回加利西亚政治舞台的中央 俄国政府还用俄语取代了乌克兰语作为当地学校的教学语言 并将那座被奥地利人和犹太人称为伦贝格 Lenberg被波兰人称为勒沃夫 Val被乌克兰人称为利维夫 LVIV的城市改名为俄语的利沃夫 Valph 尽管亲俄派受到俄国人支持 奥地利人却在战争府一爆发就开始迫害他们 1914年9月4日 DP被逮捕的亲俄派活动家抵达斯蒂里亚州 3.格拉茨 4.附近的塔勒霍夫收容营地 其他数千名被捕的亲俄分子及其家属接踵而至 他们中有不少人是社群的领袖人物 如牧师 教师和受教育阶层 但大多数只是单纯的农民 在整个战争期间 塔勒霍夫收容了接近2万人 并获得了欧洲第一个集中营的不光彩名声 近3000名囚徒死于寒冷和疾病 今天 只有格拉茨机场附近的一条道路的名字 拉格尔街 拉格斯特斯 及营地街 还能让我们回想起 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亲俄派的这一段悲惨历史 其他亲俄分子 则被送往位于今天捷克共和国境内的 耀塞特莱西恩施塔特 或称泰雷金 五 集中营 加夫里洛 普林西普 也是这座监狱的囚徒之一 1918年4月下旬 普林西普在这里死于肺结核 此时据他引发的那场战争结束 还有半年多一点的时间 在加拿大 乌克兰人被政府视为拥有敌国国籍的外国人 其中近4000人遭到关押 另外8万人则被要求定期向警方报道 由于他们都是最近从奥匈帝国移民到加拿大的 所以国籍都被定为奥地利人 与亲俄派不同 奥匈帝国境内乌克兰民族运动的领袖们宣布忠于帝国君主 这也是他们的农民阶层支持者中大多数人的做法 战争爆发之前的年月里 这些农民最喜欢的歌谣 就是关于皇帝弗朗茨 约瑟夫 六 之妻伊丽莎白皇后 倩倩 七 这位在1898年 遭一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刺杀的皇后 在歌中被称为我们的夫人 弗朗茨 约瑟夫则被称为我们的父亲 随着战争的爆发 乌克兰活动家们组建了乌克兰人最高议会 其名参照1848年革命期间成立的那个罗塞尼亚最高议会 这个议会催生了奥地利军队中第一支乌克兰人部队 当局从一万名志愿者中选出二五百人 组成一支被称为西齐步枪队的军团 这个名字无疑指向扎波罗热西齐和蒂涅伯哥萨克人的历史 表达出一种全乌克兰身份认同和加利西亚志愿者们的人心所向 奥匈帝国乌克兰政治家们的政治蓝图有两重目标 第一分割加利西亚争取实现其乌克兰部分的自治 第二在俄属乌克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人国家 为了达成第二个目标 奥匈帝国乌克兰人不仅加入了帝国军队 还实施了将俄国战俘中的小俄罗斯人转变成乌克兰人的计划 实施这一计划最利的是乌克兰解放同盟 这一组织成立于维也纳但大部分成员来自蒂涅伯乌克兰地区的移民 知道如何与自己的同胞对话 这个组织的成员之一将在未来成为20世纪 二三十年代乌克兰激进民族主义运动之父 他来自南乌克兰有一个俄语姓氏 德米特罗东佐夫八 1915年春末和夏天 一场德澳联合发动的攻势 让奥地利人重新夺回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的大部分地区 其结果是 亲俄派被完全从这一地区清除出去 与俄军一起向东撤退 他们由各自的村长率领托家带口 和他们一起的 是他们的牛马和所有来得及带走的财富 报纸基辅斯考 Kievskaya MYSL这样描述亲俄派的逃亡 大部分逃难者在罗斯托夫 和位于俄罗斯乌克兰族群边界的顿和下游地区停下了脚步 这是亲俄主义运动作为一支主要政治力量的历史的终结 有幸免于进入塔勒霍夫集中营的亲俄分子 如今都离开了自己的故乡 前往俄国 1916年春天和夏天 在才华过人的阿列克谢布鲁西洛夫 九将军的指挥下 俄军发起了一场大规模攻势 重夺沃里尼亚 布科维纳 还有加利西亚的部分地区 然而 这场攻势最终被证明 不过是一个濒临经济和军事崩溃的帝国的回光返照 很快 与在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乌克兰地区一样 全俄罗斯里面 在罗曼诺夫王朝的领土上 也开始遭到攻击 罗曼诺夫王朝 如果不是帝国本身的话 在1917年3月初走向终点 在此前的一个月中 彼得格勒 Petrograd 战争时期圣彼得堡的名称 时 的士兵短缺 已经引发了工人罢工和军队中的兵变 国家杜玛的领袖们说服被常年战争搞得心力交瘁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放弃皇位 他传位给他的弟弟 十一 但后者拒绝接受杜玛领袖们预测 如果他接受皇位的话 将导致一场新的叛乱 罗曼诺夫王朝就此落幕 来自街头的压力 士兵的叛乱 和曾经忠诚的杜玛的巧妙 操纵在王朝的棺盖上 敲下了最后一根钉子 随后杜玛领袖们着手创建一个临时政府 这个政府的任务之一是举行选举 以产生一个决定俄罗斯国家未来的宪法会议 彼得格勒发生的事变 史称二月革命 这场革命出乎正处于焦头烂额之际的 乌克兰人组织领袖们的意料 加利西亚乌克兰民族运动和蒂涅伯乌克兰 1905年革命中的关键人物米哈伊洛 赫鲁舍夫斯基听到窗外的喧哗和喊声时 正在莫斯科公共图书馆写作一篇文章 他问图书管理员出了什么事才知道发生了一场革命 莫斯科人正涌向克里姆林宫 打算夺取这座作为俄国国家象征的建筑 三月初 来自各乌克兰人政治和文化组织的代表们 在基辅成立了一个协同机构 名为中央拉达 十二 他们选举赫鲁舍夫斯基为主席 并坐等他火速赶到基辅 下车一时 赫鲁舍夫斯基就对年轻一代的乌克兰民族活动家群体 表达了他的支持 这个群体主要由学生和二十岁出头的专业人士组成 赫鲁舍夫斯基在乌克兰民族运动温和派 如今被称为乌克兰进步主义者协会 中的老战友 很少有人愿意加入年轻革命者们的阵营 他们经历过1905年革命 了解革命总是被反革命潮流终结 因此 宁愿向当局输成 换取对方在文化空间内的让步 对他们来说 让乌克兰语成为教学语言是第一要务 赫鲁舍夫斯基不同意他们的看法 他认为 现在已经不是争取教育改革的时代 是时候 要求乌克兰在一个改革后的 俄罗斯国家里的领土自治权了 对许多老一辈的乌克兰民族活动家来说 考虑到乌克兰与帝国政府打交道的艰辛历史 这个目标就算不是脱离现实 也太过野心勃勃 然而 赫鲁舍夫斯基和他那些更年轻 更富有激情的支持者们 对此有不同看法 人们在三月开始行动起来 工作地点是基辅城里的教育博物馆 地下的一个房间 他们创建了一个 以杰出现代主义作家弗拉基米尔 维尼琴科 十三 为首的总书记处 将之作为乌克兰的自治政府 维尼琴科用乌克兰语和俄语 两种语言写作 是尼古拉 果格里之后 第一位在全俄罗斯范围内 受到广泛阅读的乌克兰作家 新政府宣称 对今天乌克兰的大片地区 拥有管辖权 包括基辅 波多里亚 沃里尼亚 切尔尼哥夫和波尔塔瓦的帝国省份 他在七月被彼得格雷的临时政府 承认为乌克兰地区政府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乌克兰自治理念 自1905年革命后就被边缘化 而俄罗斯自由派 社会民主主义者 以及来自真俄罗斯爱国者群体的 大俄罗斯国家主义提倡者 也都提出了各自的未来蓝图 乌克兰自治理念 何以能在与他们的竞争中胜出 事实证明 在当时的革命气氛中 中央拉达的年轻领袖们 所鼓吹的杂柔自由民族主义 和社会主义的观念 是一种极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 积极参与政治的民众 开始将各乌克兰人党派宣传的领土自治 视为摆脱各种淹没这个国家的军事 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唯一办法 作为当时唯一能同时满足 土地和和平 这两种民众需求的机构 中央拉达脱颖而出 士兵们希望尽早结束战争 因此大量士兵热情地支持中央拉达 当彼得格雷的临时政府 忙于在东线战场 发动一场新攻势 并恳求他们与英法盟军 一起战斗到最后时 中央拉达却承诺将带来和平 以而成为饱受战火蹂躏的乌克兰 实现和平的唯一希望 俄军中的乌克兰化部队 由从乌克兰诸省征召的新兵组成 并在1917年中 被派往前线乌克兰段的部队 宣布向中央拉达效忠 这样的新兵接近30万人 都是身着军装的农民 已经厌俊了战争 他们不仅一心死归 而且还希望能赶上 对贵族土地的重新分配 这是中央拉达 不顾来自地主阶层的强烈反对 而做出的沉默 在政治上主宰着乌克兰农民阶层的 乌克兰社会革命党 恰好是中央拉达中的第一大政党 因此 农民也成为中央拉达的坚定支持者 中央拉达原本不过是一个 持乌克兰爱国主义立场的 各政治和文化组织的协调委员会 然而 在1917年夏天 由于农民 工人和士兵等群体 各自的全乌克兰代表大会 纷纷向中央拉达派出代表 他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议会 少数族裔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 米哈伊洛 赫鲁舍夫斯基特意呼吁他的支持者们 不要允许1905年那种对犹太人的迫害重演 并向犹太人 波兰人和俄罗斯人承诺 让他们再一个与俄罗斯结成联邦的乌克兰共和国内 获得文化自治 作为回报 犹太人的社会主义党派 加入了中央拉达 并支持乌克兰领土自治的立场 其他少数族裔的左翼代表们 也同样如此 中央拉达的成员数量超过了800人 以至其领袖们不得不创设一个小规模的常务机构 小拉达 来协调这个新生革命议会的各项工作 数十名乌克兰名流 从彼得格勒 和在1918年3月 被布尔什维克们定为俄国新首都的莫斯科返回基辅 参与到新乌克兰的建设中 富有才华 享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 赫尔西 纳尔布特 十四 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他成了乌克兰美术学院的创建者 也成为乌克兰国徽和这个国家第一批纸币和邮票的主要设计者 国徽包括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图案 借鉴自基辅 大公弗拉基尼尔时代前臂的三叉戟 和一个哥萨克人的头像 这是因为这个新生的国家 宣称自己所继承的是基辅罗斯和哥萨克国 国徽上的蓝色和黄色 则来自数百年来 就将这两种颜色用于文章的加利西亚 色彩的选择象征了世界大战东部战线两侧的乌克兰土地的统一 在这个新生的乌克兰自治国家中 并非一切都如此美好 中央拉达没能建立起一套可以运作的国家机器 也没能利用向这个政府宣誓效忠的数十万官兵 创建一支可靠的武装力量 发现自己手握一回大权的作家 学者和学生们沉浸在民族革命 和砸烂就国家机器的浪漫梦想中 到了1917年秋天 当中央拉达因无法兑现从前许下的承诺 而开始失去对现实局势的控制时 一个运转有效的政府和一支中城军队的缺失就成了问题 中央拉达在各大城市的支持率下降到9到13个百分点 只有基辅除外 中央拉达在这里仍拥有25个百分点的支持率 全力逐渐转移到布尔什维克控制的苏维埃代表会议 手中 由于中央拉达既没有带来土地 也没有带来和平 农村局势也变得越来越动荡不安 农民们开始自己发动起来 夺取国有的和贵族们的土地 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发动的政变后来 被称为十月革命 对乌克兰局势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 作为对政变的直接回应 中央拉达宣布成立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这是一个自主而仍与俄罗斯保持联邦关系的国家 他还对东部和南部的土地 哈尔基夫省 赫尔松省 十五 以及塔弗里达 十六 库尔斯克和沃罗涅日 十七 三省中乌克兰人聚居的部分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 这样的行动宣告了中央拉达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短暂合作的终结 尽管他们此前还曾在基辅合力击败了终于临时政府的军队 基辅的乌克兰政府与彼得格雷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之间的对立 自此拉开序幕 由工人 农民和士兵群体的代表创建的苏维埃是一种新的政府形式 各个政党都尽逐苏维埃的权利 取得对苏维埃的控制之后 布尔什维克掌握了俄国的大权 全俄苏维埃第二次大会 十八 于十月革命期间在彼得格勒召开 并由布尔什维克及其盟友主导 会议承认了这场推翻临时政府的革命 布尔什维克打算在乌克兰采取相同的策略 宣布于1917年12月在基辅召开乌克兰苏维埃大会 然而 大部分出席大会的代表都是支持中央拉达的农民 布尔什维克在基辅策划的革命失败了 然而 这对他们只是暂时的受挫 布尔什维克组织者们离开基辅 前往哈尔基夫 十二月下旬 乌克兰东部工业地区的苏维埃大会 在哈尔基夫召开 大会于1917年12月24日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国家 乌克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1918年1月初 来自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军队 进入了乌克兰 以在哈尔基夫成立的那个虚构国家的名义 向基辅进发 在俄国军官米哈伊尔穆拉维耶夫 19的率领下 这支军队搭乘火车 一路进军 夺取了许多主要的工业中心 并在这些地方 得到被布尔什维克动员起来的工人团体的支持 中央拉达在事实上 失去了对工业城镇的控制 他在这些地区 得到自由派知识分子拥护 却没能赢得工人的支持 面对俄国的入侵 中央拉达少得可怜的军队 也无法为他提供保护 在1917年夏天 曾宣布支持乌克兰独立的那些部队 已经被派往世界大战前线 此时中央拉达的领袖们发现 他们不得不宣布 自己的国家从俄国完全独立出来 却又没有军队来保卫他 1918年1月25日 中央拉达发布了其第四份 也是最后一份通令 Universal 这是哥萨克时期对法令的称谓 宣布了乌克兰的政治独立 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就此成为一个属于乌克兰人民的 独立的 自由的主权国家 不臣服于任何人 通令写道 在将通令草案向中央拉达提交时 米哈伊洛 赫鲁舍夫斯基强调了通令的两大要务 第一 促成与德国和奥地利的合约签署 只有独立国家才有这样的资格 第二 保护乌克兰不受布尔什维克入侵 和赤威对叛乱的破坏 后者是布尔什维克在主要工业中心 组织起来的工人团体 然而 这第四份通令的历史重要性 远远超过了其紧急要务 它是自一凡 马泽帕时代以来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第一次公开决裂 独立乌克兰国家的理念 17年前 才在蒂涅伯乌克兰地区被首次提出 如今已经获得了广泛的政治合法性 独立的精灵 已经从帝国的魔平中逃离出来 我们希望与所有邻国和平友好的共存 包括俄罗斯 波兰 奥地利 罗马尼亚 土耳其 以及其他国家在内 但任何邻国都无权干涉独立的 乌克兰共和国的命运 统令写道 当然 表态很容易 要把这样的愿望变成现实则不同 俄军正从北方和东方两路向基辅会合 布尔什维克也在基辅城内的军械厂 掀起了暴动 这座军械厂是基辅最主要的军事工厂 其建筑如今已成为基辅艺术中心和展览馆的场地 中央拉达缺乏可靠的部队 而布尔什维克又做出关于土地 和平和对社会进行革命性改革的承诺 吸引许多人投向他们 中央拉达发出了总动员的号召 在切尔尼格夫地区的克鲁记 20火车站 一支由约400名乌克兰学生和士官生组成的部队 与来袭的布尔什维克军发生了交战 后者队伍中有波罗的海舰队水兵 也有一支来自彼得格类的部队 27名乌克兰战士落入敌手并遭到枪杀 这是为了报复他们再面对布尔什维克军事长达五个小时 不屈不挠的抵抗 在乌克兰人的历史记忆中 这27名战士成为第一批为民族独立事业付出生命的烈士 更多人将布上他们的后尘 1918年2月9日 中央拉达放弃了基辅向西撤退 同一天夜里 在今天波兰白俄罗斯边界上的布列斯特镇 中央拉达的代表与同盟国 德国 奥匈帝国及其盟友 签订了合约 中央拉达在1917年夏天和秋天 拒绝成立一支常备军 因此 如今别无选择 只能向乌克兰国境之外寻求保护 乌克兰代表们 向德国和奥地利请求军事援助 并很快得到对方同意 在漫长的战争消耗之下 同盟国的军队和经济都急需农业产品的支撑 而乌克兰早有欧洲面包栏的美誉 合约规定 双方相互交换各自盈余的重要农业和工业产品 为交换乌克兰的鼓舞 同盟国方将付出他们装备精良 又训练有素的战争机器 合约签署之后不到十天 同盟国军就进入了乌克兰 到了3月2日 同盟国军已将布尔什维克逐出了基辅 中央拉达再次回到了教育博物馆大楼 在克鲁基战死的学生们 以军葬礼的仪式被安葬在阿斯科尔德小丘 Escolz Mount 也就是传说中基辅第一位维京统治者的安息之地 布尔什维克们一路后撤 他们无法在军事上阻挡人数 约为4.5万人的德奥联军的进攻 于是转而尝试外交和法律手段 他们开始在乌克兰东南部地区 创立各种只存在于纸面上的人民共和国 并宣告他们独立 于是 奥德萨 克里维伊里赫 21 塔弗里达等共和国 纷纷在2月和3月间宣布独立 然而同盟国对此毫无顾忌 在乌克兰军的协助下 他们甚至夺取了中央拉达 从未主张过的克里米亚地区 不过并未将其并入 以基辅为首都的那个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没过多久 布尔什维克就被完全逐出了乌克兰 并被迫承认乌克兰独立 以与同盟国达成他们自己的合约 如今 新生的乌克兰国家不仅在法理上 也在事实上独立于俄国 然而其相对于同盟国 中央拉达曾承诺 向同盟国提供100万吨古物 的独立地位并非顺理成章 这一点在1918年4月下旬变得十分明显 德国军事当局 不相信社会主义者 占主流的乌克兰政府 能兑现其输送古物的计划 于是在中央拉达 同意向盟军交付上述100万吨古物 和大量其他农产品 不过数天之后 就将其解散 德国人主导的政变 让帕夫洛 斯克罗帕德斯基 22 将军的政府得以上台 斯克罗帕德斯基是18世纪 一名哥萨克统领的后裔 立场极为保守 代表着乌克兰地主阶层的利益 他宣布 自己为这个新生国家的统领 以此来迎合民众的历史记忆 仿照从前的统领们的传统 他实施了独裁统治 其权力仅受外国势力 德澳军事指挥部的约束 在1917年的革命中 临时政府委任斯克罗帕德斯基 指挥其心组建的乌克兰军团 这是一次为让战争继续下去 而取悦于少数族群的绝望尝试 于是有俄国文化背景的 斯克罗帕德斯基迅速地乌克兰化 他先是拥护乌克兰自治的理念 后来又转向支持乌克兰独立 并为之 也为其德国靠山 奉献终生 直至1945年4月 在柏林死于盟军的轰炸 斯克罗帕德斯基的统治 被证明是对乌克兰国家 和体制建设的一次巨大促进 乌克兰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银行 和可以运转的财政系统 这为统领招募帝国时期的官僚们 来管理各个部门 建立地方政府机构 并让帝国军官组建部队 在教育领域 乌克兰拥有了自己的科学院 有了第一座国家图书馆 也有了一座国家档案馆 此外 这个国家又出现了两所新大学 一所在卡特林诺斯拉夫 另一所在卡米涅茨 波迪尔斯基 尽管斯科罗帕德斯基本人 从未完全掌握乌克兰语 他仍推动完成了中央拉达启动的计划 将乌克兰语引入学校系统 实现了乌克兰爱国知识分子们多年的梦想 无论斯科罗帕德斯基 在体制空间内有什么成就 其统治仍受到中央拉达的 社会主义领袖们厌弃 这些人拒绝与新政府合作 将之视为被布尔什维克革命 赶出俄国的俄罗斯保守派 为自己创造的避难所 而他们的这种看法 往往也有充分的理由 许多社会主义领袖转入地下 策划他们的政治回归 一场反对统领的暴动 似乎就在眼前 斯科罗帕德斯基的政府 在劳工阶层中最不受欢迎 他们的工作时间被延长到12个小时 农民同样不满 因为当局会没收他们收获的粮食 1918年夏末时 已有数千工人处于罢工之中 近4万名加入了武装自卫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乌克兰 最不缺的就是受过训练的军事人员 德军派出部队对暴民进行惩罚 却只让情况变得更糟 到了秋初 当局已经陷入了垂死挣扎 他打算举起联邦的大旗 与一个非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结合 此举意在讨好协约国 因为协约国支持俄国统一的立场 却适与愿违 中央拉达那些社会主义领袖 正在积极筹划推翻统领 而当局这种在形式上放弃乌克兰独立的做法 让他们更加愤怒 不过 让斯克罗帕德斯基政府走向末路的最主要原因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1918年11月11日 在巴黎以北的贡比灭森林 23 德国统帅部代表与其法国和英国对手 签署了停战协定 敌对状态的终结 意味着德军和澳军将撤离乌克兰 三天后 也就是11月14日 以前中央拉达政府首脑弗拉基米尔 维尼勤克为主席的革命委员会指挥部 这个名字来自18世纪的法国革命政府 开始公开反对统领斯克罗帕德斯基 德澳军队在指挥部的允许下离开 随后 指挥部那只主要由叛乱农民和抛弃了统领的部队组成的军队 在12月19日进入基辅 统领政府宣告落幕 这个作为战争产物 且以交战国一方为靠山的政府 最终被证明无法独立生存下去 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又回来了 并顺手接管了其前任创建的各种机构 然而共和国政府对基辅的控制完全谈不上牢固 同年早些时候在德澳军队进攻下 被迫退却的布尔什维克们 此时正在准备重新夺取乌克兰 在战线另一侧的加利西亚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结 催生了另一个乌克兰国家 它很快将被称为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这个国家的创建始于1918年10月 紧随新帝卡尔一事 24关于将奥匈帝国联邦化的公告 乌克兰领袖们主张加利西亚 布科维纳和外卡尔八千为乌克兰人的民族地区 此时奥匈帝国正在走向末日 其最后的举动就是在11月3日 与协约国签署停战协定 此时美国也加入了协约国一方 身处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统治下的各个民族 都急切地想要脱离帝国的牢笼 然而 帝国的二元君主制崩溃了 没能熬过11月 于是各民族领土主张之间的竞争变得不可恶议 为争夺对加利西亚的控制权 乌克兰人和波兰人之间的冲突尤为激烈 尽管维也纳当局有过种种承诺 他仍未能将这个省份分为东西两半 其结果就是 波兰人对整个加利西亚提出了要求 1918年11月1日 乌克兰人首先发起了进攻 夺取了利维夫 这座城市被乌克兰人占主体的乡村包围 但室内人口的族群构成 则以波兰人和犹太人为主 攻下利维夫的乌克兰人 在同一天宣布了这个全新乌克兰国家的独立 然而波兰人做出了反击 在20天后重夺利维夫 以杰出律师和民间领袖叶乌亨 彼得鲁舍为奇 25 为首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领导者们 不得不将其机关东迁 先是来到杰尔诺波尔 26 后来又迁往斯坦尼斯拉维夫 金伊万诺 弗兰基夫斯克 27 这成为乌克兰人与波兰人之间一场漫茬而血腥的战争的开端 1918年12月1日 东西两个乌克兰共和国的代表决定合作 组建一个统一的国家 双方都极度需要他们所能达成的最大程度的统一 两个共和国的未来都不满英云 被许多人认为将终结一切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其落幕那一刻就点燃了新的战火 奥地利试图维持自己对境内斯拉夫民族的控制 而俄国自居巴尔干人的泛斯拉夫民族保护者 并打算将其泛俄罗斯身份认同 渗入奥匈帝国 从而引发了世界大战 两个帝国政府都成为输家 战争先是削弱 然后摧毁了中欧和东欧的帝国 同时社会革命又粉碎了旧的秩序 与欧洲其他地方一样 乌克兰从战争的废墟中出现时已经面目全非 其国土满步弹痕 经济崩溃 人口锐减 各种族群身份认同都处于躁动之中 相互敌对的意识形态 变得比从前任何时代都多 然而帝国的崩溃 赋予了乌克兰人一个新的身份 催生了一个拥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的乌克兰国家 并让乌克兰出现在欧洲政治版图上 战争造成的新政局 让从前帝国边界两侧的乌克兰人 有了一个清晰的政治目标 独立 在战争爆发之前 独立不过是一个幻想 然而它演变成为一种理念的一部分 这是一种为中央拉达的社会主义领袖们 斯克罗帕德斯基的保守派支持者们 以及加利西亚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战士们 所共享的理念 然而 独立的目标在将乌克兰人动员起来的同时 往往会激起其他少数族群的反抗 也会带来与邻国的分歧 宣布独立是一回事 将它变成现实 则是另一回事 为了独立 乌克兰人将不得不在不止一条战线上进行抗争 1. Gavrilo Princip 1894-1918 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 他在1914年6月28日 在萨拉热窝刺杀了奥匈帝国王楚斐迪南大公 France Ferdinand 1863-1914 即大公夫人霍恩贝格女公爵苏菲 Sophie Duchess of Hohenberg 1868-1914 2.剑本书第十二章 3. Styria 位于奥地利东南部 一座施泰尔马克州 德语Stairmark 4. Brass 奥地利第二大城市 施地里亚洲州府 下文中的塔勒霍夫 Fellerhof 是格拉茨附近的一个村庄 5. Berisianstadt 捷克语座Teresen 即经捷克共和国西北部城市泰雷津 6. France Joseph I 1830-1916 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 1848-1867年在位 奥匈帝国第一位皇帝 1867-1916年在位 弗朗茨 约瑟夫一世 7. Elizabeth Emily Eugenie 1837-1898 弗朗茨 约瑟夫一世之妻 巴伐利亚女公爵 通常被家人与朋友 昵称为倩倩 SISI 8. Dmitry Donsov 1883-1973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作家 记者 政治理论家 他的激进思想 对1929年成立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 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 简称UN 产生了巨大影响 9. Alexei Brusilov 1853-1926 俄国军人 曾任俄罗斯帝国军队总参谋长 俄罗斯共和国军总司令 和苏维埃政府的骑兵总监 10.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为因应当时的去日尔漫画风潮 圣彼得堡被更名为彼得格勒 11.此籍执米哈伊尔 亚历山德罗为其大公 Mikiel Aleksandrovich 1878-1918 他是亚历山大三世的幼子 和尼古拉二世的弟弟 12.Centralrada 以为中央会议 在1917年4月至1918年4月期间 为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革命议会 13.Volodymyr Vinichenko 1880-1951 乌克兰政治家 作家在1917年6月至1918年1月期间 担任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总理 于1919年流亡海外 14.Hiorai Einarbat 1886-1920 20世纪乌克兰杰出的图案设计家 15.Kerson Gubernia 经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州 位于克里米亚半岛以北 16.Tafrida 俄罗斯帝国省份 包括克里米亚半岛 以及蒂涅伯和下游与黑海 和亚素海海岸之间的地区 17.Voranesh 经俄罗斯西部沃罗涅日洲 18.俄历 1917年10月25日 10月革命爆发的当天 布尔什维克召开了第二届全俄苏维埃大会 通过了向工农与士兵代表苏维埃移交权力的法令 19.Mikhail Muraviv 1880至1918 俄国将军 他在十月革命后 率领工人赤卫队进攻乌克兰 并攻下了基辅 1918年6月11日 穆拉维耶夫 由于支持左翼社会革命党人 对布尔什维克发动叛乱而被逮捕 并在拘捕时被枪杀 20.Kruti 位于经乌克兰北部齐尔尼哥夫州 博尔兹那区 21.Kravair H 一座克里沃罗格 俄语发音 乌克兰地涅博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城市 22.Pavlo Skoropetskaya 1873至1945 乌克兰军人 郑志佳 在1918年4月至12月间担任乌克兰统领 后逃亡德国 23.The Forest of Camping 位于法国皮卡地大区 贡比涅士附近 距巴黎60千米 24.Charles I 1887至1922 德语座Karl I 哈布斯堡王朝与奥匈帝国的末代皇帝 1916至1918年在位 他于1918年10月14日 同意将奥匈帝国改为联邦制国家 25.Yavion Petrashevik 1863至1940 乌克兰律师 郑志佳 在奥匈帝国瓦解后 担任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总统 1918至1919年在任 26.Ternopel 经乌克兰西部吉尔诺波尔州首府 27.Stanislaviv 经乌克兰西部伊万诺 弗兰基夫斯克州首府 伊万诺 弗兰基夫斯克 伊万诺弗兰基夫斯克 伊万诺弗兰基夫斯克